以闭关十年便已屹立于世间之巅 可刚出山却恰逢妖族进散王朝国境 不到一日便被攻破边境城池 眼看人族存亡即将威夷 而你为了人妖两族能长久隔离 仅凭一人一剑便杀向妖族老巢 并生生以一人之力击退了妖族数十万大局 而此时的妖族地宫内 一名风华绝代的女子正坐在大殿中央 正是妖族新晋女帝苏月梨 苏月梨此刻面色阴沉 一把将手中的战报捏得粉碎 没想到突然出现的一名人族少年 惊吓得百万妖众 没有一人敢向前迈出一步 实在是丢人 苏月梨当即面若寒霜 一股滔天的威压席卷而下 直接压得殿下众妖喘不过气 可就在此时 地宫的大门突然被人推开 只见一位慌张失措的护卫贵妇在殿内 女帝大人不好了 那个人族少年她杀上来了 当大殿众妖听到这个消息 一时间都呆愣在原地 不说八道 这里乃是妖族地宫 离人族边境之地有数十万人 至今千年都未有人族能踏足此地 说是谁让你来动摇军心的 苏月梨此时气愤地拍坐起身 杭博的气势迸发而出 直接震得那妖族护卫仰面倒地 妖族护卫虽然委屈 但她又不敢开口反驳女帝 恰好此时喷的一声巨响 地宫大殿的正门被轰然震碎 随着数名黑甲护卫到飞进殿内 一个身穿白袍的俊衣少年缓缓卖肉 你此刻眼神从众妖身上一扫而过 最终视线停留在高座之上的苏月梨身上 此时 苏月梨见人族少年闯入妖族地宫 身上凛冽气势铺天盖地 何人胆敢擅闯妖族地宫 夏长明 你报上名号后 全然无视苏月梨的威压 迈着步伐朝着她一点点走去 而大殿其余众妖听到你的名字后神色骤变 眼眸中纷纷充满了惊恐 是她 就是她 一人连掌我妖族数十名先锋大将的人族强者 她竟然敢直身杀到妖族地宫 你望着众妖瑟瑟发抖的模样直接无视 而是静止走到苏月梨的面前说道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自己嫁给我 要么我强行娶了你 苏月梨此时被你的话整蒙了 什么意思 这个人族不惜万里杀到妖族地宫 不是为了杀自己反倒是想娶她 开什么玩笑 本座堂堂妖族女帝万妖之主 怎么可能屈服你一个人类 正当苏月梨准备亲自动手时 五妖一族首领突然挡在了她身前 区区楼椅 何须女帝大人亲自出手 就让我把她的头颅取下来 此时王虎的目光极其凶狠 身躯散发的火焰几乎覆盖了整个大殿 但你此时神情却格外的平静 下一秒 一道荧光从王虎驳梗滑过 速度快到在场竟无一人反应过来 只见王虎瞪大双眼身躯僵硬 驳梗淡淡显出一道细血 随后当场伸手一处 此时大殿之内死一般的寂静 连苏月梨也包括内 众妖皆是一脸骇然的望着人族少年 王虎就这么死了 那可是在妖族内实力仅次于女帝大人的王虎 就这么毫无反抗之力的被一剑秒杀了 苏月梨美眸中满是震惊 他虽然猜想到王虎可能会被这人族少年斩杀 但完全没想到会是秒杀 惊骇之后苏月梨立马调整状态 正当他将准备伸手拔剑式 忽然一柄长剑赫然架在了他细腻的柏梗处 好快 自己居然毫无察觉 你此时却面带微笑地询问他 女帝大人考虑得如何 而苏月梨则是一点愤恨 你休想 本帝就算是死也绝对不会架领 可你却不慌不忙地移开柏梗处的长剑 接着剑任指向地宫大殿的门口 就在苏月梨等人的注视下 你高举长剑轻轻挥响 随着姿耳的音爆声炸开 一道凌冽锋芒的剑气 直接贯穿整座妖族帝都 甚至连地面上的裂痕也延绵上百里 而你此刻却面带微笑地 看向一旁的苏月梨 今日你若是不答应 我便图敬你百万妖族 人妖边境交界之地 天妖城中 万家张灯结彩 灯火营绕 鞭炮齐鸣 锣鼓喧天 本是最为混乱动荡的城市中 却洋溢着喜庆欢快的气氛 今日是个极为特殊的日子 对人妖两族而言意义非凡 妖族女帝苏月梨 要嫁人了 迎娶妖族女帝的人 竟是天州王朝夏家长公子 夏长明 众所周知 人妖两族千百年世仇 争奋战火不断 皆是彼此为死仇 今日却迎来了人妖两族 首次结为夫妻 喜结连礼 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壮举 人妖两族 或许就此走向和睦相处 结束长达千年之久的恩怨 这怎能不让常年饱受战乱 每日提心吊胆的边境人民 所欢腾雀跃 结束了 结束了 终于不用再害怕妖族进犯了 常明大人威武 祝常明大人 与女帝大人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当苏月里所作的花轿 进入城中后 围观道路两侧的百姓 便兴奋地祝贺道 漫天飞舞着花瓣雨 绚丽多彩的烟火 绽放夜空 更有几个孩童 摇着波浪鼓 欢快地跟在花轿旁 口中置声地念叨着 客栈说书人传出的传奇佳话 闭关时载剑仙灵 直剑鹤退百万军 只身登上帝王宫 一剑俘获女帝心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花轿内 身披凤冠狭配 仙红嫁衣的苏月里 端坐其中 仙细玉纸紧紧握 秀容阴沉铁青 花轿外孩童 吟唱歌谣的声音 在他耳中听起来 是如此的刺耳 可恶 想我堂堂妖族女帝 竟文落到价为人妇 自从夏长明之身一人 攻上妖族地宫 已过了三日 那日见识到夏长明 那惊鸿一剑后 苏月里虽是震惊 但也没有就此束手就擒 只可惜 他奋起反抗后 三招就败在了夏长明的手下 取胜的夏长明 收起了长剑 再次说出了迎娶他的话 并且说他如果不答应 就屠戮全妖族 况且 一旦他死去 就算夏长明不出手 妖族必然再发内乱 届时必然又是回归 那遍地骸骨 混乱不堪的妖族之地 没办法 为了妖族免受屠戮 不让妖族陷入混乱 苏月里只好含恨答应 嫁给夏长明 当然 他是绝不会就此罢休的 他可是妖族女帝 见识过夏长明的实力后 苏月里深知夏长明不死 他永无率领妖族大军 夺取天下的机会 所以 夏长明必须除掉 正好借助这次新婚之夜 将他日后最大的威胁除掉 妖族称霸天下 指日可待 苏月里手掌 钻紧一个小玉瓶 绝美容颜下 勾起一抹迷人微笑 夏长明 今夜就是你的死期 天幽城 一座府邸的房间中 微弱的烛火 随风轻轻摇曳 鲜红的剪纸 贴满房间每一扇门窗 红帘垂涨 鸳鸯袖枕 就连那被褥枕席 都是艳人的鲜红 骨色生香的房间内 弥漫着淡雅芳香 一个头皮红金的少女 端坐在床檐 纤细双掌 放置大腿之上 身姿绰约 欲指柔仪 嘎吱一声 房间门被推开 夏长明身着新郎衣 漫步走到苏月里的身旁 轻轻掀开她的红盖头 煞世间 一个娇容绝世 好似折现的绝美脸庞 展现在夏长明的眼前 掠尸粉带后 这妖族女帝 真是愈发妖孽了 娶了她好像 倒也不是很亏 夏长明愣神地想到 当初在得知师尊 让她下山解决 人妖两族恩怨时 她的确是想到 直接杀上妖族帝宫 将那妖族女帝斩杀 妖族大军 自会溃败奔逃 可转念一想 即便她斩杀了 当代妖族女帝 又如何 无非只是暂且 拖延妖族进犯吧 待妖族重整旗鼓 选拔出新的帝王 妖族大军 还是会卷土重来 那倒不如改变思路 直接迎娶妖族女帝 将其攻略 人妖两族和亲 不就自然而然 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就是要稍微 委屈一下她自己了 没办法 为了人妖两族和睦相处 世间和平安宁 只能由她牺牲一下了 夫君 掀开红头巾后 苏月里寒情默默地 注视着夏长明 话语娇柔的念叨 夏长明一听 第一反应不是欣喜 而是警惕 不对劲 很不对劲 前两天还吵着嚷嚷 要把她千刀万剐的女人 今日一改常态 娇滴滴地喊她夫君 听得她浑身 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夏长明是绝不会相信 苏月里想通 打算真心嫁给她的 不过也好 陪她玩玩 看看这妮子 是打算搞什么鬼 只见苏月里起身走到桌前 亲自为夏长明 蒸了一杯酒 随后掐破手指 滴入一滴血液 融入其中 举着酒杯 扭动身姿 缓缓走到她面前 夫君 在我们妖族有个传统 新婚之夜 男子必须喝下 女子献上的第一杯酒 血溶于酒 代表酒 酒 信 夫君喝下后 便意味着你我二人 从此血脉相拢 永不相离 苏月里将手中酒杯 递给夏长明 满是柔情地解释道 这的确是妖族 自古流传的习俗 但以妖族放荡的种种烈性 之后没有妖族在这般做过了 今夜苏月里这般 也不是真心为了夏长明 单纯为了骗她 喝下这杯酒罢了 整壶酒中 早就被她下了妖族 绝命毒药 此药由妖族境内 千种毒药炼制而成 无色无味 只需一滴 便可让人五脏六腑 轻食腐烂 至今无药可解 她在酒壶中 可是倒了整整一瓶 只要夏长明喝上一口 不出五膝之内 必定死无全尸 夏长明接过酒杯 正打算一饮而进食 却发现 苏月里正以一个 极为期盼的目光注视着 满眼写着 快喝二字 这下下长明明白了 难怪今夜新婚 这般献殷勤 原来是下毒了呀 夏长明表面上不动声色 嘴角暗中翘起 举起酒杯 灌入肚中 还特意将空酒杯 归还苏月里手中 喝了 她喝下去了 成功了 苏月里难掩心中狂喜 笑容充盈脸颊 一改刚刚那柔情妻子的模样 仿佛看死人一般 得意地看向夏长明 夏长明啊 夏长明 纵使你秀为通天又如何 最终还不是倒在本地的手中 苏月里没有急着动手 静静地等候 妖毒发作 只要夏长明一死 她便向天发出信号 事先安排 埋伏在城周围的妖族大军 闻声而动 直取天州王朝 娘子 你好像很高兴啊 有什么开心的事 不凡说给卫夫听听 夏长明看着苏月里脸上 嘴角差点脸到天上去 不由故意出声打句道 哼 没什么 本地一时想到一些开心的事 苏月里冷哼一声 收起笑容 对夏长明冷冷说道 这态度 和刚刚真是天差地别啊 夏长明心中不由感叹道 二人无话地坐在床檐 过了不知许久 看着夏长明安稳如常 苏月里俏脸上得意的模样 渐渐转变了疑惑 不对啊 他怎么还没死 妖毒难道没有发作 夏长明健壮 微微一笑 起身拿起酒壶 又多倒了两杯酒 双手举着两杯酒 走到苏月里身前 娘子 魏夫妄说了 其实人族新婚 也有一种传统 叫做交杯酒 夫妻双方 要手臂相互交叉 喝下手中的酒才行 说着 夏长明将其中一支酒杯 递到了苏月里手中 苏月里呆呆地接过酒杯 小小的眼眸中 充满了大大的疑惑 意思是 他要喝下这杯酒 这杯 他下了绝命妖毒的毒酒 诶 W W 第四章你干嘛脱衣服 怎么了娘子 你的脸色 好像不太好看啊 夏长明明知顾问地关心道 看着苏月里的神色表情 他基本确定 酒壶中是被他下了毒药了 苏月里望着酒杯中的酒水 内心产生了一丝迟疑 怎么办 怎么办 真的要喝下这杯酒吗 这可是无药可解的绝命妖毒啊 可是不喝的话 他一定会起义心的 思索再三 苏月里抬头望向夏长明 见他面色红润 气色如常 一点也不像是强装的 况且过了这么久 如果酒杯中真的有妖毒 夏长明早就化作一具白骨了 难道是我拿错药瓶了 其实 放入的根本不是绝命妖毒 这是苏月里唯一能想到的解释了 这也完美解释了 为何夏长明喝下酒后安然无恙 虽然心中傲猛 但苏月里同时也松了口气 这酒应当是没毒的 就算他喝下也没事的 打定猜想 苏月里挽起夏长明的手臂 二人手臂形交叉之势 夏长明微微一笑 举杯饮尽 苏月里没有再多迟疑 随之也一同将酒喝下 这让夏长明大感意外 这个小妮子真敢喝呀 难道他猜错了 酒水中其实没有投毒 正当夏长明狐疑之际 苏月里那边就告诉了他答案 只见苏月里喝下酒后的一瞬间 翘脸变得煞白 手舞腹部 浑身气息缭乱不定 没错了 酒水的确有毒 此刻 苏月里瞪大美眸 只敢体内炽热灼般疼痛 五脏六腑仿佛在消融 不好 他中毒了 苏月里赶忙盘膝打坐 运用全身灵力逼毒 绝命妖毒 他最熟悉不过了 一旦他稍晚一步 绝对会死无全尸 化为浓水 你算计我 苏月里咬着银牙 恶狠狠地瞪着夏长明 他一定是用了什么他不知的手段 免受妖毒毒害 让他误以为酒中无毒 骗他喝下毒酒 这倒是苏月里误会夏长明 夏长明最初只是想逗逗他 逼他承认往酒壶中下毒 完全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敢喝下去 不是他自己下的毒吗 看着苏月里拼命逼毒 无暇自顾的样子 夏长明伸手戳了戳他脸颊 好笑的 说什么算计 这不是娘子你先算计为夫的吗 往酒中下毒是对我无效的 我自仙山泡过天池 玉谷为深 世间一切毒药都对我无效 倒是娘子你啊 怎么会蠢到 自己喝下自己的毒药呢 面对夏长明的嘲笑 苏月里气得牙痒痒 恨不得将他生吞活泼了 他自知失算了 没想到夏长明竟浸泡过传说中的天池 又身怀欲骨 难怪喝下毒药像个没事人一样 毒药就算进入他体内 也会化作药效被他所吸收 反倒是他自己喝下这无药可解的妖毒 体内妖毒狂暴肆虐 他已无力在动用灵力护身逼毒 苏月里周遭灵力愈发不定 翘脸苍白如指 嘴角也移出了一丝鲜血 夏长明健壮 大感不妙 他本以为凭借苏月里天尊敬 逼出妖毒不成问题的 没想到这妖毒这般凶猛 就连天人敬也无法压制 为了对付他倒是舍得 不满归不满 夏长明还是出手了 手指迅如闪电点在苏月里郊躯之上 封住血脉妖毒 随后一掌拍在他胸口 苏月里口中顿时吐出一口浓稠黑血 黑血落地 地面差时间被腐蚀消融 娘子啊 这种妖毒以后还是少用为好 若不是卫夫出手 我可爱的娘子今夜就要香消玉养了 为夫会很伤心的 夏长明语重心长地 对苏月里说教导 这种凶猛霸道的妖毒 他也是真敢喝啊 苏月里捂着胸口 依旧是一脸气愤地望着夏长明 逼出体内妖毒后 他脸上气色恢复了些许红润 但体内已是受侵蚀严重 每个数月调养是难以恢复了 当真是伤敌为零 自损一千 夏长明也看得出 苏月里气息衰弱 伤势严重 从手中灵界取出一枚 用玉匣装着的金丹 金丹散发着微弱荧光 浓郁肆意的灵气清晰可见 仅仅是看一眼 苏月里就能感受到 那枚金丹蕴含的惊人灵力 诺 这是太灵金丹 对修复体内经络有奇效 还有润养灵力 巩固修为的作用 夏长明将金丹递到苏月里身前说道 你刚刚迈入天尊境修为 进阶不稳 正好需要他 太 太灵金丹 苏月里瞪大眼眸 俏脸满是难以置信 这可是八品巅峰的丹药 多少强者梦寐以求 都难以索求一颗的稀少丹药 他竟然要送给我疗伤 有诈 苏月里美眸连连 狐疑的瞥向夏长明 他怀疑太灵金丹会不会是假的 但那流露而出的灵力 却不似作假 而且 以夏长明的实力 真想害他的话 根本不需要这么大费周折 嗯 不要吗 那算了 我自得留着 看着苏月里 狐疑不定的样子 夏长明露出一脸坏笑 说着就要将手收回 苏月里心中一急 一把从夏长明的手中 将太灵金丹夺走 速度尤为迅速 哼 本帝又没说不要 说吧 苏月里生怕夏长明反悔一般 立刻将金丹丢入口中 庞然而又温和的灵力 煞时间滋润全身经末 一股难以言喻的舒适感 冲击他的灵海 仅仅片刻之余 体内伤势就恢复了不少 太灵金丹果然名不虚传 哼哼 真是愚蠢的人类 竟然将太灵金丹给我服用 等我伤势恢复 境界更进一步 必然找你算账 苏月里嘴角流露出一抹得意笑意 睁开双眼时 便见下长明处着脸 一脸宠溺 坏笑地盯着他 二人四目相对 近在咫尺 几乎脸贴脸的距离 你 你干嘛 苏月里吓了一跳 下意识缩到床脚 夏长明没有说话 自顾自地站在床边 脱下了衣服 你 你干嘛脱衣服 苏月里呆呆问道 他计划中 根本没有想过 今夜会与夏长明同情啊 娘子真是可爱呢 如今你我是夫妻 今夜又是新婚之夜 为夫要干嘛 你难道不知道吗 夏长明爬上床 凑近苏月里耳边 用着诱惑的语调说道 苏月里呆然 但他贵为妖族女帝 也不是那种娇怯的弱女子 干脆一咬牙 心一横 闭上眼主动躺到了床榻上 摆出一副任由军采摘的模样 为了妖族大业 牺牲一下身子 又如何 此仇 日后再报 第五张你的手 别乱摸 夏长明看着苏月里 那誓死如归的模样 就觉得好笑 明明紧张得不行 还要装作一副 毫不在意的样子 我家娘子意外可爱呢 夏长明微微一笑 爬上床榻 双手撑在苏月里 擒手两侧 俯身贴近他脸颊 柔声说道 娘子 魏夫要替你更衣了 苏月里紧闭双眸 莫不作声 翘脸上 不知是否灵力滋润的影响 竟是升起一片飞红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夏长明正在轻轻 吞去他身上嫁衣 又取下了头发 竖起的发簪 柔美银亮的秀发 披散尖头 身躯之上 也仅剩下内沉之物 一具可人娇躯 垂涎眼前 夏长明伸出手臂 轻轻揽住 他那仙仙柳腰 温柔地将他搂入怀中 正当苏月里准备好一切时 却迟迟等不来 夏长明更进一步动作 苏月里不由好奇地睁开双眼 只见夏长明闭着双眼 抱着他腰间 正欲熟睡的样子 你 你这就打算睡了 苏月里诧异地问道 他都准备好现身了 结果这个人类 自己就打算睡了 面对苏月里的质问 夏长明睁开双眼 望着他说道 怎么 娘子似乎有些失望 胡 胡说 本地才没有 苏月里赤声反驳道 生怕夏长明 真的以为他 期望着与他发生什么 夏长明当然也知道 只不过是 想趁机调侃一下他罢了 没想到这小妮子 反应还挺激烈 你的身上 还残留着不小伤势 不宜剧烈运动 况且 人族中有句俗话说得好 强扭得刮不甜 夏长明贴近苏月里身边 在他耳畔低声细语 终有一天 韦夫会让你心甘情愿的 哼 做梦 苏月里当即冷声回道 他乃是妖族女帝 怎么可能会屈服一个人类之手 敢为人父 一有机会 他定然会取其性命 夏长明没有再与苏月里伴嘴 宠溺一笑 这让苏月里 一下子更为恼火 什么意思 这家伙 明 竟敢瞧不起他 苏月里冷哼一声 背过身 不再与夏长明对视 经过三日前 与夏长明一战 再加上身中妖毒迫害 他此时不知不觉中 也感到一丝疲惫倦意 毒杀计划失败了 但他总觉得 好像还忘记了什么事情 可是就是想不起来了 夏长明看着苏月里 疲倦欲睡的样子 弹指熄灭了房间中 唯一的烛火 随后搂着家人 一同盖上被褥 屋内陷入一片幽景 明月挥洒庭院 昏黑沉寂的房间中 又传出一声娇喝 把你的手给本地拿开 别乱摸 天幽城外 距城门数十里之外 一片漆黑密林中 数万披甲妖族精锐 正目光浊浊地盯着天幽城 尖兵力气紧握手中 一名千夫长 凑近为首的妖族大将 不解的出声询问道 他们数万人马 已经在草丛里 蹲了快三个时辰 一栋未动了 城中万家灯火 也几乎尽数熄灭 却迟迟等不到 女帝大人的信号 为首的妖族大将 同样疑惑 但他总不能回答部下 不知道吧 沉默许久 妖族大将才开口解释道 女帝大人才智无双 计谋定然是万无一失的 我等需要做的 就是在此静候女帝大人指引 随同女帝踏平人足 清晨 何须的暖阳 透过纱窗照射进屋内 苏月里迷迷糊糊地 从床榻上爬起 披头散发 睡眼惺忪 目光茫然地望着屋内四周 时隔数十年 他昨晚难得睡了一个安稳觉 但却做了个噩梦 梦中他被迫淫威之下 嫁给了一个人足少年 当睁开双眼 望着屋内四周 他才回想起来 原来这不是梦 他真的嫁给一个人类少年为父了 嘎吱 房间木门被推开 夏长明端着食物走进了房间 见苏月里苏醒 便招呼道 你终于醒了 现在都快五十了 你们妖族都这么能睡的吗 五十了 苏月里大惊 平时经常彻夜不眠的他 今日竟会一觉睡到大天亮 难道是昨晚真的太劳累了 既然醒了 就快过来吃早饭吧 夏长明说道 苏月里拖着身子迈不下床 一席飘逸银发 荡漾身后 坐到梳妆台前 苏月里望着铜镜中的自己 却迟迟未动手梳妆打扮 怎么 夏长明不由出声询问道 苏月里俏脸露出一丝难堪 扭扭捏捏的 似乎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话 难不成 娘子 你不会自己梳妆 夏长明惊讶地猜测道 似乎被人知道了秘密 苏月里也不装了 坦然地抬起高傲头颅说道 那又怎样 本地乃是妖族女帝 每日都会有贴身侍女侍奉 为何要自己浪费时间梳妆打扮 咦 夏长明听着苏月里的辩解 发出嫌弃般语气 苏月里当场气得杖红翘脸 他真想一巴掌 把眼前这个可恶的人类拍死 那你那贴身侍女呢 夏长明又紧着问道 苏月里一时语色 昨晚是打算发动刺杀的 也没想过过夜啊 所以 根本没有把自己的贴身侍女带在身边 哦 说起刺杀 他好像忘了什么来着 夏长明看苏月里那样就知道 贴身侍女肯定是没跟他过来 叹了一口气后走到了他身后 你又要干嘛 苏月里警惕道 乖乖坐好 卫夫替你梳头 夏长明一把按住苏月里 手掌扶起他的银丝秀发 娴熟地替他打理了起来 苏月里安静地端坐近前 任由夏长明 抚摸他的头发 虽然不是很喜欢别人触碰他的头发 但此刻也没有其他办法 片刻后 身着凌罗仙裙 头树发际的苏月里 又再次恢复了往日绝美秀丽的身姿 站在同镜前 没想到 这个人为手法还不错 苏月里心中 极不情愿地称赞道 对于夏长明给他换上的衣服 也感到很是满意 坐到桌前 苏月里望着一桌各式各样的食物 没有任何迟疑 就动起了筷子 他一点也不怕 食物会不会有猫腻 因为夏长明真要害他 他早就死了 另外 他知道 夏长明娶他是为了 止息人妖两族战乱 所以笃定 夏长明不会杀他 夏长明依旧面带 一成不变的微笑 望着苏月里进食 随后仿佛想起来什么一般 突然开口说道 对了娘子 吃完后 咱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离开这里 去哪 苏月里停下手中筷子 疑惑问道 夏长明对此笑道 当然是回家了 天州王朝 天都 第六章见家长了 天州王朝 天都 长生夏家 巍峨阁楼林立 宫殿气势如虹 辽阔的夏家宗帝 一望无际 大道望不见边 长生夏家 乃是天州王朝四大世家之一 传承百年 抵运身后 势力地位傲然 即便是在四大世家当中 长生夏家的实力 也是其他世家 无法撼动的存在 夏长明与苏月里 自天际归来 偏偏落足于夏家之内 这是苏月里 第一次踏足人族内地 好奇的眼眸 不识东张西望 心中尤为感叹 他曾想过 率领数十万妖族大军 在人族卑躬屈膝的贵府下 浩浩荡荡 踏入天州王朝的天都 也想过 自己之身杀入天州地宫 立于万人鼎礼膜拜的 宫殿之巅 就是没想过 以一个人妇的身份 跟随丈夫回家 当真是世事无常 走吧 娘子 去拜见 拜见咱爹娘 夏长明牵起苏月里的柔软御手 脉步走向夏家主殿 苏月里微微醋眉 尝试将手掌 从夏长明手中挣脱无果后 也只得任由他牵着走 很快 前方便有几道身影 飞驰而来 什么人 胆敢擅闯夏家宗殿 领头一个年轻男子抱和道 夏明 是我 夏长明略带笑意地回道 远远地便认出了此人 买是小时候 一直跟在他身边 担任侍卫的夏明 名为夏明的男子 见到夏长明后 先是惊讶地张大嘴巴 随后立刻领着众人 单膝跪地 全智于地 欢喜恭敬地喊道 少主 您回来了 恭迎少主回家 好了 我要带我娘子 先去见一趟爹娘 你们不用管我 夏长明摆了摆手 牵着苏月里 从夏明众人身边走过 娘 娘子 难道前线传闻是真的 少主真的娶了妖族女爹 那名少女 就是妖族的女爹 夏明贵服地上 面色恶然地 看向夏长明身旁的苏月里 此时 苏月里为了不引人注目 已经将头顶的耳朵 和身后尾巴 都收了起来 外表看起来 就是一个美如折仙的 绝美少女 不愧是少主大人 一下就做到了 常人难以企及的事情 恭迎少夫人回家 夏明又对苏月里 恭敬喊道 走在前方的苏月里一听 脸上顿时多出一道黑线 很快 夏长明回归夏家的消息 便传遍了整个夏家宗帝 无数宗门子弟 都慕名前来 瞻仰传说中的剑仙 传承少宗主 她就是少主吗 那可不 除了少主大人 谁还有这等军衣风姿 在少主身边的女人 又是谁 好美啊 她想必就是 传说中的妖族女帝了 听说少主一出关 就杀到妖族地宫 一剑征服了妖族女帝 那可是咱们未来的少夫人 周遭叽叽喳喳的议论声 一字不差地 落入了苏月里耳中 苏月里俏脸 脸色更加难看了不少 这群蝼蚁 等他收拾了夏长明 下一个就轮到他们了 不知不觉 来到了夏家主店门外 夏长明停住脚步 转身伸出双指 在苏月里的脸上 拉出一个笑脸 马上就要见咱爹娘了 娘子 你可不能板着这张脸 来 笑一个 看着苏月里 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夏长明忍不住 扑呲一声笑出了声 苏月里恼怒 伸手拍开了夏长明的手 稍稍深吸一口气后 立马恢复了 平日女帝的神态气势 夏长明推开主店大门 邪苏月里一同迈入 广阔宏伟的主店内前方 坐着一男一女 男的身姿修长 气宇不凡 稳坐家主之位 他正是夏长明的父亲 夏家当代家主 夏长林 女的则气质温婉 面色温柔似水 不用说也知道 他正是夏长明生物 楚清婉 楚是皇朝的小公主 一见到夏长明 楚清婉便迫不及待地 从座位上走到他身前 伸手轻抚他的脸颊 眼眸中饱含温柔 女儿 你终于回来了 快让娘看看 哎呀 都瘦成这样了 你以前可是白白胖胖的 夏长明 夏长明都要怀疑 是不是每个娘许久不见儿女 都会认定一定瘦了 她在仙山上 每日吃的是灵果 喝的是天泉 泡的是天池圣水 怎么可能会瘦呢 不过 看着楚清婉思念的神情 夏长明也无法说出 任何反驳的话 千言万语化作一句 爹 娘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夏长明也背负着双手 走到了夏长明身边说道 目光瞥向 站立在他身后 气度傲视凛然的苏月里 虽然心中已经猜到对方身份 但夏长明还是问道 女儿 这位是 楚清婉也顺着目光 看到了苏月里 眼眸中也是疑惑 夏长明微微一笑 将身后的苏月里 拉到身前 隆重介绍道 爹娘 这位是当今妖族女帝苏月里 是我的娘子 也是你们今后的儿媳 死果然 正如传闻一样 她真的是妖族女帝 夏长明既疑惑 又意味深长地 看向夏长明 前线传来的传闻 她早就听到了 不曾想夏长明闭关而出后 第一件事 不是回到家中 而是不惜万里 杀到妖族地宫之上 迎娶妖族女帝 随后 还在边境天幽城中 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不过数日之间 就领着妖族女帝 作为儿媳回来了 这 就挺突然的 不愧是她夏长明的儿子 楚清婉 没有夏长明那么多顾虑 一听是未来而袭 开心地走到苏月里身前 就牵起她的手 上下打量 好好好 兵姬玉骨 美若天仙 和我家名儿天生一对 来 这是我夏家世代相传的传家相坠 娘亲帮你带上 说着 楚清婉摘下挂在身前的玉石相坠尾 苏月里带上 苏月里后撤一步 想要拒绝 她看得出 这玉坠不凡 外父有那灵养息功效 那身藏壳抵抑精神清晰的古老阵法 最低也是个神器 她根本就没想过 承认自己是夏家儿媳 怎么能接受这个玉坠呢 可拗不过楚清婉的热情 玉坠 还是带到了苏月里的胸前 苏月里扭头看向夏长明 见她笑盈盈的 也没有说什么 索性就这么带着了 娘子 你还没向咱爹娘请安呢 夏长明对苏月里笑道 苏月里恶狠狠地瞪向夏长明 实在难以启齿 说出了 岂不是就变相承认自己是夏家儿媳了吗 可她刚刚收下楚清婉的玉坠 楚清婉也正翘首以盼地注视着她 可恶 感觉自己又被那家伙算计了 夏长明见苏月里迟迟不开口 凑近她身边 富儿巧声说道 夫人 你也不想妖族出什么事吧 苏月里撇过杀人般的目光 凝视夏长明 但都被她无视了 没有办法 苏月里只好任命地 对夏长明和楚清婉二人 躬身念叨 爹 娘 月里在这给你们请安了 好 来来来 娘带你逛逛下家 楚清婉喜笑颜开 拉起苏月里的手就往外走 苏月里扭头求助地 看向夏长明 夏长明 则是回忆微笑 向她挥了挥手 就这样 目送苏月里被楚清婉带走了 这一切从头到尾 都被夏长明看在眼里 我儿与那妖族女帝的关系看起来 似乎不一巴 第七章 夏家第一人 该换人了 待苏月里与楚清婉二人走后 空荡荡的大殿 只剩下了夏长明和夏长明二人 父子二人相视一笑 下一刻 夏长明猛然挥掌拍出 直袭夏长明 夏长明毅然不动 只掌迎前 二掌相合 顷刻间 浩然灵力迸发 剧烈的灵力波动 传遍整个大殿 夏长明身受波及 身形向后滑出数十米 方才稳住脚步 反观夏长明 右手负于身后 身形毅然未动分毫 好小子 跟随你那剑仙师尊 闭关十年 实力都到这地步了 夏长明面露震惊 随即又转睛为喜 笑得何不拢嘴 要知道 夏长明十年前 才是超凡净 仅仅只是十年时间 就已是不输他天人境 放眼整个天下 那也是凤毛麟角的 绝世天才 那些各大世家 所谓的天之骄子 与夏长明相比 就如同星光 与昊月真灰 当真是天佑我长生下架 夏长明笑了笑 并没有说出 自己到达适合境界 转而对夏长明恭贺道 恭喜父亲 您这是踏入了天人境 通过刚刚那一掌 夏长明就发觉了 夏长明灵力远超从前 就知道瞒不过你 夏长明双手插腰 仰面得意大笑道 想当年为父也是 这天洲王朝中 屈指可数的绝世天才呢 屈屈天人境 根本难不倒我 夏长明不说话 静静地站在一旁 看下长林吹捧 整个夏家内 谁不知道 他几年前 就在准备突破天人境了 期间还耗费了夏家 大量珍稀灵药呢 老父亲的面子 还是要给他 带到夏长明笑声见指 夏长明才从灵界中 又取出了一颗 金灿灿的太灵金丹 这 这是 夏长明自然也知道 这位何物 望着金丹灵气荧光 瞪得眼珠子 都快掉出来了 父亲 我在仙山闭关时 炼制了几枚 太灵金丹备用 正好还有所剩 您正好用得到 夏长明将金丹 递给夏长明 对于家人 他向来是无任何保留的 这些太灵金丹 对他如今修为 已是没什么用处了 不可不可 这等珍贵之物 你应当自己留用才是 夏长明义正言辞地拒绝到 可他行为 实在让夏长明 难以相信 他所说的是真心话 只见夏长明 紧紧抓着他的手 往他的怀中中塞去 你这孩子真是 为父都说不用了 非要给 罢了 为父就暂且 先帮你保管吧 当金丹被他塞入怀中后 夏长明赶忙无紧 还露出一脸埋怨怨 夏长明一时语色 他已经不知道 该怎么回他父亲了 来 你儿 坐 陪为父喝茶 夏长明招呼下 长明坐下道 得知夏长明 已是迈入天尊境 他又获得了传说中 八品的太灵金丹 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在这段时间 家中没有出什么事吧 夏长明就坐后 举起桌上茶水 轻轻抿了一口后 不经意问道 夏长明知道 夏长明所问的是什么 放下手中茶杯 神色毅理 不屑说道 那几个老家伙 最近可越来越不安稳了 前几日 还召开家族会议 准备将我从 夏家家主之位拉下来呢 还有这是 夏长明不动声色地 眯起了双眼 夏长明口中的老家伙 不是别人 正是夏家中 除家主之外 权力最大的六大长老 夏家家主之位已是近百年 都由夏长明这一脉连任 这已经开始 引起了其他六位 夏家长老的不满 在大长老夏浩渊的带领下 联合其余五位长老 一有机会 就对夏长明施压指责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夏浩渊 基于夏家家主之位已久 这一点 夏长明在离开夏家之前 就知道了 只是没想到 他们这么快就按捺不住了 夏长明拾起茶壶 为茶杯中 真满茶水 话语淡然道 三日后 家族将要举行一次 全宗族大比 由年轻一辈参与 胜者即可进入 夏家试炼之地 获得夏家传承 继任下一任家主之位 按照正规家族流程 除非当代家主 触犯族规或是不幸身亡 才可开启宗族大比 选拔下一代家主 进入试炼之地 获得家族传承 现在突然开启宗族大比 显然是不符合族规的 不用说 夏长明也知道 一定是大长老夏浩渊 拉拢其余个长老 发起的族内投票 当六大长老 以及包括当代家主在内 七人有超过半数人同意的话 就可强制开启宗族大比 取胜者 便可向当代家主发起挑战 在击败当代家主后 就可取而代之 进入试炼之地 获得家族传承 成为新的夏家家主 这便是夏家长老之位的权利 本是为了行公正监察 夏家家主职权 如今却成为了夺权之能 不过很遗憾 夏浩渊这数十年来的野望 终归是要化为泡影了 只因他夏长明 回来了 宗族大比 那我来的不正是时候 夏长明笑道 散发着傲人的自信 宗族别说年轻一辈 就算是那几个老头子上场 他都无所谓 夏长林对夏长明的实力 也很放心 本就是为了试探夏长明 这十年闭关修行的长径 才出的长 结果却是大大超乎他的预料 天州王朝内天尊敬强者 除了几个隐世许久的老不死外 就再无一人了 而那几个老不死 就算天州王朝灭亡了 他们恐怕也不一定会出来 可以说 夏长明已是当今天州王朝第一人 史上最年轻的天尊敬强者 不过随后 夏长林仿佛想到了什么不放心的事情 脸上微微皱起眉头 对夏长明提醒道 你儿 届时宗族大比 有一人你或许需要多留意一下 嗯 何人 夏浩渊的独子 夏浩天 夏长林认真说道 在你离开夏家不久 他也不知从何处 获得了一神秘人的秘法传承 这十年内 实力也是突飞猛进 在你回来之前 他已是达到了 夏家年轻一辈第一人之位 被誉为夏家百年难得一遇的天之骄子 夏家年轻一辈第一人 天之骄子 夏长明顿时来了兴趣 这夏家年轻一辈第一人的位置 是时候该换人了 放下手中茶杯 夏长明起身 静止走向大殿门外 嗯 你儿 你这是要去哪 夏长林不解地问道 夏长明回过头 淡淡笑道 去见识一下 那百年难得一见的天之骄子 第八章 就你也配挑战我 夏家竞技场 宽阔的竞技场 呈四方分布 上方皆是用以观摩的石阶作息 底部中央 满是几乎占据整个竞技场的 四方白玉擂台 擂台上左右两侧 矗立着两尊威武的 直见十尊雕像 三日后的宗族大笔 便是会再次举行 此时竞技场内 已满是在此情家修行 彼此互相切磋的夏家子弟 当然 还有许多围观看热闹的人 擂台上 一道人影 从擂台边缘飞出 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 就凭你 也配挑战我 一名面色傲然 满脸透露着不屑的少年 缓缓走到擂台边缘 讥讽地俯视着 被他击败的男子 好厉害 不过数招间 就击败了 已是宗师进巅峰的夏明 夏浩天 恐怕已是超凡进巅峰强者了 真不愧是夏大长老之子 这等天赋 我等望尘莫及啊 四方围观的众人 议论纷纷 尤其是三日后 马上举行的宗族大笔 夏浩天更是最被看好 有望成为下一代家主之人选 擂台下的夏明 捂着胸口 不甘心地盯着夏浩天 路过竞技场时 他恰好听到 夏浩天在对夏长明和苏月里 出言不逊 气不过的他 当即跳上擂台 与他争问 只可惜力不从心 仅仅数招 他就败下阵来 就在此时 楚清婉 也恰好拉着苏月里 来到了竞技场中 一迈入竞技场 二人优美的倩影 一下就引得在场所有人的瞩目 一个冷面如霜 一个温婉似水 气质截然不同的二女并行 看起来 竟形同姐妹一般耀眼 月里 这里就是 我夏家青年才俊 平日练习切磋之地 楚清婉柔声 细心地为苏月里讲解道 一路上 他已经滔滔不绝 讲了夏家各地场所 苏月里 也一路抱着 难得深入人族内地 趁此 多探取一些人族内密的想法 认真听取 二人渐渐深入竞技场中 见过楚夫人 少夫人 夏明爬起身 连忙带着一众子弟 躬身行礼道 而以拥促夏浩渊为首的一部分人 则是站到了夏浩天那边 并未对楚清婉 和苏月里 行礼问候 夏浩天望见苏月里 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艳 但很快就冷下脸来 她应该就是妖族女帝 夏长明的妻子了 夏浩天带着一众人 走到苏月里身前 开口便讥讽道 想必你就是传说中的妖族女帝 传闻妖族女帝 杀法果断 手段极为残忍 此番更是率领数十万妖族大军 禁犯我天州 如今却是甘愿嫁与我人族为父 这未免有些太过可笑了吧 随着夏浩天的嘲讽 周围许多夏家子弟 也都纷纷望着苏月里 露出愤恨和讥讽 人妖两族 自古势不两立 对于这突然出现的妖族女帝 绝大多数人都是 抱有敌意和仇视的 夏浩天 不得无礼 楚清婉喝声道 几乎从不生气的她 此时也难免面露韵色 苏月里神色冷清 脑海中已经想着 让眼前这个蝼蚁怎么死了 她打不过夏长明 难道还撵不死一只蝼蚁 正当苏月里踏出一步 准备对夏浩天出手时 身旁一阵清风拂过 一只手掌搭在了她肩膀上 耳畔想起了 让她又熟悉又讨厌的声音 娘子切莫生气 让魏夫来 夏长明双手背负身后 衣袍青阳 宛如绝世独立的翩翩公子一般 悄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少主 夏明等人大喜 要说如今还有谁 能与夏浩天一争高下 唯有闭关归来的夏长明 你受了内伤 赶快服药调养一下 夏长明随手 从甩出几枚疗伤丹药 到夏明手中 随后缓步走到了夏浩天身前 哟 超凡进巅峰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似乎过得不错呀 夏长明 夏浩天目光凶狠地盯着夏长明 她与夏长明年纪相仿 自幼开始就以夏长明为目标 切磋鄙试过无数次 无一列外都是她落败 二人之间的差距 犹如鸿沟一般不可跨越 可现在不一样了 如今 她已是今非昔比 夏浩天很想 此时就与夏长明一战 可她父亲嘱咐过她 必须等宗族大比时 才可与夏长明一战 正当夏浩天犹豫时 一个背负巨剑的少年 走上了前 夏长明 少宗主 就凭你还不需要浩天亲自出手 我来和你过两招 我倒要看看 传说中的剑仙传承 一面破碎 发出一声沉声巨响 是六长老的清传弟子 夏炎 听说她闭关数年 好像也突破超凡境了 这下又有好戏看了 有人很快认出了少年身份 一润纷纷 夏长明正眼都没有瞧她 淡淡道 就你也配挑战我 狂妄 夏炎暴怒 双手抡起巨剑 砸向夏长明 巨剑划过半空 狂风呼啸 不少人被这股狂风 先退束波 夏长明毅然不动 单手握住挥斩而下的狂风巨剑 仿佛只是随意抬手罢了 众人惊呆了 夏炎的巨剑一击 就这么轻易 被夏长明单手接下了 毫不费吹灰之力 最属震惊的 还是夏炎自己 他手中的巨剑 可是足足有万斤之力 再加上他超凡境 全力汇聚的一击 就这么 被硬生生接下了 而且 夏长明还安然无恙 这怎么可能 众人当中 唯有苏月里 最是淡然 对于结果 丝毫不敢意外 就连他天尊敬 都三招败给夏长明 更何况 一个刚踏入超凡境的蝼蚁 简直是自不量力 夏长明没有给夏炎 过多震惊的时间 单手拽过巨剑 夏炎整个人 顿时飞向他身前 当夏炎反应过来 郑玉脱手逃离时 已是为时已晚 夏长明一掌 拍在他的胸膛 碰 夏炎宛如炮弹一般飞出 深深地镶进了 身后数百米外的墙壁上 再无丝毫动静 一掌 只是一掌就击败了夏炎 围观者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夏长明单握巨剑 贤气地甩向 站立一旁的夏浩天 巨剑化作流星飞逝 直逼夏浩天面门 夏浩天缓过神 仓皇偏过头躲开 剑刃从他的面前划过 刚风剑气 在他脸上留下一道 不深不浅的伤痕 鲜血顺着脸颊流淌而出 夏长明 夏浩天触摸脸上鲜血 顿时暴怒不已 这十年来第一次有人 敢当众让他这般出丑 夏浩天凌厉爆发 郑玉拔剑与夏长明一战时 天际传来一声苍老声响 住手 一个鹤发老者 念色阴沉地出现在竞技场上方 见过大长老 众弟子对老者行礼道 来人正是夏家大长老 夏浩渊 第九张赏他两个大逼都 夏浩渊缓缓缓从半空落于地上 不争气地瞪了眼夏浩天 随后才来到夏长明的身前 目光凛冽 新师问罪道 夏长明 你不仅携带妖族之人进入夏家 而且对自家宗族子弟 下次毒手 夏炎只不过是想与你切磋一番 你却一掌废掉了 他全身经脉修为 是何居心 对于夏浩渊的质疑追责 夏长明毫不在意 依旧昂首挺胸 不慌不忙地说道 大长老 苏月里乃是我的娘子 夏家的少夫人 还请您注意 至于夏炎 您自己也说了 我与夏炎是相互切磋 既然是相互切磋 自然难免伤筋骨 届时定要联合其他诸位长老 定你今日残害宗族同僚之罪 夏浩渊首指指着夏长明 神色气愤不已 但他没有打算再与夏长明争辩 贝过身对夏浩天呼唤道 浩天 我们走 夏浩天处离原地 双拳死死紧握 面露不甘 自己的人被夏长明一掌废掉 现在又要让他在众人面前 灰溜溜的 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离开 传出去 岂不是让人看了笑话 父亲 夏浩天不情愿地喊道 回应他的事 闭嘴还嫌丢人丢不够吗 夏浩天自知今日 无法与夏长明一战 只得恶狠狠地望向夏长明 留下一句狠话 夏长明 今日就先放过你 三日后宗族大笔 咱们走着瞧 说完 夏浩天转身 郑玉随同夏浩渊离开 身后却传来了夏长明的声音 站住 夏浩渊和夏浩天二人 一同停下脚步转回身 不满地看向夏长明 夏长明缓缓走到夏浩天面前 目光如同箭矢锋芒般 直逼夏浩天 冷声开口道 你放过我了 我可没说放过你 你 你想干什么 不知为何 夏浩天竟从夏长明的目光 感受到了凌厉的锋芒威压 身体下意识 不由自主地打战 这一点让夏浩天心中 感到十分的屈辱 他竟被夏长明吓到了 夏长明没有回答夏浩天 而他接下来的动作 更是惊呆了在场所有人 只听啪的一声洪亮轻响 响彻整个竞技场 夏长明一巴掌 甩到了夏浩天脸上 诶 我被删了 夏浩天偏过头 捂着红杖淤青的脸 一脸的难以置信 夏长明这一巴掌 直接把他删猛了 在场的众人 也完全没有想到 夏长明会敢直接 给夏浩天一个大耳光 就连离夏浩天 最近的夏浩渊 也没有反应过来 夏长明竟然就这么 当着他面删了 他最引以为傲的独子 这一巴掌 是赏你对我娘 宗族夫人的不敬 夏长明冷漠高傲地说道 夏浩天缓过神 暴怒地冲下 长明吼叫道 夏 长 明 爬 夏长明反手 又给夏浩天 另一边脸上 来了一记耳光 这一巴掌 是赏你对我娘子 宗族少夫人的侮辱 两巴掌下去 夏浩天整张脸肿的 跟猪头一样 满脸肿胀瘀青 我要杀你 夏浩天 何曾受过这等屈辱 近乎癫狂地 冲着夏长明呐喊道 浑身灵力 随之爆发 大有要决意生死的气势 然而 最终还是被夏浩渊 手臂拦在身前制止了 好 好 好 这两巴掌 我夏浩渊记住了 夏浩渊阴狠地目光 看向夏长明 气急反笑道 夏长明那两巴掌 看似打在夏浩天脸上 实则是结结实实地 扇在了他的脸上 扇夏浩天 无疑就是为了 给他们一个警告罢了 好一个夏家少宗主 一回来 就敢如此肆意妄为 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待三日后的宗族 大笔夺得夏家家主之位后 定会千百倍奉还 夏浩渊心中想到 一把抓住夏浩天的衣领 飞身消失在了竞技场中 夏长明 则是略感意外地 望着他们离开 这都忍得住 他还以为 夏浩天 肯定会忍不住对他出手呢 正好也省得 等三日后的宗族大笔了 没想到 他们竟然选择了隐人 看来那两巴掌 还是扇太轻了 早知道再多想个理由 再扇一巴掌了 夏长明后悔了 不过 好在墓地达成了 立足威严 顺便给那几个老家伙 和夏家 其他不安分的众人 一点小小的警告 至于夏浩天 不过跳梁小丑罢了 至始至终 夏长明 就没把他是做对手 实力连他那日 在妖族地宫 斩杀的那无名 小妖都不如 娘 回到楚清婉身边 夏长明开口问候道 原本只是来见识一下 那夏家所谓天之骄子的 没想到 楚清婉和苏月里 正好也在 楚清婉笑着 轻轻摇了摇头 虽然心中觉得 夏长明一回来 就招惹夏浩渊等人不太好 但他还是没有多说什么 夏长明能有如此气魄 他更多的 其实还是高兴 此时 苏月里正站立一旁 挟视着夏长明 目光包含不满 夏化线 夏长明还以为是他冷落了他 一个闪身出现在他身前 牵起他的双掌 柔声道 娘子 让你受惊了 哼 少惺惺作假了 本地一人 就足以碾死那只蝼蚁 倒是你 明明一吸就可以结束的事情 还要这般耗费气力 苏月里不满道 明明连剑都不用吧 动动手指就解决的事情 非要故意浪费气力 去羞辱对方 对于苏月里的疑惑不解 夏长明只是笑着凑近他脸颊 低声说道 打脸可是一种乐趣 娘子你不懂 很久之前 他就想体验一把小说中 这种当众打脸的感觉了 还别说 感觉是挺爽的 苏月里冷谋邪士 是个可恶的男人 为了妖族大业和安危 早日脱离他的控制 他一定要想办法 尽快除掉他 苏月里自顾自地转身 朝其他地方走去 心中已经悄然开始 谋划新的刺杀计划了 娘子去了 为父正好有空陪你 不需要 你离本地远点 夏长明紧紧跟在他的身旁 二人 你推我嚷的模样 全被身后的楚清婉看在眼里 楚清婉不禁无嘴偷笑 这两孩子真是的 又在打情骂俏 夏家 一触釜底中 爹 您为何要阻止我 夏浩天肿着脸 愤怒地咆哮道 他心中万般不甘 就这么受尽屈辱离开 要不是夏浩渊阻止 他一定要与夏长明决意生死 哼 就算你当场击败 他又如何 别忘了 咱们的目的是为了夏家家主之外 你要在三日后 当着全宗族的面宰了那小子 夺得夏家家主之位 才是当务之急 夏浩渊也是一脸不争气的 对夏浩天呵斥的 为了这一刻 他等了数十年了 一切希望 寄托在夏浩天身上 绝不可阴沉一时之快 万万不可提前暴露 夏浩渊再次郑重嘱托道 夏浩天也知道 以大局为重 指得不情愿地应声道 是 夏浩渊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拍了拍夏浩天肩膀安慰道 放心 他们一家都高兴不了多久了 第十章 苏月里夜袭 陪了夫人又折兵 夜晚 群星璀璨 浩月当空 长明风下 一座幽深寂静的宅院 房间内 苏月里端坐在庄镜前 宽衣退群 先先欲止摘下头上发簪 三千银丝如瀑布般垂落而下 微压冷漠的女帝 威严之下又多了股万丈风情 夏长明侧卧床榻之上 手臂杵着脸颊 就那么眼都不眨地 盯着苏月里娇柔的背影看 苏月里自然是能感受到 她那毫不掩饰的视线 瞥过头白了她一眼 娘子 天色不早了 该就请了 夏长明面露微笑 拍着床榻上一旁的空位说道 苏月里轻轻醋眉 起身吹灭烛火 随后轻易连步 苏月里对夏长明娇声警告道 这次她选择了与夏长明面对面睡 娘子你误会了 魏夫是那样的人吗 上次只是意外误触 夏长明大敢冤枉 为自己辩解道 不过那嬉皮笑脸的语气 实在难以让人相信她所说的话 苏月里冷哼一声 不再与夏长明争辩 闭上美眸入睡 争不争辩都无所谓了 反正她马上就要让夏长明 为这几日对她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了 夏长明见苏月里入睡 也不再出声叨扰 为二人盖上被褥后也闭目入睡 漆黑的房间无比寂静 唯有些许微弱的月光 透过窗户溜进屋内 不知过了多久 熟睡中的苏月里 猛然睁开了双眼 目光紧盯距离她不过一寸的夏长明 见夏长明气息平稳 似是陷入了沉睡 苏月里翘脸不禁展露言笑 很好 她睡着了 苏月里缓慢地将手伸向袖枕下方 动作极为轻微 生怕惊动夏长明 就那么一边盯着夏长明 一边缓缓地从袖枕下 掏出了一柄锯齿匕首 银亮的匕首上刻满腰纹 锋利的刀刃 在月光的照应下 寒芒四溢 这柄匕首名为撕裂 不仅能够消铁如泥 还能够斩破灵力 无视一切灵力防护 是她目前为数不多的 上品神器之一 早在夏长明回到屋子之前 她就悄悄事先 将匕首藏在了枕头底下 为的就是等夏长明熟睡 毫无防备之时 将其刺杀 匕首完全取出 苏月里微微露出笑意 可下一秒 身前竟传来了夏长明 呼唤她的声音 娘子 苏月里脸上笑容煞石凝固 胶躯僵硬 额头渗出冷汗 被发现了 苏月里紧握匕首 目光胆战心惊地 缓缓移到夏长明身上 只见夏长明依旧紧闭双目 嘴角还带着微笑 没醒 刚刚只是在说梦话 苏月里仔细望着夏长明 再三确认后 发现她似乎真的没有醒 心中送送了口气的同时 不忘对她暗骂 可恶 竟敢下本地 准备受死吧 苏月里举起匕首 目光透露一丝杀意 还未等她下手 腰间突然有一股力量 将她向前拽去 扑进了夏长明的怀中 什么 苏月里大惊 定睛一看 发现是夏长明双手 搂住了她腰间 把她拽了过去的 夏长明依旧没有睁开眼 脸上带着傻笑 一手搂着苏月里的腰间 一手放置在她的香臀之上 口中还喃喃着 嘿嘿嘿 娘子 娘子香香的 软软的 苏月里 苏月里脸上多出一条黑线 这个该死的人类 睡个觉都不老实 苏月里火冒三丈 夏长明的手 还在她腰间捏了捏 忍无可忍 不再犹豫 苏月里匕首 被这夏长明搏梗 猛然刺下 谁料得 看似避重的一击刺杀 竟然落空了 夏长明恰好撇过头 匕首刺空 锋利的刀尖 完全没入了袖枕之下 独留刀柄在外 这怎么可能 睡着的夏长明 恰巧躲开了 她的致命一击 苏月里疑惑不解 她不幸会有这般巧合 果然 夏长明悠悠睁开了眼睛 一脸玩笑地注视着她 还故作疑惑地问道 娘子 你这是在做什么 其实在苏月里 将手伸向袖枕时 夏长明就已经发觉了 故意装睡室 想要看看这小妮子 到底又想搞什么鬼 没想到是枕头底下藏刀 玩夜席啊 苏月里咬紧背齿 一脸娇怒地 看着早就苏醒的夏长明 顿时感觉自己又被算计了 装作熟睡骗她 手脚还不老实地 趁机放在她身上 到现在都没有松开的意思 恼羞成怒的苏月里 冷冷一笑 干嘛 当然是刺杀你了 说完 苏月里拔出匕首 再度袭向夏长明 既然夜席暴露了 那她也不装了 直接来墙的 然而 曾经正面交手三招落败的苏月里 怎会是夏长明的对手呢 不过三两下功夫 苏月里便被夏长明 夏长明俯下身凑近苏月里脸颊 轻声说道 娘子 这可是你第二次行刺为夫了 不管你行刺多少次都可以 为夫一并接下 但你要记住 从下次开始 你每行刺一次 为夫抓到一次 就要惩罚你一次 说吧 夏长明松开苏月里 顺手取走了她的匕首 这东西太危险了 为夫没收了 刺杀不成 让夏长明占了便宜 还将一柄神器赔了进去 苏月里心里那叫一个气啊 越想越气的苏月里 在夏长明松开她后 从床榻上爬起 身上凌厉颤动 头顶的胡耳冒出 身后的数条尾巴 也随之绽放摇摆 娘子还不打算放弃啊 看来卫夫得让娘子 知道一下夏家家法了 夏长明笑着 朝苏月里招了招手 苏月里气上心头 果断地扑向了夏长明 一时间 夏长明与苏月里二人 在床榻上扭打在一起 坚硬的灵木床榻 一顿猛烈震动摇晃后 也震为了碎屑 房间只剩下 霹雳啪啦地打斗上 次日清晨 饭桌上 楚清婉 夏长林 以及夏长明和苏月里 四人围坐在一起 苏月里坐在椅子上 眼带疲惫 眼眸一直恶狠狠地 盯着坐在她身侧的夏长明 袖掌偷偷捂着 隐隐作痛的屁股 楚清婉看着苏月里 一直盯着夏长明 心里很是高兴 不断地向她碗中夹菜 来 月里 尝尝娘的手艺 有什么吃不惯的 记住跟我说 多 多谢娘 今日本 我没什么胃口 抱歉 苏月里很是别扭地回道 随后起身就离开了桌前 临别时 还不忘再瞪一眼夏长明 夏长明不以为意 回忆灿烂微笑 气得苏月里大不离开 月里这是怎么了 楚清婉不解问道 夏长明则是淡淡笑道 没事娘 稍后 我给她带过去好了 似乎又想起什么 夏长明又转头 对夏长林说道 对了父亲 我房间的床榻压坏了 麻烦下次 帮我换个结实一点的 此话一出 夏长明和楚清婉二人的筷子 顿时凝固在半空 神情错愕 怎么了吗 夏长明疑惑道 夏长明和楚清婉对视眼 纷纷摇头 继续吃饭 他们似乎知道 为什么苏月里会 身体不适地离开了 片刻之后 夏长明还是忍不住开口道 女儿啊 你还年轻 那种事 还是要懂得节制的 还有 对你娘子好点 不要用力过忙 夏长明 啊 第十一章你放屁 转眼间三日 宗族大笔 如约而至 无论庞系还是嫡系子弟 都齐聚在夏家宗帝 就连不少在外历练的子弟 也纷纷赶了回来 此时的夏家宗帝内 天才云集 热闹非凡 作为鄙视场地的竞技场上 更是坐无虚席 人生顶废 时隔数百年间 不曾在这般 开启过宗族大笔 关乎夏界家主之位 事关重大 众人也都是一润纷纷 你们说此次宗族大笔 究竟会是谁得胜 要我说 应当是大长老之子夏浩天 听闻他得神秘密法 如今已是超凡境巅峰实力 一名弟子 信誓旦旦地向其他人说道 顿时引得众人一片惊呼 不会吧 才短短十年 就从先天境 直达超凡境巅峰 这等天赋实力 当真是恐怖如斯 闻言 另一名弟子 则是皱着眉头 不懈反驳道 哼 难道你们还不知夏长明 夏少主回来了吗 据说他前几日 仅凭一击 就废掉了超凡境的下眼 前几日 更是在竞技场中 当众赏了夏浩天两耳光 而夏浩天 甚至都没有还手 就会溜溜离开了 不会吧 莫非夏少主 隐世修行十年间 达到了天人境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仅仅十年 就从宗师境 达到天人境 世间还未有人做到过 众人惊呼地倒吸一口凉气 都对此表示了质疑 对于夏长明出山之后的事迹 都多少有所耳闻 一人喝退数十万妖族大军 只身杀上妖族地宫 一剑俘获妖族女帝 轻松化解了人妖两族之战 可那毕竟只是传闻 难免有着天妖加醋的成分 在其中 妖族强者无数 传闻妖族女帝 实力更是非同一般 怎会如此 轻易被击败俘获 甘愿嫁与人族为父 相比传闻 夏长明一剑俘获妖族女帝 众人更愿意选择相信 是妖族女帝 相中了夏长明 才甘愿嫁班兵回朝 主动嫁到夏家 正当众人喋喋不休争吵时 身为话题焦点的夏长明 携着苏月里 出现在了视野辽阔的高台上 身姿飘逸 风神俊秀的面容 稍稍透露着一抹慵懒和悠闲 仿佛今日是专门来观摩表演的一般 相比夏长明 苏月里的出现更为引人瞩目 在她出现后 嘈杂的竞技场顿时安静了不少 她便是传说中 凶残血腥的妖族女帝 那等帝王之妾 当真是风华绝代 冷艳无双 不过看起来 似乎并没有传闻中那般可怕 众人望着高台上 绝容冷艳的苏月里时 不由纷纷惊叹 同时也对夏长明 感到尤为钦佩 不管是否如传闻所说 但事实的确摆在眼前 众人也不得不承认 夏长明真的把妖族女帝俘获 还带回了夏家中 高台中央 早已坐着先到来的夏长林 和楚清婉二人 见苏月里到来 楚清婉高兴地将她拉到了身边 相离而坐 夏长明 则是坐在了苏月里的另一边 那凶狠的妖族女帝 在夏长明身旁 竟是如此温顺 苏月里心里恨啊 可她偏偏奈何不了夏长明分毫 这三日 她尝试了许多刺杀方法 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反而每次都要受到加法惩罚 在没有找到新的刺杀计划前 她只能暂且顺从夏长明 此时六位长老也从天际飞升 落入了高台之上 一一入座 夏长明悠哉地坐在椅子上 顿时就感觉到了几股深深的敌意 夏浩渊只是冷漠地 凝视着她 除了他们二人之外 六位长老中 还有一位身材健壮的老者 正面带怨恨地盯着夏长明 她便是六长老 夏炎的师父 夏军 对于夏军 为何如此怨恨地看着她 夏长明再清楚不过了 夏炎是夏军好不容易 亲力亲为培养起来的 唯一清传弟子 夏军对她寄予厚望 结果却被她一掌废掉了 自然是满满恨意 不过夏长明并不以为意 嬉笑着滴溜着一串 晶莹剔透的水晶葡萄 未向苏月里 来 娘子 啊 苏月里冷漠地瞥了她一眼 选择了无视夏长明 热脸贴了冷屁股 夏长明也丝毫不生气 一脸遗憾地继续说道 不要吗 这可是我特意从仙山上采摘的灵果 每一粒都吸收了日月仙灵精华 有着滋养灵力 增益身心的效果呢 苏月里 苏月里短暂地沉默片刻 最终一言不发地伸过头去 倾起红唇 将夏长明帝 在她面前摇晃的水晶葡萄 含入嘴中 难得好东西 不吃白不吃 反正 是这可恶家伙的东西 抢走了她的神器 她不得收回点成本 最好吃穷她手中的天才一宝 也算是变相削弱她的实力了 绝不是她愿意接受了夏长明的喂食 嗨嗨 坐在一旁的夏长林 见状干咳了几声尴尬提醒道 这小子也不看看 现在是什么场合 当着数万宗族人员 当众秀恩爱撒狗粮 未免有些太过分了 也不想想 对那些单身这么久的弟子 会造成多大伤害 最关键的是 还当着夏浩渊和夏军他们面前 像个没事人一样 你前几天 可是刚刚打了夏浩天的脸 又废了下言啊 他这几天 都快被这几个老家伙烦死了 你小子倒好 每天光顾着 和自家娘子打闹嬉戏 下方的夏军 见下长明这般轻勉 气得额头青筋抱起 恨不得上前讨要说法 但却被夏浩渊制止了 夏浩渊冷冷 注视了夏长明一家后 缓缓起身 冲着整座竞技场说道 肃静 浑厚洪亮的声音 响彻整座竞技场 煞时间竞技场变得悄无声息 落真可闻 此次宗族大笔 由家族长老会议投票举行 主持者自然落到了 身为大长老的夏浩渊身上 只见夏浩渊 对着在场众人缓缓说道 诸位 当代家主夏长林 行事专断 多次无视长老会议检 更是包庇其而夏长明 肆意妄为 任由其残害同盟 故经家族长老会议决定 对夏长林夏家家主之位 迟疑质疑 在此开启宗族大笔 选拔我长生夏家 下一代优秀家主 竞技场中格外寂静 所有人都在聆听着夏浩渊的发言 在场众人 其实都心知肚明 夏长林在任家主期间 任劳任怨 凡是大小 亲力亲为 家族这段时间 也算是安宁 就连嫡系与庞系之间的争斗 也少了许多 此次宗族大笔 无非就是夏浩渊 基于夏家家主之位 想要夏浩天上位罢了 众人都知道 心知肚明 但却没一人敢说 只因如今六大长老联合 都以夏浩渊为首 拥有夏家至少七成子弟支持 势力超过了夏长林一派 谁都不愿得罪了夏浩渊 见无人出声质疑 夏浩渊得意地环顾了四周 随后郑宇开口宣布 开始宗族大笔 却突然被一声打断 你放屁 第十二章 你们全部一起上吧 谁 是谁竟敢出声打断夏浩渊 众人皆惊 寻声望去 发现出言之人 正是坐在椅子上的夏长明 原来是夏长明啊 那没事了 如今敢这么直言 对夏浩渊的 除了他以外 也没有其他人了 夏浩渊神色不悦 回过身 对夏长明冷声质疑道 怎么 夏少主 可是对长老会的决策有意义 当然 夏长明站起身 缓缓迈步向下走去 停在了六大长老所在的那一间 淡淡说道 我父亲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相信宗族内的各位都看得到 亲者自亲 绝不是你这老家伙所能污蔑的 夏长明此话一出 在场许多人都惭愧地低下了头 但依旧没人敢出声 还未等夏浩渊开口 另一旁早就按捺不住的夏军 就站起了深怒声呵斥道 夏长明 你不仅残害同族 如今又对族内长老出言不逊 你可知罪 知罪 我何罪之有 夏言率先对我出手 欲加害于我 我一时受惊害怕 不得已出手反击自卫 才不小心误伤到他 倒是夏言光天化日之下 对身为少宗主的我出手 不知该是什么罪呢 六长老 夏长明辩解道 目光凛冽地望向夏军 一番话对他哑口无言 支支吾吾地指着他 你 你 如果真按照夏长明的说辞 袭击少宗主可是叛宗之罪 别说废了他 足以当场诛杀了 身为六长老的他 至少也得按上个教导无方的罪名 从长老一职中除名 一旁的苏月里 一边吃着水晶葡萄 一边静静注视夏长明的表演 不得不说 这家伙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夏浩渊见夏长明 如此能言善辩 所幸也不再与他成口舌之快 得意直言道 哼 夏言之事事后在意 如今宗族大比已开启 不容置疑 当务之急 是选拔夏家下代家主 其余是 接等宗族大比结束 家主继位后 再商定夺 而不是再次争吵 你若是不想参与 可自行选择退出 说吧 夏浩渊眯起双眼 望着夏长明 为了这次宗族大比 他可是精心准备了数十年 会参与这次宗族大比的大部分人 都是他安排的人 再加上一部分 威逼利诱加入的人 几乎所有人都是他的人 鄙视的安排 也被他动了手脚 夏长明遇到的 会全是较为有实力的对手 而夏浩天 则会不费吹灰之力 就直达最终决赛 夏长明拿什么跟他斗 对于夏浩渊的挑衅 夏长明微微一笑道 不好意思 我时间宝贵 得陪我的娘子 夏长明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哗然 什么意思 夏少主要放弃宗族大比 不会吧 那岂不是把夏家家主之位 拱手相让 还没开始就害怕退出 传说的也不过如此嘛 没想到 夏少主只是个懦弱好色之辈 终究是传言夸大其词了 不少对夏长明抱有期待的人 无不失望到 还以为能见识到 一场势均力敌的天之骄子争夺 却没想 夏长明似乎还未开始就放弃了 夏长明和楚清婉 也是不由面露着急之色 这小子又在搞什么鬼 夏浩渊也是大吃一惊 一时间还有些难以置信 不过很快 苍老的脸上 就不由浮现出了笑容 哼 夏长明也不过如此 亏他先前如临大敌 对他十分忌惮 这般看来 先前的气势 只不过是装腔做事 徒有虚表罢了 不过他主动放弃 也倒是省了他不少麻烦 一想到这 夏浩渊脸上笑容都快止不住了 全场只有苏月里十分淡然 他知道 以夏长明的个性 绝不能会就这么投降的 果不其然 在夏长明说出那番话后 背负双手 轻点足坚 静止地飘落在中央擂台之上 夏浩渊见状 很是奇怪问道 夏长明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要放弃 参加此次宗族大比吗 放弃 大长老 您耳朵是不是不好 我何时说过 要放弃 夏长明傲立擂台中央 对着夏浩渊嘲讽道 随后 目光扫过竞技场中 坐立的密密麻麻人群 神色傲然道 我时间紧迫 凡是有意争夺 此次家主之位的人 一并上来吧 夏长明声音不大 但却震慑了在场每个人的心神 嚣张 何等的嚣张 他竟然说要一下挑战 所有参与宗族大比的人 要知道 参与宗族大比的人 少说也有近百人 每个敢参与宗族大比的人 无意不是各系 或是各长老 引以为傲的天之骄子 实力都不一般 而他竟扬言要一人挑战所有人 若不是盲目自负的话 只能说明 他是有极大的实力自信 以亿抵百 众人面面相去 神色惊恶不已 在场一片死寂 怎么 难道你们所有人 一起都不敢上吗 夏长明继续叫嚣道 目光带着淡淡的不屑和随意 夏浩渊怒目原睁 咬紧牙关 夏长明竟然敢口出狂言 简直嚣张至极 这倒也好 省得他一个个安排人对付他了 是他自己找死 那就怪不得他了 几个长老互相对视一眼 持一片刻后都点了点头 好 既然如此 那就满足你 夏浩渊高声说道 在场坐立的许多天才子弟 得到夏浩渊和其余长老事宜 皆是身形一动 一跃跳上了白玉擂台上 夏征青 请指教 夏浩然 请指教 夏蒙 请指教 夏若斌 请指教 近百名夏家弟子 站立白玉擂台上 将中央的夏长明团团包围 上来的 基本都是族内有名的天之骄子 除了夏延外 其他长老的清传弟子 也都是拔剑上台 夏浩天本 也想上台 但被夏浩渊拦住了 等到其他人 将夏长明气力消耗得 差不多在上场 再一举将他格杀擂台之上 鄙视难免伤亡 就算夏长明死在擂台上 夏长林也无法说什么 届时 夏家就是他夏浩渊的囊中之物 夏浩渊早已安排好一切 夏长明嚣张地挑战所有人 反而更是帮了他一把 夏长林与楚清瓦二人 则是一脸担忧 虽说对夏长明实力有所了解 但毕竟同时面对这么多强者 保不好难免受伤 而且最关键的夏浩天还没上场 苏月里淡淡瞥了一眼 人数虽然众多 却只不过都是些超凡劲而已 其中还混着不少宗师劲的 就这些人 根本不可能伤得了夏长明 无趣 苏月里很是失望 他心中更期待 能看到夏长明成为被殴打一方 能打死最好的那种 省得他想办法了 白玉擂台上 夏长明望着群狼环似 神色云淡风轻 伸出手掌 轻轻对众人招手道 来吧 你们全都一起上马 第十三章该你了 滚下来 众人彼此对视一番后 轻轻点了点头 数十名弟子率先催动灵力 迅速直见 攻向夏长明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面对数十人围攻 夏长明并没有选择了防守 身形一动 主动朝着一名弟子掠去 那名弟子大惊 须于间 夏长明就面带微笑地 出现在了他面前 长剑慌忙刺出 夏长明微微偏过身 一手抓住他手中长剑 一手轻拍在他胸膛 一瞬间 那名弟子仰面 从一众人身前飞出 落出了擂台之外 手中的长剑 也落入了夏长明的手中 仅仅一个照面 就击败了一名超凡进弟子 传闻一击 击败夏炎 竟是真的 其他弟子神情肃软 如灵大敌 不敢再有丝毫保留实力 清净灵力 施展身法 逼向夏长明 长生夏家 主修的是长生诀 是一种酝养灵力 提升自身灵力上线的神奇功法 并不是主张杀伐的功法 所以一般在主修长生诀的同时 都需选择抚修一种或是多种其他功法帮身 净百名弟子 同时施展各式功法 五颜六色的灵力 交相眼印 炫彩斑斓的功法 或是剑爵 在擂台上空释放 场面波澜壮观 看得人眼花缭乱 尽管被净百人围攻 夏长明脸上 依旧显得游刃有余 身形偏偏地 在众人之间游走穿梭 所到之处 如同一道银色 湖光闪过 而被那湖光掠过的人 皆是被击落擂台 其他人健壮 明白绝不能让夏长明 这般逐个击破 否则他们必败 凡是超凡进者 随我一同围攻 其余人在后方支援 一名面色清冷秀气的少女 站出指挥道 此女夏长明也认识 是二长老夏若光的孙女 年纪轻轻 也是天赋不俗 如今也是堪堪 迈入超凡进巅峰位列 在他的指挥下 十几名超凡进弟子 配合默契地 对夏长明 发动了全方位的猛攻 在夏长明专心避开夏若冰等人的攻击时 各个方位 不时就会斩来数道剑气锋刃 又或是各种暗器 只要夏长明稍稍分神 那些黏在他身旁的其他人 就会趁机再出手袭向他 一时间夏长明竟陷入了被动 在又躲过数十道剑气斩击后 夏长明终于是被逼到了擂台的边缘 高台之上的夏长林 和楚清瓦二人看得是全神贯注 手心紧捏 苏月里也是看得饶有兴趣 明知道夏长明绝对会取胜 但心中还是不经期盼的念叨 加油啊 别误会 他不是在为夏长明加油 而是为剩余的数十名夏家弟子 就算不能取胜 只要能狠狠教训一下夏长明也好 他现在就只想看下长明吃瘪的样子 夏长明注意到了苏月里期盼的目光 冲着他笑着眨了眨眼 气得苏月里沉着脸坐在椅子上 一旁的楚清婉颜嘴轻笑 夏长林则是一脸无奈 都什么时候了 这小子还有心思完眉目传情 倒是有老子当年几分潇洒的风范 不好意思啊 我家娘子好像等急了 夏长明从容的数件置于身前 但莫的开口对眼前众人说道 众人一脸困惑茫然 正打架呢 你说你娘子急了 是什么意思 然而很快 所有人就明白了夏长明话语中蕴含的意思 只见夏长明周身灵力陡然攀升 浑身气势一变 磅礴微压席卷整座竞技场 与其他人不同 他的灵力竟是透明无形的虚无之色 这 这是何等恐怖的灵压 我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结界 结界开始破裂了 在众人惊呼中 笼罩白玉擂台的结界 竟开始出现了丝丝裂纹 那可是能抵御天人尽全力一击的结界啊 就这么 仅凭凛冽的冲天灵力 就让其产生了裂纹 擂台上的众人 也是被夏长明 吓得纷纷展开护身法器 夏若斌面色凝重万分 原来他一直到刚刚 都没有施展权力嘛 很快 夏长明动了 右手直剑 一个剑步闪出 在夏若斌等人 还未反应过来 夏长明就从他们的身边擦肩而过 什么 不是对他们出手 夏若斌惊讶的眼睁睁 看着夏长明 无视他们直逼后方 顿感不妙地大喊道 不好 夏长明没想着 先对付他们 而是先解决 后方负责支援 打乱夏长明的那群人 在夏若斌话音刚落 夏长明就已经出现在了 后方人群中央 而他们还无一人察觉 正正地望着前方 等他们反应过来 已是为时已晚 夏长明举起长剑 一剑劈在脚下 轰然的灵力波动 夹杂着凛冽的剑气 一下子就将他身边 所有人都掀飞出了擂台 捂着伤口 倒地哀嚎 场上仅剩下了夏若斌为首的 各位长老 清传弟子 白玉擂台上 一下子突然就空旷了许多 夏长明握着剑身 满是裂痕的长剑 身姿笔直的傲力原地 只是蓄力一击 就将擂台清场大半 虽然早才到夏长明实力不凡 不曾相近 到了这种地步 剩余几人心生畏惧 手中长剑紧握 却是无一人赶上前 夏若斌目光微宁 陈生对其他人说道 郑清 浩然 小萌 你们几个 为我争取点时间 好 夏郑清 夏浩然 以及夏蒙几人踏出 飞身蓝相夏长明 夏若斌长剑悬空 双手掐绝 四周陡然温度骤降 白玉擂台上凝聚寒霜 悬空飞剑 更是剑身遍布寒冰 片刻间 一柄三丈长的冰剑 凝聚成形 悬浮在夏若斌的头顶 寒气逼人 另一边 负责拖延时间的夏征清三人 一个照面 就被夏长明丢出了擂台 仅剩夏若斌一人 在擂台上 与夏长明对峙 夏长明没有急着出手 他看得出兵剑寒气萦绕 知道这是夏若斌的最后杀手锏 静静地等候 他施展完成 长明少主 此乃神界功法 骑兵神剑 你可要当心了 夏若斌特意向夏长明提醒道 他也是第一次施展 还不熟练 一旦出手就再也无法收手 尽管使出来就是 夏长明淡笑道 夏若斌轻皱眉头 没有再说什么 施展法诀 口中念叨 去 冰剑急速刺向夏长明 沿途之下 皆是凝聚冰锥 凭空横生 夏长明双指并起 驱动残破长剑 漂浮于空 加速旋转 双指轻轻挥动 旋转的长剑 形成一股肆虐龙卷 直直与冰剑相撞一起 砰 剑间向出那一刻 两股灵力交汇冲击 爆发出强烈的灵力波动 寒冰般的灵力 在擂台上 升腾起一片浓郁白雾 地面之上 布满凝霜冰锥 待白雾渐渐消散 两道人影 才淡淡浮现在众人眼前 只见夏长明 手指残破长剑 抵在夏若斌的脖梗 而他的兵剑 插在擂台一旁 夏若斌呆愣片刻 叹了口气 很是释然的拱手道 是我败了 夏少主的剑仙传承 果然名不虚传 夏长明微微一笑 手中长剑 也在此时化为了鸡粉 这柄长剑 已是无法再承受 他的灵力灌输了 听到夏若斌认输 全场短暂寂静后 响起了震天般的声望 最先带头的 便是夏明高声的呐喊 少主威武 一亿敌摆 有如杏手拈来般轻松 少主好帅 我要给你生猴子 高台上 夏长林于楚清晚 都不由松了口气 面露欣慰笑容 有人欢喜 自然有人愁 苏月里翘脸兴致缺缺 显得十分失望 到头来 还是成了那家伙 一人的表演秀 夏浩渊 更是一脸便秘的表情 脸上要多难堪 有多难堪 夏长明竟真的一亿 抵摆成功了 而且分毫未伤 这完全就超乎了他的预料 废物 都是一群废物 擂台上的夏长明 享受了一阵众人的欢呼声后 转过身 只向坐在高台上的夏浩天 淡淡道 该你了 滚下来吧 第十四章 让我拔剑 你可别后悔 夏浩天文言 怒不可遏 早在上次 夏长明就当众 扇了他两巴掌羞辱他 如今又当着 全宗族子弟的面向他叫嚣 从小到大 还不曾有人 敢这般跟他说话 今日他一定要让夏长明 付出惨痛代价 夏浩天奋力一拍椅子扶手 飞身跃入擂台上 这次夏浩渊没有再阻止 虽然夏长明的表现 着实超乎了他的预料 实力恐怕不下天人静 但以一笛百 必然消耗了他大量灵力 尤其是最后一击 与夏浩冰的神级兵剑 相碰撞的那一下 庞大的灵力溃散四亿 夏浩冰使出这一招后 就已然灵力亏空 难以站稳脚步 想必夏长明也好不到哪去 此时只是强弩之末吧 正好让夏浩天 一举将其诛杀 夏浩渊眼眸中 闪过一抹利色 夏长明天赋实力 惊为天人 此子万不可留 擂台上 夏长明看着 站立他对面的夏浩天 出声嘲笑道 你可终于舍得下来了 哼 夏长明 你别得意 连同上次的两巴掌 今日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后悔与我为敌 话音落 夏浩天浑身灵力 陡然爆发 直逼超凡进巅峰 夏长明 夏浩天握紧长剑 咆哮着冲向夏长明 此时 夏长明手中并没有武器 身形藤魔飞跃 不断地躲避夏浩天 迅猛的剑法攻击 见夏长明迟迟不还手 夏浩天还以为他 已是灵力匮乏 强装镇定 不由出声讥笑 怎么 堂堂夏家少主 只会像只老鼠一样 躲来躲去的 连出剑都不敢吗 夏浩天又一记长剑 突刺直袭夏长明 然而这次夏长明 没有选择躲开 食指伸出 轻抵长剑尖端 稳稳地接下了夏浩天 迎面的全力一击 就你 还不配我出剑 夏长明淡淡道 他一开始 只顾着躲避不还手 只是为了试探出 夏浩天的实力水平 见他真的只有超凡进巅峰而已 心中不由大师所望 还以为多厉害了 这么自信 就这也敢号称夏家第一人 说完 还未等夏浩天 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夏长明就不知何时 闪身到了他面前 啪的一声 夏长明一巴掌 甩在了夏浩天脸上 夏浩天顿时整个人空中 旋转三周半 在地上一阵翻滚摩擦后 勉强靠着插入地面的长剑 停在了擂台边缘 这一巴掌 显然比上次那两巴掌强多了 险些让他滚出擂台 这一幕 再次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无数人都以为 夏长明恐怕无力 在迎战夏浩天 结果倒好 一直只见 又当中一巴掌 扇飞了夏浩天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那可是个超凡进巅峰强者啊 就这么一巴掌抽飞 强得也太不讲理了 稳坐高台上的夏浩天 脸色却并没有多大慌张 反而带着诡异的微笑 只见趴在地上的夏浩天 缓缓站起身 身上散发出幽森漆黑灵力 目光憎恨地盯着夏长明 漆黑灵力浑浊不详 阴森诡异 夏浩天的实力 陡然攀升 天人静初期 天人静中期 狂暴的漆黑灵力渐渐平息 夏浩天的实力 也听在了天人静中期 实力已是超过 天人静初期的夏长林 难怪此次宗族大比 有耻无孔的样子 夏浩天本不想用出秘法的 但夏长明三番五次打他脸 让他忍无可忍 夏长明好奇地注视着 诡异的夏浩天 一下子从超凡境巅峰 犹如没有瓶颈一般 直升天人静中期 这应该就是夏浩天 一直刻意隐藏的秘密传承了 好生诡诀 这漆黑灵力 就像是早已潜伏在他体内 以损伤灵源 牺牲自身血气 以重新唤醒 获得短暂的实力提升 自然是损人不利己的秘法 灵源受损 即便是习得了 能修复灵源的长生觉 每一个数十载也难以恢复 将来境界必然难再有精进 看来夏浩天为了对付他 可真是不惜一切代价 而他背后传授他 此等诡异秘法的师父 又是何人 适何居心 这才是夏长明更为在意的事情 不过当前情形容不得他多想 夏浩天已经挥着长剑披斩而来 夏长明侧身躲开 一掌拍在夏浩天的胸膛 将他震飞数十米 夏浩天如同没事人一般站稳脚步 眼眸中已是一片漆黑 再次举起长剑 披斩向夏长明 神色癫狂如风 夏长明 我要杀你 夏长明连续数掌拍打在夏浩天身上 却仿佛都拍打在一张无形护盾身上一般 虽是每次震退夏浩天数十米 但他却依旧毫发无伤 反而是他的手掌 受那黑色灵力侵蚀 浮现出些许黑文印记 这些不祥的漆黑灵力 竟有着侵蚀体内 吞噬灵力的诡异手法 夏浩渊见夏长明 拿夏浩天毫无办法 脸上不经浮现得意微笑 本来是想让夏浩天保存实力 在对付夏长明时 再使出这诡异密法传承的 只是夏长明实力超乎预料 只能提前施展来对付夏长明了 天人尽中期的实力 夏家当中恐怕是以无敌手 见夏长明与楚清瓦二人面色担忧 他的脸上笑意不禁更甚 可当他扭头一看 却发现苏月里脸色不仅波澜不惊 反而还有点兴致蓝缺的模样 这让夏浩渊当即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苏月里 好像丝毫都不担心夏长明 他不是他的娘子吗 为了他不惜放弃了进攻人族 擂台上 夏浩天肆意癫狂地 不断朝着夏长明挥剑劈砍 嘴里还不停大笑道 怎么样 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 就这 夏长明已经没兴致 在和夏浩天玩了 和他玩还不如和自家娘子 玩来得有意思呢 你不是说想看我拔剑吗 那我就满足你 你可千万别后悔 夏长明一个身形后仰 与夏浩天拉开距离 目光一宁 一柄金边银纹的长剑 凭空出现在他的手中 剑身细长 约莫三尺有鱼 通体银白细纹 两侧刻有金色剑纹 剑柄末端 挂有一缕白雨 飘逸且华丽 此剑一出 全场就感受到了一股莫名剑压 夏长明轻轻挥动剑柄 只是稍稍寸许 剑名嗡嗡作响 凌冽的凌厉 就如同锐利的锋芒一般 刺的人难以睁开双眼 这是夏长明那师尊的随身配剑 第仙剑 传说中的仙气 在夏长明下山时 当初王虎就是被这一剑斩杀 他也是被夏长明 拿着这柄帝仙剑三招打败的 更别说 那夏浩天了 夏浩天对夏长明手中那柄长剑 感到了深深畏惧 内心的不甘 却不容 他就这么放弃 一下子竟失去理智般 冲向了夏长明 装模作样 我才不屑 望着冲上前的夏浩天 夏长明不屑一顾 帝仙剑轻轻凭空挥斩而过 树道凌厉剑气 犹如疾风骤雨般 席卷而上 夏浩天挥剑刺向夏长明 长剑刺入剑气那刻 瞬间破碎 剑气顺着剑身席卷而上 连同他的半个身躯脚断 夏浩天发出惊天哀嚎 坠落地面 死死捂着鲜血直流的又半个身子 天人静忠气的他 竟是连夏长明的一剑都戒不下来 这一刻 他终于害怕了 他与夏长明之间的差距 竟是犹如天倩般遥不可及 第十五章 天尊夏凡 夏长明手执地仙剑 漂浮于半空 宛如天尊夏凡 这难道是天尊镜 这股威压令在场万人心头一震 所有人都很难相信 只是短短十年间 夏长明就踏入了天尊镜 无数强者都难以触及的境界 本以为夏长明与夏浩天 会有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决 却不想 结局早在一开始就注定了 夏浩天根本就不配与夏长明一战 一切都是众人异想罢了 夏长明竖起手中帝先剑于身前 宁神巨灵 剑意直冲云天 竞技场上方的结界 顷刻兼碎脸 无双剑绝 绝冥 随着夏长明口中呢喃 帝先剑顿时发出颤动 伴随阵阵清明声响彻云霄 坐立石阶上的围观众人 赫然发现 他们随身配剑 也不由跟着颤动齐名 万剑齐名 剑动封营 这便是传说中的剑先传承 无双剑绝 无双剑绝 除了基础的剑法传承外 还有明经天下的六式 每一招式都可引天动地 破万物之法 夏浩天不是白痴 显然能够感受到 那滔天剑气 绝不是他所能抵挡的 死亡的恐惧 笼罩在他的心头 眼眸中没有了 往日嚣张气焰 只剩下了深深的惊惧 爹 爹 快救我 夏浩天捂着手臂 狼狈地朝着高台上的 夏浩渊大喊道 为了活灭 他已经顾不得什么形象了 夏长明眼中泛起一抹冷冽 身形一动 人剑合一 形如飞石 在他初见那一刻 剑名声戛然而止 空气也仿佛在此刻凝固 再无一丝声音 所有人的佩剑 齐齐在这一刻停下颤抖 夏浩天剑掌剑飞袭而来 本能地制出了保命悬盾 忽在身前 地仙剑没入悬盾 就如同刺进豆腐般无阻 剑刃直逼夏浩天胸膛 夏浩渊大惊失色 慌忙站起身 冲着擂台上大吼道 数子 而敢 谁料到 夏长明无视了他 手中地仙剑 直接贯穿夏浩天的胸膛 凌厉的剑气不到一息间 涌入夏浩天体内 在他还未发出任何声响 甚至是还未有任何感觉时 他便被无数剑气化为了积粉 这便是绝名 剑出其名 剑动绝名 生死时也不会发出一丝声音 夏浩天到死都不敢相信 夏长明竟真的敢杀他 别说夏浩天 在场观战的其他人 也完全没想到 夏长明会当场杀了夏浩天 场面一度陷入了死记 夏长明 你 你竟敢残杀同门 死记的竞技场中 传来一声爆合 夏浩渊站起身 怒不可遏地指着夏长明说道 夏长明缓缓抬起头望向他 十分淡然无味地说道 大长老这是何意 比是切磋男友伤亡 况且 宗族大笔可是明确生死不论处 莫非大长老忘了 夏长明在得知宗族大笔上 可不论生死后 就已经决定了要杀夏浩天 对于一开始上场的其他人 他都没有下过死手 只是给了他们 一点点小小的教训而已 毕竟要是一下子 真的把宗族里 所有教有天赋的弟子全清了 对夏家来说也是一个 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 但唯独有一人除外 夏浩天 他必须死 光凭他那毫不掩饰的杀意 就留步的他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拔除夏浩渊的羽翼 给其他所有人一点震慑 对付夏浩天 根本就用不到帝仙剑 他随时都可以动动手 就杀了他 祭出帝仙剑和无双剑爵也是 为了更好震慑中人 削了他们那不安之心 你 夏浩渊气劫 却说不出半句反驳的话 他身为大长老 自然再清楚 不过宗族大笔规则 他最初计划 也是想着 利用宗族大笔 让夏浩天 趁机诛杀了夏长明 可万万没想到 到头来 却是本末倒置 他寄予厚望的独子 死在了夏长明手中 没错 宗族大笔 买是为了选出我夏家家主之人 即便出现伤亡 也不可论处 这是历代夏家祖宗 所立下的规矩 夏长林起身附和道 脸上满是嘲讽般的笑意 气得夏浩渊 攥紧双拳 目自欲练 好好好 此事定然没完 夏浩渊面色暴怒 一甩袖袍 一跺脚 飞身离开了竞技场 他并非不想报仇 只是他清楚 以他的实力 根本不是夏长明的对手 不得不打碎牙齿 吞进肚子里 夏军不甘心地 瞪了眼夏长明后 紧随其后 也起身离开 其余长老 则是面面相去 拿不定主意 夏长明如今展现惊人实力 夏代家主 必然是他 若是此时选择离开 就如同站到了夏浩渊那边 而如今 夏浩渊已是大势已去 再站到他那边 不是找死吗 可他们毕竟接受过夏浩渊 不少许误 其余三位长老 都将目光望向一侧 苍延勾搂 却稳坐如山的老者 二长老 夏若光 夏浩渊虽然身为夏家大长老 但论威望 还是德高望重的夏若光 更为让人敬重 他在夏家当中 也是有不小话语权的 只是不知为何 选择了帮助夏浩渊 夏若光沉思良久 其余长老也在等着他抉择 只要夏若光也选择离开 那他们也会一起离开 此时 夏若冰跑到了夏若光的身旁 覆着耳朵不知敲咪咪的说着什么 夏若光听闻 再次沉默片刻 最终点了点头 缓缓起身 迈步走到高台边缘 开口沉声道 夏长明天资卓越 宗主大比 进展风采 乃先祖庇佑 振兴我夏家 老夫宣布 夏长明年纪虽轻 已有继承夏家家主之位的资格 夏若光支持夏长明继任家主之位 变相说明了 选择站到了夏长明这边 全场寂静后 再次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夏长明很是满意 礼貌性地冲下 若光拱了拱手 如此一来 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如今 以夏若光为首的四位长老 站到他这边 夏家的绝大部分势力 已成为他的拥戴者 仅剩的夏浩渊 与夏军二人 那部分势力已是不足为据 再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此刻开始 拱手之势一眼 宗族大笔结束 距离夏长明 成为夏家家主 还有最后一步 他需要击败当代夏家家主 他的父亲 夏长明 方可成为真正的夏家家主 进入试炼之地 获得夏家传承 夏长明一跃飞入擂台上 爽朗地对着夏长明说道 来吧 小子 第十六章继任家主 夜访夏若光 夏长明收起手中帝仙剑 目光直视夏长明 他其实对夏家家主之位 完全没有兴趣 也从未想过 争夺家主之位 参加宗族大笔 只是单纯为了阻止 夏好运的阴谋 给众人一点小小震慑 稳固夏家罢了 夏家保持让他父亲 夏长明管理 所以他接下来 只要适当演一下 然后输给夏长明就好了 夏长明冲夏长明 几枚弄演 传递暗示 夏长明心领神会 回忆一个放心 我都懂得神情 二人一通眼神交流过后 交战正式开始 夏长明率先俯身 冲向夏长明 进身之后 一掌击出 夏长明双手交合 挡在身前 原地迎接一击后 迟疑了片刻 随后仿佛像是 想起了什么一般 突然原地起飞 仰面倒飞出百米开外 直接跌落出擂台 不愧是我 好厉害的一掌 竟是一击 就将为父击败 夏长明坐在地上 捂着根本不痛的胸口 硬是逼了自己点内伤 让鲜血从嘴角流出 众人 夏长明 夏长明傻眼了 这和他说好的剧本不一样 喂 应该是他假装凌厉枯竭 一番交手过后 不幸跌出擂台的 你怎么自己先下去了 我根本就没有动用什么凌厉 你捂着胸口干什么 还有 你那演技也实在太浮夸 太烂了吧 好歹专业一点嘛 这么多人看着呢 夏长明心中 忍不住疯狂吐槽道 如他所料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都呆住了 虽然他们都猜测到 夏长明可能会为了让夏长明 进入夏家试炼之地 正式继承夏家家主之位 而选择主动放弃 但没想到他演的也太随意 太假了吧 不管怎么说 夏长明跌落擂台外 就算是输了 按照规定 夏长明已经算是夏家家主了 剩下的进入试炼之地 也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夏若光站出来 缓缓沉声道 夏长明已击败当代家主 按照夏家祖训 夏长明即刻起为夏家新家主 见过家主大人 在场万人 皆齐齐单膝下跪 俯首高呼 声音响彻整个夏家宗地 传遍所有人耳中 夏长明正式成为夏家家主 傍晚夜深人静 夏家一处偏僻的别院内 灯火通明 门户大厂 仿佛就像是在等候某人 屋内夏若光依靠座椅 借着烛光月蓝手中书籍 垂暮的眼眸中 照应着跳动的微弱烛火 不多话 一道人影迈入屋中 一进来便开口问道 二长老这么晚还不休息 莫非是在等我 见到来人 夏若光似乎并不感到意外 放下书籍后 起身攻身道 见过家主 二长老客气了 不必行礼 夏长明摆了摆手 示意他坐下 目光从屋内一扫而过 简陋朴素的房间 一览无余 他实在想不懂 颇有威望的夏若光 为何会协助夏浩渊 想要将他父亲 拉下家主之位 看起来 他似乎也不是那种 贪财合污之辈 为了明白事情缘由 他可是不惜放弃了晚上 和他娘子温存的时间 特意过来的 我有一事不明 还想请教二长老 夏长明也不绕弯子了 直言不会道 你是想问 为何老夫协助夏浩渊是吧 夏若光反问道 夏长明点了点头 夏若光苍老的脸庞 显露出一丝黯然和愧疚 随即深深叹了口气 郑宇开口回答时 被一声洒爽的少女声打断 还请家主大人 不要责怪我爷爷 夏若冰端着一碗药 走进屋内 将药放到夏若光桌前 十分歉意地解释道 爷爷协助夏浩渊 都是为了我 见夏长明面露疑惑 夏若冰稍稍解开了衣经 露出肩膀一侧 本该是光滑细腻的肌肤 却呈现出一片紫黑色 黑斑之上 散发着诡异漆黑凌厉 夏若冰继续解释道 数年前 我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身体开始出现 这些黑色的斑纹 并且不断地蔓延 一旦发作 全身就会被黑气侵蚀 痛苦难耐 爷爷为了我寻遍名医 也束手无策 最后 是夏浩渊主动找到我爷爷 说他能治我的病 代价 是要帮助他 夺得家主之位 一旁的夏若光 也是心痛地叹息道 如你所见 老夫也是垂朽暮年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若冰的父母 为了夏家早逝 我这一脉 如今只剩下了唯一的孙女 总归是不忍 他就这么饱受折磨离去 那为何 又改变主意了 夏长明又开口问道 当时见夏若光 欲有起身离开的意思 只是不知 夏若冰说了些什么 改变了他的主意 关于这一点 夏若光继续说道 要不是你手下留情 若冰这丫头 早就死了 老夫欠你一恩情 况且 若冰说他 宁愿受这鬼病折磨致死 也绝不愿再帮助那夏浩渊了 与夏浩渊同流合污 实在非我本愿 还请家主责罚 说完 夏若光立马贵夫 在夏长明身前请罪 其实夏若光 本就不愿帮助夏浩渊 只是一心为了夏若冰 而失了理智 最终还是夏若冰一番话 点醒了他 夏长明以天尊敬归来 力压数百天骄 震慑万众 将来必然能带领夏家 重新走向复兴凡胜 夏浩渊也绝无可能再与之相争 与之为伍 必然一亡 这才让夏若光恍然大悟 他不能因一己之私 而毁了整个夏家 爷爷他身体不好 还请家主责罚我吧 我愿为之代受 夏若冰不舍下 若光受罚 也跪在一旁求情道 这让夏长明很无语 他就没打算过要责罚他们 都起来吧 既然如此 我也不怪罪你们 夏长明说道 随后 掏出一枚荧光丹药 置于桌上 这是一枚异兽元丹 应可增寿十载 二长老 夏家还需要您 您可得养好身体 夏若光目光 正正地望着桌上的异兽元丹 不敢相信 夏长明拿这等高级的丹药 送给他服用 增寿十载 可能并不算很长 但对于此刻 日薄西山的夏若光来说 已是难得的期望 多谢家主 夏若光和夏若冰二人 一同感激地 再次跪地俯首 夏长明挥了挥手 淡淡说道 别急着谢我 等我替若冰 解决了这诡异怪病 再谢了不迟 第十七章 驱除乌铃 夏浩天的野望 您 您说什么 您能医治若冰身上 所得怪病 夏若光闻言 两眼瞪大 激动地握住了 夏长明的手掌 夏若冰也是 瞧盼地望着他 他已经被这黑斑 侵蚀已久 日夜饱受折磨 此刻听到夏长明 能够解决这怪病 心中顿生希望 二长老先不要急 能否医治 还要带我再仔细看看 夏长明走到夏若冰身前 将手掌搭在他的肩膀上 闭上双目 让自己精纯灵力的灵力 渗入他的体内 夏若冰体内的黑气 仿佛预感到什么一般 再次开始加速侵蚀 当与夏长明的灵力接触时 黑气更是狂暴肆虐 大有要将他的灵力吞噬之意 这黑气 竟仿佛犹如活物一般 与夏浩天身上的黑色灵力 略有相似 却又不尽相同 夏浩天身上的黑色灵力 能够以损耗自身灵源为代价 为己所用 而夏若冰身上 则是单纯 被种下乌灵之毒 种此毒者会不断受煞气 轻蚀折磨 当煞气蔓延全身时 受尽折磨而亡 是谁如此怠毒 夏长明眉头一皱 意念一动 渗入的每一丝灵力 在他精细的操纵下 犹如一柄银灵剑 将那黑气斩除殆尽 夏若冰紧皱眉头 死咬牙关 额头香焊淋漓 此时 他正承受着体内煞气 与灵力的交锋冲击 当看到他肩膀处的黑斑 渐渐消退后 夏若冰大喜过望 真的消除了 一瞬间 夏若冰突然觉得 身上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夏若冰能够恢复 夏若光自是十分高兴的 但还是略带担忧地 对夏长明提一道 明明日还要进入 宗族试炼之力 如此耗费灵力 怕有不妥 要不还是等改日再继续吧 夏若光能够看得出来 夏长明是在 以极高精纯灵力 小心翼翼地 渗入夏若冰体内 替他净化那黑气侵蚀 这可不是一般人 能够做得到的 不仅需要耗费 难以预计的灵力 而且还要对施展者 对灵力操纵有极高的天赋 能够随心所欲的地步 否则稍有不慎 灵力在体内失控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这让夏若光 对夏长明钦佩的同时 也有些担忧 他担心夏长明 浪费太多灵力 今日又才刚经历一场大战 不好好调理的话 会影响明日的试炼 对此 夏长明却一脸云淡风轻地说道 无碍 今日我必须除掉 残留弱冰体内的煞气 一旦我停手 煞气就会反噬 不可拖延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更为主要的原因 夏长明并没有说 那便是他担心 夏读者气急败坏 直接催动夏若冰体内的乌龄 所以以防万一 他今晚必须要 剔除夏若冰身上 所有残留乌龄 夏若光听闻 心有余悸 也不再敢出声打扰 夏长明的灵力 犹如犹龙般 游走夏若冰全身 一路势如破竹 将一切乌龄消除 半个时辰后 夏长明睁开双眼 缓缓收回了手掌 夏若冰口中 吐出一口浊气后 惊喜万分地 上下观摩自己的身体 没有了 黑斑真的全部消失了 没有乌龄的侵蚀 夏若冰顿感浑身 轻松畅快 在他仔细检查身体时 还发现了个意外之喜 体内被消除的乌龄 化为了精纯的灵力 再加上夏长明 在他体内 灌入残留的灵力 他竟是不知不觉 突破到了超凡境巅峰 多谢家主 夏若冰感激不已 当即又贵妇在地 夏若光更是夸张地 扶手扣地 陈生宣示道 多谢家主 家主今日知恩 老夫无以回报 今后定当为夏家鞠躬尽瘁 万死不辞 如果说夏长明 赠予他一手元丹 他只是心存感激的话 那此时夏长明出手救治夏若冰 已是让他感恩戴德 心中再无一丝旁骛 这正是夏长明要的效果 也不枉费他今夜特意走一趟 深夜 一处寂静幽森的密林中 一道人影 孤零零地矗立在树林中 朝着漆黑一片的前方 歇斯底里的吼叫道 都是你 都是听了你的 非要鼓动那该死的宗族大笔 老夫唯一的儿子死了 亏老夫还让浩天 拜你家老祖为师 人影正是悄悄 从夏家宗地溜出的夏浩渊 对于好不容易老来得子的唯一独子 他是寄予厚望的 可他现在却拿沙子之仇 毫无办法 在夏浩渊前方漆黑的树林中 一道看不清脸旁的身影 浮现而出 身形隐匿在黑暗之中 缓缓开口道 不就是死了个儿子吗 大呼小叫的 你 夏浩渊气节 怒目圆瞪 钻井双拳 但并未动手 说得这么轻松 死的又不是他儿子 连影没有理会夏浩渊的愤怒 摆了摆手 继续说道 夏长明很可能已知天尊敬 的确是出乎预料之外 夏浩天一死 执掌夏家的计划 也算是就此告破了 可惜 这筹划了数年的计划 那如今接下来该怎么做 夏浩渊平息怒气问道 无妨 你继续当你的夏家大长老 尽可能地 将夏家掌握在手中 待我老祖献士 夏长明便不足为患 莫说 这小小的夏家 就是这一方天地 也是我等的囊中之物 人影话语傲然 还不忘对夏浩渊许诺道 届时 夏家就是你的 到时候 我再让老祖传你换身秘法 给你重换一句年轻肉身 你何须担心子嗣问题 待你掌管夏家 什么样的女子得不到 听说那处清婉温婉动人 妖族女帝 更是冷艳绝美 夏浩渊文言 心中一动 他答应对方夺取夏家 为了权力是一部分 更重要的原因是 对方许诺的肉身转换之法 修行数百载 境界已达瓶颈 再无突破可能 寿缘将近 他不甘心 就这么一哈儿中 只要能将灵魂和记忆 转换到新的肉身 他就能有无穷无尽的寿缘 境界对他来说 也就是时间问题罢了 除此之外 他身体年迈老朽 曾经胯下又受过伤 如今已无法再振雄风 只有转换新身 才能得以继续延续子嗣大眼 他也能够对楚清婉 和那妖族女帝下手 报复夏长林 与夏长明父子二人的夺子之痛 想到这里 夏浩渊面露音效 对着人影拱手道 那就有劳你了 老夫今后老祖的好消息 第十八章 什么你娘的 是咱娘 清晨 夏家宗帝后山 一处庄严肃立的黑门外 无数夏家子弟汇聚于此 等候见证新一代家主 荣获传承的时刻 在众多弟子 翘首以盼的注视下 夏长明悠哉悠哉地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所经之处 弟子无不攻身拱手 其身喝道 见过家主大人 经宗族大比一战 绝大多数弟子 都已被折服 认同了夏长明家主的身份 今日大早 还有人看到 二长老为夏长明送行 其余长老及其麾下子弟 自然明白什么意思 纷纷攻迎 临行门前 夏长明远远就看到了一个倩影 矗立在那里等候 光是看那身段气质 夏长明就知道 是苏月里正等着他呢 娘子 特意在这里等我 卫夫很是欣慰 夏长明凑近苏月里身旁 很是欣慰地说道 苏月里也不惯着他 冲他翻了个白眼 语气冷卧道 你可别误会了 我才懒得等你 是你娘拉着我过来的 什么你娘的 是咱娘 夏长明当即一脸 义正言辞地反驳道 娘子 可是喊过娘亲的 苏月里 苏月里目入胸光 咬了咬银牙 微微动了动红唇 似乎想要开口反驳 但最终还是 什么都没说 这几日在夏家里 楚清婉对他 可谓是热情肆意 徐寒问暖 生怕他在夏家过得不习惯 他心底是觉得 这个女人太过温柔 太过傻了 但又说不上讨厌 毕竟 他的确带给了她 从未有过的感觉 在苏月里愣神间 一只有力的臂膀 突然搂住了她的腰间 趁她不被揽入怀中 苏月里翘首瞪眉 一脸娇怒 想要试着挣脱 却发现 夏长明搂得更紧了 无奈之下 只得叹了口气 由着她搂着自己 向着前方走去 她知道 就算她能挣脱开 夏长明也会出言威胁她 让她就范 人仙眷侣一般 让路过的人都 不由好生羡慕 妖族女帝盛世容颜 冠绝古今 也只有咱家主配得上了 什么妖族女帝 那是咱家母 听说咱家主 为了娶到女帝 一出山 就马不停蹄地 一路杀到了妖族帝宫 当场向女帝求婚的 我还听说 女帝进攻人族 就是为了寻咱家主大人 啊 好浪漫 真是一场令人艳羡的 旷世情缘啊 苏月里紧贴着夏长明 听着耳边杂言碎语 翘脸微微抽搐 她已经快压抑不住 对这群散播谣言 无知蝼蚁的杀意了 一派胡言 胡说八道 在夏长明杀上妖族地宫前 她根本连剑 都没见过这个可恶的男人 何来为了她一说 都怪这家伙 总是当众做出些奇怪的举动 害得世人误会 苏月里目光瞪向夏长明 咬牙切齿 恨不得将她大蟹八块 再细细切成肉酱 尤其是看到夏长明 那一成不变的温和笑脸 更是让她气不打意出来 娘子 怎么一大早 脸色就那么难看 是不是因为 卫夫昨晚没有 陪你睡觉的原因 都是卫夫的错 不该留你独守空归的 夏长明笑盈盈的出言 调侃道 哼 没有人动手动脚的 本地睡得更好 苏月里冷哼一声 也是丝毫不给夏长明留情面 拆穿了她每晚的无耻行为 对此 夏长明无话可说 毕竟她说的都是事实 只不过 那是因为 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并非她的本意 二人闲谈间 不知不觉 已是来到了黑门前 临近后才赫然感觉到 这黑木门的与众不同 木门上 遍布了岁月长河冲刷的痕迹 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 单纯简洁的黑色 由内而外 透露着一股深沉肃杀之气 夏长明伸手触摸黑木门 指尖传来粗糙冰凉的触感 这似乎是数千年前 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玄灵阴木 夏长明心中很是诧异 夏家之内 要生长在阴寒之地 至少千年才能长成 具有封存灵力 防止灵力流失的功效 除此之外 可作为阵法材料 亦或是 驱除各类炎症所需的稀有药义 平日携带也有提神醒脑 减缓体内灵力流失的作用 年份越是九月 品级越高 所蕴含的功效和作用就越发明显 如今认识此物的人已经不多了 他也是翻阅过 他那便宜师尊的书籍记载才知道的 眼前这两扇 由玄陵阴木制成的黑幕门少说 也有数千年之久了 放在当今 这可是无价之宝 苏月里也能感受到 这黑幕门的与众不同 但他并不知道 这到底有何用处 此时 夏长林来到了夏长明的身边 见他望着黑幕门 正正出神 骄傲地说道 小子 你也看得出 这黑幕门的与众不同 这可是咱夏家先祖流传至今的东西了 似乎是看出 夏长明眼眸中的期望 夏长林赶忙继续补充道 这可是仙祖专门用来镇守夏家陵园的 你小子可别打什么坏主意 夏长明闻言 不由遗憾地摇了摇头 他刚刚的却心生了 将这扇门拆下来的想法 这么好的东西 留着当一扇门 实在太可惜了 简直是暴殿天物 即将进入试炼之地 夏长林很是轻松愉悦地 向夏长明嘱咐道 小子 试炼之地 就是走个过场 很简单的 对你更是没什么难度 你爹我当年进去 仅用半天就出来了 没啥难度 你只要进入后 一直朝最深处走 在仙祖雕像前跪摆 接受传承灌输就好了 夏长明点了点头 将夏长林的话记在心里 当初夏长林 仅仅只是以超凡净的实力 进入试炼之地 用了半天就出来了 那以他现在的实力 岂不是分分钟就能出来了 直接速战速决吧 娘子 稍等片刻 魏夫去去就来 等魏夫出来了 带你出去逛逛这天都 夏长明拉着苏月里的手说道 没兴趣 苏月里板着 翘脸淡淡说道 一点也不给他面子 夏长明也不生气 魏魏一笑 转身推开黑幕门 身影渐渐没入了其中 苏月里皱着秀眉 望着夏长明 进入试炼之地 不知是否是他的错觉 他刚刚似乎从夏长明的手上 闻到了淡淡的香味 第十九章 夏家陵园试炼 夏家试炼之地 阴风阵阵 寒风刺骨 所谓夏家试炼之地 其实就是夏家各代家主的陵园木井 鉴于夏家后山 以山体为陵墓修建 专门用于安葬 和祭拜夏家历代家主 其内风藏个代夏家遗骨 轻易不可进入打扰 唯有夏家之主 方才有资格进入 夏长明闲庭信步地 走在昏乱的永道内 永道冗长 很是宽广 两边矗立着 各代家主的雄伟雕像 按照夏长明的说法 只要走到最深处 获得夏家 传承灌输即可 所以夏长明一刻也没有犹豫 静止朝着最深处走去 脚步不快 可身形似如疾风 很快 夏长明就停下了脚步 并不是他已经到达了最深处 而是他发现了异样 几只灵体凝聚的妖兽 从前方的岩石缝隙中钻出 呲牙咧嘴地不善盯着他 他就说嘛 一路也太过轻松了 原来都在这等着他呢 不过只有这种程度的话 那的确是毫无挑战 夏长明一眼望去 就显得兴致缺缺 对他们毫无兴趣 这些灵兽 大部分都是先天境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只 有着宗师镜的实力 怪不得夏长明说 没有难度 只是走个过场 原来是真的没任何难度 还未等夏长明出手 一只豺狼形态的灵兽 率先直面扑向了他 张牙舞爪 迎面来 下一刻 豺狼灵兽便挂在半空中 手脚不断地挣扎 夏长明单手掐着他的脖子 神情冷漠 手中稍稍用力 豺狼灵兽顿时灵体消散 化作了一阵灵气飘散消失 其他灵兽健壮 非但没有害怕 还蜂拥朝着夏长明扑来 终归只是些还无神志的灵兽 夏长明手掌画刀 抬手间 手掌快似电光火石 迎面来的树枝灵兽 瞬间被斩灭 手掌横向斩去 一道灵力的剑气 势如破竹 一股将沿路前方的灵兽 尽数斩杀 这下清静多了 夏长明副手向前 一路上虽是遇到了许多灵兽袭击 不过片刻间 就被他清理掉了 没过多久 夏长明就望见了一扇厚重的 钢铁大门在眼前 这应该就是最深处的大门了 正当夏长明以为挑战结束 准备继续上前打开大门时 一只手掌从门前的地面下伸出 随着他整个身形从地底钻出 一具一丈多的披甲大将 展露在夏长明的面前 超凡进巅峰 与那些灵兽一样 他也是灵力凝聚 幻化而成灵体 天然幻化而成的灵体 一般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沉淀才可形成 能够形成的灵体 往往是绝少部分 而这夏家灵园内 竟有着如此数量众多的灵兽和灵匠 着实匪夷所思 上次夏长明进入 必然也与这些灵体搏杀过 不到百年时间 是不可能再次形成 如此数量众多的灵体的 那便只有一个解释 有人在创造出 这些灵兽灵匠 能够将灵力巧妙地凝聚成灵兽灵匠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旧夏长明 自己此刻也做不到 夏长明愈发对这个夏家灵园好奇了 大步向前 临近守门灵匠时 守门灵将举起长刀 正欲劈砍而下 夏长明双指并落 视如剑锋 手指迅速从他身体划过 下一秒 守门灵将身体一分为二 消散空中 夏长明站到门前 缓缓推开大门 随着大门厚重的挪动声音响起 里面的景象 也映入了夏长明的眼中 那是一个旷阔如大殿的祠堂 两侧同样矗立着各代家主的雕像 中央上方赫然屹立着一具 最为栩栩如生的高大雕像 想必那就是夏家初代家主了 到这里应该就差最后一步了 贵符在夏家初代家主雕像前 接受传承洗礼 夏长明刚跨出一步 身后的钢铁大门砰的一声 轰然关上 看样子 试炼似乎才正式开始 夏长明淡然自若地 处立不动 只见殿堂两侧各代家主雕像 如同灵魂出体一般 从雕像内显现而出 一时间 数十具灵体手持武器 目光灼灼地盯着夏长明 数十具夏家主灵体 每一句还都有着天人静的实力 这可跟一开始 说好的不一样啊 下长明心中对某人抱怨道 虽然这对他来说 依旧没什么难度就是了 无非就是稍微耗费点时间 不过心中 却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 当初他跌下长灵 是什么通过失恋的 还是只有 他有这种特殊待遇 夏长明没有多想 直觉告诉他 只要将眼前这些家主灵体 全部击败 自会有答案 各位家主 可真是热情了 那我就不拒绝你们的盛情邀请了 夏长明目光一领 直接招出地仙剑握在手中 凌猎的剑气 如同狂风席卷 他不打算浪费太多时间了 一会儿 他还要带他娘子 逛逛庆典闹事呢 夏长明手执地仙剑 只身跃入了 数十具灵体的包围内 回身一剑斩出 数具灵体 被一剑破除 其余灵体没有犹豫 立刻朝着夏长明 急速杀来 夏长明剑尖点地 手臂一阵 剑刃在地面留下一道 身亡凌猎的剑痕 一道树丈高的剑气 将迎面的所有灵体 竖劈斩断 这些灵力并不是残魂 只是单纯的灵力 凝聚而成之物 所以夏长明下手 完全没有留守 双指树立身前 轻声吐出一声 离地仙剑从他手中飞出 树柄由剑气形成的地仙剑 从本体分离而出 每一柄都宛如流星追使 精确地将一具具灵体 刺穿破除 一时间 剑气纵横四翼 庞然灵力焦距 整座山峰震动摇曳 不时就有剑光破体而出 剑光凌冽灼灼耀 在灵园外等候的众弟子 看得那叫一个目瞪口呆 不是 网界家主进入 好像没有这么大动静 夏长明捂着脸 一脸惊恐 看得冷汗直流 哆哆嗦嗦的 Sigma 这臭小子在里面干什么呀 不就只是对付几只宗师镜的灵兽吗 怎么搞的 要拆了夏家灵园影 苏月里神情 倒是依旧淡然 但内心却不似外表 看似这般平静 能让夏长明在里面拔剑 这夏家灵园试炼 也不似所说的那般简单 第二十章 夏家第二代家主 夏兰 刷 随着一道剑光闪过 最后一具灵体 也被夏长明斩除 至此 数十具天人静灵力 以静数被他斩除 殿堂内再度回归宁静 夏长明手执地先剑 气势恢弘如昂 完全没有因为 一场大战过后 所显露出的疲惫 在那里看了这么久 还不打算出来吗 夏长明目光一宁 凌冽的锋芒 直逼毅力中央的初代家主雕像 早在与那些灵体交手间 夏长明就察觉到了 那里产生微弱的灵力波动 似是在操控这些灵体 事实也正如他所料 雕像后一阵沉默 随即一道虚无人影 夺步缓出 是一道留有意识的残魂 墨山长发 风度翩翩 乍一看 与初代家主雕像 有那么几分神似 却又不似相同 没想到 这都被你发现了 不愧是我中意的人 来人一出来 便赞许道 目光不断打量着 夏长明全身上下 越看越是满意 频频点头称赞 气势如虹 傲气凛然 好啊 这俊意不凡的样貌 不愧是我夏家男儿 好啊 嘖嘖嘖 还有这云断强迫的身材 好啊 夏长明 夏长明沉默些许 礼貌性的拱手问道 敢问先祖 可是夏家初代家主 夏丰 出乎意料的是 男子笑着摇了摇头 指着矗立在初代家主 雕像左侧的另一尊 与他更为相近的雕像回答道 我乃是夏家第二代家主 夏兰 夏兰 夏家第二代家主 夏丰的地点 如果说 夏丰是开创夏家的先祖 那夏兰就是将夏家发扬光大 延续夏家的先祖 虽然有些意外 但夏长明 还是恭敬地问候了一声 见过夏兰先祖 嗯嗯 不错 顾高傲人 却又不识谦卑礼节 夏兰盯着夏长明 脸上挂着淡淡笑意说道 如此年纪 便有天尊敬实力 时隔数百年 我夏家终于是 又出了一位绝世天骄 说着 夏兰画风一转 脸上又流露出 嫌弃且愤恨的神情 指着末端那些 先代家主雕像 就开口骂道 之前那些都是些什么 臭鱼烂侠 就那种实力 也配当夏家家主 而且 一代不如一代 简直是气死我了 稍微放出一具 天人静的灵体 我都生怕他们 就地埋在这陵园当中 夏兰越说越气 恨不得亲手 将这些后代徒孙教训一遍 夏长明默默处立一旁 也不说话 待气消得差不多了 夏兰才再次扭头 看向夏长明 对了 我记得 上次开启夏家陵园 是在六十多年前 怎么这么快就又开启了 莫非上代家主死了 说到这里 夏兰目光微微一宁 身上涌现庞然杀意 他下意识以为 夏家可能是遇到了 什么灭顶之灾 上代家主已不幸战死 对此 夏长明只能尴尬解释道 并没有 家父健在 夏家也安然无恙 听到夏家无事 冰冷的杀意 一瞬间又陡然消散 夏兰像是无事发生一般 随意道 是吗 那就好 那肯定是他管理夏家无方 被长老会剥夺家主之位了吧 真是没用 亏我上次 还特意在他体内种下灵源 助他入天人境呢 夏兰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他大致猜到 夏长明肯定是在夏家 开启宗族大笔 新选拔出来的家主 夏家许久都不曾 这般悬任新家主过 唉 夏家竟已沦落至此 夏兰叹息地摇了摇头 夏长明哑然 宗族大笔的确开启 但事实并非如此 但为了不让这位老祖知道 长老会拉拢杰斯 引有不安之心而担忧 夏长明还是选择了 不做过多的解释了 就让他老爹 默默背上这口黑锅吧 不过还好 等了数百年 终于是让我等到一个 值得托付的继承人 夏兰身形 停在夏长明身前 指着他问道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晚辈夏长明 夏家第四十八代家主继承人 夏长明拱手郑重回答道 夏若长明 必照亮我 夏家千秋万代 好名字 我喜欢 方才见你剑身飘逸 剑法精湛 不似我夏家传承 可是师承何人 夏兰好奇寻声问道 自夏长明进入灵园后 他一直躲在暗处观察 见他剑气萦绕缠身 画掌为刃 看得金木出奇 这才起了试探之心 有了后来的守门灵将 以及他苦心存续数百年的 历代家主灵体 可没想到 灵体就尽数被他斩灭 从他精妙绝伦的剑法 以及那笔仙剑中 夏兰似乎看到了一个 既让他感到无比熟悉 又唤醒心中恐惧的身影 应该不会是他吧 夏长明没有隐瞒 他师承剑仙传承 早就是人尽皆知的事了 于是开口说道 师尊无名 世人称为无双剑仙 无双剑仙 无名字 夏兰听闻 脸色精巨 脸色下的煞白 待镇定下来后 才以请求的口吻 向夏长明问道 可否让我看一下 你的本命飞剑 夏长明顿了顿 手中再次换出帝仙剑 递给了夏兰 夏兰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中 仔细端向观摩 真的是他曾经携带的飞剑 帝仙剑 他竟还活着 还将随身飞剑赠予了别人 难怪这小子实力这么强劲 原来是他的徒弟啊 一切顿时合理了 夏兰沉思许久 默默将帝仙剑 递还夏长明 夏长明接过长剑 不解问道 先祖可是认识我师尊 从夏兰的神情和那语调 夏长明能看得出 夏兰一定是认识他师父的 夏兰可是近千年前的第二代家主 这么说来 他师父在世时间 竟是已超千年 他曾猜测过他师父 应该是至少存活了数百年 没想到还是保守了 算是认识吧 夏兰没有过多解释 惊讶过后 脸上也转为了喜色 你能被他看中 得到剑仙传承 也足以证明你的不凡 时隔数百年 终时让我等来了你 以你的天赋实力 夏兰难掩心中激动 神情振奋 话语高昂 小子 我以夏家第二代家主夏兰的身份 将赋予你夏家真正的传承 第21章 夏家真正传承秘法 常灵觉 真正的夏家传承 夏长明心生疑惑 据他所知 历代家主进入试炼之地所获的传承 就只是体内 射入一股灵源罢了 难道并非如此 夏兰看出 夏长明心有疑惑 没有急于解释 而是笑着 伸出手指点在夏长明的眉心处 煞世间 一股寓意着传承的灵源暖流 宛如潺潺溪水般 流淌进夏长明的灵海中 在夏长明浩瀚无垠的灵海上空 金光耀眼的地仙剑 悬浮上空 而随着这股碧绿荧光的灵源汇入 在灵海上空又形成了一本 古朴充盈的古书 常灵觉 夏长明神识时刻探查着灵海内 发现古书上枫叶上 赫然显露着常灵觉三字 可夏家传承秘法 向来都是常生觉 这常灵觉又是怎么回事 也就在此时 完成传承灌输的夏兰 缓缓开口说道 你是不是疑惑 为何夏家传承是常灵觉 而不是常生觉 没有等夏长明开口回答 夏兰就自顾自地叹了口气 继续解释道 如今夏家锁链常生觉 只不过常灵觉的衍生基础偏罢了 千年前 仙魔妖三方大战 那一战旷古绝经 山河破碎 日月失色 绝大多数仙家盗派在那一战就此覆灭 所信我常生夏家得以延续 但也从此走向没落 不复当年辉煌 说到这里 夏兰仿佛陷入了深深的追忆 神情复杂 但很快回过神 继续讲道 世人皆以为我常生夏家秘法 主修的是 酝养灵力 扩充灵海 实则不然 若真是如此 我常生夏家 恐怕早就在那仙魔大战中 化为历史尘埃了 夏长明听闻 顿时恍然大悟 他对上古仙魔妖三方大战 也有所了解 千年上古时期 天地灵运充益 滋养苍生万物 无数强者灵力 世间纷争不断 想要仅依靠辅助性秘法 修行存活 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更别说创立常生夏家 自成一派 成就一番辉煌世纪了 夏兰玩味一笑 所谓运养灵力 扩充灵海 只是常灵觉的基础 真正的常灵觉 可远不止如此 感悟天地之灵 化为己用 宁已成行 服以己身 才是夏家真正的秘法传承 说着 夏兰就亲自演示了一番 缓缓抬起手指 空气中 肉眼难以捕捉的灵力 顿时凝聚成形 在他的指尖 汇聚成了一笔细小的灵体长剑 下场明目光微明 眼中难得露出惊讶 聚气成灵 这是多么精妙的手法 对空气中灵力的感知 近乎天人合一的地步 对灵力的操控 更是精湛绝妙 这还没完 夏兰弹指尖 灵剑消散 反手一捏拳 再次展开时 一只栩栩如生的灵兔 便如同魔术戏法般 出现在了他手心 怎么样 夏兰翘着鼻子 一脸得意地问道 就差把快夸我斜脸上了 夏长明也不吝啬地夸赞道 仙祖守法精妙 精为天人 能够将灵力 运用到这种程度 的确算得上是精为天人了 想必灵源内那些灵兽灵将 也都是出自这位仙祖的手笔了 怪不得会以玄灵鹦镇门 是专门为了防止 灵力凝聚的灵体消散 这位仙祖能够捏出 几十具天人近灵体操控 当真是恐怖如斯 夏兰很是受用夏长明的夸张 鼻子一下都快撬到天上了 却还谦虚地说道 哎呀 这都没什么的 想当年 我吹起成兵 与魔族大战三天三夜呢 我已将长灵诀的传承受于你 区区一只兔子 一柄零剑 待你吸得熟练后 也能做得到 多谢仙祖 夏长明感激道 心中又产生了新的疑惑 这等强力的秘法 为何要特意隐藏起来 而不传授全宗族呢 不过夏长明 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缘由 夏兰为何不惜隐藏夏家秘法数百年 就连之前历代进入的家主 都没有赋予的原因 那便是长灵诀 一旦被强者得知 必会遭受觊觎 夏兰意识到 夏家逐渐走向没落的大时候 毅然选择了封存长灵诀 只留下最基础的长生诀 就是为了避免夏家传承 落入他人之手 事实也完全正如夏长明所料 夏兰正是如此 为了防止将来夏家 遭受强敌 寄予灭门 选择了将长灵诀封存 直到遇到夏家新一代 足以引领夏家 走向辉煌的天骄出现 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 数百年的等待 终于是让他等到了夏长明 如今夏家传承秘法 在于己身 夏家就拜托你了 夏兰目光深邃 平静地望向夏长明 此刻已是将夏家将来的命运 都托付在了他手中 夏长明功身拱手 郑重道 定不会让先祖失望 你绝不会让我失望 夏兰十分放心说道 玄机又面色一改 对他嘱咐道 还有件事 我赋予你的长灵诀并不全 只有上卷 那下卷何在 夏长明问道 夏兰面色流露出愧疚之情 缓缓摇了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 这也是我要拜托你的另一件事 长灵诀的下卷 在我哥哥夏丰手中 而他陨落在仙魔战场中 无论是尸身 还是魂灵都不曾寻回 所以我要拜托你 将来若是有机会 将夏家初代家主夏丰 迎回夏家 这是夏兰数百年来 一直存留心中的痛 夏家陵园埋葬有 历代夏家家主 却唯独没有创立夏家的 初代家主 寻回夏丰 将他迎回夏家 以及找回 那遗世的长灵诀下 眷世夏兰此生夙远 身为夏家子弟 又是如今夏家家主 夏长明自然不会 任由先祖遗体 和家族秘法遗世在外 当即就对夏兰保证道 先祖放心 我一定会将迎回初代先祖 和那遗世的长灵诀下眷 嗯嗯 好啊 夏兰不由畅快地说道 趁夏兰高兴 夏长明心中想到了什么 试着问道 请问先祖 这长灵诀 可否给外人休息 外人 谁 夏兰听闻 脸上喜色荡然无存 微微眯起了双眼 长灵诀乃是夏家绝命 是绝不可外传的存在 妖族 夏长明淡淡道 并未因为夏兰的神色所动摇 你要传给妖族 夏兰一听 对方还是妖族 脸色更加难看了 身上杀意骤然绽放 第二十二章 她是自愿嫁于我的 夏兰心中产生狐疑 难道她看错这小子了 这小子 其实是个妖族内奸 可她身上 的确有着正统的 长生绝密法 在这时 夏长明才笑着解释道 是啊 那妖族 乃是我的娘子 如今已是嫁到夏家 嗯 妖族 嫁到夏家 夏兰听闻 神情不由呆滞 什么情况 现在人妖两族之间的关系 都这么融洽了吗 妖族都嫁到人族了 你是说 你娶了妖族女子为妻 夏兰很是惊讶地问道 夏长明很是爽快地回答道 是的 她同意了 夏兰又问道 当然 她是自愿嫁于我的 夏长明笑道 这可不算是谎言 苏月里的确是自愿嫁给她的 她可是给过她选择的 看着夏长明喜色的笑颜 不似说假 夏兰心中虽是惊讶 但也接受了事实 没想到她 只是去世了几百年间 人妖两族之间的关系 竟是变得如此和睦了 要知道 千年前人妖两族 可是不死不休的死敌 大小纷争不计其数 如今人妖两族和睦相处 的确是有些超乎她的预料 不过倒也是件难得的喜事 夏家长灵诀 是不是不可外传他人 见夏兰呆滞无话 夏长明不禁再次问道 回过神的夏兰 稍稍摸着下巴 沉思片刻 才说道 既然嫁入我夏家 那便是我夏家之人 理应不算外人 就算传授长灵诀 也不为夏家祖训 不过能否掌握 还要看对方对灵力的感悟了 夏兰的意思很明确了 受给苏月里 得到肯定答复 夏长明感激道 多谢先祖 夏兰随意挥了挥手 示意夏长明 不用这般客气 好了 夏家传承我也已经赋予你 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没什么事的话 可以回去了 该给的 他也都给了 该嘱咐的 也都嘱咐了 他数百年来的使命 也终于算是完成了 夏长明轻轻点了点头 转身正欲离开时 忽然又想到了什么 再次扭过了头 对了先祖 我还有个不请之情 可否把陵园外阵门的 玄灵樱幕送我 就当做是您给孙席的礼物了 夏兰 这小子倒是有眼光 也够不客气的 再脸 拿去吧 就当是我赠予你 与他的见面礼了 夏兰思索片刻 还是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最初以玄灵樱幕阵门 是为了防止陵园内 他所凝聚的灵体消散 如今 陵园内所有的灵体 已经都被夏长明斩除殆尽 也就没有必要 再留着那玄灵樱幕了 倒不如赠予徒孙 更为有用 我替娘子谢过先祖 那便不打扰您了 夏长明最后郑重拱手一拜 旋即转身离开了殿堂 夏兰注视着夏长明离开的背影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欣慰一笑 随后偏头望向中央 初代家主下风的雕像 口中喃喃自语道 大哥 夏家 传承人我终于找到了 是个值得托付的小家伙 实力更甚曾经年轻时的你 还是他的徒弟 你见到了 一定会喜欢他的 数百年了 我的使命也完成了 说吧 一缕残魂 逐渐变得暗淡无光 虚无缥缈 仿佛一阵风 就可被吹散 为了验证夏长明 是否值得托付 他动用了太多灵力 去调动灵体 再加上为历代家主 摄入灵源 他的灵力 也终于是枯竭了 这一缕残魂 也无法再维持 还好最后没让他失望 对了 他还娶了妖族女子为妻呢 真是厉害 时代变了 现在的年轻人 可真会玩 夏兰依座在下风 雕像脚下 滔滔不绝地讲述着 今日发生的一切 似有说不尽的话 直到说话声愈发微弱 最终消失 殿堂内再次回归了明镜 夏长明走出涌道外才发现 此刻昊月当空 天蒙夜幕 他这一进去 竟是从早上待到了晚上 很快 有一道人影 迎面挥拳扑来 臭小子 你都在里面干了什么 夏长明生气地 挥着拳头砸了过来 夏长明在里面待了一天 他都怀疑 是不是把整座陵园都给拆了 夏长明毅然不动 缓缓开口说道 我见到了夏兰仙祖 在说出这话的那刻 夏长明的拳头 也恰好停在了夏长明的脸前 是 什么 你见到了夏兰仙祖 夏长明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一脸难以置信 那可是名声赫赫的第二代家主 将夏家发扬光大的人物啊 他从未听说 历代家主进入陵园中 有见到过他的遗魂 就连他上次进去 也没见过半点身影 全然不知道 仙祖的遗魂在灵园当中 夏长明点了点头 夏长明赶忙收起拳头 凑到夏长明面前 迫不及待问道 仙祖他老人家说了什么 有没有提到过我 呃 提到了 夏长明略显尴尬回道 说了什么 夏长明期盼地问道 夏长明只能干咳两声说道 嗨 先祖说 父亲您精灵能干 实力着群 实乃夏家家主之楷模 无辈之栋梁 真的 那我可得进去拜访拜访他老人家 如此高度评价 夏长明顿时喜笑颜开 说着 就准备进入灵园 夏长明赶忙拦住他 目光望向涌到灵园深处 淡淡开口道 父亲 仙祖他累了 就不要去讨扰他了 也是 好吧 夏长明只好遗憾作罢 正当夏长明沉浸在没有见到仙祖的遗憾当中时 只听耳边轻轻两声 两道刀光闪过 两扇厚重的黑幕门 被夏长明斩下 呀呀 你在干什么臭小子 夏长明惊恐地捂着脸颊呐喊道 犹如一副世间名画 呐喊 他一不注意 夏长明就把夏家陵园的大门给拆了 夏家列祖列宗在上 不肖徒孙向您道歉 犬子不是有意为之 还请不要责怪犬子 夏长明连忙跪在地上合掌祈祷原谅 夏长明则是淡然地将玄灵阴木收入灵界 头也不回地说道 父亲 先祖已经答应 将这两扇门送我了 麻烦父亲派人再另做一扇门 顺便将陵园里面修缮一下 你这小子 夏长明气得无话可说 既然是仙祖答应的 那他也没办法 不过对于夏长明能够遇见仙祖 获得仙祖青睐 夏长明还是感到很高兴的 在与楚清婉告了一声平安无事后 夏长明就静止走到了苏月里的身前 娘子 没想到你也一直在这等候威夫出来 威夫很感动 哼 别误会了 本地只是恰好无事 就留在这里观望观望罢了 苏月里冷哼一声说道 其实是在见到从山体展出的剑气 一时好奇 就一直留在这里等候了 他着实好奇里面是什么能让他拔剑 心中一直期待着夏长明会不会很狼狈地出来 现在夏长明出来了 身上也没有任何伤痕 依旧是那淡然从容的模样 不由让苏月里大失所望 夏长明见他那闷闷不乐的神情 当即拉起他的手朝着宗门外走去 既然无事 那威夫带你去逛逛这天都盛况 来了这么多天 还未带你出去看过呢 现在正是节日庆典之日 外面可是热闹得很 苏月里任由夏长明拉着走 皱着秀眉说道 松开 本地对你们人族的庆典 不感兴趣 第二十三章 我家娘子真是可爱呢 天州王朝 天都 近期正值天州王朝一年一度的夏日祭典 又恰逢边境人妖纷争结束 可谓是双喜临门 街道上灯火阑珊 人流车水马龙 耳畔满是嘈杂嬉闹的欢声笑语 好不想和欢快 夏长明牵着苏月里 漫步在这繁华热闹的集市上 二人的身影一出现 顿时引来了无数少男少女的侧目惊呼 哇 快看 那公子长得好生俊俏 男的有什么好看的 要我说他身旁的女子 才真是天仙下凡 惊艳绝伦 就算是天都第一花魁 歌姬谢花灵与之相比 也是逊色一筹 男的俊逸 女的绝美 当真是绝配 此乃天公作美 我不同意 天公不公 我这般迷人 为何至今独身 众人寻着声音回头望去 只见一个长相奇特 颇为抽象的男子 愤愤不平地说道 饶是见惯了无数妖兽的修行者见之 也不由高呼一声 世间之大 真乃无奇不有 夏长明没有理会 周围惊叹议论的声音 而是偏过头 被身旁的苏月里低声问道 娘子 可有什么心仪之物 今夜未夫买单 哼 都是些无趣乏味之物 本地没有丝毫兴兴趣 苏月里红唇清气 将一颗糖葫芦 含入口中后 如是说道 明亮的眼眸 不时偷偷撇过街道 两侧的地摊 或是凌王满目的推车 明明心中就是好奇得很 却还要装作一副 满不在乎的模样 我家娘子真是可爱呢 夏长明笑了笑 没有说话 如图 苏月里看着夏长明 那一脸似宠溺 又似滑稽的笑容 心中莫名很不爽 这家伙的笑容 是什么意思 是在瞧不起他吗 苏月里翘脸微微瞠目 明最好别让他抓到机会 否则一定会加倍奉还给他 此时 耳边传来一阵响亮的吆喝声 瞧一瞧 看一看 精美法器 价格实惠 童走无期 寻声望去 只见一处地摊前 围满了天都的贵妇少女 似是在挑选什么 夏长明见苏月里 似乎起了兴趣 就拉着他 一同挤进了人群中 苏月里这次很是顺从 跟着夏长明 因为他却是产生了兴趣 二人凑近一看 才发现 只不过是一些 璀璨靓丽的珠宝钻石 打造的首饰而已 根本不是什么法器 没有任何作用 也就哄骗哄骗那些 无知后美帝贵妇少女了 苏月里俯下身子 随意捡起了一颗宝石 脸上露出不屑 就这些东西 丢到地上 本地都不会看一眼 妖族地域宽广 却是土地平级 但唯独最不缺的 就是各种稀奇的矿石 在苏月里眼里 且不说 这些珠宝首饰 不是法器 就是这种纯度的 丢到妖族地上 人们也不会多看一眼 摊主是个中年人 见到苏月里的美貌那刻 下意识愣了神 回过神来 才意识到 遇到识货的了 此等绝世美貌 定是哪家贵族小姐 赶忙搓手陪笑道 女仙说的是 这般货色 怎能入到了您的眼 您看看这个如何 说着 摊主从身后 掏出一个精致的木匣 递给苏月里 从木匣中 苏月里就感受了 一丝微弱的灵力波动 轻轻抬指 木匣自然打开 两枚碧绿的圆珠 放置在其中 苏月里勾了勾手 圆珠静止飞入了她的手心 仔细看了看 发现 这只不过是两枚 有着手养心神的灵气吧 对寻常人 还有些许用处 对她这种境界的人来说 毫无用处 摊主见苏月里 打量着圆珠 还以为成功打动了她 连忙吹捧道 此双珠名为双生珠 是宗师静高人所炼制 寓意双生 乃是福意祥瑞之兆 你与这位公子 各持一珠 原定双生 相信不久 必然是寓意龙凤成祥啊 早在刚刚 摊主就注意到了 苏月里身旁的下长民了 作为一名生意上的老江湖 敏锐的观察力和直觉 让她知道 眼前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祭典之日 俊男美女 手牵着手 答案再清楚不过了 这两人必然是 某派某家的恩爱道理 她这番说辞下来 还不轻松拿下 在摊主 已是沉浸在发财的喜悦中时 耳边突然传来巴鸡一声 一股令人凛然战利的杀意 席卷全身 苏月里一手捏碎了 手中那两枚圆珠 翘脸寒光地注视着她 仿佛下一秒 她就会死 摊主吓得浑身颤抖 乱汉尽失了悲山 什么话也说不出 她不知道 她做错了什么 又是不小心 说了什么冒犯到她的话 可她说的 都是些大吉大利的好话 在这命悬一线之际 一只手搭在了苏月里的脑袋 好啦娘子 你一会都把人吓跑了 夏长明拍了拍苏月里脑袋说道 含着脸的苏月里 脑袋被拍得一上一下的 画面很是可笑 然而已是无人可观 刚刚还拥挤的摊位 此时只剩下了他们二人 就连周围一片的人都躲得远远的 空出了一大片空地 苏月里焦怒地抬起头 瞪了下长明一眼 起身静止离开 夏长明欣然一笑 从怀中掏出数十枚金币 丢给了摊主 数十枚金币飞越半空 全部一丝不插地交叠成一落 不好意思 我家娘子比较害羞 不过 你的话我很喜欢 这些是那两枚圆珠的赔偿 说吧 夏长明转身追向苏月里 娘子 不等一下为夫吗 你离本地远点 苏月里冷淡又嫌弃地说道 一个死命的凑近 一个死命的走开 二人怎么看 都像是一对恩爱打闹的夫妻 摊主正正地盯着身前的金币 和那一地的圆珠碎屑 他想不通 原来女子害羞是一件这么恐怖的事情吗 另一边 平息怒火的苏月里 已经再次恢复了往日冷漠的神情 手中拿着炊糖 年糕等各种小吃 并不是他真的想吃 只是单纯好奇 人族的食物与妖族食物有何不同罢了 一路上 夏长明买了一堆 就连他自己手中都举着不手 难哄 又不是很难 不过经过这一次 夏长明就大概知道 苏月里比较重义什么了 除了吃以外 他似乎比较喜欢法器 娘子 你似乎想要买法器 苏月里没有否认 算是默认了 你买法器作甚 夏长明又好奇追问道 这次苏月里没有回应他 依旧默默舔了舔手中的糖 不是他不愿回答 只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总不能说 买法器是为了对付他的吧 夏长明见苏月里不回答 也没有再追问 只当是修行者 都难免收藏法器的爱好了 那他这下知道 该带他去哪了 当下倒是有个地方 正巧他也要去那里一趟 第24章 天地宝阁 天地宝阁 买是专门向修行者开放的商会 贩卖定制法器 珍惜高品丹药 又或是各种天地之宝 只要是有关修行者需要的 就没有他们不卖的 其名号文明侠二 凡是修行者无不知晓 说是商会 其实一形入一个行踪古怪的宗门 天地宝阁 立足于九州十地 遍布天下 无论是哪里 只要有修行者的身影 那此地必然也有天地宝阁的身影 他们似乎 只对贩卖法器丹药感兴趣 向来不掺和一切纷争 夏长明领着苏月里 一路痴痴呵呵 来到一栋威额耸立的阁楼前 阁楼外观 相当气派华丽 珠楼起户 灵木玉扁 硕大的玉扁上 赫然雕纹着天地宝阁四字 天地宝阁 苏月里站在楼阁外 美眸注视着这奢华极致的楼阁 都快看比他的寝宫了 要说天地宝阁还未触及的地方 那便是妖族领地 人妖两族 世仇纷争不断 怎么可能会容忍人族 在他们领地开设商铺 怕是一开 就会成为妖族灵源购市场 所以 苏月里并不认识这天地宝阁 在夏长明一通解释后 苏月里眼眸 才不禁流露出了些许期待的目光 走吧 娘子 夏长明与苏月里迈入阁楼内 一进入其中 便感受到了 空气中飘荡的微弱灵力 和药草丹香 各种法器或是丹药 琳琅满目地陈列在眼前 各门各派子弟 亦或是散修 皆在其中挑选心仪之物 一个端庄秀丽的侍女 迎面走到夏长明二人面前 微笑问道 二位仙师 可是有什么需要 把你们这最好的法器 都给本地拿过来 夏长明还未说话 一旁的苏月里就抢先开口道 话语中 竟显淡然奥义 一下就吸引了在场的所有修行者 皆是面露疑惑 这又是哪家的大小姐 竟敢自称本地 当竟敢这般自称的 没几人吧 年少轻狂罢了 高阶法器可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 接引的侍女也是愣了一下 不过极高的素养 让她很快恢复了阵地 依旧笑盈盈的恭敬说道 好的 高阶法器在顶上楼层 还请随我来 说吧 侍女走在前方 领着苏月里走向上层阁楼 苏月里跟着走了几步 才发现身旁的狗皮膏药 没有跟上来 不由疑惑地扭过了头 看向夏长明 夏长明笑着挥了挥手 表示道 娘子 你先过去 喜欢什么尽管挑 卫夫还有点事要办 稍后再过去 苏月里听闻眯起了眼 说是要带她逛几点 其实是她自己本来就有事 要过来一趟吧 不知为何 苏月里第一反应就是 夏长明一定又是 想搞什么坏事情了 不过也好 夏长明不在她 才好选择合适的法器对付她 苏月里没有多说什么 跟着侍女上了阁楼 夏长明则是转身 走向了另一个侍女 一开口 更是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麻烦把你们主事的叫过来 刚刚还嘈杂的阁楼 一瞬间变得死寂 一众人大眼瞪小眼的 额头不禁冷汗直流 原以为刚刚那个角色女子 就够嚣张的了 没想到这少年 竟是比她还嚣张 这可是遍布天下的天地宝格呀 上次赶在宝格这么嚣张的人 如今坟头草都巴掌高了 竟还有人不相识 听他们二人刚刚的交谈 二人似乎还是夫妻 果真是 般配 那名侍女呆愣了片刻 轻轻点了点头 随后转身跑进内屋 不多话 一声震天响的雄厚声音 从内屋传出 她奶奶的 哪个不长眼的 赶来天地宝格闹事 一个身形魁梧 脸上留有刀疤的男子 一脸不耐烦地走出 冲着众人大吼道 是谁 叫老子 众人吓出一身冷汗 像是躲着温神一般 纷纷离得夏长明远远的 生怕被波及 场中空出一片空地 夏长明稳站中央 在场中尤为显眼 陈炼熊一下子 就将目光凝聚到夏长明身上 身上雄厚的黄褐色灵力绽放 就是你小子来天地宝格找茬 夏长明很无奈 他并没有想过 要动手的意思 不知怎么就演变成 他是来天地宝格砸场子的了 这也不怪众人误解 实在是夏长明说话的淡然语气 以及脸上那孤傲的神色 让众人下意识都以为 他是来砸场子的 事到如今 他也懒得解释了 直接一点好了 夏长明眯起双眼 无形灵力骤放 恐怖威压 如同一座山岳一般 压在所有人后背 境界稍微高点的勉强 还能攻趋身子 那些境界底下的修行者 则是阶下趴在了地上 动弹不得 这 这股灵压 天尊敬强者 天都内 何时又多了这么一位 年轻长相的天尊敬强者 难道是哪家的老祖 反老还童 闲得没事出来逛街了 纵使是天人敬巅峰的陈恋雄 此刻也感受了 这股非比寻常的威压 沉重如山的威压中 还隐隐暗藏着锐利的锋芒 能让他感到忌惮和威胁的 当今唯有天尊敬强以上强者 这位前辈 天地宝阁 若是多有得罪 还请多多包涵 此刻 陈恋雄早已没了 刚刚那气势汹汹的态度 温顺的像只小猫咪 一脸陪笑的说道 在下陈恋雄 此地天地宝阁主事 听说你有事找我 只要天地宝阁能够做到的 还请前辈尽管吩咐 虽说天地宝阁 并不会畏惧一名天尊敬强者 但向来 秉承着多一个朋友 少一个敌人的原则 能不招惹便不招惹 能拉拢一二 最好不过了 夏长明满一点的点头 双手负于身后淡淡说道 我找陈主事 的确有事相伤 前辈客气了 您叫我小陈就好了 还请一步内屋相伤 陈恋雄侧过身子 笑脸相迎 做出请的姿势 果然 稍稍露一手 事情一下子就好办多了 夏长明一步走向内屋 在经过陈恋雄身前时 特意停下说道 陈主事 你也不要叫我前辈的 怪贤老的 我今年二十有六 才刚结婚呢 说完 夏长明就进入了内屋中 只剩下陈恋雄一个人 摆着姿势在风中凌乱 他刚刚耳朵 好像不太好使了 是不是听错了什么 那个天尊敬强者 说他才二十六 震惊的 不只是陈恋雄一人 在夏长明离开后 所有人才方觉 身上压着的无形大山消失 没想到那少年 竟能让脾气暴躁的陈恋雄 温顺地像只猫咪 可见 此人实力一般 而那少年却说 他只有二十六岁 这是何等的妖面 第二十五章毫无人性 天地宝阁内屋中 陈恋雄与夏长明 二人分座红木桌两侧 一位侍女小心翼翼地 将两杯茶 放至二人身旁后 便无声掩门离去 待屋内已无其他人 陈恋雄才开口问道 不知钱 啊不对 是这位尊者 尊姓大明 单姓下 自长明 夏长明举杯 抿了口茶水后 淡淡说道 夏长明 陈恋雄男男重复了一遍 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 张大嘴巴 瞪大了圆溜的双眼 夏长明 眼前这个少年 竟是那夏家的少主 那个十年前 一出山可谓名动天下 人妖边境战士的传闻 他有所耳闻 夏家之士 也有所听说 宗族大比 以一敌百 力战夏家当代天骄夏浩天 成为夏家一代 史上最年轻的家主 看来消息是真的 夏家夏长明 一入天尊卫廉 寻常修行者 修行百余年 都未必能踏入天尊境 而他却年仅二十六 就踏入天尊卫廉 亦是史上最年轻的天尊 不知夏家主 找我是要商量什么 陈恋雄不解道 一挥手将灵界中的玄灵樱幕取出 两扇硕大厚重的黑幕门 一下占满了整个房间地面 四周的灵力 竟有着潮起汇聚的趋势 陈恋雄虽然不知道 这是什么 但见惯诸多天才地宝的他 此刻也能感觉到 此物的非比寻常 这种能够聚集灵力 让房间中的灵力 宁而不散的宝物 实属罕见 陈恋雄忍不住 伸手抚摸了一下黑幕门 触及冰凉 但能很清晰地感受到 其中蕴含不散的灵力 好东西 夏家主可是要用这宝物定制法器 饶式陈恋雄 也忍不住出言赞声道 眼中看向这玄灵樱幕 充满了赤热 他除了是这天地宝阁的主事外 另一个身份 就是宗师级法器锻造师 可锻造炼制各式高阶法器 见到此等宝物 双手自然有些按捺不住 跃跃欲试 夏长明倒是不急不慢地说道 法器倒是不急 我想让你先帮我打造一些首饰 首饰 陈恋雄很是不解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找他打造首饰的 夏长明点了点头 陈恋雄指着那两块玄灵樱幕 再次确认道 用这个 夏长明又点了点头 说道 没错 就用这个 打造一对发簪 两对手镯 尽可能美观一些 陈恋雄 陈恋雄沉默了 一脸的难以置信 看向夏长明的眼神 简直是恨其浪费 恨其不争 这可是世间难得稀有的上好材料 不好好炼制成法器 偏偏要拿去做什么首饰 太败家了 敢问夏家主 不惜用此物制作首饰 是为了什么 陈恋雄忍不住问道 心中想着 总不是为了女人吧 下一秒 夏长明的话 就将他诱干沉默了 当然是送我娘子和我娘了 难不成你以为是我带 夏长明说的义正言辞 陈恋雄无话可说 他倒是希望 夏长明是为了自己带的 才做的这些 没办法 谁让对方是老板呢 老板说了算 虽然做成首饰 远不如法器有价值 但观这玄灵樱幕 自有聚灵不散的功效 制成首饰随身携带 也不算太差 陈恋雄大致姑娘了一下 仅仅只是做成 几对首饰的话 用不到这么多玄灵樱幕 还会有许多剩余 于是便开口 向夏长明问道 那剩下的材料 如何处置 剩下的 就麻烦帮我炼制成 二十四只这样的短期 其余的材料 就都送于你了 夏长明从灵界中 取出一张图纸 丢给陈恋雄 陈恋雄接过图纸 看得聚精会神 目不转睛 图纸中所会短期 并不少见 是一种聚灵旗 多用于阵法结界 或是放置深周那灵修行 但与其他聚灵旗不同 夏长明所给图纸中的旗子 还会有奇异法文 似乎是一种聚灵法阵 这种聚灵法文 至今早已失传许久 一旦聚灵旗上 成功绘制法文 自乐形成一道聚灵法阵 那这几只聚灵旗的效果 将会被提升至数十倍 陈恋雄面色逐渐凝重 目光转向夏长明 开口说道 夏家主 若我没猜错的话 这旗帜上绘制的 可是聚灵法文 夏长明轻轻汗手 陈恋雄悠悠说道 您太看得起我了 若只是单单练制 二十四只聚灵旗 并不成问题 可这聚灵法阵 我是无法刻印的 当今聚灵法文雕刻 早已失传千年 恐怕已无人能雕刻 无妨 你只需将二十四只聚灵旗 练制给我便可 剩下的是我的事情 掀起了惊涛骇浪 麻意思 如果他没理解错的话 夏长明是打算 自己刻印聚灵法文 不不不 这不可能 刻印法文 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世间法文刻印大师 屈指可数 就算他有剑仙传承 也不该如此妖念 似是说服了自己 陈恋雄心安些许 抱拳向夏长明保证道 二十四只聚灵旗 和那几对手势 我会加紧练制 不用数日便可完成 有劳了 夏长明手臂轻轻一挥 无数天才地宝 顿时堆满房间 灵力浓郁的程度 甚至远超天地宝阁内 修行者之间的交易 可不是寻常的金钱交易 金钱对绝大多数修行者来说 都是不值一提的无用之物 修行者之间交易 靠的是以零食作为流通货币 是最为常见的交易方式 除此之外 便是也不算少见的以物换物 或是以物支付酬劳 夏家零食紧缺 夏长明也没有那么多的零食 有的 只有从仙山上采摘的天才地宝 多到他灵界都快塞不下的程度 千年雪莲 凝固的天灵忠辱 这 这是凤火灵芝 陈炼雄手中 小心翼翼地 捧着一株鲜红似火的灵芝 看着这么多 知闻其名 而从未见过的灵药 不禁道西一口凉气 当真是毫无人性 夏家主 太多了 陈炼雄看着这么多昂贵稀有的灵药 忍不住出言道 多余玄灵阴木 作为报酬 就足以抵消大部分报酬 这么多天才地宝 都足以将此地的天地宝阁买下了 夏长明 则是淡淡笑道 剩下的灵药 都是我赠予你的 陈炼雄眯起双眼 看着夏长明 等待他继续开口 无故送这么多珍贵灵药 肯定是另外有事找他 事实证明 陈炼雄的猜测是对的 夏长明缓缓开口说道 我来此 还有一件事 要与陈主事商量 何事 夏家主不妨直说 我希望天地宝阁 能够与夏家联合 第26张巧了 我都有 与夏家联合 陈炼皱起眉头问道 夏长明解释道 只是私下联合 希望天地宝阁 能在夏家需要帮助时 助夏家以一臂之力 陈炼雄摸着下巴陷入沉思 目光望向那些遍地的珍惜灵药 虽是万般不舍 但还是郑重地向夏长明婉拒道 抱歉夏家主 若只是生意来往 天地宝阁 很乐意与夏家合作 但您若是要天地宝阁 向夏家提供协助的话 怕是要让您失望了 天地宝阁 向来不参与任何纷争 不会站到任何一遍 听到拒绝 夏长明并未显露出一丝失望 在他决定拉拢天地宝阁时 就知道了 事情绝不会这般容易 所以 也是早有准备 夏长明从灵界中 又取出一只玉瓶 直接丢入了陈炼雄的手中 陈炼雄捧着玉瓶 见夏长明还送他丹药 不由再次严肃表明他的立场 夏家主 您似乎有些小看我了 就算您送给我再多的灵药宝物 陈某的态度也绝不会变 陈主是别急着拒绝 你不妨打开看看再决定 夏长明再次举起茶杯 抿了一口后 但笑道 陈炼雄微微皱起了眉头 他都表态了 不会与夏家联合 夏长明却还试图贿赂他 这未免有些太小看人 他陈炼雄是这样的人吗 什么样的灵丹妙药 他没见过 想着 陈炼雄不屑地掀开了玉瓶 他倒要看看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玉瓶打开 一颗碧绿灵力营绕 如同翡翠般翠绿的灵丹 自然飘出 悬浮在了陈炼雄的眼前 陈炼雄目光呆滞地凝视着这枚丹药 口中不可置信地尼南道 这 这难道是八品的天尊灵丹 天尊灵丹 顾名思义 是专门用于冲击入天尊进食的绝佳妙药 其丹药中蕴含磅磅磅磅 突破时 丹药灵力可延绵不绝 攻击周身 亦可化为一脉灵力锋芒 助其冲破禁锢 破天人 入天尊 是无数停滞天人进巅峰强者 就算穷尽一生 都难以祈求之物 而陈炼雄 他亦是那停留在天人进巅峰的众多强者之一 如今亲眼见到此等灵丹 目光灼灼 双手激动地微微颤抖 不由自主地伸向了那枚灵丹 在手指即将触及灵丹时 咻的一声 那枚灵丹瞬间飞顿 消失在眼前 陈炼雄眼中闪过一丝慌张 下意识望向灵丹飞走方向 只见夏长明正手握天尊灵丹 笑盈盈地注视着他 怎么样 陈主事 我刚刚说的 您不妨再想想 陈炼雄浮现出纠结之色 望着夏长明手中 尽是渴望与不舍 仿佛此刻他的爱人 正被夏长明握在手中 胁迫他就犯 若是有了那枚天尊灵丹 他踏入天尊境的希望 可就多了一成 可别小看这一成 哪怕许多天人静巅峰强者 费尽百年时间 也难得这一成气韵加深 只要这枚天尊灵丹流露拍卖 相信无数天人静强者 都会不惜倾尽全身之友 也要争取这枚灵丹 夏长明见陈炼雄纠结许久 心中也是不禁疑惑 这都没打动他 这枚天尊灵丹的价值 可足以抵得上一些大宗们世家了 也是夏长明 难得炼制出成功的一刻 他竟然犹豫了 陈炼雄他是真的不想要吗 说出去 连他自己都不信 如果是放在平时 他肯定毫不犹豫 收下灵丹 来一句详谈了 可偏偏现在不行 陈炼雄纠结许久后 无奈化作一声叹息 对夏长明说道 夏家主 并非我不愿意 实在是这等 事情我无权做主 您请随我来吧 说吧 陈炼雄领着夏长明 走向另一间更深处的屋子 一路上 夏长明心生疑惑 按理说 每处天地宝阁 都会有一个掌管主事 全权负责掌管 天地宝阁 一切事物 而陈炼雄却说 此处他无法做主 那便只能说明一件事 此处天地宝阁 有着位列 比他更高的存在 正如夏长明所猜想 在来到最深处的房间后 陈炼雄 毕恭毕敬地敲了敲门 少主 夏家家主 想要见您 进来吧 屋内传来一声 柔弱无力的声音 陈炼雄推开房门 夏长明随之脉步而入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体态虚浮 脸色苍白的病态美男子 依靠在床头 身姿娇柔的 仿佛与少女无异 从各个陈炼雄口中的称呼推断 此人竟是天地宝阁的少主 玲玲 在玲玲身旁处 还矗立着一个 身姿娇俏的女子 女子手握配件 气质清冷 面带无够纯白面具 无法知其长相 但其身上气势不凡 身姿俏丽 无破绽可循 见下长明道来 玲玲用着虚弱无比的声音 轻声询问道 不知下家家主找我何事 与玲公子商议 结好同盟之事 下长明也不废话 单刀直入说道 既然见到天地宝阁少主 那更好了 原本他只是打算 让天都内的天地宝阁必要时 出手协助下家而已 但他现在改变注意了 以玲玲的身份地位 倘若能说服他 那便是与整个天地宝阁 真正结好了 玲玲听闻下长明的要求 脸上勉强露出一笑 抱歉 天地宝阁从不 玲公子 你体内的九幽寒气 似乎是快压制不住了吧 还未等玲玲说完 下长明就出言打断道 听了他的话 玲玲目光瞬间一凝 漫天寒气 顷刻间抑制不住地 瞬息绽放 房间内瞬间在此刻 遍布寒霜 一切装饰 都化为了晶莹的冰雕 玲玲没想到 下长明一眼 就看出了他身体的窘境 但转念一想 传闻下长明 已是天尊敬 能够看透他体内压制的 九幽寒气也不为过 不愧是下家主 果真是瞒不过你的眼睛 不过 即便你看穿了 我体内九幽寒气又如何 天地宝格 向来都只是 保持中立的生意人 不会与任何人联合结盟的 是吗 那如果我说 我能治好你身上的九幽寒气呢 下长明信誓旦旦地说道 玲玲与晨练雄皆是 露出震惊 只是这震惊中 透露着难以掩饰的欣喜 就连玲玲一旁的白色面具女子 也不禁激动地问道 当真 你真的可以救治玲玲少主 曾有一仙一 说 若是要除去少主体内 九幽寒气 至少需要传说 天火凤凰的一缕火雨 以及九阳真龙精血钟 和九幽寒气才可行 如今两大神兽 早已千年不见踪影 你如何救治我家少主 一瞬间的喜悦 冲昏了头脑 冷静下来后的陈恋雄 对着下长明 不禁提出心中所获 那白面女子听闻 也是喜色荡然消失 自然也是觉得 下长明不可能身怀此物 只不过是空口胡说 又或是想尝试一下 其他不靠谱的办法罢了 曾经已经有无数名医 为了巴结天地宝格尝试过了 无一例外 毫无作用 只有灵灵目光 很是坚毅地注视着下长明 下长明也没有让他失望 嘴角微微上翘 笑道 巧了 你说的东西 我正好都有 第27章 五顶炼丹 你有天火凤凰的火雨 和九阳真龙的精血 白面女子神情激动地 凑到下长明身前 似有迫不及待 想要让她取出一阵 灵心 不得无礼 灵灵对白面女子呵训道 随后再歉意地望向下长明 抱歉 灵心也是一时性急 还请下家主不要责怪 无妨无妨 下长明摆了摆手 意念一动 灵界中 一缕赤红的火雨飘出 火雨周身赤焰营绕 星火四溅 雨身却安然无恙 泛着惊鸿灵光 本是寒霜凝固的房间 在这天火凤凰火雨的出现后 温度陡然上升 寒霜消散 冰雕消融 真 真的是天火凤凰的火雨 陈炼雄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 这温度 这炽热的灵力精华 毫无疑问 这正是消失千年之久的 天火凤凰的火雨 还未等众人缓过神来 一个玉瓶 便又从灵界中闪出 飘飘然地悬浮半空 玉瓶内 一滴金纯金色的血滴 静置其中 其浩瀚九阳所散发出的金色光芒 竟是将这玉瓶照耀的透明通彻 九阳真龙的精血 这次轮到玲瓶瞪大双眸了 苍白的脸颊 在这两屋的眼影下 竟浮现出了些许红润 嘴角不经意间露出了微笑 为了得到传闻九幽冰鸟的传承 他被这九幽寒气折磨了数十年 尝试了无数方法都无法彻底根除 只得依靠大量法器护身镇压 每日服用大量丹药为持 否则就会寒气入体 全身经受刺骨钻心之痛 整个人几乎都成了药罐子 如今终于是让他看到了希望 还请大人舍爱 救助我家少主 灵心与陈恋雄二人拱手 异口同声地恳求道 态度比之前尤为恭敬 夏长明微微一笑 没想到事情会这般顺利 心中却在此时升起疑惑 这天火凤凰火雨 以及九阳真龙精血 他本是没有的 是他师尊在他下山时 突然叫他去院子里拔根鸡毛 顺带让池子里的那条 与吐出低筋血来一并打包带走 他问过师尊把人家火雨 和取精血干嘛 就没有多说什么了 没想到是用在此时 难道他老人家 猜到了他今日这事 他师尊常年隐居仙山内 庸懒散漫 不像是这么精灵的人 夏家主 见夏长明出神没有回话 灵心心怀忐忑地问道 似乎是怕夏长明拒绝 最右正言补充道 倘若夏家主能够出手 救助我家少主 天地宝格 必将此恩铭记于心 这正是夏长明想要的 让天地宝格欠下恩情 接下来就什么都好谈了 夏长明手指一扬 又有树珠灵力非凡的火属性灵药 飞出盘旋头顶 手掌缓缓摊开 灵力自掌心生腾 凝聚形成一顶虚无缥缈的顶炉 顶炉中灵力之火汹汹 半空中的灵药 依次投入其中化为精华香溶 随着火雨 也在当中一点点被炼化香溶 丹药凝聚成形 最后一滴的九阳真龙的精血 也顺时融入丹心 今丹城 要香溢 浓郁而又包含炙热气息的丹药香味 飘泥整个屋内 夏长明掌心微微发力 一枚天火 附着表面的暗红金丹 冲顶飞出 大功告成 这一手无顶炼丹 画掌围顶的炼丹方式 看得零零三人目瞪口呆 这是对炼丹手法 达到了出神入化般境界才能做到的 若是稍一步留意 可就白白浪费了那些珍贵的灵药了 他竟敢这般大胆自信 而且他是真的炼制成功了 众人可谓是替下长明捏了一把汗 心中悬着的石头落下后 转而只剩下了 对他炼丹手法的钦佩 夏长明全程都表现得十分平静淡然 神色不起一丝波澜 在仙山除了修行剑法外 他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乐趣 就是炼丹了 闲暇时间 翻阅他世尊保留的一些炼丹药方 和仙叔秘籍自学 基本上所有的丹药 都是他亲自炼制而成的 仙山之上数不尽的灵药可用 早已让他炼的手法 炼熟无比 如今炼丹对他来说 就如同喝水般 自在随意 所以望见灵灵他们几人 一副提心吊胆的模样 很是不解 炼丹的是他 又不是他们 怎么看起来 好像比他还累的样子 此 此丹是否可用 灵星望着漂浮半空的丹药 正正问道 下意识地 就想要伸手去取那天火金丹 你若是想要你家少主 添火焚身 烧成焦炭的话就可以了 夏长明调笑道 吓得灵星赶忙收回手 乖乖退了回去 夏长明这才又从灵界中 取出一只细小的竹筒 目光紧盯瞳瞳口 小心翼翼地 从中倒出一滴天仙甘露 天火洗髓丹 负有天火 其中更是蕴含狂暴真阳之力 贸然服下 轻则天火焚身 重则当场暴体身语 唯有天地之灵 自然凝聚形成的天仙甘露 才可中和调理 当一滴天仙甘露 滴到天火洗髓丹上时 表面灼热天火 刹那间消散 暗红的表面 一转鲜红光泽 暗红蜕变为赤金之色 天火洗髓丹 真正完成 夏长明轻弹一指 这枚天火洗髓丹 笔直地飘到了灵灵身前 至此 灵灵眼中 依然满是不可思议 双手轻轻地 捧住落下的丹药 仿佛生怕弄疼了他 只要将其服下 调养周身数日 你体内的久悠寒气 自可除去 夏长明悠悠向他说道 灵灵不顾体虚 挣扎地从床榻上爬起 对夏长明拱手感激道 多谢 此恩我灵灵勇技在心 将来夏家若是有何需要 天地宝阁 必然鼎力相助 有你这话就够了 夏长明笑道 他就是在等灵灵这句话 灵灵乃是天地宝阁的 唯一少主 他的话 分量可比陈恋雄有用多了 恰好此时 阁楼顶端 传来声响震动 夏长明感觉到了 一股熟悉的灵力 从楼阁上方传来 似乎是苏月里那边有情况 我家娘子 似乎等我等得 有些不耐烦了 那我就告辞了 夏长明指着楼阁上方说道 灵灵等人 也感知到了上方的动静 笑道 那好 就不多留下家主了 陈主是 麻烦你引领一下夏家主吧 是 陈恋雄引领着夏长明 去往楼阁上 态度毕恭毕敬 满脸谄媚之意 夏家主这边请 贵宾直达上层的通道 夏长明自然知道 他在打什么鬼主意 随手将那天尊灵丹 甩到了他怀中 夏家主 阿不 大人 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 您尽管开口 陈恋雄抱着玉萍 那可比抱着女人还紧 满脸笑容堆的相朵 盛开的菊花 此刻夏长明在他的心中 就犹如再生父母 但凡夏长明 让他现在当场撅起屁股 他二话不说 就拉下裤子 第28章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滚 在夏长明离开房间后 灵心语气担忧地向 灵灵询问道 少主 灵心心中 虽是对灵灵 不必再遭受那久悠寒气侵蚀 感到高兴 可毕竟是未经家族商议 就擅自于下家寻没 这意味着 天地宝阁 打破了数百年来 不参与任何一方的中立地位 势必会引得族中 许多人的不满问责 灵灵望着掌心 静置的天火洗髓丹 愣愣出神 不知在思索什么 过了好一会 才缓缓开口道 灵心 你可见过26岁的天尊静 灵心闻言微愣 旋即摇了摇头 少主 你已是我见过的 最富天赋奇才的人 灵灵露出自嘲一笑 与下长明相比 他哪敢担这天赋奇才之名 灵灵继续问道 那你可见过有谁的炼丹天赋 能与他相比 灵心再次沉默片刻 依然摇头 他想变了宗族内 所有鼎鼎大名的炼丹宗师 却没有找到任何一个 能与下长明相比的存在 那般掌心宁鼎炼丹的手法 恐怕已是奥利炼丹位列的顶峰了 灵心很快就明白了灵灵的意思 陈生道 灵的意思是 他足以天地宝阁讨好拉拢 灵灵轻轻汗手 下长明如此年纪 达到这等境界 假以时日 说不定有望成为 自千年前 先魔妖三族大战后的 又一位先尊 足以我天地宝阁 清静交好 先尊 听到先人二字 灵心也不禁呢难道 自千年先魔妖三族大战后 先尊强者 激进陨落殆尽 天地灵力消耗枯竭 不再有曾经那般 灵力密布天空 如海如潮的魄力景象 这也导致了千年之战过后 可入先尊之位的强者 激进消失 当今能入得了天尊境的 都屈之可数 绝大多数 还都是那些 闭关数十载 甚至白载的老怪物 能在这般天地下 如此年纪 达到天尊境 其天赋 的确不亚于 千年前强者灵力式的 那些天之骄子了 原来少主 您已经为家族 想到这般深远了 灵心佩服道 灵灵则是淡笑一声 指着天花板问道 不止如此 你可知他娘子是何人 灵心稍加思索 白色无垢面具下的眼眸 顿显光彩 这个他知道 妖族的女帝 没错 他娘子 可是如今的妖族女帝 天地宝格 可不仅是与下家交好 还是与妖族交好 若是与那妖族女帝结好 假以时日 天地宝格 入住妖族境内 也大有希望 我想到那世家中那些人 也无话可说 灵灵细心地朝着灵心解释道 这也是为何他会这般爽快地答应 与下家结好的原因 报恩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天地宝格 向来就是修行界的生意人 任何交易 都需要打好算盘才行 灵心听闻 佩服之意更甚 出口称赞道 不愧是少主 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中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吗 面对灵心的称赞 灵灵表面上流露出惺惺一笑 实则内心净沉 如深海般冷静 其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他并没有告诉灵心 也正是这个原因 他笃定 他父亲绝不会怪罪他 擅自决定 反而 或许会夸赞他 天地宝格总格 并不在东周 而他来到这东周天州王朝 也并非一时兴起 甚至不是他的本意 在前几日 他父亲突然叫他来此地休养 没说什么缘由 只说了 来到这里 说不定久悠寒气就能治愈 再等了两天后 他等到了夏长明 夏长明也真的恰巧炼制了天火洗碎丹 治愈了他的久悠寒气 一切未免都太过巧合了 若是回去他 一定要找父亲一探究竟 灵灵心中细细思索着 另一边 在与夏长明分别后 苏月里在侍女的带领下 静止来到了天地宝格的顶层 这里放置的绝大多数 都是些不凡的灵器 偶尔也能看到一些神器 或是破损的神器残骸 相比楼下 能到这里的人 可就少之又少了 游荡在阁楼间的人 不是一些锦衣玉袍的名门世家少爷 就是那些威名赫赫的宗派弟子 苏月里身着青纱仙群 银丝随群飘荡 万妙绝美的身姿 即便是在这一种锦衣华服的少年少女中 也尤为光彩夺目 引得众人流连忘返 虽是对这些虫子的目光 感到很适不适 但苏月里也并未发作 在楼阁间倾夺连步 双眸不停地 从两侧放置的法器掠过 却是不曾停下片刻 虽是有不少神器在其中 可那依旧都入不了他的眼 苏月里很是清楚 寻常神器 是绝无可能对付得了夏长明的 这一点他深有体会 他自觉自己离夏长明之间 就只差一把衬手的仙器 只要能有一把仙器在手 他未必会输掉了 那可恶的家伙 只可惜 他几乎已经快走遍这顶层的楼阁 也没有发现一件仙器 连的仙器残片都没有 不由大师所望 传闻的天地宝格也不过如此嘛 正当苏月里 停在一处法器前 准备仔细打量一番时 身旁突然想起了一道 令他不悦的轻浮声音 哟 小美人 一个人 一个华服尽装的男子 静止走到了他身旁 脸上带着戏弄的笑意 眼眸中更是透露着 毫不掩饰的贪婪之色 目光打量着他全身上下 苏月里当即醋眉 翘脸阴沉地吐露出一个字 滚 谁料那男子不仅不听劝告 反而笑意更浓 变本加厉地将身体凑近 深吸一口气 迷恋地瞬息他身上的芬香 哎呦 还挺凶 我喜欢你这样的 我说小美人 你可真香啊 要不要考虑一下跟了本公子 只要跟了我 包你将来 享尽荣华富贵 应有尽有 蔡坤神情兴奋地 朝着苏月里说道 早在苏月里上来的那一刻 她的目光 就离不开她身上了 叹息世间 竟有如此冷艳绝美的女子 跟此女相比 她先前纳入的十八房妻妾 简直都是些胭脂俗粉 不堪入目的东西 心中当下决定 若是能得此女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啊 她暗中发誓 一定要将此女纳入 自己的第十九房小妾 几经观察后 发现苏月里孤身一人 总是围着各种法器转 却一个也不买 连碰都没碰一下 蔡坤推测 此女应该喜爱法器 但并无购买法器的能力 想来也不是什么世家公主 不 即便是这天州公主又如何 也奈何不了她 她可是蔡家二公子 从小到大 还没什么是她想要 还得不到的 随即不再犹豫 果断凑到了苏月里身边 蔡坤在文秀到苏月里身上 那四缕淡雅芳香后 心中不由心缘一马 眼中贪婪之色更甚 苏月里着实厌恶至极 再次翘脸寒霜道 本帝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滚 第二十九章 她是本帝的夫君 哎呦呦 脾气可真不小呢 本公子若是不能 你又能奈我何 要我说 小美人 你还是乖乖从了我吧 免得将来后悔 蔡坤语调四劝说 又似威胁地对苏月里说道 终是按捺不住 心中迫切的欲望 嘴角贪婪之色 垂涎欲低 将手掌缓缓伸向了她胸前 阁楼其余人字 方才就被苏月里那一声 冷喝所吸引 见到蔡坤后 都不禁暗暗露出愤慨之色 同时也对这绝美女子 表示了同情 千不该万不该遇到这蔡坤 此人乃是这天州王朝 四大世家之一的蔡家二公子 仗着蔡家全世 平日里嚣张跋扈 欺男霸女 其贪欲好色的臭名 更是声名远扬 凡是被她所看上的女子 无一例外 都会被她用各种手段 收为妻妾 迄今为止 已是那有十八房妻妾 其中不乏从他人手中 强夺好娶的妻子 遭受她独守的女子 更是无数 凡是稍有滋涩的女子 见之都如见鬼神般 避而远之 如今光天化日之下 又企图对妙龄少女 图谋不轨 下次一首 众人心中虽是气愤 却碍于蔡家身份 无一人敢出手阻止 这也更加助长了 蔡坤嚣张得意的气势 在这天州境内中 口中哈喇子 已是忍不住从嘴角流出 苏月里神情冷漠地 注视着蔡坤 不仅不避开 嘴角还露出一抹绝艳的冷笑 下一秒 一道荧光闪过 一只手臂飞出 直直地掉落地面 鲜血在空中 挥洒出刀到泄花 蔡坤神色陡然凝固 只因她那只准备 袭向苏月里的手臂 已是不见踪影 哎 蔡坤神色一致 完全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突然间她手就没了 还是这断臂之痛 唤醒了她呆滞的脸庞 剧烈的疼痛 从断臂处直涌大脑 啊 我 我的手 我的手 蔡坤捂着鲜血 不断喷涌而出的断臂 哀嚎不止 痛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你 你这个贱人 竟敢 竟敢对我出手 你可知我是谁 我不会放过你的 等我抓到你 我要让你后悔 一点一点凌辱你 等我完腻了 再将你迈到一花楼 攻所有 锅造 还未等蔡坤说完 一只纤细御手 便抓在了她的脑门上 一股寒澈刺骨的杀意 席卷了她全身上下 吓得她喉咙 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眼中只剩下了 无尽的恐惧 苏月里冷冷地注视着她 微微翘了翘穷 鼻袖了袖背 蔡坤鲜血沾染的群衫 袖眉不经紧促 冰冷开口道 恶臭的劣质血液 这几日 她在夏长明身边 屡屡吃饼受挫 都快差点忘了 她原本的模样了 多亏蔡坤 苏月里终于是再次 找回了久违的女帝感觉 苏月里望着蔡坤 思索着 要如何处理眼前 这只不知死活的虫子 是捏死呢 还是捏死呢 就在这思索片刻间 一道身影飞席而至 一掌膝向苏月里 大胆 何人胆敢伤我蔡家二公子 蔡旭飞身突袭的同时 大声力合道 此时她见蔡坤断尸一闭 鲜血直流 满面焦急愤怒 她只是恰好离开了片刻间 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若是让家主知道了 她免不了受重罚 当务之急 是救出二公子 留下此女 苏月里眼眸 冷冷瞥向袭来之人 心中指道 又来一只不知死活的虫子 轻轻挥舞罗秀 一股庞然之力 直接将蔡旭先飞 重重地甩到了阁楼墙壁上 若不是这天地宝格的结界在 她怕不是直接飞出树里开外 蔡旭狼狈地从地上爬起 嘴角还带着鲜血 眼中满是亥然 这个看似不过二十的少女 实力竟是这般强盛 紧紧一秀 就将天人静出气的她 先飞至此 蔡旭见到来人 似是看到救星 又恢复些许底气 连忙朝着蔡旭 立声吼叫道 旭老您去哪啊 这个女人 竟敢断了我一臂 快 替我擒祝此女 我要让她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蔡旭 蔡旭很是气愤 妄想无能狂吼的蔡旭 她气她无能 又气她贪婪好色 如今更是气她 连最基本的大局都看不清 没看到她刚刚 被那女子一击击退吗 她若是能擒得住 早就下手了 还用得着她说 早就知道 她贪婪好色会惹麻烦 没想到 这次惹了的大麻烦 可蔡坤毕竟是蔡家二公子 她身为蔡家长老 也不能就这么看着蔡坤 死在这里 敢问前辈是何人 此人乃是我蔡家二公子 若是有所冒犯 还请手下留情 我蔡家必然以厚礼相待 蔡旭剑步为敌 只好恭敬地拱手说道 蔡家 倒是听那家伙说过 与夏家并驾齐驱的 四大世家之一 苏月里冷谋注视着蔡旭 但手中可没有一丝 要放开蔡坤的意思 本地乃是 正当苏月里 准备爆出她妖族女帝的身份时 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一般 瓦尔一笑 继续说道 你听好了 本地乃是夏家的人 你是夏家的人 蔡旭惊讶地望着眼前 这个实力不凡的角色女子 夏家与蔡家两家 本就不合 冲突纷争时有发生 曾经四大世家夏家为首 但这数十年来 蔡家势力攀升迅速 占尽优势 夏家气势衰弱 见有衰败之相 坊间不断有留言说 夏家四大世家之首的位置 孔妖一主 不曾想 今日竟会有夏家之人 敢对他们蔡家二公子出手 而且出手之手 虽是自称夏家之人 可蔡旭却对此女毫无印象 若是有这般实力和容貌 她绝不可能忘记 夏家之中 不曾见过前辈 敢问前辈名号 夏旭问道 本地的名号 你还不配知道 苏月里诞言道 高高在上的气势 犹如藐视天下之帝王 夏旭仔细打量苏月里 忽视想起什么 眼中一惊 听闻那夏家少主夏长明 已于四日前回到夏家 而随同她回来的 乃是妖族女帝 她已在边境天幽城 迎娶了妖族女帝为妻 并且带回了夏家 相传妖族女帝 姿色厌绝天下 容貌倾国倾城 实力更是超凡 与眼前的少女别无二致 正好符合 敢问你与夏长明 是何关系 蔡旭不禁问道 苏月里被她这么一问 顿时哑口 神色略显复杂 她很不想承认 但为了给夏长明 制造惹点麻烦 只得心有不愿地 微微开口说道 她 她是本地的夫君 第30章 碧绿幽火 焚烧神魂 夏长明的妻子 果然 眼前这个绝色女子 就是妖族女帝 哼 想必你就是那妖族女帝吧 蔡旭神情凝重 握紧手中铁边 寻声说道 声音洪亮 这层阁楼内的修行者 基本都听到了 纷纷侧目 望向苏月里 此女竟是那妖族女帝 传闻妖族女帝 试杀成性 手段何其残忍 其野心滔天 屡屡侵犯我天州国境 所过之地 皆被屠戮 我还听说 这妖族女帝 终日荒淫无度 肆意搜刮我人族 作为面首 提炼精元 简直天理难容 对对对 绝不能放过她 那我先来 即便战败 被俘为面首 我也无怨 一时间 群情激愤 风向瞬间逆转 刚刚还在为苏月里 打抱不平的众人 顿时各个手执武器 杀气腾腾 手中法觉凝聚 苏月里 翘脸铁青 倒不是因为那众人的敌视 而是他们口中 那毫无依据的流言蜚语 试杀成性她认了 为了一统妖族 她是杀了不少妖族 可搜刮面首 提炼晶元 纯属子虚乌有 她终日忙于妖族内务 何来荒淫一说 真是气煞他也 蔡旭见众人鸡狼 暗中勾起嘴角 她故意放大声音 就是为了让所有人听到 让这妖族女帝 成为众矢之地 任凭她实力不凡又如何 这里可是天州王朝 她若是真敢动手 必遭受无数强者围攻 苏月里翘脸阴寒 心中直探麻烦 本想着坑一下下长明的 却没想到 自己这边是越来越麻烦了 蝼蚁再多 终究是蝼蚁 解决掉这些虫子 对苏月里来说并不难 但肯定会惊动到 城中其他强者 真是麻烦 最麻烦的是 她不好跟下长明解释 下长明跟她一再要求过 不许随意对其他人出手 否则她早就捏死蔡坤了 怎会放任她活到现在 妖女 还不放开我家二公子 莫要我等出手将你情杀 方才后悔 蔡旭趁时对苏月里 出言威胁道 殊不知 苏月里最讨厌的 就是被人威胁 尤其是这几日 被威胁了数次 正无处发火呢 苏月里丝毫不顾言语威胁 手中稍稍用力 蔡坤顿时痛呼哀嚎 疼疼疼 仿佛在稍一用力 她的头骨就会被捏碎 你敢 众人 随我一同情杀妖女 若是能救下我蔡家二公子 众位皆是我蔡家 做上贵宾 蔡旭气急败坏 顾不得再犹豫 手握铁鞭 便欲招呼众人齐上 有人是为了那蔡家承蒙 有人则是为了人族大义 诛杀妖族 又或是为了获得 诛杀妖族女帝的那名号 总之在场的众人 都一并扑杀而前 还未等众人灵志 一道身影 缓缓从不远处走来 一开口便震退了所有人 是谁 想情杀我的娘子 声音不大 但其浩瀚灵力 化为无形威压 竟是令所有人 不敢再动弹丝毫 看清来人 正是下家下长鸣 随之一同前来的 还有天地宝阁的主事 陈炼熊 何人竟敢在天地宝阁闹事 陈炼熊一来 看到满地血迹 又见众人似有在天地宝阁内 大打出手的意思 不由冷面沉声道 怎么 天地宝阁内不可闹事的规矩 各位都是忘了不成 众人胆怯 连忙将手中武器收起 向陈炼熊赔礼道歉 天地宝阁的势力 可不是谁都惹得起的 就算是天州王朝四大世家的蔡家 也不敢造次 蔡旭赶忙向陈炼熊拱手说道 陈主事 今日天地宝阁内的一切损失 我蔡家一并赔偿 但还请您为我家二公子做主 对方毕竟是蔡家二公子 在这天州王朝内 还是要给几分薄面 如果是往常的话 陈炼熊扭头一看 一只手捏着蔡坤的女子 正是夏长鸣的妻子 妖族女帝苏月脸 短暂思索片刻 陈炼熊回头 便对着蔡旭开口大骂道 做个屁 定是你蔡家 这不学无数的二公子 又贪图美色 去招惹人家 否则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今日之果 完全是他旧游自取 陈炼熊这番话 骂得蔡旭愣住了 双手还保持着拱手姿势 僵硬原定 满脸的不可置信 陈炼熊竟为了袒护下家 不惜得罪他蔡家 而且 是当众毫不留情面 苏月里也是有些奇怪 怎么天地宝阁的主事 反而在帮他说话 撇过头见下 长明俊逸的脸庞上 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 蔡旭阴沉着脸 但他也不敢在天地宝阁 贸然出手 只得退一步说道 今日之事 我蔡家认了 但还劳烦 将我家二公子还回来 陈炼熊望向苏月里 见他似乎并没有 要松开手的意思 顿时有些尴尬了 他可以毫不客气地 怒斥蔡家的人 可要是真让蔡坤 当众死在天地宝阁 对天地宝阁的名誉 会是极大的受损 世人会斥责天地宝阁 自坏规矩 可夏长明 对天地宝阁有恩 对他更是给予了 毕生难求的 踏入天尊机缘 这可难办了 陈炼熊目光 转向夏长明 试着征求他的意见 苏月里 也将美眸 转到了夏长明身上 眼眸中似乎在问 可以杀了他吗 夏长明淡然一笑 对苏月里说道 今日是祭典之日 难得喜庆 就不要再见血了 天地宝阁内 严禁闹事 更绝不允许出手杀人 夏长明算是 给天地宝阁一个面子了 但只是不许杀人而已 陈炼熊与蔡旭 顿时都松了口气 只要蔡坤没死 事情没有闹大 一切就还好说 苏月里不满地 撅起了小嘴 眼眸似有幽怨 可好像有突然 明白了什么 嘴角微微 翘起一丝迷人的弧度 他可只是说 不要见血 可没说要放过他 蔡坤听到得救后 脸上露出得意 目光阴狠地盯着苏月里 等他回去 他一定要召集人 将这个女人抓回去 狠狠凌辱 供所有人玩弄 苏月里神情冰冷寒霜 他非常讨厌这虫子 手指轻轻点在 蔡坤的额头 蔡坤阴狠的目光 转为了惊诧和不安 分 苏月里冷冷念叨 下一刻 一团幽绿之火 窜身而起 啊 蔡坤双手抱头 仰天发出 惨绝人寰般的哀嚎 只见他全身 升起熊熊幽绿色的火焰 可奇怪的是 他的血肉和衣服 却是完好无损 而他的神魂 却浮现离体 在一点点地 被那幽绿火焰灼烧消失 瞬息之间 蔡坤的神魂 被消磨得一干二净 双目空洞无神 无力地迎面栽倒 场面如同死记一般 第三十一章 霸道夫妻俩 你 你这妖女对二公子 做了什么 蔡坤目自欲炼 浑身颤抖 手指指着苏月里 立声问道 苏月里没有搭理蔡坤 翘脸带着邪魅的迷云微笑 他实在忍受不了 眼前这只虫子 那肮脏的目光 所以才施展幽火 烧了他的神魂 如今的蔡坤 虽然还有微弱体脉 但体内已无神魂 神情呆滞 仿若一具行尸 陈恋雄着实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 苏月里会下这般狠手 神魂灼烧之痛 可远比灼烧肉身 更为残酷 那是一种深入骨髓 如同包皮取肉般 被一点点生生撕裂 寻常人 哪怕只是受损 一丁点神魂 此人便会魂体受缺 影响神智 苏月里却是 直接将蔡坤的神魂 烧个干净 只留下了他体内一缕 若有若无的生机 维持他那半死不活的身躯 此刻陈恋雄 再次看向苏月里 眼中不禁闪过一股恐惧 当真不愧是 杀伐嗜血的妖族女殿 蔡旭神色难看到了极点 悲痛地将蔡坤 从地上抱起 目光满是阴狠怨毒 好一个夏家 好一个妖族女殿 今日之事 我蔡家记住了 话多 滚 下场鸣可不惯着蔡旭 抬手间手臂划刃 一道林立峰 任剑气突袭而至 蔡旭大惊失色 慌忙调动法器 以免妖兽龟壳 护在了身前 剑气瞬息 斩破龟壳 残余的余波气势 依旧稳稳轰在蔡旭的胸膛 蔡旭整个人带着蔡坤 宛如脱线的风筝一般 撞碎了阁楼 飞出了天地宝阁 啊 我的金玉砖 我的檀香木 陈恋雄望着阁楼 破开的大洞 满脸的肉痛 天地宝阁的每一砖 每一瓦 可都金贵着呢 这么大的洞 那可都是要用钱补的呀 这下家夫妻俩 也真是的 一个出手很辣 动辄幽火烧魂 另一个也不遑多让 刚风剑气 直取要害 要不是蔡旭 龟甲护身 怕是腰斩当场 真是一个比一个霸道啊 倒也是般配 陈主事 抱歉 一不小心 损坏了天地宝阁的阁墙 夏长明略表歉意地说道 脸上却没有看出一点歉意之色 此人是玲玲少主要拉拢的对象 更是他的再生父母 他陈恋雄 还能说啥呢 赶忙满面堆 笑容的大方道 没关系 没关系 这块破地方 本就薄萃 最近正好要重新修补一下 倒是省得拆了 如此那真是巧了 夏长明笑道 是啊是啊 呵呵呵 陈恋雄陪笑道 心里有苦说不出 剩余人见蔡旭连同蔡坤一起 被丢出天地宝阁 乃还敢继续造次 尤其是回想起蔡坤那 深入灵魂般的惨痛哀嚎 看向苏月里更是心神俱颤 心中只剩庆幸自己 刚刚还好未有出手 一个个地低着头 灰溜溜地走了 夏家 妖族 天地宝阁 这三个哪个都不是他们惹得起的 刚刚也只不过 是仗着蔡家气势罢了 待众人离开后 夏长明顺带打发走了陈恋雄 缓缓来到了苏月里身旁 娘子 为父没来晚吧 哼 你不来更好 苏月里冷哼一声道 夏长明微微一笑 阴阳怪气地望着他说道 是吗 我怎么记得 刚刚好像有人自称 我是他夫君来着 不会是娘子你吧 你终于认我这夫君了 你听错了 本地未曾说过 苏月里顿时像是喉咙塞了什么东西一般 憋得翘脸通红 咬紧银牙 目入胸光地狠狠瞪了他一眼 这个可恶的家伙 竟然听到他那句话了 打死他 也绝不会承认 说过这句话 更让他恼怒的是 这家伙明明早就到了 还要躲起来看戏 苏月里一声不吭 冷着脸 转身脉步走下阁楼悬梯 夏长明紧随在他的身边 并排而行 凑近他耳畔柔声道 娘子 你能说出那句话 魏夫还是很高兴的 不过下次能不是惹麻烦后报我名号的话 就更好了 可以的话 最好当着我面说 那样 我会更高兴 做梦 苏月里加快脚步 嫌弃地与夏长明拉开距离 心中无比懊悔 刚刚说了那样一句话 如果可以重来 他宁愿选择 拍死在场的所有人 夏长明健壮 也加快脚步 跟到了他身边 这就要回去了吗 娘子不买法器了 你看上什么都可以跟魏夫说 魏夫给你买 不必了 都是些平庸之物 本地还看不上 苏月里头也不回地冷声道 经过这么一闹 他也没心思 继续寻找法器 世间仙器本就稀缺 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的 讲究的是 机缘二子 即便是大如天地宝格 也不曾见到仙器 其他地方更不用说了 夏长明是没想到 苏月里眼光是这么高 天地宝格的数剑神器 竟是一剑也没看上 难道他是想要寻仙器 二人谈笑间 离开了天地宝格 没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玲玲站在窗旁 眺望着夏长明 逐渐远去的背影 自言自语地嘀咕道 夏家夏长明 天尊敬 剑仙传承 看来 这天洲王朝要变天了 混账 废物 蔡家府邸内 一道人影 猛然从厅堂内撞碎房门 直直飞落到院外 蔡旭一手撑着地面 一手捂着胸口 嘴角鲜血直流 他本就被夏长明 一记剑气所伤 现在又被一掌拍飞 伤势愈发严重了 可尽管如此 他还是强撑起身体 扶手跪拜在庭院外 请家主大人息怒 听堂内 昏黑无光 一道身影 矗立在黑暗中 灵力的目光盯着蔡旭 指着躺在地上 宛如死尸的蔡坤 立声问道 到底是谁 将我弄成这样 蔡旭颤巍巍地趴在地上 低声回道 是夏家 夏长明的妻子 是那妖族女帝 就是她出手用 斩断了二公子的一臂 又用忧火焚烧了她的神魂 好 好一个夏家 黑暗中 黑影目光 变得愈发阴狠残忍 斩我一臂 烧我一身魂 让她生死如死 我蔡家定要将夏家 全足八皮抽筋 抽魂炼破 祭奠玩 正当黑影肆虐地 向周围宣泄着狂怒时 在她的身后 又出来了一道邪柔的声音 切莫意气用事 听闻夏 常明德剑先传承 已是踏足天尊位列 蔡旭没有护住 蔡昆也是情有可原 你也不必过多责怪她 再过不久 有本作亲自将 此子诛杀便是 是 听到这声音 黑影怒气 瞬间平息了不少 恭敬回道 玄机目光 望向庭院外夏家 踪地的方向 夏家 等着吧 我会让夏家 就此从这世上消失 一个不留 第三十二章 长林三绝 清晨 山间薄雾朦胧 翠银碧天 夏常明盘坐在一处 长明山峰的岩石上 双目紧闭 周身灵力萦绕 宛如一条条 缠缠溪流般 在半空中流淌 就好像夏常明身上 有股莫名的吸引力 将山间周遭灵力 都引来至此 汇聚成灵溪小河 夏常明睁开双眼 略显惊讶地望着 萦绕四周的充裕灵力 伸手从灵溪间俯过 这便是长林爵的第一要诀 聚气成灵嘛 感受到源源不断的灵力汇聚 夏常明此刻终于是明白了 为何夏兰宁愿选择 将长林爵封存数百年 也不愿让夏家弟子 知道休息了 这等聚灵速度 堪比他师父教的聚灵刻印阵法了 要知道 天帝一切秘法也好 法觉也罢 甚至是催动法器 所需皆为灵力 强者越是施展逆天功法 爆发无限威能 就越是需要消耗自身 乃至天帝之间的灵力 可以说 灵力就像是每一个修行者的能源储蓄 若是两者实力相当 那最终所能比拼的 便是哪一方的灵力率先耗尽 而这长林爵 可自行聚气成灵 吸引天帝之灵 可谓是灵力源源不断 充盈全身 若是让一些隐士老怪知晓 恐怕也会引来觊觎 为宗族带来灾难 当然 现在有他坐镇 倒是不需要再担心了 这也是夏兰当初 放心将长林爵 交给夏常明的主要原因 却 夏常明挥斩手臂 弥漫周身的灵力溪流 顿时随着他的手臂流动 宛如流息绸带 环绕全身 仅仅只是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他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 长林爵的第一要爵 曾经他师父收他为徒的时候 就说过他有仙姿欲骨 悟性极佳 学什么多快 为此给他在仙山上 进行了没日没夜 地狱般高强度的修行 整整十年啊 他都不知道那十年 他是怎么过来的 不过也因此他的参悟能力 学习速度也更加有了质的飞升 学习秘法什么的 对他来说 就是翻书液那般简单 夏长明再次闭目入神 神石堕入浩瀚灵海上空 漂浮的长林爵 自行飞到他身前 书液平铺展开 长林爵第二要爵 灵力凝着 当掌握聚气成灵 可随意调动天地灵气后 方才可休息第二要爵 以灵力凝聚 附着物品表面 达到强化的作用 明白其中傲义后 夏长明睁开眼 双指随手接住了一片 飘落身前的落叶 在他的细微掌控下 一股弹银的绿色灵力 将整片叶子包裹其中 而未有丝毫伤损 夏长明试着 将飞夜之向远处的 一堵石壁 飞夜急速射出 化作一道绿色长虹 悄无声息地 没入石壁当中 石壁上只留下了一道 薄如蝉翼 肉眼难以分辨的痕迹 而那飞夜 早已贯穿了石壁不知所踪 好厉害 夏长明心中不禁称赞道 寻常修行者 都是只能将灵力凝会武器中 以此来提升武器的强度 而那种灌输方式 往往都是强行灌入 极具消耗灵力不说 武器若是承受不住灵力灌输 更会产生断裂破损 这也是为何 修行者只能将灵力 灌入各种武器或是法器中 其他物品 根本就承受不住灵力的威能 可就在刚刚 夏长明就做到了 依靠长灵觉密法 竟可以巧妙地 将灵力附着在其他东西上 形成一层护层薄膜 若是能将灵力汇聚在武器上 那武器所发挥出的威能 将会是数倍的恐怖提升 夏长明越是猜想 越是对着长灵觉感到惊喜 夏家千年先魔妖大战时 能够脱颖而出 创立下夏家 绝非偶然 这种独特密法 世间独此 夏长明迫不及待地进入神石 翻看长灵觉的下一要诀 第三要诀 化灵成形 化灵成形 需要施展者对灵力 有着极高的亲和力 以及精巧的操控能力 方才能操纵灵力 汇聚成形 以灵为原 塑造命灵 这对第一要诀 有着极高的要求 必须达到十分娴熟 信手拈来的程度 才有望修德 对夏长明来说 已是不成问题 他都可以将灵力汇聚在一起 当作跳绳丸了 夏长明摊开手掌 脑海中幻想着一根树枝 不多会 周围灵力 便开始在他掌心汇聚 形成了他脑海中 一模一样的枝条 这便是化灵成形 初次化灵成形就成功了 夏长明却不甚满意 总觉得树枝太过简单了 没有挑战性 他这想法 若是让夏兰知道 恐怕会极度发狂 当初的夏兰 可是夏家双天胶之一 最擅长的 便是这化灵之法 而他可是学了 整整一个星期才 化灵出一个木棍 夏长明只是第一次尝试 就成功化灵树枝了 已是远超曾经的夏兰 不知多少 天赋游在夏兰之上 在这之后 夏长明又反复尝试着 化灵了许多东西 情家练习 渐渐的愈发娴熟 什么桌椅板凳 刀剑枪棍 甚至是一些妖兽生灵 他也都试着化灵成功了 一只豺狼灵兽 正平静地 矗立在夏长明的身前 此灵兽 正是他根据夏家灵园中 遇到的那些灵兽 模仿出来的 没有他的命令 这豺狼灵兽 便会一直不动地待立原地 直至灵力自然耗尽消散 经过这么多次的练习尝试 夏长明也大致弄清楚了 这化灵成型的能力 只要他注入的灵力越多 所凝聚的东西 就会越强 越不易消散 并且 化灵的妖兽和灵匠 都不会具有神志 只会听从指令 除此之外 他的神识 还可探入其中 共享视觉与听觉 形如一体的操控 学会了化灵成型 如此一来 长灵觉前三要觉 就已被他尽数掌握了 聚气成灵 灵力附着 化灵成型 每一要觉 都紧扣着前要觉 环环相扣 夏长明脑海中 突发灵光一闪 既然他也可以化灵成型 又可让灵力附着任何物品 如若二者结合 在身体表面 岂不是可以形成一副灵力战甲 想到此处 夏长明赶忙盘膝尝试 然而结果 却是不尽人意 无论他尝试多少次 只会有一层单薄的灵力 附着在身体表面罢了 无法形成战甲护周身 总觉是少了什么关键的要觉 直觉告诉夏长明 那部分很可能 就在遗失的后三要觉中 没办法 只得将来 寻得那遗失的残卷再说了 夏长明抬头看了眼太阳 发现已是快到五十 起身准备离开 去看看苏月里 一大早 苏月里就被他娘楚清婉拉走了 至于去干嘛了 他心里也大致清楚 最近楚清婉总是带着他 学习一些人族女子礼仪技巧 下至梳妆打扮 上至琴棋书画 无所不教 这不 听说自家 喜喜欢小吃 有爱甜食 楚清婉一早就把 正在修行打坐的苏月里 给拉走了 美其名曰 由我家明儿保护 何须修行 弄得苏月里哭笑不得 又实在无法拒绝 就那么半推半就的跟着走了 也不知现在回来了吗 正当夏长明才刚刚起身 远远的就见夏明 气喘吁吁的 跑到了他面前 家 家主 可算找到你了 慢慢来 跑得这么急干嘛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夏长明不解问道 夏明恢复些许后 这才说道 夏浩渊 要以大长老之名 召开家族会议 好像是要谴责你的罪行 第三十三章 在场的都是他的人 会议大厅上 一张方形长桌置于大厅中央 夏浩渊等六位长老 沉静地分坐长桌两侧 他们都在等一人 一个能坐到长桌 最前端座位上的人 没多话 夏长明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大厅外 气宇炫昂地 朝着前方的位置走去 入座之后 按照惯例 六位长老都需起身 朝家主拜见 以夏若光为首的 四位长老都起身 恭敬地朝夏长明 坐一道 见过家主 唯独夏浩渊 与夏军二人 稳坐不动 大长老 六长老 既见家主 为何不办 夏长明眯起眼睛 冷声问道 周身发出一股 若有似无的无形威压 夏军是在竞技场 见过夏长明的实力手段的 无形威压下额头 不禁留下冷汗 忌惮之下 不得不站起身拱手道 见过家主 嗯 夏长明满意地点了点头 扭头望向 还一动不动地夏浩渊 大长老 您老是不是腰间不好 若是如此 我倒是可以理解 允许你不起身 夏浩渊哪里听不出 夏长明话语中的讥讽 阴沉着脸回道 老夫绝不会向 将夏家推身冤之人 视为家主 哦 大长老 这是何意 夏长明假装不解地问道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这次突然召开 家族会议的缘由 果不其然 夏浩渊怒气拍桌 起身指着夏长明 之声说道 你可知你昨夜干了什么 当众带着妖女 在天地宝阁行凶惹事 招惹的对方 还是如今四大世家 实力最为强盛的蔡家 你才成为夏家家主 几日就惹出祸端 同时惹怒天地宝阁和蔡家 你简直是想将夏家 数百年基业毁于一旦 令夏家陷入万劫不复之点 听了夏浩渊的怒斥 其他各位长老 也都面面相去 面色露出凝重和担忧 且不说那蔡家 近年来实力强盛 势力已是超越夏家 那天地宝阁的势力 更是遍布九州十地 可不是如今的夏家 招惹得起的 夏长明目光 冰冷地盯着夏浩渊 凛然沙意 直袭她的心神 冷声道 什么妖女 大长老 您可得把话说清楚了 苏月里是我的娘子 你们的家母 请注意您的措辞 夏浩渊感受着这惊人杀意 宛如一把把尖刀 刺入她的身体 身体不经不听使唤的 微微颤动 虽然不敢再开口 但还是不屈地咬紧牙关 片刻后 夏长明收回杀意威压 望着众长老 沉声开口道 近年来 我夏家屡屡受蔡家打击 宗族子弟 死者数十 伤者无数 我倒是要问问 诸位长老都在做什么 我堂堂长生夏家 为何只会归缩 任由他人宰割而不吭声 夏长明一声怒吓 令各位长老心头一震 羞愧地低垂下了头 无一人应答 见无人敢说 夏长明便继续开口道 昨夜那蔡家二公子蔡坤 更是意图对我娘子图谋不轨 对夏家家母无礼 简直是欺我夏家无人 蔡家行进 也是对我夏家的挑衅 正好趁着此次家族会议 我以家族家主之名 宣告宗族数万夏家子殿 无论对方何人何派 凡是主动挑衅 伤我夏家者 皆予以反击 蔡家也不例外 若是单打独斗打不过 那就召集人群殴 群殴不成 那就偷袭 一切我皆予 此话一出 满座震惊 夏浩渊急忙呵斥反不道 荒唐 如今蔡家势力何其强盛 天人尽弟子数十 更是即将与王家联姻 两家联合 实力更是远超我夏家 非我夏家能敌 你这是要将我夏家推入死地 夏长明静静地听夏浩渊说完 目光扫过其他人 除夏若光平静不经外 其余长老也都是面露南色 似有忌惮 心中不禁感叹 如今的夏家竟如此虚颓 只求安稳 这若是让先祖夏兰知道了 当真是要直接气死 夏长明回眸望向夏浩渊 淡淡问道 那依大长老之言 该如何才能保我 夏家繁荣昌盛呢 夏浩渊仿佛等待这句话许久 毫不犹豫地就说道 依老夫所言 如今应立马背离 主动向蔡家赔礼道歉 挽回两家之好 再应对那妖族之女示意成见 一方为了安抚蔡家怒气 给蔡家一个交代 一方也是为了告诫夏家其他子弟 不可在外随意声势 听了这番话 夏长明不禁笑了 有何可笑 夏浩渊神色欲怒问道 抱歉抱歉 我绝非笑话大长老 只是大长老的话 实在太有意思了 夏长明笑容满面 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听大长老话语中 处处向着蔡家 长他蔡家稚气 灭我夏家威风 一时间我竟还以为 大长老不是姓夏 而是姓蔡呢 夏长明话音刚末 夏浩渊瞳孔猛缩 旋即指着夏长明 大声怒吃道 岂有此恋 老夫身为夏家大长老 为夏家尽心服侍百余年 处处为着夏家清劳清历 而你这矛头小子 竟敢污蔑老夫威名 看着夏浩渊勃然大目 不顾形象破口大骂 夏长明略有深意地看了眼 随意摆了摆手 我又没说大长老就是姓蔡 不知大长老 您这么激动为何 你 你污蔑老夫威名 又企图将夏家百年基业 毁于一旦 不惧继承夏家家主之位 老夫以大长老之名 联合众长老 要暂止你夏家家主身份的权能 来了 这估计就是召开 家族会议的主要原因了 想利用蔡家的事件 对他进行控制 夏长明一脸慵懒地处着脸 随意道 大长老请便 诸位长老 你们还在等什么 夏浩渊望向其他众人开口问道 回应他的只有夏军一人 其余人皆将目光 望向了沉稳不动的夏若光身上 若光长老 夏浩渊看向夏若光开口道 目光中隐隐带着一丝威胁之意 夏若光缓缓站起身 夏浩渊见状 脸上露出得意 一个矛头小子也想跟他斗 还早一万年呢 在场的可都是他的人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 却让夏浩渊得意的脸 一下子就僵住了 夏若光转向夏长明 攻身拱手道 家主 老夫要指控大长老夏浩渊 近数十年来 私保下加灵石库 拉营杰斯 污蔑上代家主 第34章 大长老之位 你也配 啊 夏浩渊傻眼了 历生向夏若光问道 夏若光 你这是什么意思 污蔑老夫 夏若光没有理会夏浩渊 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账簿 递向夏长明 这乃是老夫这几年 将大长老夏浩渊所贪灵石 一一记载的账簿 其中有着本该禁库的数量 只要一一去灵石库对查 便可得知 夏长明接过账簿 随后翻看了几页 面色逐渐紧皱 仅仅只是这几年间 夏浩渊就从灵石库中 贪污了十几万灵石 难怪夏家修行资源如此短缺 渐渐被蔡家所超越 好一个我夏家大长老 为夏家可真是鞠躬尽瘁啊 大长老之位 你也配 夏浩渊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死死攥紧双全 他虽早已知道 夏若光掌握了 他贪脸灵石的事情 但自以为牢牢掌握了 他的软肋 便从未放在心上 不曾想 今日净会被当众抖了出来 事已至此 夏浩渊也只能咬死不承认 无灭 老夫从未撕拿夏家一颗灵石 这账簿可以伪造 做不得真 哼 无灭 是真是假查一下便可得知 夏长明随手将账簿丢到了桌子上 供其他长老翻阅 随后冷冷说道 大长老疑似贪脸灵石 近一百万 又在夏家内营党皆司 依照夏家家规 暂且隔去大长老 一切权利和职务 待真相明了 再做处置 是时候将这老家伙 从大长老的职位上拉下来了 夏长明面展讥笑 眼露风锐 夏浩渊终于是忍不住暴怒喊道 就凭你也想 急去老夫大长老之位 若是没有半数长老同意 你无权剥夺 我大长老的身份 半数 夏长明不屑地轻哼一声 看夏浩渊 就像是看傻子一样 夏若光率先沉声道 大长老罪行伤及夏家根本 德行伪劣 老夫认为他 无法再担任大长老之位 请急去他大长老之职 有了夏若光的表态 另外几名长老也纷纷起身请道 贪污零食 数目众多 致使夏家子弟 修行资源缺乏 万不可原谅 请急大长老之职 此行径妄为夏家大长老 请急大长老之职 老夫也同意 请急大长老之职 三长老 四长老 以及五长老 他们三人 也是此刻才知道 夏浩渊瞒着他们 贪脸了这么多临时钟饱私囊 他们三人都是或是威胁 或是形势所迫 才不得已与夏浩渊为伍 心中所倾向的 一直都是夏若光 而不是他夏浩渊 见夏若光 率先对夏浩渊发出控制 也明白了夏浩渊的恶劣行径 众人哪还会再与他为伍 如今又有夏长明坐镇下家 也不再需要怕他夏浩渊 四票 加上我的第五票 大长老 我不 夏浩渊从此刻起 你不再是夏家大长老 夏长明对夏浩渊 淡淡宣告道 也不知是气愤 还是被当众剥夺 大长老之位的羞耻 夏浩渊老脸仗红 似要发作 却又什么也说不出来 最终不得不打碎牙齿 将这口气咽下去 好 好手段 联合一起将老夫拉下来是吧 老夫记住了 夏浩渊狠狠地望着夏长明 正欲准备拂袖而去 却被身后的夏长明 再次叫住了 等等 大长老之印 你可还没留下 哼 夏浩渊一把扯开 腰间拴着的令牌 身为六长老的夏军 也随着他一同离习远去 夏军本就是鼎力支持 夏浩渊那一脉的 如今 夏浩渊都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他继续留在这里 也只剩下了自讨没趣的份 家主 如今 夏浩渊已不是大长老 那这大长老之位 改由谁寄人 夏若光问道 大长老之位 可不是一个摆设 负责统筹家族中一切事物 维系家族发展 在家主不在时 还可代行家主之权 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职务 夏长明既然打算将夏浩渊 从大长老之位踢下去 自然也是早就想好了 这新任大长老的人选 这新任大长老之位 就由我父亲夏长林带领 我不在时 一切全权由他带领负责 夏长明想都没想就说到 反正他父亲自从不当家主后 整天也是闲着 不如找点事给他干 身为夏家前任家主 对夏家一切事物 也都比他更了解 再合适不过了 对夏长明的决定 众长老都没有意见 事情既已敲定 趁还未散会 夏长明开口问道 接下来可还有其他事 夏若光从怀中 取出一封未开封的信 递向夏长明说道 谢家托老夫 给您带了一封信 似乎是要邀您一见 谢家 夏长明狐疑 谢家同为四大世家之一 实力是四家中最为弱的一方 素来和夏家 既没有恩怨 也没有情仇 这次却突然盛情邀请他 夏长明心中想不到 谢家邀请他干什么 或许是与蔡家和王家的联姻有关 暂且就先将信收了起来 闲来无事 就去见一见吧 听说那谢家歌姬 号称这天州王朝第一美女呢 不要误会 单纯的好奇 不知与他娘子相比如何 在夏长明收好信后 夏若光才接着说道 还有一事 近几日 天都郊外西南的一座山峰 突现大量妖兽 而且山峰林立浓郁不散 那山峰数月前还林立西伯 妖兽罕见 如今事态反常 颇为怪异 天州皇帝已派人前去探查 暂且未知缘由 哦 竟有这事 夏长明说道 一个林立西伯的山峰 突然间灵力充裕 妖兽横生 的确十分怪异 倒是和他世尊说过的一种情况 极为相似 但他暂时还不是很确定 若真是他世尊所说的情况 那这或许是个不小的先缘 如果家主大人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等就先告辞了 见夏长明正在思考 夏若光便准备和其他人先行告退 等等 夏长明赶忙招手 让夏若光凑近他身旁 富尔小声说道 麻烦二长老调动家族暗卫 去调查一下夏浩渊 夏若光眼中流露出骇人 调动家族暗卫调查 那便意味着 怀疑此人叛变家族 只待证据确凿 便执行清理 他虽然知道 夏浩渊贪脸零食 基于家主之位 可从未想过 他会背叛家族 毕竟夏浩渊与他同一时期担任长老 怎么说 也是服侍过三代家主之人 为夏家效力百余年 所以他从未想过这一点 经过夏长明这一提点 夏若光无比郑重地回到 是 老夫即可去办 第35章 最仙楼特色 最仙楼 天州王朝最为著名的地标之一 其受欢迎程度和知名度 甚至可与天地宝阁相齐名 在天都内 可以说 就没有人不知 这最仙楼的大名 要问何以解千仇 唯有天州最仙楼 此句便是对最仙楼的极高赞誉 夏长明身着轻衣静装 俊逸鲜修的身材一展无遗 头竖马尾发官 面容更是俊秀神采 宛如初次射成的玉面郎君 可尴尬的是 就是这样一个玉面郎君的男子 此时正站在最仙楼的大门面前 愁愁未动 路过的男女 都投来好奇 和似笑非笑的笑容 快看 那公子长得好生俊俏 是我喜欢的类型 嘘 人不可貌相 你没见那人 正站在最仙楼前吗 没想到这般俊秀少年 竟也会痴迷最仙楼 谁说不是呢 最仙楼可是号称仙人进去 也得酒醉神秘来 听着周围的杂言细语 夏长明心中也很是尴尬 最仙楼 不仅有着优美的乐曲歌舞欣赏 漂亮的美极观赏 同时也是供男女娱乐消遣 深入交流的场所 说白点就是一个高档青楼 这也是为何 她酒停在最仙楼前的原因 她这么一个年少芳华 三百多个月的孩子进去 会不会不太合适 可这最仙楼 偏偏是谢家的产业 也是谢家今日邀请她所设的会面地点 歌往常她早就大摇大摆进去了 可如今她已经是有家世的男人了 这要是让她娘子知道 岂不是像偷心的猫被抓到 想一想 心里还有点小刺激 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夏长明脉步走进最仙楼中 她只是来与谢家交谈的 绝无其他用意 一进入最仙楼 清香淡雅的熏香 夹杂着各种芬芳四溢的花香 沁入鼻腔 入眼满是灯红酒绿 指醉歌迷的奢靡景象 最仙楼内部很大 十分宽广 除中央主房外 还分为东西厢房 厢房阁楼层层交叠 人影错综复杂地在其中来回窜动 东厢房为男女娱乐循环场所 西厢房则供歌乐舞曲欣赏 此刻夏长明进入的 便是这最仙楼的东厢房 欲有日出东方之日 你若是问 为何不从西厢房进 别问 问就是走错了 夏长明矗立在门延旁 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 眼前景象叹为观止 有的男子左右一手 各揽着身着暴露 身姿妖艳的女子 有的则是躺在女子的双膝上 嘴里叼着大烟 双眼迷离 飘飘欲仙地 将一名男子踩在脚下 一手托着另外一名衣着大敞开 露出白皙胸膛的男子下巴 原来这最仙楼 不光是做男子生意 就是那女子生意 他们也一应俱全 只要钱到位 诸多俊男美女皆可提供 你喜欢的 他这里都有 不管一会与谢家交谈结果如何 都不忘此行了 既长了见识 又长了知识 夏长明像是在参观一般 在最仙楼内四处走动 目光随处好奇地乱瞟 发现这最仙楼 不愧是最仙之名 这当中的许多人竟都是修行之人 沉静其中 乐不思蜀 很快 孤身一人 又相貌神俊的夏长明 就被众多女子注意到了 见这般气质非凡的公子 来到最仙楼 不少女子顿时眼前一亮 扭着腰支 就主动围了上来 来嘛 公子 来玩呀 哎呀 这位公子很眼神啊 第一次来嘛 要不要姐姐带你玩好玩的 哥哥喽 公子 还是来陪奴家玩吧 奴家会得多 玉郎长得好生俊 姐姐喜欢 姐姐免费伺候你可好 煞时间 群狼恶虎环似 白花花的嵌枝 玉体乱颤 浓重的胭脂香味 浓重扑鼻 太残暴了 这可顶不住 溜枝 什么大场面 夏长明没见过 但这种还是头一次 夏长明一个飘逸身法闪动 瞬息便从众女身间穿梭而过 未动那些女子一缕丝毫 她在下家竞技场 一亿敌摆的时候 都不曾这般狼狈过 桃梨花从群绕后 一个气韵成熟 身姿妩媚的女子 迎面朝着夏长明走来 笑盈盈问道 客人可是夏大人 接引的人姗姗来迟 但来的也不算太晚 至少她不用 再继续躲着那些女子了 刚刚那些 还似要将夏长明 包光啃食的女子 见到该女子后 都恭敬地屈身喊了声 见过谢妈妈 此女正是谢家 负责掌管最先楼的负责人 谢云 谢云之所以来晚了 主要也是没想到 夏长明会从东门进入 她一早就在西门等待了 谢云在前方领悟 眉目瞥向夏长明问道 不知夏大人觉得 我这最先楼如何 嗯 夏长明一时陷入了思考 思寸片刻后达道 不错 能得大人称赞 真是最先楼的荣幸 谢云眼嘴轻笑道 夏长明跟着谢云一路前行 路径一处走廊 走廊两侧 竟是一些独立房间 纱窗透着以你的身影 时有萧迪和明之声想奏 这最先楼 怕醉得不是酒 神仙进来 可能都得爬着出去 夏长明不禁心中感叹道 夏大人可喜欢这最先楼的特色 谢云看着夏长明 略显窘迫的样子 笑问道 的确 是挺特色的 夏长明迥然道 谢云健壮 不由轻轻一笑 只当是夸赞 便继续打趣道 夏大人可有看重的 今日夏大人 乃是我谢家贵客 可以免单哦 仅限今日 不了 多谢好业 我已对女子并无兴趣 夏长明赶忙拒绝道 虽然诱惑力很大 但他对自家娘子的心 是坚不可摧的 他可是奸记着 人妖两族和谐共处的未来 近来只是单纯的好奇罢了 久闻最先楼大明 自然是要趁机见识一番的 然而 夏长明这番话 在谢云听来 却是另一番意思 谢云惊讶地瞪大眼眸 捂着小嘴 不过很快就再次恢复镇定 反而 一脸怪异地说道 原来夏大人 有这般爱好 我这里 也有不少俊俏的男子 可供挑选哦 虽是不及夏大人您 但样貌也还算得过去 夏长明赶紧打断道 谢妈妈 你误会我了 我的意思 是我一有家事 对其他女子无异 是吗 那真是可惜了 看不出来 夏大人 还是这般真情专一 谢云一脸惋惜说道 这让夏长明心中 感到很是怪异 他到底在可惜什么 传闻夏大人霸道凶狠 毫不讲理 今日所见 倒是觉得 传闻有所虚言了 经过一番交谈后 谢云不禁对夏长明赞誉道 在夏长明被娶女还为时 他就发现了 见他从未碰过 他手下女子一下 倒是颇有君子风度 交谈试探间 也竟是谦和随意 不像传闻所说的 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夏长明对此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一笑而过 他的态度 一向是对人而言的 第36章 谢家提议 几经都转后 谢云领着夏长明 来到了一扇 连通东西厢房的门前 门前处立两个身着 谢家服侍的弟子 见到来人 恭敬喊了声 见过谢妈妈 随后一左一右 打开了大门 门戏一开 阵阵热情喧闹的呐喊声 随之传入耳中 几道妙龄轻盈的身影 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衣裙飘摆 好不动人 一面着轻纱 身姿鲜柔的女子 盘膝坐在舞台中央上方 清朗古琴 悬浮于空 纤细手指轻抚琴弦 阵阵妙美轻音 如同屡屡清风 飘扬整个场内 台下坐无虚席 无丝杂音 皆是轻耳聆听 陶醉在这绝美咸悦 而那面龙青纱 抚琴轻奏的女子 正是谢家的二女 谢花玲 此女在天都之中 有着天舟第一歌迹的美誉 也被誉为第一美人 但极少人见过她的真容一年 曾有不少修行者 心甘情愿 献出一切求见芳容 可都被其拒至门外 每当醉仙楼有她演奏时 西乡必然人满为患 更有甚者 不远万里前来 在这一众身影中 夏长明还意外发现了 一个熟悉的人 夏明 只见夏明挤在人群中后方 双手挥舞着两根发光的法器 随着琴声音律摆动音源 好小子 看你小子浓眉大眼的 竟也是深藏不露 不过这小子 乃来的零食 在这高档的场所消费的 有着零食不好好修行 跑来醉仙楼 潇洒快活 何等的怠惰 夏长明正想过去 好好训斥夏明一番 腿脚刚迈出一步 夏长明就又立刻停下了 不行 他现在也在醉仙楼 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 罢了罢了 修行劳累 适当放松一下 也是应该的 这才应该是 身为家主应有的度量 夏大人 怎么了吗 谢云注意到 夏长明奇怪举动后 不解问道 无事 认错人了 是吗 那夏大人觉得这琴乐可还入耳 谢云没有过多在意 笑着抬手 对向台上正在演奏的谢花灵问道 琴声深妙 动人心弦 绝佳 夏长明虽然不懂什么音律 但凭着入耳心神荡漾的感觉 还是能感觉 演奏琴音的奥妙 相比外面 那白雾淫迷的环境 这里简直像是洗涤心神的场所 在这西乡之中的人 都是颇有一方实力 或是财力的人 为的都是 一睹谢花灵的方言 或是倾听他的情音 算是谢家特赦的贵宾场所 听到夏长明不令言辞的赞语 谢云微微一笑 继续领着夏长明朝礼屋走去 这次没有再走过久 片刻后 就停在了一处房门前 少爷 夏大人唯一领道 谢云轻轻敲响房门说道 房间传出一声儒雅谦和的声音 辛苦您了谢仪 快让夏兄进来吧 是 谢云推开房门 朝着夏长明 做出恭迎的姿势说道 请 夏大人 夏长明并没有什么顾忌 脉步走进屋内 只见一个身着白衫 脸颊清秀的男子 坐在一张茶桌旁 手握长笛 念着和蔼微笑 浑身透露着一股儒雅脱俗之气 茶桌上漆好了两杯清茶 清茶上阵阵热气飘散 夏兄 请坐 这是我家小妹 亲自栽培的天山灵茶 若是不嫌弃 还请品鉴一下 谢夜朝着身旁的位置 向夏长明邀请道 随即主动举起茶杯 放在手心 推到了他面前 作为一名修行者 一般很少人会在亲自动手 区区一个茶杯 只需一个意念便可驱动 而谢夜 却亲手为他举杯 这算是十分客气了 夏长明自然是没有拒绝的道理 反正他是百毒不清 完全不担心 嗯 好茶 清明一口后 夏长明称赞道 入口微色 入喉唇香回甜 丝丝伶俐 缠绒于茶水中 的确是以伶俐滋养生长的茶叶 夏兄若是喜欢 我稍后叫人烧一些 给您带回去 谢夜很是大方客气地说道 那倒是多谢了 只是不知 谢兄今日邀我前来 应该不是品茶而已吧 夏长明放下茶杯后 妄想谢夜问道 从进入最先楼 遇到谢云 再到现在 谢家人对他 可谓是热情至极 夏长明可不幸 向来无所交集的两家 会突然这么热情 更别说近年来 夏家还一再推逝 面对夏长明的直接询问 谢夜也不再绕弯子了 眉眸一宁 直言向他妖言道 夏兄 你可愿与我谢家联合 还未等夏长明回答 谢夜便继续说道 想必你也听说了 蔡家三女 蔡姬要与王家长子王天联姻 两家势力将远超从前 尤其是蔡家 近年实力攀升诡异 又召集收买了大量散修 可见其心不轨 谢夜说得阵阵有词 神情亢奋 而夏长明却一脸淡然自若 自顾着品茶 这让谢夜不由着急地补充道 夏兄 天都之内 四大世家之间的平衡 早已不复存在 如今只有你我两家联手 方可抵御蔡家与王家的狼子野心 夏长明没有急着答应 缓缓放下茶杯后 才开口问道 我有一问不解 还请谢兄解答 请讲 谢兄刚刚也说了 如今蔡家势力壮大 蔡王两家联合 更是前所未有的强盛 那为何谢兄不选择 也一并加入蔡王两家呢 我听说王家二少爷王腾 最近可在极力追求另媚 只要谢家主许诺这门轻视 不仅蔡王两家联姻 谢王两家也是亲家了 到时攀上蔡家 这粗枝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夏长明话语一针见血 目光丰锐 他并不反感谢家 反而还有些喜欢 要说与谢家联合 倒也没什么 毕竟多一个朋友 就少一个敌人 当然 联合的前提是 谢夜能合理地回答出他的疑惑 谢夜私存少许 才缓缓说道 天都何人不知王家二子性格暴力 弑杀暴虐 我怎能将花铃送入虎口 况且 我谢家势力虽小 不好争斗 但好歹也是四大使家 怎会甘愿人臣 谢夜说得凛然大义 可还是让夏长明看出了端倪 夏长明微微眯眼望着谢夜 淡淡笑道 恐怕不止如此吧 谢兄 第三十七丈 我可是也有家世的男人 谢夜眼眸中暗藏杀意 话语又略微激愤 不像是他平日里那般儒雅风范 所以 夏长明才敢如此断言 谢夜应该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才没选择与蔡王两家联合 是我失态了 抱歉 谢夜见下长明看穿 也不再隐瞒 坦诚道 数月前 蔡家大公子蔡杰 曾找上我谢家 与我父亲秘密会面 那时我并不在家中 所以 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只是之后 我听说父亲很愤怒地 将蔡杰赶出了谢家 再后来 我父亲在天都外回归时 就惨遭贼人毒手 连同数十名护卫在内 皆被屠戮 抽去生魂 说到此处 谢夜面容再也难掩愤怒 一手将手中茶杯捏得粉碎 谢家主死啊 夏长明惊讶地问道 自从他回来后 便一直在收集着 天都内各家各地的情报 据他所知 谢家家主是突然因病 卧床不起 所以才几乎不再露面 没想到 是已经惨遭毒手 事已至此 谢夜也没有什么好在隐瞒的 轻轻汗手承认 为了不让家族中 众多人担忧 引起恐慌 经过决定后 隐瞒我父亲的死讯 对外宣称 因病不起 家中只有个长老知道此事 如今 谢家由我继承长任 原来如此 夏长明恍然大悟 难怪 他见信封落比的姓名 不是他父亲的 而是谢夜的名字 如今 谢夜已是谢家家主的身份 在与他交谈 只不过家主之位 他并非他的本愿就是了 谢夜本就对家主之位 毫无兴致 与他小妹谢花灵一样 一心前修阴律 沉溺山间 安然自在 不闻失事 只是谢平生的突然遇袭死亡 他不得不担起家中大旗 为的便是寻出那凶手 为父报仇 这么说来 谢兄是已对凶手有所眉目了 莫非是蔡家或是王家 结合谢夜方才的态度 宁愿选择与夏家联合 也不愿与蔡家王家为伍 夏长明大胆猜测到 谢夜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虽然还未掌握确凿的证据 但我断定 是蔡家或是王家其中之一 亦或是 二者都参与了袭击我父亲 哦 谢兄就这么确信 不会是夏家 夏长明故意装作意味深长说道 不过这显然骗不了谢夜 谢夜缓缓摇头道 我确信不会是夏家 其一 数月前 夏兄还未回来 夏家家主 是你的父亲夏长林 我有找过他交谈一二 我能看得出 你父亲是个好人 他并未有丝毫野心 我听谢兄所言 倒是觉得 我会有野心 参与着世家之争 夏长明指着自己笑问道 他自愈为人畜无害 怎么能这么看待他呢 谢夜笑着您是夏长明 并未有立刻回答 对事片刻后 才缓缓开口道 我早闻夏兄风采 一回到夏家 便立压群交 见斩夏家第一人夏浩天 夺得家主之位 随后更是在天地宝阁 当众废掉 蔡家二公子蔡坤 在我看来 这一切 应当都是夏兄计划的一部分 已是预准备带领夏家 重回四大世家之首了 既然如此 蔡家王家 便是你的对手 而你我正好可相联合 共同抵抗蔡王两家 在谢夜眼中看来 立压夏家群交也好 废掉蔡坤也罢 这些都是夏长明 有意为之的 经天地宝阁那一事 他看出 夏长明有意 与蔡家为敌 俗话说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所以谢夜才主动 邀请夏长明 提出了联合对抗的邀请 其实在谢夜心底 他甚至猜测到了 夏长明 可能去寻找天地宝阁联合了 毕竟当时 是有人见夏长明 主动要求 见天地宝阁主事的 不过 以天地宝阁 向来不参与 任何纷争的原则 多半应该是被拒绝了 夏长明的确有意 将夏家重回巅峰 不过天地宝阁废掉蔡坤 真的只是个意外 恰好碰到了蔡坤 而他又恰好地 不知死活去碰他娘子 这正好给了他 给蔡家一个教训的机会 夏家这几年 与蔡家的血仇 他是一定要报的 虽然没有谢家 他照样也做得到 不过 要是能多个帮手 或许也能少些麻烦 既然谢兄之我义 联合一事 倒也无不可 只是联合的条件是什么 夏长明问道 谢家会竭尽全力 协助夏家 条件是 夏家除了帮助谢家 寻得凶手外 还需承若百年内 与谢家永好 不得侵犯我谢家领殿 夏长明听闻点了点头 这倒是没什么问题 他解决蔡家 只是单纯与蔡家有仇罢 谢家也没招惹过夏家 他自然没有必要 对谢家出手 只是接下来 谢爷提出的要求 让夏长明一下不淡定了 除此之外 夏兄还需迎娶家妹 作为两家永结相好的纽带 这可不信谢兄 我可是也有家事的男人 夏长明立即 义正言辞地拒绝道 他已经为了人妖两足 和平娶了苏月 这又来个两家联姻 一个还没搞定呢 就再来一个 况且 他对自家那个 倔强又傲气的小娘子 很喜欢 并没有再迎娶 其他女人的想法 对于谢爷的这个要求 夏长明 大概也能猜到他的心思 世家之间联姻结盟 并不少见 一旦谢花林嫁过来 夏家与谢家 在结盟的关系上 便会再多一层 更加可靠的亲家关系 到时 无论夏家多么壮大 也无需担心 夏家对谢家出手 恰恰相反 夏家越是壮大 谢家更能在 夏家的结盟下 受其硬币 保持世代安稳繁荣 简而言之 谢爷应当是看中了 天尊敬的夏长明 对谢爷来说 夏长明如此年轻有为的 天纵奇才 将来必不可限量 假以时日 蔡家根本不成威胁 此时 谢家主动拉拢夏家 哪怕是亲近一切 都是值得的 所以 听到夏长明的拒绝 谢爷也并没有气馁 反而十分自信地笑道 夏兄先别急着拒绝 不如等见过家妹了再决定 看时候 他差不多也该来了 谢爷话音刚落 一道歉影 便抱着古琴 推门而入 来人正式结束 演奏的谢花灵 小妹 这位是夏兄 当今夏家家主 谢爷伸出手 向谢花灵介绍道 谢花灵进一的眼眸 略显惊讶地 望向了一旁夏长明 旋即轻去腰身问候道 见过夏家主 夏长明简单地汗手回应 近距离见到谢花灵 更加能感受到 他由内而外那种淡雅脱俗的高贵气质 宛如隐居山林奏乐 不染仙尘的夏凡仙女 只可远观 而不可谢丸 难怪会被誉为 天都第一个集 第38章 我家娘子最懂温柔 谢爷见夏长明打量着谢花灵 心中一喜 果然 没有人能不被他小妹的美色所痴迷 小妹 夏兄不是外人 将你的面纱摘下来吧 谢爷也对谢花灵说道 谢花灵犹豫片许后 缓缓摘下了面纱 一个精雕欲拙 白面无瑕的妙龄少女 映入眼帘 柳眉红唇 明眸好齿 娇美的容颜中 略微透露着青涩的气息 如何下凶 小妹在这天都颇有美名 世人皆欲为第一美姬 大有天舟第一美人之称 谢爷不令言辞 连连称赞道 她对自家小妹的容颜 很是自信 否则也不会一开始 就让夏长明看完后再决定了 整个天都内 见过谢花灵真容的人 不超过十个 凡是见过的都无不称其角色 四天先下凡 她相信夏长明也不会例外 夏长明仔细打量着谢花灵 心中默默将她与自家娘子 进行了对比 嗯 脸蛋尚渴 但过于清冷 不如苏月里的娇妹可爱 身材嘛 完全没得比 太嫩了 气质方面 既没有苏月里 漠视一切的孤冷 也有没她那般帝王威丫 更没有她不时生动可爱的娇气 唯一值得赞许的是 多了一分不入室的冰清纯然 综合评价 不如自家娘子 相比寻常女子 谢花灵绝对是当之无愧美极名号 但若是与也有着天下绝艳无双 倾国倾城的苏月里相比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与苏月里相比 谢花灵也就还算得上是清秀动人 不过在夏长明见过为数不多的女子中 也可排得上第三位了 谢花灵注意到了夏长明 那毫不掩饰注视的目光 略生羞异地埋下了头 她素来引尖山林 即少与男子接触 平日演奏时 有顾不少淫灰目光 盯在她身上 但她从夏长明眼中 却感受不到那种 令她厌恶的感觉 眼中并无杂烩 仿佛更像是在剑上 她一时也说不出 那种奇怪的感觉 今日的事 她也早就听谢夜说过了 在她眼前的这个少年 很可能就是 将来要成为她丈夫的男人 为了家族大业 为了替死去父亲的报仇 今日之事 万不可马虎失礼 这是谢夜今日 对她反复的嘱托 为此还让她特意登台演奏 事先在夏长明眼中 留下深刻印象 一想到此 谢花灵眼中 不禁闪过一丝哀愁 她与谢夜 同样喜好隐居山林 想奏歌乐 亦不喜欢卷入 这世家纷争之中 更不愿尾身 嫁予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可她别无选择 如今家父谢长青死去 仅靠她与谢夜二人 男替父报仇 况且 长兄如父 谢家此刻 便是需要她现身的时候 她怎能拒绝 弃家足于不顾呢 谢花灵的一神一色 都敬备下 长明懒于眼中 看样子 对方和她一样 并无此意 那事情可就好办多了 夏长明收回目光后 摇了摇头 摆出一副兴致缺缺的模样 说道 谢兄 莫怪我画质 令妹只能说 勉强尚可 与我家娘子相比 简直是云泥之别 此话一出 不光是谢夜 在场的谢云 以及谢花灵 都目录呆滞 再怎么说 谢花灵 也是有着第一美积美称的 无数人一致千金 只是个尚可的评价 而且还加了勉强二字 夏兄 你可是有 眼疾 谢夜忍不住出言问道 她这话并无冒犯之意 只是着实难以相信 她妹妹会在夏长明这里 得到这样的评价 这么美若天仙 芳容秀丽的少女 就勉强尚可 若说没有眼疾 谢夜是不信的 夏长明无语地白了她一眼 一脸 你看我像是会有眼疾的人吗 谢夜赶忙道歉道 抱歉 是我失礼 仔细一想 天尊尽强者 应当是 不会有什么眼疾的才是 可这就讲不通啊 难道那妖族女帝 真是那般绝世容颜 谢夜百思不得其解 谢花玲听闻 心中不禁有些失落和不满 虽然她并不自恋 也没有承认过 第一美纪的名号 但自觉 还是不至于 被贬做泥土那般不堪 尤其是 还当着当时人面这般说 实在是无礼 刚刚她还觉得 眼前这个少年 看起来还不错呢 想来是错觉 谢花玲 对夏长明刚升起的好感 一下荡然全无 皱着柳眉望着她 却发现 她目光似有意无意地看向她 谢花玲似乎明白了什么 难道她是在帮我 刚刚那些话 是故意这般说的 其实都是她所说的谎言 领会夏长明的真实意图后 谢花玲便立马配合地 朝谢夜无奈道 兄长 夏大人已有家事 被小妹意识无意 不如这连姻就罢了吧 不应该啊 谢夜仍旧有些不死心 她不相信 她小妹在夏长明眼中 会是这般毫无魅力 夏兄 我家小妹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从小更是喜歌乐舞 为人知书达理 温书贤惠 你真不再考虑一下 这一瞬间 夏长明心中动摇了半秒钟 可恶 这些她娘子 好像一个都不会 好在仅仅片刻间 夏长明就恢复了坚定的意志 依旧断然拒绝到 谢兄所说的 我家娘子她 也会 在将来 最后三字 是夏长明心中补充的 至于知书达理 温书贤惠 世间没有哪个女子 比我家娘子 更懂温柔 原来如此 见夏长明如此坚决 谢业心中顿时 升起一股无力的挫败胆 失策了 没想到那妖族女帝 竟不仅是容颜出众 在歌旗五月方面 也有这般惊人造业 自知夏长明看不上自家小妹 谢业只好委曲求全 退而其次地问道 那不如 让小妹给夏兄当个妾室如何 自古强者 为了开之散业 三妻四妾极为寻常 若是能当个妾室 也尚可 夏长明没想到 谢业这么坚持 只好一脸郑重地说道 不瞒谢兄说 其实我夏家有一传统 那便是一夫一妻制 我身为夏家家主 更不可违逆祖婿 不可再迎娶其他女子 见夏长明说的神情认真 谢业一下子就相信了 想不到 夏家竟是如此真情 倒是我孤陋寡闻了 恕我冒犯了 夏兄 你应当早跟我说的 谢业既歉意 又包含怨念地说道 但凡夏长明早点明说 他也不必浪费这么多口舌了 谢业哪想得到 这只是夏长明 临时想出的借口罢了 夏家根本没有这一条阻屑 这条只是夏长明前世的 夏家所定下的规矩罢了 除了他与他父亲夏长明外 夏家每代家主可都是三妻四妾 红颜无数 夏谢两家可以联合 但不会接受联姻 夏长明强调道 事已至此 联姻一事已是无望了 谢业也只好妥协答应道 好 愿谢下两家永结金兰 话音落 结盟成 谢业正打算举杯庆贺 屋外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打斗声 第39章 今日的夏家很硬 废仙楼西乡舞台下方 桌椅碎裂 舞台残破 地上一片狼藉 两伙人身着不同世家服饰的人 正分持对峙两侧 一方身着墨白相见静衣 正是夏明 以及与他一同前来的 其他庶民夏家弟子 而站在他们对面 身着黄色长袍的人 也不是别人 正是四大世家之一的王家人 只见王家一行人中 为首的男子 气焰嚣张地 被夏明等人嘲笑道 我倒是谁敢这般嚣张 原来是夏家的老鼠啊 不好好躲在踪地内 怎么敢跑出来 万一我不小心 把你才死了 怎么办啊 男子的一番话 惹得周围众人 肆无忌惮地嘲笑 夏明面色难看 握紧拳头怒吼道 王焕 你竟敢出言 侮辱我夏家 侮辱你夏家 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怎样 你打我呀 敢吗 朝着打 记得用力点昂 王焕十分得意 将脸凑向夏明 还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脸 催促夏明动手 他笃定 夏明绝不敢向他动手 这种情况 早在先前就有过无数次了 夏家每次都是当缩头乌龟 根本不敢招惹他们王家 只是这次 他过于自信了 一瞬间 一只拳头飓风袭来 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 将他整个人 垂得飞出数十米开外 一路滑行 夏明攥紧拳头 面带阳光般笑容说道 大家都听到了 这可是他让我打的 他早就等这一刻很久了 先前碍于夏浩渊迎威 一旦对其他世家弟子动手 就会受到严厉加罚 无奈只能一直忍气吞声 如今收到了夏长明最新的指令 凡是玷污辱夏家者 皆还以颜色 夏家一众人早就忍了很久了 围观的众人和王家一行人 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 茫然带立原地 什么情况 夏家今天是吃错什么药了 这么硬 王焕捂着亲子肿胀的半边脸 神色怨毒地盯着夏明大吼道 夏明 你竟敢对我动手 这可是你自个找死 怪不得我了 动手 杀了那小子 随着王焕的怒吼 王家人也回过了神 纷纷爆发灵力 杀向夏明 眼睁睁在众人面前被打脸 这个颜面王家 是一定要找回的 望着杀上前的数十名王家弟子 夏明毅然不动 神色坚毅地挥手大喊道 家主有令 凡是欺辱夏家者 杀 话音落 在夏明身后的数名夏家子弟 身形略出 很快与王家一行人 站坐了一团 夏家和王家的人打起来 快去通知谢妈妈 这夏家今天 怎么这么阴气了 不像之前啊 谁知道呢 不过招惹了王家 这两子算是结下了 听说 昨日夏家还惹怒了蔡家呢 这下 夏家可不好过了 周围看戏人群 见事态升级 连忙躲到远处观战 夏明带着几名夏家子弟 与王家十几人 打得有来有回 甚至稳站上风 王家已经有数人 被打得倒地不起了 而夏家有几人 已是遍体鳞伤 却是越战越勇 倒也是 没有丢夏家的脸面 夏长明站在阁楼上方 津津有味地观战 看样子似乎是不需要他出手了 在夏长明身旁 站着同样闻声 前来观战的谢业等人 混乱中 夏明一掌将一人击倒后 目光牢牢地锁定在了王焕的身上 俯身冲刺 蓄力一拳轰出 王焕大惊 慌忙拿出一面法盾挡在身前 趁着盾牌遮住夏明视野 反手掏出一柄短刀席向夏明 夏明瞳孔猛缩 身形厚仰 刀刃从他眼前斩过 有惊无险地躲过了这一刀 这一刀出乎了夏明的意料 至始至终 他都是抱着给对方一个狠狠的教训 并未下死守 所以没有使用任何法器 而王焕招招暗含杀鸡 是真的要置他于死地 夏明目光一宁 不再留守 飞身跃起 同时从灵界取出一柄 飞剑斩向王焕 在夏明迅猛锐利的剑盲攻势下 王焕只能勉强靠着盾牌招架 说到底 王焕也只有宗师境中期而已 而夏明早已刻苦修行 踏入了宗师境巅峰 夏明与他同敬被打了得猝不及防 夏家子弟果然是天才辈出啊 谢爷望着场中 夏明对战的身姿赞许道 谢兄 你不打算阻止吗 再打下去 你这最先楼可就没法做生意了 夏长明笑道 谢爷很是随意地摇了摇头道 无妨 王家欺我谢家无人 总是在此招惹事端 今日脱下兄之手 正好给王家一个教训 况且 似乎这两家打斗 可比哥勒要更受欢迎呢 谢爷目光望向阁楼另一边 越来越多挤进来凑热闹的人 很是无奈又好笑地说道 就连东乡的人都过来了 他亲自上场 演奏吹销弹奏时 都不曾有过这般拥挤热闹的人群过 谢云则是从中仿佛看到了商机 眉眸一亮 下次最先楼 或许可以再增添一个打斗舞台 用于欣赏 最好还是男女修行者的那种 应当会是十分的热血澎湃 就在谢云思索之际 场中的战斗也接近了尾声 哐浪 随着一声众响 王焕手中的盾牌掉落地面 而他自己则是狼狈地坐在地上 喉咙处抵着一柄长剑 你 你不能杀我 你若是杀了我 王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会害了你们夏家的 王焕害怕地威胁到 额头冷汗直流 夏明心有顾忌 迟一了片刻后 缓缓放下了手中的长剑 这次就放过你 若是再敢出言 侮辱我夏家 定取你手机 滚吧 说完 夏明收起长剑 转身正欲去查看其他人情况 夏长明在上面看着直摇头 还是年轻啊 在夏明转过身后 王焕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取出一枚尖锥法器 猛地起身袭向夏明 夏明似有察觉 当他转过身时 尖尖锥已然临近胸口 来不及躲遍 糟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身影 瞬息出现在夏明的身旁 仅仅是一根手指 就抵住了那旋转突进的尖锥 家主 夏明惊喜地喊道 其他躺在地上的夏家弟子 见到夏长明 纷纷忍痛爬起身 单膝跪拜道 见过家主大人 第四十章 我和你这变态不一样 夏长明转头看向夏明 缓缓将手掌伸向他头顶 夏明还以为夏长明 是见到他刚刚英勇的战斗 要表扬他呢 赶忙摆出一副 接受嘉奖的模样 不过很遗憾 等待他的事 头顶一记板力 夏明捂着脑袋 不解地看向夏长明 夏长明这才淡淡开口道 你知道 你刚刚在战斗中 犯了多少错误吗 夏明懵懂地摇了摇头 第一 面对开口 要将你置于死地的人 你不该留守 尤其是对方实力 与你相当时 你更应该全力以赴 夏长明神色严厉地说道 第二 对待敌人 不可心生慈软 你的手下留情 很可能会害死你自己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次放过了他 下次他会放过你吗 夏长明的话 犹如醍醐灌顶般 夏明煞时醒悟 望着刚刚奔将仇报 差点将自己置于死地的王焕 才明白了 他刚刚是多么的天真 竟因为王焕的一番威胁 就胆怯选择了放过他 而很可能害死自己和其他人 受教了 家主大人 是我的疏忽大业 夏明羞愧认错道 夏长明满意地点了点头 目光冷冽地望向王焕 继续道 第三 不要把你的后背留给敌人 除非 敌人已死 听到最后一句 王焕下的浑身颤抖 冷汗近视了后背 他想要逃 可是却发现 双脚似乎是被什么禁锢了一般 动弹不得 你 你不能杀 王焕还想顾忌重施 再次搬出王家的名号 威吓夏长明 可他话音未落 夏长明轻弹尖锥 那枚尖锥 瞬间反转 贯穿了王焕的胸膛 王焕瞪大双眼 眼中满是惊恐和不敢置信 低头望着空洞的胸膛 最终毫无声息地倒地 谢夜目光正正 望着双手复立 一身傲然无畏的夏长明 心中不由更加惋惜 没能促成那桩婚事 此时的夏长明 不再似于刚刚和他交谈那般 随性柔和 宛如一柄利剑悬于当下 大有辟逆俯瞰众生 绝杀生之气势 杀王焕 更是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杀了 丝毫不给王家颜面 何等霸道 啪 啪 啪 在夏长明杀了王焕后 寂静的场中 突然响起了响亮的鼓掌声 所有人下意识都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披着金戎衣袍 面色看似很辣的男子 双手还胸 大步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在他的身旁 还跟着一个 众人见到来人 脸上顿时露出忌惮之色 不好 王腾怎么也来了 想必应该又是为了追求谢花灵而来的 这个杀神 稍有不合他意 就将人杀死 他都不知道 玩弄死多少女人了 谁敢嫁给他 嘘 小声点 你不要命了 王腾没有理会周围议论的声音 瞥了眼地上王焕的尸体 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又鼓起了掌 对夏长明称赞道 好 杀得好 你就是夏家的新家主 就是我 夏长明冷漠淡然道 王腾双眼微微眯起 目光变得尖锐 神色逐渐狂热 此时与王焕两个关系要好的王家弟子 赶忙跑到王腾脚下 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哀声道 二少爷 您可得替王焕和我们报仇啊 夏家简直欺人太甚 不把我们王家和您放在眼里啊 您要为我们做主啊 王腾额头清净暴起 浑身杀气腾腾 只不过这杀气 不是针对夏长明的 而是 他脚下的王家二人 王腾二话没说 手臂画刀 毫不留情地将二人当场消首 场面当场寂静无声 两句无头诗 就那么倒在王腾脚下 被他像垃圾一样踩过去 真是烦 没看到老子正在信头上吗 蠢货 简直丢光了我 王家的颜面 打输了就不必再活着了 弱者是不配在这世上的 说到最后一句时 王腾目光特意又转向了夏长明 意思不言而喻 挑衅 夏长明笑了 王腾看着夏长明笑了 他不由也笑了 浑身战意凛然 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 他许久不曾这么兴奋过了 我能感觉到 你是和我一样的人 一样渴求鲜血与杀戮的人 在这一刻 王腾认同了夏长明 仿佛找到了同类 夏长明出手 杀掉王焕那轻描淡血 冷漠的 像是随手解决垃圾一样的眼神 他太喜欢了 莫名其妙 被一个杀人变态狂认同 夏长明可一点 也开心不起来 皱着眉头淡淡道 我和你这变态可不一样 王腾见夏长明 矢口否认 心中勃然暴目 语气冰冷道 不一样 哼哼 是不是一样 只要试试就知道了 说吧 王腾浑身杀意绽放 空气骤然变得无比冰冷 恐怖的杀意 仿佛凝固了空气 夏长明很是惊讶 他还是头一次见到 这般圣人心骨的杀意 似乎引有凝聚成形 正当王腾蠢蠢欲动 准备动手时 身旁的山羊狐老者 立马制止道 二少爷 您忘记了出来时 向家主保证过什么了吗 王管事 你少管我的事 信不信我连你一并杀了 王腾不满地 挑了挑眉威胁道 对于王腾的威胁 王云不为所动 依旧平淡道 老奴自然信 老奴一条贱命死不足惜 只是 您若是违反了家主的话 回去后 怕是又要被关入禁闭了 还请二少爷三思 少拿那该死的老家伙压我 王腾报和道 但他还是不情不愿地 收起了那庞然的杀意 真是扫兴 下次见面 我定会杀你 随时恭候 夏长明淡漠直视着王腾回道 虽说 他现在就可以把王腾解决了 但没必要 毕竟王家 还并未有真的对夏家动过手 有的只是小打小闹的小摩擦 况且 他要是真的动手了 就正合某人的意了 当然 如果王腾自己找死的话 那就另说了 很久不曾有人 敢这么与他对视了 王腾心中 更加重于夏长明了 不过现在他需要忍耐 就像获得难得的美食一样 最好的 都要留到最后品尝才是 平息心中狂热的战役后 王腾将目光 放向了他此行真正的目标上 谢花灵 考虑的怎么样 嫁于我 还是与谢家 一同从天都上消失 王腾狂妄地说道 丝毫没理会 这里是谢家的地盘 谢叶与谢云二人 深皱眉头 众多谢家子弟 更是群情激愤 甚至有人操刀就遇上前 王腾 你不要欺人太甚 真当我谢家 没人不成 少爷 让我带人下去教训他 对 哪怕是死 也要捍卫我谢家荣誉 一名谢家侍卫 被谢叶请命到 谢叶伸手拦住了他 缓缓摇了摇头 谢家势力本就最弱 在为之真正杀父仇人之前 还不是与王家撕破脸的时候 更不能再增添无畏地伤亡了 谢花灵主动走前一步 看着王腾 又转眸望向夏长明 心中似在思索着什么 片刻间后 谢花灵轻起薄唇 当着众人便宣布道 我 谢花灵 已有意中人 第41章 谢家的谋算 所有人都顺着谢花灵的目光 看向了夏长明 一时间 夏长明成为了在场的焦点 夏长明很是无辜 不是 你们都盯着我干嘛 不是我啊 我是有老婆的男人 难怪花灵小姐 至今从未答应过任何人 原来是早已放心暗许 可她夏长明 不是才回来不久 怎么就 下手这么快 人家夏大家 主要颜值有颜值 要实力有实力 又是四大世家之一 我要是女的 我也喜欢 听闻谢花灵 已是名花有主 一众人不由黯然神伤 更有着仿佛在此刻 经历了一场 还未开始的悲痛失恋 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闻者落泪 花灵 我的花灵 没有你我怎么活啊 我不同意 我不允许 我要和她决斗 说话者神情悲愤 乃是一个小宗派的宗主 前阵子刚刚王七 最近迷恋上了谢花灵 只要一有她的弹奏表演 每日必定前来捧场 豪至千金 为此 她已是几乎耗尽了宗门 尽数家财 却是连谢花灵一面 都不曾见过 身旁的人赶忙对男子 出言提醒道 堂兄 莫要怪在下没有提醒你 此人乃是下家之主 传闻天尊敬 你懂 哦 那没事了 误会 男子瞬间神色恢复阵定 脸上表情收放自如 仿佛刚刚什么事 都不曾发生过 场下 王腾听着谢花灵 当众宣布自己心有所许 立刻将怒火 转向了他口中所说的一中人 见对方是夏长明 刚刚才好不容易抑制的 嗜血和战役 差点再度燃烧 王腾平息了心中焦躁的嗜血 脸上反而露出了一抹残忍的微笑 好 很好 这才有意思 自古美人配英雄 只有强者 才配拥有支配权 等我杀了你 再将他夺过来 也很不错 王腾自顾自地说着 似乎心中很是欢喜 不禁仰天长笑后 直接转身离开了 身旁的王管事 神情凝重地看了眼夏长明后 继而跟上了王腾的脚步 见王腾就这般离开 所有人都不禁很是惊诧 怎么回事 这个杀神 带着一窥夏长明实力是否真如传闻那般强大的 王腾一一离开 没戏看得众人兴致缺缺的陆续离开了最先楼 有的则是到东湘巡快活去了 夏明与王焕那群混战 也是让不少人看得热血澎湃啊 谢叶皱着眉头 站在楼梯上 注视着王腾大摇大摆地离开 心中不免可惜 如果王腾动手的话 就可以借下长明的手 先费王家一臂了 这样一来 卸下两家的关系 也会更加稳固 待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谢花灵才款款 一步跃下楼梯 飘落在夏长明的身前 屈身致歉道 抱歉夏大人 刚刚是出从集 我才说了那番话 夏长明意味深长地望着谢花灵 并没有说话 他怎么总感觉 谢花灵是故意这般说的呢 一来直接将王腾的目光 从他的身上转移到了他身上 只要他不死 王腾基本上不会再找他麻烦了 他便可安然全身而退 二来 最先楼众人都听到了他宣布的消息 肯定会有人揣摩他 与他之间的关系 一旦认定二人关系不一般 今后就再也没人敢打扰他 相当于将他作为挡箭牌 挡下了所有的追求者 这很难不让夏长明觉得 他是故意这么说的 谢花灵还以为夏长明 已是生气了 赶忙更加歉意地说道 如果夏大人觉得困扰 我可以立刻再向众人澄清一切 不用了 覆水难收 就这般吧 夏长明摇了摇头说道 话继一说出去 再过多的解释 也是屠楼 反而很可能越解释越说不清 谢兄 那我告辞了 今日之事 多谢夏兄解围 谢夜拱手告别道 夏长明转身离开 见夏明还带立原地 不由出言叫道 还傻傻站着干嘛 走了 哦 夏明从刚刚便一直沉浸在震惊中 背下长明这一喊 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 赶忙提起脚步 跟上离开 在夏长明一行人离开后 场上仅剩下一片狼藉 遍地碎线 谢云见状 不由叹息一声 看来最先楼的歌舞乐表演 暂时是无法再进行了 我家头牌丫头又高调宣布 名花有主 以后又要少不少收入了 唉 谢姨 抱歉了 谢夜与谢花林二人 一同向谢云道歉道 我也就发发牢骚 如今您不再是少主 而是谢家一家之主 您的任何决定我都会遵从 谢云言辞说道 此刻的他身上 退去了妩媚与放荡 多出了几分沉稳平静 明知今日王腾定要来 谢夜却依然决定 邀请在最先楼会见夏长明 甚至托人送了几张免费票券给夏明 邀请夏家之人前来 谢云就知道了 今日冲突在所难免的了 即便今日 夏长明拒绝了与谢家合作 引发冲突后 引得夏长明出手 也可让人见到 夏长明出现在这最先楼中 到时候 王蔡两家自然也会误以为 夏谢两家已经联合 这一切都是谢夜准备的计划 为了谢家 这点小小的牺牲 算不得什么 归途中 夏明跟在夏长明的身旁 一直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见夏明迟迟不肯开口 夏长明直接问道 怎么 干嘛一副吞吞吐吐的样子 有话直说 家主大人 那 那我就说了 夏明小心翼翼说道 夏长明很是好笑 直言道 说吧 难不成我还会揍你不成 听到这话 夏明才壮着胆子说道 家 家主大人 您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啊 夏化现 夏长明被这一声质疑 整猛了 我干嘛了 夏明凑近过来 捂着嘴 翘声继续道 您才和夫人结婚不久 就与谢家歌姬在醉仙楼私会 这 这是不可以的 夫人和老夫人若是知道了 一定会生气的 夏长明 夏长明二话不说 再次赏了夏明头上一记板栗 你小子在瞎想什么呢 我来醉仙楼 只是与谢业相谈正事 我与谢花灵也是君子之交 夏明捂着发痛的脑壳 心中不经负匪 明明说好 不动手打我的 他明明就看到了 谢花灵走进了李屋的房间 对于夏长明的解释 夏明一时神色飘忽不定 他是很想相信自家家主的 有人去醉仙楼不谈人生理想 谈诗词歌赋吧 所以夏明觉得 夏长明应该是隐瞒说谎了 他该不该将此事 告诉夫人和老夫人呢 夏明纠结地思考着 然而 夏长明逛醉仙楼 俘获天都第一歌姬的事 早已传得满城皆知 已是落入了苏月里的耳中 第四十二章娘子 别闹了 入夜 长明封上 夏长明身影飘然落下 见院底内一片昏黑幽静 房间内寂静无声 未有灯火烛光 心中略有疑惑 那小妮子今天这么早就歇息了 为了不惊扰家人 夏长明轻手轻脚地来到房门前 轻轻地推开了房门 嘎吱一声 房门刚露出一处小戏 夏长明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脚下陡然浮现出一处法阵 将他困在其中 数条紫色铁锁 自脚下升腾而起 顺着腿脚 紧紧地缠住了他 整个身躯 就连双手也被铁锁束缚 动弹不得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隐匿气息 躲藏在屋内的苏月里闪身而出 一点荧光 直击夏长明眉心 即便是这种危急存亡之客 夏长明依然脸色淡然如水 不慌不忙地偏移过头 长剑几乎顺着他 额前绣发掌握 落下几缕莫斯 娘子 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 夏长明毅然不动 神色细血地说道 为夫不就是稍微晚回来了会 最不至此吧 自从上次对他执行过家法后 苏月里这几日都老奢不少 没有再对他动过手 几日不曾遭受暗杀 都让他有些疏忽大意了 他差点都快忘了 他娘子是妖族女帝了 苏月里本是想借法阵陷阱 捆住夏长明片刻间偷袭 不曾想下长明反应如此迅速 毫无防备之下 还躲过了他最快一件 见偷袭失败 苏月里定下身形 娇容动怒 趁着夏长明还未从法阵挣脱 身后的一条尾巴甩出 再度袭杀而至 娇鹤道 对 本地就是要谋杀你 夏长明脚步轻轻一跺 身下法阵骤然消散 铁锁尽数震碎 从苏月里第一击刺杀失败 就注定他再也不可能成功了 苏月里见下长明 轻松破除他 精心布置下的困兽法阵 面色大惊 连忙抽回尾巴 夏长明哪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一手将虎尾握入手心 尾巴入手 蓬松柔软 手感更是丝滑细腻 简直让人爱不释手 这要是围在脖子上 应该非常暖和 夏长明不禁下意识揉了两下 明明有着横扫山岳之力的尾巴 此刻在夏长明的手中 却犹如一般虎尾 别无二致 眼见尾巴被夏长明拽在手中 苏月里翘脸闪过一丝慌张 尾巴上传来异样感 更是让他心慌不已 狐摇尾巴向来视为静静 绝不许外人触碰 从未被他人摸过的尾巴 遭人此般泄妒 苏月里翘容飞红 也不知是休是怒 只得娇声呵斥道 你给本地放手 Sigma Sigma 夏长明丝毫没有松手 反而嘴角一笑 轻轻一转 苏月里顿时整个人被拉入了怀中 娘子 你今夜不睡 满脸忧怨 就等着偷袭维夫 维夫是喜欢夜袭的 但娘子你得换种方式 夏长明搂着苏月里的柳枝细腰 在他耳畔柔声道 苏月里翘脸 又被气红了几分 咬着银牙恶狠狠道 去死吧 混蛋 别拿你满是劣质胭脂的身体 触碰本地 夏长明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今晚他娘子火气这么大 吃醋了 难道是魏夫去了醉仙楼 娘子吃醋了 夏长明嬉笑问道 苏月里气得沉下脸 言声反驳道 笑话 你去哪里 跟哪些女人在一起 与本地有何关系 本地杀你 只是为了妖族星夜 你少自作多情了 一闻到夏长明身上 那沾染不散的厚重胭脂水粉 苏月里欲说 心中愈发气愤 也不知为何 今夜他本没想冒险设下法阵 偷袭夏长明的 因为他自知成功几率不大 可以回想这几日所遭的羞辱 又听闻夏长明跑去青楼 与那天读第一格级私会 他就暗中决定 施行今晚刺杀 他才不在意 夏长明与谁私会 反正夏长明娶他 也只是为了安定人妖两族 他尾身嫁过来 也是为了妖族安危 只是夏长明传出的绯闻 外面流言飞语漫天 害得他的名声受损 他一时气不过罢了 反正他也不知何时 才能拥有先气与之对抗 倒不如再次放手一搏 兴许可成呢 这次不同上次趁水偷袭 他体内的绝命妖毒 所造成的伤势已尽数痊愈 又经过太灵金丹巩固 此刻是他的全胜状态 苏月里身后再度绽放数条尾巴 一并刺席向夏长明 夏长明双手难挡数尾 只得松开苏月里的尾巴和腰间 足尖点跌 闪身躲开 娘子 今夜火气不小 一会卫夫帮你包碗红糖浆汤 苏月里趁机挣脱下长明怀中 一个飘逸华丽的回旋转身 再次挥剑斩向夏长明 夏长明一个身形厚仰 再次有惊无险地 躲开了苏月里的斩机 威势迅猛的剑光 顿时消掉了半个房间 则则则 看来今夜娘子是不打算让卫夫睡了 夏长明细笑道 双手负于身后 很是热在其中的神情 苏月里剑壮 翘脸韵怒 一咬阴牙 周身灵力爆发 提剑杀上前 本地让你永远也醒不来 夏长明一阵藤魔躲闪 不断地躲避 苏月里凶猛如疾风咒语般的剑光刀芒 任由苏月里使出浑身解数 也无法碰到他嘶吼 趁着苏月里一击不成的空挡 夏长明趁机抓住了他的手腕 再次凑近他 耳畔傅耳柔声说道 好了 娘子别闹了 听卫夫解释 乖 先把剑放下 听着近乎哄小孩般的话语 苏月里气得面红耳赤 胶躯颤抖 取巧的胸脯上下起伏 死咬银牙地盯着夏长明 别闹了 他是什么意思 他的怒火在他眼中只是嬉闹吗 此刻的苏月里 仿佛受到了此生最大的屈辱 真当本地怕了你不成 苏月里唤出九尾狐妖之身 数条尾巴如同孔雀开瓶般遮蔽夜空 每一条尾巴都既如同利剑般 可刺透岩石壁垒 披荆斩时 又可如同山岳般沉重拍击砸下 夜晚寂静的夏家踪地在此时响起阵阵浩荡轨动 地面震战不止 夏家所有人都不禁被这股震动吵醒 目光望向了震动之势 尤为剧烈的长明峰方向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夹暴 另一处山峰上 楚清婉站在窗户旁 远远望向长明峰 神色满是担忧 妮儿也真是的 好好跟月里解释一下就好了 怎么还打起来了 不行 我得去劝劝 说吧 楚清婉披上青衫就欲出门 起初 楚清婉听闻夏长明去了醉仙楼 与谢家歌姬谢花林私会时 也是十分生气的 后来是听到夏若光说 是谢家邀请湘谈钥匙后 才明白误会了 他所了解的女儿也不似那般人 况且 整个醉仙楼中所有女子加起来 恐怕也无法与苏月里媲美 怎么可能放任自家娘子 去寻那野花野草呢 所以 他觉得只要夏长明好好向苏月里解释一番就好 没想到会演变到大打出手的地步 站在楚清婉身旁的夏长林 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淡然笑道 夫人 你去做什么 人家小两口小打小闹 床头打 床尾合的 明日就无事了 你就放安心吧 可是 楚清婉还想说什么 夏长林已经搂住了她的细腰 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没事的 夫人 咱也该回屋休息了 第四十三章 陈炼雄拜访 次日清晨 朝阳透过薄雾芸 挥洒在长明峰上 此刻的长明峰上 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破砖碎瓦 热大的府邸宅院 四面漏风 屋檐千疮百孔 还少了一半 经过夏长明 与苏月里一夜激战后 只留下了满目窗移 刚刚登上封顶的夏明 见到此状 不由目瞪口呆 这般惨烈 夫人知道 家主去了最先楼后 竟是如此动目 家主大人 不会有事吧 心中有所担心 夏明连忙寻找起 夏长明的身影 当踏入院落的那刻 只见残破的庭院内 夏长明正悠闲地 坐在石凳上 单手处着脸颊 身上衣衫 虽有片履残破 但神情自若悠然 身上无一丝伤痕 反观坐在夏长明 对面的苏月里 神情虽依旧冷艳 但脸颊上 却是灰头土脸 狼狈不堪 若是没有夏长明 在一旁衬托 不知道的 还真会以为 是他昨夜胜出了 此事二人相对做 都没有再互相出手的意思 石桌上放着一碗 热腾腾的红浆糖水 夏长明另一只手 挽起一小勺糖水 送到苏月里 红唇边 苏月里撩拨脸颊 几缕并发 微微张开红唇 抿下嘴边的糖水 这一幕 是如此的和谐恩爱 看得夏明都愣住了 怎么回事 昨晚打得这么激烈 今早怎么就相安无事了 家主大人 这是说服夫人了 其实在夏明 来到几分钟前 夏长明 还压在苏月里的身上呢 只是二人 同时都听到了登峰声响 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收手罢了 苏月里 因为一晚上的激战 体内灵力早已匮乏 基本无力再战 而夏长明 虽没有拔剑 却不知用了何种秘法 竟可聚气为灵 灵力生生不息 硬是生生 将他灵力耗劫 被他压在身下 不得动弹 为了不让其他人 看到自己的窘境 苏月里 才不得已选择了收手 老老实实听了 夏长明的解释 也不知是气劫了 还是又被教训服了 听完解释后 心里也没那么生气了 期间 夏长明还抽空 去做了网红 将糖水给他 他们以为夏长明 是仗着仙气地仙剑 才打得过他 昨晚一战 却是毁了自己的道心 夏长明并未拔出地仙剑 也赢过了他 也不知何时 他才能刺杀眼前的男子 重回妖族女帝之位 而不是在这 过着安逸的妇孺生活 每日除了吃河睡 就是被拉着 学习人族的礼仪知识 就连修行时间都减少了 一想到此 入口甘甜的红浆糖水 在口中也觉得乏味了 苏月里口中 不禁吐出一字 苦 夏长明诧异 他知道苏月里喜甜 特意放多了红糖 怎么还会苦呢 自己要起一勺送入嘴中 入嘴甘甜清香 很是滋补 娘子 这不是挺甜的吗 夏长明疑惑问道 苏月里没有理会 自顾自地将整碗捧起 一饮而尽 夏长明欣然一笑 扭头看向站在一旁的夏明问道 夏明 你过来是有什么事 听到夏长明的话 夏明才从呆饿中恍身 这才想起来正事 拱手说道 家主大人 天地宝阁的陈主师拜访 说是有事找您 此刻正在主殿等候 夏长明大长老 已经先过去了 哦 他来了 夏长明略微惊讶 这才过了两日 难道他就已经把他的所需的委托完成了 不愧是天地宝阁练器主师 速度果然够快 走吧娘子 魏夫送你件礼物 本来是祭典那日 便想给你的 稍晚了两日 夏长明站起身 被身前的苏月里邀请道 苏月里秀眉一瞥 冷言回道 哼 你把本地当什么人 本地才不会要你的礼物 主殿内 早来一步的夏长明 正热情地招待着陈恋雄 亲自将他迎接入座 天地宝阁在世间的影响力 以及号召力 那可远不是天洲王朝 所谓的四大世家 所能比拟的 听闻前两日祭典 夏长明带着苏月里 去了一趟天地宝阁 还在其中将蔡家二子蔡坤 打了个半死 世人皆知 天地宝阁规矩 绝不允许在宝阁中闹事出手 此番陈恋雄亲自到来 不明所以的夏长明 还以为天地宝阁 是来兴师问罪的呢 礼仪十分周到 话语尽是客气 陈主事 一早到来 真是辛苦您 亲自跑过来 我这有珍藏百年陈酿的灵酒 醉方香 您尝尝 夏长明凭空 取出一只原底细瓶 为陈恋雄 倒上了满满一杯灵酒 他听闻陈恋雄 除了恋气外 此生最爱品尝美酒 这灵酒 可是他珍藏许酒 都不舍得喝的佳酿 为了替下长明百瓶此事 他也是不再私藏了 陈恋雄一闻到 那沁鼻的酒香 一下子就端起酒杯 一口饮尽 摔下酒杯 大口赞誉道 啊 好酒 夏大人可真是藏了好酒啊 陈主事若是喜欢 这瓶醉方香 就赠予您好了 夏长林大气说道 手臂一挥 酒瓶飞入到了 陈恋雄身旁桌上 那怎么行 这可是您的珍藏 陈恋雄怪不好意思道 眼睛倒是直勾勾地盯着酒� 陈主事难得来我下家 这点小礼物算不得什么 您莫要客气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人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再拒绝就坏人好意了 陈恋雄小心翼翼地 将酒瓶塞入了怀中 再次向夏长林道谢道 多谢夏大人舍爱 见陈恋雄心情愉快 夏长林心中安心不少 也不再客套 试着询问道 不知陈主事 今日特意前来下家 可是为了犬子 本来只是完成委托 过来送趟东西 没想到还意外收到了美酒 陈恋雄此时别提多开心了 笑嘻嘻回道 正是 我今日就是专门来找夏家主的 果然 陈恋雄的话 验证了夏长林心中猜想 陈恋雄此番前来夏家 定是兴师问罪的 夏长林赶忙起身 拱手致歉道 陈主事 真是抱歉 犬子方才回归不久 不知天地保格规矩 还请陈主事 莫要责怪 突如其来的道歉 让陈恋雄猛猛坐在原地 手中酒杯都不敢拿了 不是 这又是在唱哪一戳 夏长林与苏月里的身影缓缓出现 一进入主殿内 夏长林就疑惑地朝着夏长林问道 父亲 你在干嘛 第四十四章 天地保格的殷勤 在来主殿之前 夏长林与苏月里先去修整了一番 夏长林换上了一身干净白衫 身姿轻易脱俗 苏月里则是换上了一袭紫色仙衣长裙 翘脸白净冷艳 没有灰土蒙尘 却透露着一脸疲惫 夏长林见下长林道来 赶忙几眉弄眼 似要传递什么信息 凭借着父子二人之间的默契 夏长林当然是没有明白 夏长林要干嘛的 坐在客亲位置的陈恋雄 见到夏长林后 连忙起身 主动拱手 向夏长林客气招呼道 夏家主 这一声问候 直接让夏长林茫然当场 手中还保持着拱手 躬身之姿 疑惑心生 这陈恋雄 怎么对明儿比对他还客气呢 满脸 陪笑恭敬的 夏长林做出邀请入座的手势 很是随意地说道 陈主事 坐吧 夏长林则携着苏月里二人 坐到了主殿之上的家主之位 父亲 您这是在干嘛 见夏长林还保持着坐一姿势 待遇里原地 加上刚刚夏长林的举动 也很是怪异 夏长林不由再次好奇问道 嘿 无事无事 夏长林干咳两声 眼是尴尬 坐下后 忍不住心中疑惑 向陈恋雄出言问道 刚刚说到哪来着 哦对了 不知陈主事 找名有何事 我正好要说呢 既然夏家主来了 我正好当面将您的委托交付了 陈恋雄说着 从怀中取出一枚灵剑 轻轻丢出 灵剑自行飘落到了夏长林手中 一般交付贵重丹药 或是法器时 都不会直接交出 而是寄存在一枚空间狭小的灵剑 作为包裹交付 为的是 不让除委托者以外的其他人发现 以免引来窥视际于 夏长林接过灵剑 神识进入其中探视 灵剑中的确存放着 几对精雕细琢的木制手势 除此之外 二十四只由玄灵鹰木 特制的巨灵旗 悬浮其中 手掌轻轻挥舞 玉镯 木簪 以及二十四只巨灵旗 一一从灵界中飞出 盘旋漂浮在主殿的上空 每一件都漆黑有亮 质地如玉 已经出现 大殿之上的灵力 引有汇聚之势 这是夏家灵园外的 那两扇黑木门 所制成的木镯 夏长林认出的 木镯的材质来历 他知道黑木门的不凡 却没想到 做成木制手势 还有这等功效 这虽看似是普通手势 却是不输一般灵气 不愧是陈主事 能这么短时间内 就完成了这些 当真是了不起 检查齐全无误 夏长林将东西 重新收回灵界后 忠心地夸赞道 对于平日里 他人的夸赞奉承 陈炼雄向来 都是不屑一顾的 但这次可不一样 自上次夏长林 离开天地宝阁后 玲玲就传音至 天地宝阁 向家父说明了一切 不曾想 不仅未受到惩戒责罚 反而大家赞赏 直接同意了天地宝阁 与夏家联合一事 并且放话 凡是夏家所求 接英语 无需向他汇报 一向保持中立 从不掺和一切的天地宝阁 竟然为了夏长林 与夏家暗中联合了 这让陈炼雄 更加确信 夏长林身份的不简单 自然是愈发恭敬 为了完成夏长林的委托 他可是推掉了 其他所有事情 专心致志 加感完成 每一样都倾注了 他十二分精力在内 此时得到夏长林的赞誉 客气地拱手道 夏家主的委托 哪敢怠慢 下次若是还有需要 尽管吩咐 陈炼雄乐呵呵地说道 随后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 一挥手 无数灵丹妙药 置于脚下 将先前夏长林 赠予天地宝阁的灵丹妙药 又尽数归还 我家阁主说了 夏家主救了小儿一命 与天地宝阁 有着莫大的恩情 哪有收礼的道理 说着 陈炼雄又从怀中 取出一张通体莫黑 闪有暗金光芒的卡片 以双手姿态 递给了夏长林 另外 这是天地宝阁 最为珍贵的黑金卡 世间拥有此卡的 仅有一人 您是第二个 您只要拿着此卡 到任意天地宝阁 皆可被我天地宝阁 尊为上宾 夏长林看得是目瞪口呆 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一度怀疑 他是不是在做梦了 这天地宝阁 竟对夏长林 这般献殷勤 就连他也从未听说过 这黑金卡 能被天地宝阁 尊为上宾 那是何等的殊荣 夏长林也没想到 天地宝阁 对他这般感激 只因他救了林林 稍加思索后 夏长林 还是伸手 接过了黑金卡 反正他又不吃亏 为何不要呢 见夏长林 接过黑金卡 陈炼雄这才拱手说道 夏家主 若是有其他事 随时派人到天地宝阁 联系我 我就先告辞了 陈主是慢走 夏长林客气送道 正准备送他 到夏家宗地外 谁料到陈炼雄 反而更加客气推辞道 夏家主 不必亲自远送 还有 你以后 就叫我小陈就好了 陈主是什么的 太生疏了 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噗 咦 一家人 夏长林 才稍稍从震惊中 贫富少许 刚喝入嘴中的茶水 一口就喷了出来 止不住地呛了几声 神情满是惊愕 这天地宝阁 与夏家关系 发展得也太快了吧 莫名其妙 就成一家人了 而且传闻天地宝阁 不是从不偏向 任何一方势力的吗 怎么今日的种种表现 都在刷新他的认知 别说夏长林 就连夏长林自己 也满是疑惑 直觉告诉他 天地宝阁 绝不是单纯 因为他救了林林 才对他如此殷勤 虽然想不到缘由 不过天地宝阁 主动向夏家讨好关系 夏长林还是很乐意的 口中很是勉强 挤出了送别的几字 那 小 小陈 我就不送了 对一个比自己大了 不知多少岁的男子 这般称呼 心中着实别扭 嘿嘿 那我告辞了 陈恋雄喜笑颜开 顿时感觉自己 和夏长林之间的关系 更近了一步 出了店门外 微微躬身一礼后 飞身离开 你儿 陈主是他 你 夏长林呆呆地 望着陈恋雄远去 终于忍不住出声问道 夏长林只是简短地解释了 恰巧在天地宝阁 出手救了林林一命的事 夏长林似懂非懂地 点了点头 只当是夏长林 救了林林一命 所以 天地宝阁 才对他这般客气吧 能得到天地宝阁恩情 这对夏家 可是难得的机遇啊 夏长林 则并未对天地宝阁 太放在心上 东西既然已经拿到手了 那他也是时候 开始雕刻聚灵法阵了 第四十五章 苏月里的可怕念头 在取得玄灵鹰木 炼制成的首饰和法器后 夏长林 再次来到了 长林峰上的一处密林中 准备雕刻聚灵法文 与上次独自在这里 修行掌灵诀 有所不同 这次夏长林的身旁 是有一人相伴 娘子 手抱胸的苏月里说道 也不管他是否同意 夏长林自顾自地 将那些手势旗帜取出 萦绕在他的身旁 神情变得极为凝重认真 法文雕刻 是将灵力作为刻刀 一点点将灵力 注入符文当中 数到特殊的符文 才可共鸣共鸣 形成不同的法文法阵 这当中 对灵力的控制要求 极为苛刻 符文必须百分百精确 容不得出半点偏差 否则不仅仅是法文法阵 无法生效 承受灵力雕刻的聚灵旗 也会因为灵力错乱 而销毁 夏长明虽是跟着他师父 学过法文雕刻 但也都是一些 简单图案符文 像聚灵法阵这种高等法文 他还是第一次尝试雕刻 所以更需要高度集中神识 这才叫了苏月里 跟在身旁 为他护法 防止其他人打扰 苏月里一脸不情愿地 站在一旁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非得 替这家伙护法不可 明明夏家当中有那么多人 非得使唤他 说好的礼物 万一又被拉去学习人族 附入记忆 那还不如跟在夏长明身旁呢 至少还能抽闲修行一下 见夏长明神识入定 全神贯注地进入了状态 苏月里也隔着夏长明百米外 侧膝而坐 点点吸纳天地之灵 恢复昨晚消耗的灵力 另一边 夏长明指尖凝聚灵力 灵力在他细微精致地操控下 拉伸变长 仿佛一柄极为细小的刀刃 固定在他的指尖 夏长明轻轻挪动 指尖凌刃在聚灵旗杆上 刻画下一道道 旗行鬼状的法文 动作幅度极为细微小心 每一笔画中 都倾注了他凌冽的灵力在其中 指尖划过之处 刻文显现 法文俱成 当一杆聚灵旗的旗杆 成功刻满旗行法文后 杆上法文 顿时灵光乍现 光芒四炼 成了 这是旗杆上所有法文共鸣 才会发生的现象 代表法文雕刻完成 旗杆上 已是多出了一道暗含的聚灵法阵 在不远处 打坐恢复灵力的苏月里 自然也是 被这耀眼光芒所吸引 美眸不禁投向夏长明身前 漂浮的聚灵旗 翘脸大惊失色 夏长明既然真的成功 雕刻了失传已久的法文 在那聚灵旗上 那杆聚灵旗本就有聚灵旗效 附加上聚灵法阵辅助 聚灵效果将远超之前数十倍 寻常恢复灵力的方式 不过服用丹药 或是依靠打坐修行 丹药虽然恢复灵力最为迅速 但丹药难得珍贵 用之极少 非紧急情况修行者 都不会舍得浪费 而若是依靠修行打坐 吸纳天地之灵 那所需耗费的时间 是非常长久的 若是有件聚灵法器在身 对修行或是恢复灵力 那绝对可达事半功倍的效果 苏月里美眸灼灼地盯着夏长明 但又很快一开了目光 她可是堂堂妖族女帝 只是一只富有聚灵法阵的 小小聚灵旗而已 她还犯不着际语 聚灵旗这等法器 一般都需数只以上 排列阵型布阵使用 才能发挥效果 只是单独一只的话 根本催生不出法阵 况且符文法阵雕刻 极为耗费灵力精神 就算是那家伙 成功雕刻 一只聚灵法阵的旗帜 也是难得了 绝对不可能弄出第二只了 苏月里心中继位道 这么一想 心情突然就好多了 闭上双眸 继续安心修行打坐 仅是片刻之后 眼眸处却又闪过一丝耀光 耀眼的光芒 甚至让她闭着眼睛 都能感觉到 苏月里瞪大美眸 阴唇小嘴 不由自主张开 俏脸满是不可置信 这可过来一会儿 夏长明身前 就又多出了一只 雕刻完成的聚灵器 她又成功雕刻一只了 这怎么可能呢 难以相信 眼前展现的事实 苏月里也无心 再继续打坐了 就那么静静地 看着夏长明 一点点雕刻法文 只见夏长明 周身灵力汇聚如玄 源源不断 而她坐立悬心 却不似影响 感悟着天地之灵 加剧其身 苏月里越看越是胆战心惊 小嘴自从张开 就没合上过 心中早已是掀起了 惊涛骇浪 这家伙对灵力的 感悟的造诣 恐怕已是达到了 天人合一了 在苏月里颤动的目光中 夏长明就这么将 一只只的聚灵旗杆上 雕刻上了聚灵法阵 而且雕刻速度发育娴熟 每一次雕刻的速度 都越来越快 没多会 就将二十四只聚灵旗 尽数雕刻完成 二十四只全部成功 无意损坏 苏月里都看呆了 心中震惊不已 久久不能平静 夏长明实力 本就在她之上 貌似又身具恋丹天赋 如今更是轻轻松松 就雕刻出了 失传许久的法文 实在是匪夷所思 世间竟是有 这般绝顶天赋的少年 只可惜 却是人族 若她是妖族的话 即便是作为她妻子 又有何不可 苏月里脑海中 不禁冒出 这个期望的想法 旋即赶忙猛地摇了摇头 摒弃杂念 守住心神 这个念头太可怕了 我怎么能给 这个可恶的家伙当妻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在另一边 夏长明正在一一检查着 雕会完成的聚灵旗 他也没想到 会是这般轻松 在雕刻中渐渐发觉 他越雕刻越是轻易 只见零刃挥洒自如 随意游走 是四只聚灵旗 已被不识之虚 不曾想尽全部成功了 而这似乎都归功于 他所掌握不久的常灵诀 习得常灵诀后的夏长明 对灵力的掌握和感知 更甚从前 只见零刃操控 可谓达到了随心所欲 不似从前那般 需要更加小心翼翼 如此大大减少了 不必要的灵力消耗 保留了大部分灵力 再加上常灵诀的聚气成灵 灵力汇聚旁身 自视雕琢转轻松如意 有了常灵诀这层家货 夏长明信心满满 二话不说 开始了木拙和发簪的法文雕刻 如今 他的法文雕刻技术 已是足以问鼎世间 嫌有人看与之相比 相比细窄的旗杆 木拙稍宽阔一些 更好雕刻 夏长明仅仅三两下 就将准备送予夏长林 与楚清婉的木拙雕刻完成 最后剩下一对木簪 夏长明反而放慢速度 更加专心望我的雕刻了起来 看着夏长明再次专注入神 苏月里心中 悄然冒出了个大胆的想法 此刻夏长明全神贯注 心无旁骛 何不趁此出手偷袭 这个想法 刚在脑海浮现 苏月里连忙就作否定了 如今 他灵力尚未恢复 一旦出手 未必能偷袭成功 届时 反而很可能会惹得他生气 不妥 在获得仙气 能够与之一战之前 还是暂且继续隐忍吧 就在苏月里愣神间 夏长明已经完成了 手中木簪的雕刻 冲他招手笑道 娘子 过来 第四十六章发簪 第一次礼物 嗯 叫我过去干嘛 难道是我刚刚准备偷袭的念头 被他发现了 苏月里心中 做贼心虚的猜一道 身体还是老老实实的 走向了夏长明 暗中时刻保持着警戒姿态 叫本地做甚 本地可忙着呢 有话直说 离近夏长明身旁后 苏月里问道 夏长明笑了笑 并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说道 转过身去 苏月里青醋秀眉 由于再三 还是听从地转过了身 余光注视着夏长明 不过好在好像不是发现了 他那不良的意图 苏月里想着 头上的发簪突然被取下 三千银丝垂落腰间 自从苏月里来到夏家后 基本每日的梳妆 都是由夏长明负责的 无论摸过多少次 见过多少次 夏长明还是不由惊叹 苏月里的银丝秀发 是如此的细腻光滑 闪耀动人 银丝轻轻撩搏手中 若是不抓紧 一下便会从手心溜走 苏月里撇过目光 只见夏长明 一边捋着她的银丝绣发 一边重新打理后 又竖上了新的发簪 苏月里默默地任由夏长明 梳理她的绣发 反正自从她离开妖族之地后 也都是由夏长明 一直替她梳理头发的 如今渐渐也习惯了 只是她不明白 为何要给她换上新的发簪 好了 娘子 将发簪竖好后 夏长明取出一面镜子 摆在苏月里面前笑道 诺 为夫先前答应你的礼物 重新梳妆打扮过后的银丝 更显密不要眼 发际盘头 些许银发流于身后 耳垂几缕青丝 顺滑脸颊而落 绝美冷艳的容颜 多增添了几分迷缘风情 而要说最尤为显眼的 还当是竖在发顶的两只木簪 木簪一上一下 分别左右竖入银发之中 莫亮如玉的横渡银丝瀑布 宛若两只偏周 横渡星河 尤为亮眼瞩目 木簪的末端 更是雕汇着两只栩栩如生 灵动仙异的狐狸 两只发簪一左一右 恰好形成了二胡策畔凝望 苏玉里第一眼就注意到了 这两只发簪 美眸一下就被吸引之上 不仅只是因为这发簪的精美 而是发簪上 还绘制着灵力闪耀的法文 这两只发簪上 也刻归了聚灵法阵在其中 难怪他一戴上发簪之后 顿感深移心疏 山峰间一股股微弱灵力 自行飘然渗入体内 这就是他给他的礼物 刚刚他这般认真 竟是为了给他雕汇发簪 不知为何 从未收过礼物的苏玉里 心中盈盈有些悸动 娘子可还喜欢 夏长明凑在苏玉里的勃梗笑问道 苏玉里翘脸一久 害怕心思被看穿 似是赌气一般撇过了头 冷哼一声说道 哼不喜欢 区区两个发簪而已 本地妖族寝宫有无数呢 是吗 既然娘子不喜欢 也不缺 那就罢了 魏夫还是将这两只发簪 送给喜欢他的女子好了 夏长明一脸遗憾失落 说着就要将苏玉里 银发上的发簪取下 苏玉里下意识互助发簪 转身与夏长明离开距离 转眼见到夏长明似笑非笑的笑容后 后知后觉的苏玉里才发觉上当 翘脸愤怒 这家伙 是故意这么说的 苏玉里轻咬银牙 随即再度恢复冷艳气质 脸不红的义正言辞说道 本地虽是不喜欢 但也并未讨厌 况且 你们人族 不是最讲究礼数的吗 既然你送给本地了 那自然属于本地的东西 待本地厌烦了 自会找个地方丢掉 夏长明宠溺的笑了笑 也不说话 避 避 他娘子这绝强不服输 很是傲娇的样子 真可爱 苏玉里见下长明那溺爱般笑容 心中好不容易压下的怒气 不由再度生疼而起 恨得牙痒痒 明 夏长明全然无视了苏玉里的娇怒 将手中雕汇好的十二只巨灵旗取出 以夏家宗帝为剑 十二星辰方位为阵 构建巨灵巨灵护宗法阵 十二只巨灵旗化作一道道会心四散 分布夏家宗帝各处 当巨灵旗插入地中 旗上巨灵法文灵光闪耀 十二只巨灵旗彼此相连 一张晴天法目升腾而起 将整个夏家笼罩在内 外界灵力漂流入内 而夏家内部灵力弥漫不散 夏家宗帝内众多子弟都仰面昂首 纷纷凝盼盼着这突然起来的神迹 这 这是什么 结界吗 好像是一个法阵 而且是巨灵法阵 我能感受到 宗帝灵力越来越浓郁了 好厉害 就算没有灵食 也能加快修行了 这是何人所为 我刚刚好像看到有荧光 从长明风飞出 定是家主大人所为 夏家宗帝内一众子弟欢腾雀跃 惊喜万分 有了这巨灵法阵 何愁夏家不能重新崛起 长明风上 夏长明站在风崖边 眺望着宁城的巨灵法阵 听着宗帝内欢呼声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巨灵法阵以十二星辰排列布阵 可吸纳日经月华 可保持灵力攻击 又可给夏家护宗大阵 提供灵力维持 即便他不在夏家 寻常人也难以破开 有巨灵法阵加持的护宗大阵 苏月里跟到夏长明 美眸侧目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和观察 他发现 这家伙对待亲族家人 从不吝啬 对待敌人 则是毫不留情 那他对他这般好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人妖两族 能够和平相处 还是逢场作戏 试图收买麻痹他 还是 苏月里心中不解 此刻心中 犹如一团杂乱的针线 纠结在一起 难以解开 夏长明注意到了 苏月里凝望的目光 轻声笑道 怎么了娘子 苏月里撇过头 轻言道 没什么 二人相伴力 彼此无言 也就在这时 长明风外传来了声响 似乎有人过来了 第47章秘境现世 君王邀请长明风外 一个身披悬甲 眉目如风的男子 笔直地站在长明风山脚下 在他的手边 拴着一匹身姿健壮 通体雪白 脚踏如风的高头白马 夏明跟在男子身边 正苦口婆心地 劝说男子 月统领 家主大人正在忙碌 不知何时才出来 要不您先在主殿等候吧 等家主大人出来了 我再通知他 无妨 我就再次等候夏家主便可 月卓天面色沉稳地说道 一赶霸王长枪处近地面 双手还凶 身躯依靠在枪杆上 就这么闭目养神 静静地等候了起来 夏明无可奈何 只能陪着再次等候 陈恋雄前脚刚走没多久 月卓天就骑着骏马 从天而降 直言有要事找夏长明 正巧负责巡视的夏明 便指向了长明峰 跟他说明了 夏长明正在闭关 让他去主殿等候 谁料月卓天直接一驱马 就赶来了长明峰 吓了夏明一跳 夏长明与苏月里二人 在长明峰上 特意嘱咐过 不许任何人打扰 他可不能让月卓天进去 坏了家主大人的好事 万一是在办正事呢 月统领 您到底找我家大人什么事 夏明打破沉默的局面 指着自己说道 月卓天睁开眼 看向了夏明 沉思片刻后摇了摇头道 不必了 事关重大 还是我亲自禀告夏家主吧 是十分紧急的事情 夏明问道 月卓天默默点了点头 这下可难办了 夏明一下陷入了两难 夏长明嘱咐过 不许打扰 月卓天又匆忙赶来 说是有要紧事情通告 那他到底要不要上去长明峰上 通知家主大人呢 正当夏明纠结不定时 十二道荧光 便从长明峰顶散发而出 飞往了夏家宗地不同方位 定睛一看 才发现 竟是十二面旗帜 旗帜落地 荧光闪耀 一张天幕油然升起 将整个夏家宗地笼罩其中 月卓天惊异地望着 这足以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 伸出手迎接 自天幕盈盈落下的点点灵力星光 才得知 这竟然是一张如此庞大的聚灵法阵 月卓天心中震惊不已 如此大手笔的聚灵法阵 他还是头一次见 通常聚灵法阵 至多仅有两三成功效 而这法阵中 灵力凝聚成沉点飘落 绝不是一般所见的平庸置物 范围如此广阔 效果又如此惊奇 这难道都是那位夏家新家主的所为吗 见其志是从长明峰顶散出 月卓天不禁猜想到 他还并未有见过夏长明 但自夏长明回归天都后 有关事迹一直有所耳闻 如此看来 传闻并非虚假 这夏家主能力非同小可 难怪陛下要让他亲自前来 月卓天暗自惊叹道 此时 夏长明与苏月里的身影 相伴自长明峰踏街走下 出现在了二人眼前 家主大人 夏明上前叫道 月卓天也拱手问候道 见过夏家主 你是 夏长明看向月卓天问道 见其一卓天舟悬甲 身形威武不屈 境界不俗 身旁的骏马 更是罕见 又难以驯服的追风鞠 想来应当是王宫内的有名将领 月卓天趁势介绍道 在下月卓天 王宫禁卫军统领 月卓天目光不讳 同样打亮着夏长明 俊逸洒脱 却又隐隐透露着 傲然于世的气质 深不可测 他看不穿夏长明的境界 同样引人瞩目的 还有夏长明身后的苏月里 月卓天锐利的眼眸中 透露着三分惊艳 七分忌惮 人妖两族 常年纷争不断 积怨已久 寻常人很难对妖族持有好意 身为天州禁卫军统领的月卓天 更是如此 但如今的苏月里 是夏家家主妇人的身份 她又是奉君王之名拜访 所以月卓天并未表现出任何的敌意 只是和大多人一样 很是诧异 妖族女帝竟会真的嫁到夏家 此刻 站在夏长明身旁的苏月里 仙愁衣缕 长裙夜地 头束妇人发迹 身姿端庄 娇容冷艳 像极了跟随丈夫旁的妇人模样 与传闻相差甚远 不知月统领特意找我有何事 夏长明问道 月卓天回过神来 十分恭敬的拱手说道 在下奉君王之名 有要事前来相告 何事 夏长明继续问道 天州王朝的君王派人过来 想来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 月卓天神色凝重 眉头皱起 直言道 前些日子 天都西南一处山峰 灵气浓郁异常之事 想必夏家主一定听说了 夏长明微微汗手 月卓天继续说道 陛下令我派去了不少赤后前去探查 结果击尽伤亡殆尽 唯有一人逃回 其中不乏宗师靖的好手 听到这里 夏长明眉头微动 能让宗师靖的赤后有去无回 看来那地的灵力充沛程度 恐怕已是吸引了不少凶猛妖兽前来 那幸存回来的赤后 可带回来什么情况 正是 这也正是我此行的来意 月卓天回到 据赤后回报 那处山峰如今妖兽遍布 灵力不减反增 似是从一处破碎的灵力漩涡一出 很有可能 就是传闻中的秘境之地 果然 听到秘境二字 夏长明并未有多过惊讶 一开始 他从夏若光那里得知消息时 就已经猜测到了 山峰很可能出现了秘境裂缝 才会造成如此灵力充盈景象 他师尊跟他说过 秘境裂缝出现 阴晕的灵力之气 必然充盈异常 方圆数十里内的凶猛妖兽 都很可能会被浓郁的灵运之气 所吸引而来 见下长明神色如此淡若自定 庞佛早有预料 月卓天倒是有些惊讶 秘境可是足以让无数修行者 都为之疯狂的存在 其中更是可能蕴藏千年上古遗传的先元传承 就连一旁的苏月里听闻 都不禁翘脸动容 而下长明 却表现得平平淡淡 下长明思索片刻后 对月卓天问道 所以 陛下是打算如何处置那处秘境 月卓天正色继续说道 如今秘境现实 恐会吸引无数修行者和妖兽来临 这般下去 势必会威胁到天都安稳 陛下命我带消息给您和其他三大士家 即刻共邀 前往王宫相杀 第四十八章 四大士家齐聚 天舟王朝 王宫中 王宫大殿金碧辉煌 气派急奢 偌大的大殿之上 却只点燃着两侧零星几盏油灯 整个大殿显得格外昏黑偏暗 当月卓天领着下长明与苏月里二人 迈入大殿之内时 数十双眼睛 顿时纷纷投来凝视的目光 在收到入宫邀请后 下长明就带着苏月里赶来了 只不过月卓天在下家滞留了片刻 这才来慢了些许 其余四大士家之人已是都在殿堂等候 下家主还请在此稍等候 我去通知陛下 月卓天向下长明拱手一礼后 便转身离开 少有来到这王宫中 下长明也不客气 自顾自地张望了起来 下兄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谢夜见到下长明到来 主动上前招呼道 当目光瞥见下长明身旁的苏月里时 面色不由呆正诗神 眉目如画 芙如凝郁 白似圣雪 冷艳的神情宛如下凡折仙不尽人尘 此间竟有如此角色 她常年出入最先楼 不知见过多少角色美女 却都男友和她小妹一比的 如今仅是一眼 眼前的少女便让她凝视出神 险些沉沦 可 下长明见谢夜看得呆滞 不满的干咳一声提醒道 虽然我知道我娘子很漂亮 但你要是一直盯着看 就有些过分了 下话线 回过神的谢夜 自知失礼 连忙致歉询问道 抱歉夏兄 不知这位是 她是我的娘子 苏月里 下长明自豪地介绍道 苏月里冷眼一瞧 显然是没打算搭理谢夜 谢夜却是惊讶万分 再次望向苏月里时 眼中已是多了几分忌惮和味重 没想到 此女就是传说中的妖族女帝 早就有所耳闻 她的绝世美貌 今日一见 更胜传闻百倍啊 谢夜终于明白了 那日最先楼 为何夏长明会正眼都不瞧她小妹了 若说苏月里是夜空浩月 那她小妹谢花灵 只能算得上是一点星火之光了 还好今日并未带她前来 谢夜心中庆幸道 就在夏长明与谢夜闲聊之际 一道不善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什么时候 我天州王朝的王宫 也能让妖族之辈踏入了 夏长明等人转身望去 只见一个面色桀骜 双眼四英的中年男子 跨步而来 跟在他身旁的是一位身姿修长 面容阴白鬼邪的男子 男子背负双手 威眠双眼地打量着夏长明 那赤裸的目光 极为让人感到不适 此二人正是蔡家家主蔡英 以及长子蔡杰 夏长明也不惯着他们 微微一笑 问道 这不是蔡家主吗 不知蔡二公子可好 你 蔡英一听 气得咬牙切齿 脸上桀骜讥讽之色 顿时荡然全无 蔡坤至今 躺在床上与死事无二 他如今最忌讳的就是 有人提起此事 身为罪魁祸首的夏长明 竟还敢当面接他伤疤 夏长明 你给我记住 我儿子的仇 迟早会找你们夏家算账 如今 你夏家可不再是四大世家之首 而是我蔡家 蔡英面色阴沉恐怖地说道 夏长明则是淡笑道 随时恭候 只要蔡家主有胆的话 尽管动手 或许不久将来 天都四大世家中 蔡家要被除名了呢 说完 夏长明笑容未知一宁 眼眸中 尽是凛然的沙意 冰冷的沙意 如同一柄柄立剑般 刺入蔡英心神 如芒在背 蔡英心头一颤 紧紧握住双拳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一旁的谢也 看得是钦佩不已 没想到 中夏家弟子一言不合 就对蔡王两家出手的 强横作风 应该也都是他授权的了 这时 又一道浑厚的声音插入 好一个矛头小子 年纪轻轻 仗着有点天赋修为 就敢这般嚣张 难道你家长辈 没有教过你 尊敬前辈的道理吗 说话的是一个伸腰剑手 身形似虎的标状大汉 脚步落地沉重 掷地有声 极具压迫气势 王兄 蔡英见到来人便招呼道 不用说 此人正是王家家主 王猛 王家与蔡家 即将联姻亲家 也是蛇鼠一窝 否则也不会纵容出 王腾这般杀人变态 夏长明丝毫不客气 阴阳怪气道 王家二公子 誓杀如性 随性杀人 目无王法礼节 不知王家的长辈 是如何教导的呢 哦是我疏忽了 忘了王家 并没有父母长辈 你 王猛怒目一瞪 怒发冲关 伸手就欲要 拔出妖间 虎头惊刀 父亲 别冲动 此地是皇宫 他的手臂说道 男子褐色狐眼 竖有长发 奇异的是 黑发中混杂着些许金丝 长相颇为俊俏 与王猛魁梧身材 截然相反 身形偏瘦长 二人站在一起 若是不说 很难相信 二人会是父子 而他的确是王猛的长子 王天 王天性格与王腾 截然相反 相当沉稳冷静 世人皆说 王家好福气 升得龙虎二子 王腾与王天二人 天赋实力都尤为惊人 天都之内 先有能语之一战的对手 甲以时日 有望踏入天尊卫廉 尤其是天生金丝末发的王天 更是传闻 王家先祖 曾引过妖兽龙虎之血 如今血脉觉醒 也不知是真是假 王家主 在宫殿动手 可是对陛下的大不敬 此时 谢叶也站出来 对王猛告诫道 王猛冷静下来后 也松开了刀柄上的手 不谢说道 又一毛头小子 你父亲为何不来 让你独自前来 家父卧病在床 托我前来参与商业 谢叶淡淡道 眼眸闪动 似有思索 就在此时 刺耳响亮的传话声 自宫殿偏侧响起 陛下驾到 王猛冷哼一声 没有再多说什么 转身走向殿前 王天也是瞥了眼夏长明后 跟上了王猛的步伐 蔡英还欲对夏长明发作 却被一旁蔡杰伸手制止道 口舌之争终究无用 走吧 嗯 蔡英应答道 果断地不再理会夏长明转身离去 这让夏长明大感奇怪 是蔡家家主 却非常地听从蔡杰的话 行为举止也相当地恭敬 那可是他的长子啊 这两个人 确定没有搞错备份关系 第49章 仙种秘境 走吧 夏兄 谢叶对夏长明说道 夏长明与苏月里 跟着谢叶 一同走到殿前迎接圣驾 不多会 一个身形勾楼 满面皱纹的老者 缓缓处着拐杖出现 在老者身旁的 是一个年纪青少 面容相当秀丽俊美的少年 正小心翼翼地 搀扶着老者 盘山前行 老者步伐缓慢 每走一步都颤巍巍的 直到走到大殿龙椅上 缓缓坐下时 夏长明才确信了 眼前这个已经半只脚 踏进棺材的老者 竟是天州的皇帝 周太安 十几年前 还未入山壁关时 他曾见过老皇帝一面的 虽是年长 但那时也是意气风发 身形矫健 独自能一口气 跑上皇宫的剑状老者 这才十几年未见 竟是如此垂朽了 见过陛下 老者刚一坐下 四大世家之人 皇帝是无需下跪的 四大世家 在天州王朝 并非臣子 拥有独立的领地 和专权之力 皇权对四大世家 并无约束力 反而还要略逊一筹 就相当于 由天州王朝 赋予四大世家 自由的地位权利 而四大世家 则位于克钦 负责坐镇天都 保佑天州王朝 盛世安宁 天州王朝 在四大世家眼中 实则勉强可以算为 那不存在的第五世家 位于最弱列尾 这也是为何 蔡家蔡坤在天都敢抢抢名女 王家王腾肆意杀人 都安然无恙 天州根本不敢奈他们如何 周台安苍老的眼眸 从一众人身前一扫而过 在夏长明身上 多稍停留了几秒 随后 目光便望向了他身后的苏月里 也不知是因为 他妖族身份 还是他并未行礼 亦或是二者皆有 总之 周台安的目光 在苏月里身上 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 苏月里秀眉青错 身为妖族女帝的他 肯定是不会向天州皇帝行礼的 要他说 应该也是天州皇帝 向他行礼 还差不多 在众人心中猜想 周台安会不会向苏月里发难时 周台安却收回了目光 对众人合言说道 诸位客卿 不必多礼 声音十分苍老低爱 要不是众人都是修行者 还真不一定听得到 蔡英见周台安 没对苏月里发难 感到十分可惜和不解 这老皇帝 竟对妖族女帝 什么话也没说 算是默认了 若是周台安亲自发话 他们便可以名正言顺 再联合皇宫禁卫军 对苏月里动手了 诸位 此番特意叫诸位前来 乃是天都之威 需要诸位出手相助 可可可 周台安再度开口说道 话没说两句呢 就不停地剧烈咳嗽 爷爷 一旁的少年 赶忙拍斧后辈 地位要汤 众人一时也不敢搭话 生怕老人家 当场嫁和西去 最后还是性格急躁的王猛 出言问道 敢问陛下 可是西南山峰处出现了什么异样 没 没错 正是 众人 爷爷 您别说了 还是让我来说吧 立于身侧 一直尽心照料的少年担忧道 周台安点了点头 全全交由少年代理 少年挣了正神色 望向四大使家众人 不卑不坑地沉声道 拒斥后回报 西南山峰 灵力充裕异常 妖兽横出 其身处 见灵力漩涡裂缝 很可能就传闻中的秘境之地 少年话音刚末 除了夏长明与苏月里外 在场其余众人皆是哗然 他们只是收到了传令通知 前来王公相商事宜 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 唯有夏长明那里 是岳卓天率先透露过消息的 听到秘境消息 众人都激动不已 蔡英更是上部一前询问道 当真是秘境现世 少年轻轻汗手 十有八九 没想到我天州王朝 也能偶逢秘境先缘 王猛不禁放声大笑道 豪壮的声音震龙欲龙 父亲 何谓秘境 王天见王猛难得如此唱怀大笑 不由好奇问道 他极少见到 能让他父亲王猛这般高兴的时候 王猛拍了拍王天肩旁 解释道 听好了 所谓秘境 买是千年先魔妖三族之战 所遗留下的封存遗址 其内可通往另一方天地 其中 灵力存留千古之年 浩瀚程度 远不是如今天地所能比拟 真当如此惊人 王天听闻 面色动容 千年上古时期 天尊敬强者 多如牛毛 如今却是天尊敬为 难以逾越的鸿沟 只因这方天地灵力 早已在千年前 被消耗枯竭 若是能以充盈灵力贯身 勤家修行 那破天人 入天尊 也不再是幻想 见王天眼眸流光一彩 王猛笑着继续补充道 我儿啊 你可别小看了秘境 区区灵力 与其中宝藏相比 不值一提 你可知 秘境亦成为仙种 秘境中所埋葬的 那可都是上古时期的 位列天尊之上的尊者 更有甚仙尊陨落其中 若是能够在当中 得到一丝心缘 习得仙尊传承 哼哼 王猛没有再继续说 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明白 秘境极为先缘 若是能在秘境中 获得上古仙尊传承 家已修行 不出百年间 此间又有何人能挡 夏长明从头到尾 听了王猛解释一遍 大抵上和他师尊 跟他说过的相差无几 不同的是 王猛竟挑了些好的说 其间危险 可是只字未提 仙种埋葬的 可不仅仅是 上古时期的尊者 同时也是埋葬那些 基于秘法传承 胆敢闯入者 秘境之中 且不说会通往何方天地 在那之中 饱受灵力滋养的妖兽 实力就绝不一般 秘境虽好 闲缘可贵 那也得进得去出得来 如王家主所言 如今 逆境出现在我天都西南 天都不堪妖兽纷扰 若是消息传出 更会引得无数修行者寄予 今日请各家到来 想请各位相商 如何应对 见王猛解释完 少年便继续开口说道 身衣华服 身形挺立 身形站在龙椅旁 倒是也有几分气势 还有问 当然是尽快进入秘境中 实则生变 王猛想都没想就回答道 秘境可是难得现缘 一旦此地秘境消息传出 很快九州十地内 无数强者都会蜂拥而至 届时 别说进入秘境寻机缘了 能不能进去 都是问题 其他诸位客卿 意下如何 周泰安将目光 望向其他各家众人 秘境先缘难得 也算是我天州之福源 自然不可错过 蔡英面带微笑道 只是他的笑容配上他阴白的脸庞 看起来似不怀好意 谢叶思存片刻 也点了点头 尽管危险 但机缘难得 不可放过 夏长明没什么好说的 纯好奇 去见识一下 传说仙种秘境也无妨 对夏家其他子弟 也是的机缘 眼见所有人一致同意 周泰安沙哑地置声道 好 朕亦有此意 麻烦各位客卿 即刻回去准备 三日后进入秘境 第五十章 老皇帝的心愿理想 我等告退 众人一致拱手后退离大殿 出了大殿外 每个人脸上似有笑意流露 都没有久留 纵身一跃 化作神红 消失天际 秘境之事不可马虎 各家都需要回去精心准备 挑选合适的子弟 进入其中 夏长明也正欲动身离开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 忽然响起 挽留住了他 夏家主 请留步 夏长明扭头一看 来人正是引领自己来的 禁卫军统领岳卓天 不知岳统领合适 夏长明问道 岳卓天恭敬拱手行礼道 陛下有事召见您 夏长明与苏月里 彼此对视一眼 苏月里自觉说道 本帝在外等你 苏月里话音刚落 岳卓天就又开口道 想必这位 应该是妖族的女帝大人 陛下同样召见了您 还请一同随我来吧 还召见了我 这一下 苏月里疑惑了 一个与妖族相攘的王朝 常年纷争不断 积怨已久 根本没什么好说的 这人族之地 何故召见他 身处的帝王寝宫 陛下仍已带来 岳卓天站在门外 禀告道 进来吧 屋内传来更为 苍老浑厚的声音 与大殿之上 兵威之气相差甚远 这老皇帝 是真病还是假兵 夏长明心中想到 岳卓天推开房门 在夏长明与苏月里 迈入房间后 他便合眼房门 手持长枪镇守在外 一进入房间 隆重刺鼻的药味 扑鼻儿来 苏月里对气味尤为敏感 穷鼻微微翘动 秀眉青醋 在这浓郁的药味中 他还嗅到了一丝 垂木僵朽的临近气息 周泰安躺在软榻上 气息虽弱 但平稳安定 比大殿之上 气色稍好不少 苍谋半眼半合地注视着 夏长明与苏月里 而那名年幼少年 倒是坐在床檐边细心照料 周泰安在少年的搀扶下 支撑起身子 依靠在床头 目光缓缓移到了苏月里的身上 开口称赞道 这位想必就是妖族女帝了 传闻不如一见 见面更胜传闻般爵士 苏月里没想到 周泰安会夸赞他 不由疑惑地呆愣了片刻 周泰安朝着二人多招了招手 事已上前 少年微微身退侧旁 夏长明牵着苏月里 走进床榻前 周泰安眼眸虽已垂涝 但目光中 仍旧闪烁着微微亮光 眼睛不停地在夏长明 与苏月里二人身上 来回游动 当见到二人手拉着手 宛如一对神仙眷侣般时 周泰安不禁仰面大笑 可可嗨 夏长明与苏月里面面相去 不明所以 即便咳嗽剧烈 也抑制不住他老人家的笑 看他笑声咳声夹杂不止 他都害怕他老人家 会不会就这么笑死了 那他岂不是千古罪人 见面就让老皇帝笑死 陛下 您悠着点 夏长明不禁关心道 一旁的少年 也是跟着担忧道 爷爷 您不要再笑了 还是躺着休息吧 无妨无妨 我只是难得高兴 周泰安身手制止了 想要上前搀扶他的少年 转头对夏长明欣慰笑道 没想到 朕也能在临终前 见到人妖和睦相处 相亲相爱的场面 不枉此生 不枉此生啊 这一刻 周泰安身上 仿佛没有了帝王枷锁 笑得像个和蔼老者 听到周泰安这话 苏月里才意识到 自己的手 不知何时 又被夏长明牵在了手中 都让这家伙牵习惯了 苏月里想要奋力挣脱开 却被夏长明反手握得更紧 并不给他逃脱的机会 夏长明嘴角微微翘起 神情很是得意 苏月里只能娇称恼怒地瞪了他一眼 不再挣扎 二人手掌相牵 暗中较劲 这一幕 又是惹得周泰安大笑不止 好啊 好啊 人妖两足联姻 自古未曾有过 若不是这副身躯 朕早想登门拜访 祝贺你们二人了 陛下心意已知 那便足够了 夏长明笑道 周泰安又看了看下 长明语苏月里一眼后 仰头凝视房顶 目光深沉平静 他所望的 不是这狭隘昏黑的房顶 而是屋外那片蔚蓝矿阔的天边 是天都万人空巷 车水马龙的繁华祥河 突然便开口 喃喃自语道 不少人都说 朕怯弱 妖族屡屡侵犯边境 却不敢倾国之力予以还击 只懂顾地坚守 我而皇长子 更是曾当文武百官面 斥责朕 懦弱无能 实则然也 朕所愿 只是守住着大好河山 百姓可安居乐业 人人果腹 此间安宁 人妖两族 再无战乱纷争 有朝一日 人妖之间再无隔阂 化干戈为玉帛 互通商贸往来 共济繁荣 你说如何 妖族的女爹 周泰安沉静的目光 望向苏月里 苏月里神情凝重 话语宁耶在喉 她很想出言 赤博周泰安 但不知为何 迟迟说不出口 妖族自古血脉传承 地广物缺 弱肉强食 强者才可主宰世间一切 弱者被侵略 被支配 被奴役 那都理所当然 自古不变的 可这段时间 在天都所见所闻的 盛世景象 的的确确是她想要将 妖族发展成为的 未来憧憬 如果妖族也如天都 这般繁华祥和 她或许也会有 和周泰安相同的想法 所以她此刻很矛盾 无力反驳 你的话 本地会斟酌一下的 两久后 苏月里才回到 周泰安欣然一笑 有苏月里这句话就够了 看着夏长明 与苏月里二人 紧挨着的身影 她仿佛已经在此刻 遇见了她 将来所憧憬的那番 人妖盛世和睦的景象 她虽然看不到了 但她坚信 终有一日会到来 长明侄子 朕与你父亲关系甚好 不知可否这样称呼你 周泰安 看向夏长明问道 自然无不可 不过 我若是继续称呼陛下 又有些生疏 不如就称周老好了 夏长明笑道 对于这个和颜善色 富有胸怀理想的老者 他是由衷钦佩和赞赏的 周泰安听闻 也是相当高兴 脸上笑容未曾剪过 许久不曾像 这般高兴了 安宁 过来 周泰安朝着一旁的少年 招手道 少年缓缓走到周泰安身旁 周泰安牵起他的手 面色正重 对夏长明说道 长明侄子 朕有一事 想要托付于你 第五十一章 老皇帝的托付 安宁 快 见过你夏叔叔 周泰安牵着少年的手 让他面向夏长明说道 周安宁望着夏长明 十分乖巧恭敬的 躬身行为一礼 见过夏叔叔 夏长明面色赞赏的 注视着周安宁 方才在大殿上没多留意 此时离境了才发觉 这小少年 容貌相当俊秀 气质不凡 五官精致小巧 面官如白玉 生得一双 唯妙唯孝的丹凤眼 圆溜溜的眼眸中 带着些许好奇 白净秀丽 就像的精雕细琢的 雌娃娃一般 最让夏长明刮目像的 不是外貌 而是少年 明明只不过十四五岁少龄 气质却相当成熟稳重 方才在大殿上 面对四大世家 不卑不亢 此刻近距离面对他 也是礼敬而不失身份 小小年纪 身上隐约透露着紫薇之气 不简单 只可惜 资质根骨频繁 境界修为稍微差了一点 夏长明心中暗叹道 天舟皇室 已是许久不曾出现过天赋奇才 否则也不会低伦至此 长明侄子 安宁是朕唯一的孙子 朕时日无多 在此恳求你一件事 周泰安抓着夏长明的手 目光满是期望地说道 周老弹说无妨 朕想要将安宁 暂且托付于你 托付于夏家 托付我 夏长明大惊 仔细思量后 很快就明白周泰安的用意 据他所知 周泰安至今还未设立储君 天舟这一带 只有三位皇子 大皇子周指哥 极富野心 但生性暴力 手段残忍 一向主张杀伐扩张 多次强硬要求 禁伐妖族 很是不得民心 二皇子周明安 与之相反 性格软弱 整日沉迷 纸醉精迷的日子 不学无术 性情放荡 沉醉于女色 曾传言 他的床上 可容得夏白女共眠 有时甚至一天 都未从床上下来过 唯有三皇子周泰平 德才兼备 文韬武略 受到朝中文武大臣 极力赞誉和推崇 甚至一度被认为 最有望成为储君之人 所以周泰平死了 数年前在府邸中 遭受暗杀 全府上下 被屠戮殆尽 只剩下了 躲在水池下一整夜的周安宁 他是周泰平唯一的子嗣 也是周泰安 如今唯一的孙子 天都清静了 全部城防军 和禁卫军搜查 却愣是 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只是在数日后的城外山林 发现了袭击者的尸首 这件事 就这么不了了之 至此之后 周泰安时刻 都将周安宁 待在身边 生怕他再遭遇不测 如今 周泰安想要将周安宁 托付给他 意思不言而喻 这是想要让周安宁 暂且远离帝王家了 夏长明还未开口回答 身旁的周安宁 便已经不顾形象地 扑进了周泰安的怀中 泪珠子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不停哭诉道 爷爷 您在说什么 安宁不会离开爷爷 安宁哪都不去 安宁就要留在爷爷身边 周泰安一脸慈爱地 望着怀中 大哭的周安宁 想要伸出瘦如干柴的手掌 抚摸周安宁的脑袋 但迟一片刻 还是毅然收回了手臂 神色变得严厉 冲着周安宁 历声呵斥道 朕是如何教你的 身为帝王子孙 怎能轻易落泪 你这哭哭啼啼的样子 哪还像我周泰安的子孙 让外人看到了 岂不是笑话 不 不要 安宁什么都可以 听爷爷的 安宁可以不哭 但安宁求求爷爷 不要让安宁走好不好 安宁只剩下爷爷了 安宁舍不得爷爷 周安宁双手紧紧 拽着周泰安的衣服 此时的他 已是泪眼婆娑 哭得梨花带雨 声嘶力竭 就连一旁的夏长明 和苏月脸 都不由神色动露 周老 您当真已经到了 这等地步了吗 夏长明不禁问道 周泰安神色黯然 缓缓掀开衣袖 露出了激进漆黑 布满黑色斑纹的手臂 诡异的斑纹 仿佛犹如火雾 在时刻侵蚀着周泰安的身躯 夏长明健壮 神色一宁 眉头紧锁 这黑色物质 他很熟悉 正是夏若冰身上 遭受侵蚀的乌灵 周泰安竟也被乌灵侵蚀了 而且看这样子 侵蚀程度之深 远胜纳时的夏若冰 周老 可否让我整看一下 夏长明神色凝重地问道 周泰安点了点头 将手臂伸了过来 夏长明双指 捏住周泰安手腕处的脉搏 神石顺着灵力 一同探入周泰安的体内 灵力移进入体内经脉 那乌灵就仿佛像是 闻到血肉的饥饿豺狼般 汹涌而至 尽管夏长明灵力操控 以致出神入化 但还是奈何不了 乌灵如潮水般汹涌 斩之不尽 夏长明很是惋惜地收回了手 没办法 已经太迟了 若是向下若冰一样早些发现 兴许花费点时间精力还来得及 此刻乌灵早已侵占了周泰安体内 全身经末 即便是他 也无力回天了 夏长明也想过 给周泰安抚慰灵丹妙药 但想法很快就被他所否决 且不说灵丹妙药是否有效 即便服下丹药所发挥的灵力 也会被体内的乌灵孙时殆尽 退一万步讲 即便药效发挥作用 周泰安此时的身躯 又根本无法接受 那庞然的灵力冲击 恐怕还未等乌灵侵蚀身躯致死 灵力就会令他暴体而亡了 死局 周泰安只能任由着乌灵侵蚀而亡 竟被人吓了乌灵侵蚀 就犹如慢性毒药般 一点点夺取性命 究竟是何人 又有何企图 夏长明愈发觉得 事情不简单 仿佛有人在暗中谋托着 什么不可告人的计划 周泰安试着回想了一番 最终还是无奈摇了摇头 朕不记得了 不知是从何时起 就发现这怪病缠身 起初并无感觉 也便没有在意 当发觉时 早已遍布全身 周泰安从夏长明的眼中 看得出来无望 他早知如此 所以也并不灰心 面容依旧含笑 他早已认命 况且 他也不是马上就要死 方才在宫殿上 表现的虚弱状态 也只不过是 骗过某些人的眼睛 让那些人安心的假象 他只是还有不得不做的事 心中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周安宁而已 长明侄子 朕再次拜托你了 可否请替朕 暂且照顾好安宁 周泰安再次恳求道 夏长明沉吟片刻 问出了心中疑惑 周老 我有一事不明 为何您偏偏选择我 选择夏家呢 第52章 夏家与天州的渊源 这是夏长明 最初就想要问的问题 夏家如今 在天都的势力 不及蔡王两家 而周泰安 却偏偏选择了他 选择了夏家 这不禁让人疑惑 对夏家 是不是太信任了 面对夏长明的询问 周泰安苍然一笑 随即仿佛变了个人一般 面容沉静 深邃的眼眸中 带着一丝金光 蔡家近年势力腾生 不断招募修行者 扩大家族势力 大肆扩张领域 狼子野心 路人皆知 王家与蔡家联姻 暗中更是与朕的 好儿子密切往来 亦是有所图谋 哼 真当朕快死了 什么都不知道 若是将安宁送到蔡王两家 岂不是羊入虎口 没想到周泰安 看似垂木老朽 暗中却将基本的大局势 调查得一清二楚 那谢家呢 谢家不与蔡王两家往来 更是多次拒绝过 大皇子与二皇子的赋言邀请 可谓无欲纷争 又无力所图 夏长明又问道 周泰安只是缓缓摇了摇头 叹息道 谢家追求无欲无争 偏安易于 在你们回来之前 朕也见过谢长青 与他交谈过 他并未同意 然后他便也遇害了 若只是让安宁归隐生活 倒无不可 可如今天都风雨欲来 谢家那一夜偏周 恐保不了安宁安危 夏长明略感意外 原来周泰安 连谢家上一代家主 谢长青身亡的消息都知道了 那周老选择夏家 是觉得 夏家可保得了安宁 夏长明笑问道 周泰安也跟着笑了 缓缓说道 这只是其中缘由之一 更重要的是 朕相信夏家 若是将来 谢家会迫于情势妥协 但夏家绝不会 周泰安说得十分铿锵有力 眼中满是坚信 天州的皇帝 竟如此信任夏家 从刚刚开始 夏长明就觉得 这点很奇怪了 周泰安不仅对他极为友善 还有种说不出的信任 周泰安看得出 夏长明心中疑惑 没等他开口 便继续说道 长明侄子 你可知 这天州王朝如何建立而成 夏长明摇了摇头 这他倒是的确未曾了解过 毕竟在这个世界 他又不用上历史课 那朕就讲讲吧 安宁 你也且听好爷爷 接下来所说的话 一个字也不许忘 周泰安忽然对着一旁的周安宁 言声嘱咐道 周安宁郑重点了点头 回答道 是 周泰安这才缓缓讲起了 天州王朝的建立 与那是夏家产生的渊源 一千多年前 天州王朝还未建立 人妖两族边境 恶嫖遍野 妖兽横行 人们苦不堪言 每日生活在 单惊受怕的日子中 当时有一男子 说要击退所有妖兽 保卫这方安宁 再次建立一所理想乡 庇佑千秋万代 男子的话 赢得了无数人追从向往 共同加入了 抗击妖兽当中 然而 男子率领的一众人 却每日愈发减少 妖兽不减反增 直到后来来了一伙人 当中有二人实力异常强大 以守护人族为己任 如同天将救世之星 协助男子 击退了无数妖族妖兽 镇守住了人妖两族边境 建立了天州王朝 那男子成为了 天州王朝的第一代君王 而那伙人 也在此安家 建立了夏家 说完 周太安就止不住地 剧烈咳嗽了起来 为了能完整叙述出 这段历代君王 口口相传的故事 显然有些费力 爷爷 快 喝药 周安宁赶忙到处一晚 药汤地向周太安嘴边 周太安伸手制止 神色严肃道 安宁 爷爷刚刚说的话 你可都记住了 如今爷爷将这段故事传于你 将来你也要将这段故事 继续延续下去 切莫不可忘记 安宁记住了 周安宁郑重地点了点头 周太安这才欣慰一笑 目光再次转向夏长明 长明侄子 你现在可知 为何朕会选择夏家 选择你了 朕相信夏家永远还是那个夏家 这话并非周太安 单纯出于对夏家信任才说的 而是有依据的 自夏长明归来后 一切传闻事迹 他都有在听 有在看 迎娶妖族女帝 结束边境之争也好 天地宝阁 废掉蔡坤也好 又或是最先楼 让王腾自退 自从夏长明归来后 夏家焕然一新 比以往更加强势 这让周太安 仿佛从夏长明的身影上 看到了千年故事中 那天将救星般的身影 当然 这也少不了对夏长明实力的肯定 这一切都足以让他安心 将安宁托付于夏家 夏长明从周太安的话语中听得出 他对夏家的心存感激 以及信任之情 这次夏长明 没有再多犹豫 将手掌轻抚在周安宁的脑袋上 冲周太安郑重说道 承蒙周老厚爱 安宁我会照顾好他的 绝不会让他在夏家 受到半点委屈 听到夏长明的承诺 周太安这才忠于安心 周安宁依依不舍地 握住了周太安的干枯的手掌 周太安轻轻拍了拍周安宁的手背 慈爱地说道 安宁 从此以后 你要将你长明叔叔看待做亲人 一般知道吗 周安宁扭过小脑袋 望向夏长明 似是将他的样貌 深深记在心中 随即才回到 安宁记住了 安宁会听长明叔叔的话的 好 乖孩子 周太安微微一笑 心中虽是万般不舍 但那颗悬着的石头 也终于是落下了 好了 长明侄子 安宁就拜托你了 趁着夜色 你直接带他回去吧 夏长明俯下身子 搂着周安宁的肩膀 轻声说道 走吧 周安宁满脸不舍 哭得像得累人 但这次很听话的 松开了周太安的手 只因他答应过会听夏长明的话 爷爷 安宁走了 周安宁转过头 最后对周太安道别道 四世最后的道别 临别前 夏长明对周太安拱手道 周老 别了 说完 夏长明抱着周安宁 与苏月里三人 纵入浓浓夜色之中 投入漫天繁星 周太安躺在床榻上 目送众人 远去后才 缓缓收回了目光 冲着屋外延声道 月统领月着天迈入房中 抱拳道 末将在 即刻起 召集宫中所有禁卫军 做好防备 调令天都方圆百里 三郡五都的所有统领率兵 进攻秦王 第53章 夜间家族会议 夜幕横空 繁星点缀 两道快如神红般的身影 自夜幕中划过 宛若天际流星 夏长明抱着周安宁 穿梭于夜空上 怀中的少年 呆呆地凝望着璀璨繁星的夜空 也不知是在思索什么 眼眸红润 眼角还挂着淡淡的泪痕 也许是哭泪了 周安宁一闭眼 就这么依偎在夏长明的怀中 沉沉睡了过去 长长的眼睫毛 随着清风摇曳 肌肤白霞 红唇四婴 俊美的样貌 竟是不淑女子 只是那婴儿肥般的脸蛋 略显苍白 夏长明默默取出 一件毯子盖到了他身上 静静地注视着他的睡眼 心中笃定 要是这少年 身着女装的话 恐怕也难分真假 少年的身子十分轻巧 抱着一点也不重 从他的身上 夏长明总能闻到一股淡淡熏香味 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 皇宫中各寝宫中 都会点燃熏香熏陶房间 久而久之 身上沾染 些许熏香 不足为奇 苏月里紧随着夏长明身旁 不知为何 神色古怪地 看着夏长明怀中的少年 怎么了娘子 夏长明转过头 视线正好与苏月里四目相对 不禁问道 苏月里却是撇过头 淡淡道 没什么 夏长明狐疑 怎么女人的心思这么难猜的呢 苏月里明明好像要开口跟她说什么 却又偏偏不说话 脸上又一副冷漠不高兴的样子 这不禁让夏长明 开始自我反省了起来 我是不是 又有什么地方做错了 惹她不高兴了 仔细思量一阵后 望着怀中的少年 夏长明顿时恍然大悟 哦我知道了 娘子 你是看着微夫抱着她 羡慕了 娘子也想要微夫抱抱 对不对 哦 Omega 哦 苏月里 苏月里像看白痴一样 看了眼夏长明 也不理会 独自加速飞身远去 独留夏长明满心疑惑 难道是她猜错了 不多话 夏长明与苏月里二人 便一同落入了夏家踪地内 正在知道夏明修行切磋的夏若斌 见到夏长明后 赶忙收起彼此手中长剑 一同拱手说道 见过家主大人和夫人 躺在夏长明怀中的周安宁 似是听到声响 悠悠睁开了双眼 与夏明等人对视了一番 互相眨了眨眼睛 假 家主大人 这是您的孩子 夏明指着周安宁呆呆问道 回应她的是 头顶一记惠心一记 夏长明一脸黑线 再怎么快 她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 家主大人 这位是 夏若斌也好奇问道 周安宁常年身居宫中 从不露面 认识她的人并不多 夏明与夏若斌二人 没见过她也是正常 我稍后再介绍一下她 你们先快速去通知各大长老 就说 我要立刻召开家族会议 夏长明将周安宁从怀中放下 对夏明二人说道 这还是夏长明 继任夏家家主以来 第一次主动召开家族会议 夏明与夏若斌 见下长明神情认真 不敢骂货 立即飞升 去通报各大长老 片刻间 各大长老都火急火燎的 赶到了夏家主殿 夏长林还一边扭着衣扣 一边赶来 心中不忘咒骂道 这个臭小子 哪有大半夜召开家族会议的 夏家主殿上 夏长明稳坐在上方家主之位 苏月里立于身旁 周安宁则是坐在了 夏长明的大腿之上 夏明与夏若斌 也跟着在站在一旁旁观 寻常是不可其他人 参与家族会议的 但夏长明特许了 他们二人留在这里 见过家主 除一人外 待其余人都来其后 众人拱手道 夏长明寻视一眼 发现六长老夏军没来 问道 六长老呢 为何没来 负责通报夏军的夏明 站出解释道 家主大人 六长老此时不在族中 不知去向 要派人去找吗 不用了 夏长明摆手道 夏军和夏浩渊 是穿一条裤子的 同样心怀不轨 不在法更好 省得他再找个理由 把他踢出去 家主大人 这位少年是 夏若光 看着坐在夏长明 大腿上的少年 不禁出言问道 少年面色稚嫩 却秀丽脱俗 神色深沉似水 气质更是非凡 所有人都一眼 就注意到了 这个从未见过的少年 夏长明拉着周安宁的小手 向着众人 简单介绍了一番 随后又将 今日在皇宫商议的 秘境仪式 告诉了众人 当然 他并未对众人说起 老皇帝托付一事 只是说了 周安宁是暂起来 夏家居住一段时间 要众人务必将他 视为夏家人同等对待 在场众人 对周安宁的身份 很是震惊 众人都有听说过 三皇子一事的 也知道独留下的意思 只是没想到 就是眼前这个俊美少年 对方毕竟是天州皇孙 众人不敢怠慢 纷纷表示 必定会以礼相待 当听到夏长明 提起西南山峰 一变买是秘境诞生后 众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神情由震惊中 逐渐转变为欣喜若狂 那可是无数修行者 梦寐以求 难得的歇悦啊 家主大人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准备一下吧 没错 可不能让蔡家 何王家占了便宜 没想到 老夫这把年纪了 也能遇到传说中的 先缘秘境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 兴高采烈地谈论着 夏长明 与夏长林父子二人 神色平静 夏若光脸上 更是严肃万分 他年轻时 曾经有幸 进入过一次秘境 里面的经历 让他此生难忘 其中凶险 可谓九死一生 不光是要和妖兽 争夺天灵地宝 更是要时时刻刻 提防着其他人的暗中偷袭 哪怕是你最亲近之人 也可能仅仅是因为 一件法器 一株灵药 而反目成仇 暗中下手 他那时能侥幸活着逃出 已是万分幸运 家主大人 您打算如何 夏若光正中问道 夏长明的决策 很可能会决定 此后夏家命运走向 不得不万般甚重 每处秘境都大为不同 通往天地也有所差别 应不知秘境中凶险程度 若是夏家绝大部分天赋弟子 都陨落其中的话 对未来夏家 将会是个致命打击 但秘境仙缘 也并非空穴来风 其中遗存的秘法传承 亦或是神器先兵 都值得冒险一试 对夏家来说 也是个千载难逢的仙缘 其余人也渐渐没了声音 目光投向夏长明 如今 夏长明才是夏家家主 最终一切决定 都由他所定夺 第五是四张 本地才不要你的小鸟 夏长明思索片刻 对众人说道 三日后 宗族内凡宗师尽以上弟子 都可自愿 随我一同进入秘境 至于各位长老 我想将你们留在夏家 负责守护夏家 这 众长老一听 面面相去 脸上都流露出了些许不情愿 那可是无数修行者 千载难逢的仙缘啊 若是运气好的话 在那其中 获得上古仙缘传承 他们甚至有望 境界更上一层 夏若光健壮 率先踏出一步 对夏长明拱手说道 老夫这把年纪了 时日所剩不多 就不去掺和了 愿留在夏家守护 说完 夏若光又转身 对其余长老劝道 诸位长老自身境界 可否再进一步 想必自己最为清楚 又何必去征纳 仙缘机遇呢 还是将机会 留给祖中小辈吧 夏家将来依靠的 还是他们 而非我等了 有夏家主 亲自带领祖中小辈 我等也可安心 守护在夏家不是吗 众长老文言 各个面色羞愧地 低下了头 一听到秘境仙缘 第一时间 竟是想着自己如何 全然忘记了 夏家与祖中子弟 他们若是都走了 夏家何人守护 况且 他们境界此生 已至尽头 何不将机会 留给年轻小辈们呢 明白其用意后 众人也都拱手请命道 我等接院留在夏家 替家主大人 守护夏家 夏长明欣慰地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夏长明说道 我不在这段时间 夏家一切事物抉择 都有我父亲 夏长明全权负责 是 众长老应道 夏长明 也对夏长明 放心地说道 敏儿 你尽管带着 祖中子弟去吧 夏家有为负债 你就放心好了 夏长明 再次轻轻汗手 如果可以 他当然也是想着 让众长老 跟着他一同 进入秘境的 就算不能得到 什么先缘传承 在那灵力充盈的天地间 修行一段时间 那也是受益匪浅的 但他不能这么做 与周泰安交谈后 夏长明更加能感觉到 天都似有阴云笼罩 大有风雨欲来之事 蔡家对夏家 一直虎视眈眈 又与王家联姻 最近却又没什么动静 不得不提防 皇宫中大皇子周志歌 寄予皇位 老皇帝周泰安 似乎也正在准备着什么 周泰安并未请他出手 而是特意将周安宁 托付于他 恐怕是心中已有打算 要自己解决 天都表面看似 仍然是那一副 祥和安宁的景象 实则暗中早已立兵莫马 杀鸡暗藏 罪令夏长明不安的是 这一切似乎都是有某种力量 在刻意推动着 刺杀贤明的三皇子周泰平 截杀谢家家主谢长青 暗中给老皇帝周泰安 与夏若宾体内 种下乌龄之毒 未知的谜团还有很多 夏长明心中引有欲感 此次去秘境 必然会有大事发生 若是没其他事 麻烦各位长老 去通知族中子弟 早做准备吧 对了 父亲 二长老麻烦 暂且留一下 夏长明对众人说道 是 除了夏长林与夏若光以外 其余众长老拱手道 随即转身纷纷离开 夏明也欢快地跟着回去了 夏若宾正准备跟着走时 似有话要说一般 停住了脚步 怎么了吗 若宾 夏长明问道 夏若宾这才凑近夏长明身旁 傅尔说道 回禀家主大人 可能是我多虑了 自从您剥夺了夏浩渊大长老一职后 他便经常不在夏家中 六长老夏军也是 总是不知所踪 行迹可疑 在您回来前 我还看到六长老 匆匆忙忙离开了夏家 不知去往何处 我觉得 可能需要多留意他们二人 夏长明闻言 感激道 好 我知道 他很高兴夏若宾能主动向他禀告这些事 夏若宾不仅识得大局 而且极负责任 欣喜夏家 心思也非常缜密 苏月里站在一旁 秀眉青醋 眼眸悄悄打亮着夏若宾 就在刚刚夏若宾从他身旁走过时 他从他身上闻到了上次在夏长手上的那种香味 夏若宾走后 夏长明便对夏长林严肃说道 父亲 在我离开后 令夏家所有子弟 全部回到夏家中 并且将夏家的护宗大阵开启 夏长林面露惊讶 立马意识到 情况不简单 您没说到 好 我知道了 对于夏长明的决策 他作为父亲 都是无条件信任的 二长老 上次拜托您让安卫调查夏浩渊 可有异样 夏长明扭头 对夏若光问道 夏若光攻身拱手回道 禀家主 这几日暗卫传回秘信 皆无发现任何异样 无异样 怎么可能 夏长明心中很是怀疑 结合夏若宾的话 若是无异样 夏浩渊经常不在夏家 那又是去了哪里 他或许需要亲自调查一番才行 麻烦二长老继续让暗卫暗中调查 夏长明嘱咐道 他现在不确信 暗卫是否可信 为了不打草惊蛇 继续让其保持暗中调查是最好的 在一番嘱托交谈后 夏长明与夏若光二人也先后离开 去忙碌准备夏家防备事宜了 大殿之内只剩下了夏长明与苏月灵 以及周安宁三人 听着夏家众人刚刚的谈话 周安宁眼眸灵动 似有思索 夏长明则是手掌清河 再次谈开时 一只灵运动人的灵体蝴蝶 已然出现在他的掌心 蝴蝶扑扔着翅膀 缓缓飞向半空中 在大殿之上翩翩起舞 营绕还飞 蝴蝶绕着周安宁伸周来回环绕 又停在了他的翘梁穷鼻上 周安宁看得满目流光 微微张开了小嘴巴 神色也开朗了些许 当他伸手想要触摸鼻尖上的蝴蝶时 蝴蝶又突然飞起 在夏长明一声驱众 蝴蝶化作一束光红 掠出了窗外 消失天界 周安宁张了张小嘴巴 神情似有不赦 夏长明微微一笑 将握拳的手掌 伸到周安宁的脸蛋前 缓缓摊开 只见那只蝴蝶 竟又出现在了夏长明手中 飞入了周安宁肩头 喜欢吗 送你了 周安宁很是惊喜地 望着漂亮的蝴蝶 夏长明就像是 给他变了个戏法一般 其实那只蝴蝶 早已按照夏长明的命令 前往城中寻找夏浩渊 与夏军二人的踪迹了 这只蝴蝶 只不过是他 为了取乐周安宁 又另外捏出来的罢了 苏月里面露笔夷 将一切默默看在眼里 脚哼道 哼 哄小孩子的把戏 然而在他心中 很是震惊夏长明 竟能单掌凝聚灵体 操控自如 夏长明不知道为何 苏月里从一开始 就总是一副闷闷不论 满脸忧怨的样子 于是也走上前对他说道 娘子 卫夫也给你捏一个 登登登卫夫送你的小鸟 夏长明双掌相合 再次掀开时 一只碧绿荧光的小鸟飞出 苏月里神情冷漠 淡淡道 别把本地当成那些无知少女 本地才不要你的鸟 夏长明很是猛 这小妮子又是怎么了 怨气很大呀 第五十五章 周安宁的决议 天都交外 一处破旧的院落外 夏长明那个毛 还没长齐的兔崽子 紧剥夺老夫大长老之位 简直岂有此理 夏浩元奋力将手中杯子捏碎 面色阴沉的怒吼道 自从夏长明回到夏家后 他便处处不如意 多次当众受辱 就连他最初的计划 也被全盘打乱 每当想起夏长明 他都恨不得 将他如同手中的杯子一样 捏碎 那小子根本就没把 你我二人放在眼里 坐在夏浩元对面的夏军 同样阴沉着脸 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继续愤愤说道 如今在夏家 我这六长老 也已是形同虚设 根本没人听我的命令 这夏家六长老 不当也罢 夏军兄说得对 曾经你我二人 为夏家何其卖名 那矛头小子 却废了你的青传弟子 更是取了我 唯一儿子的性命 夏家皆知你无子无孙 将夏言视为亲子一般 他却这般狠毒 夏浩元在一旁怂恿复合道 是夏家对你我无情 而非你我不义 待明日夏长明 率领众人进入秘境 你我二人合力 理应外合夺下夏家 借使我为家主 你为大长老 同为智之 说吧 夏浩元目入阴毒 这次 他定要将之前的耻辱 一并加倍奉还给夏长明 好 我敬浩元凶一杯 夏军端起酒杯 对夏浩元恭贺道 仿佛他的大长老之位 已静在眼前 一杯酒水下肚 夏浩元细血地嘲笑道 那夏长明已开始怀疑老夫 自作聪明地 将夏家暗卫派来调查老夫 简直可笑至极 说着 夏浩元目光转向院落 角落横躺着的三具尸体 嘴角露出嘲弄之意 在他的身后 还站着一名样貌平平的男子 若是夏若光在的话 定然会认出 这名的男子 正是他派来调查夏浩元的暗卫之一 而这名暗卫 早就在夏浩元在位大长老期间 将他收为己用了 从调动暗卫的一开始 夏浩元就知道了 并且暗中出手 杀掉了其他三名暗卫 只留下他的心腹 负责定时汇报通信消息 夏长明 恐怕还一无所知呢吧 夏军与夏浩元二人大笑道 殊不知 在院落外的一棵大树上 一只灵光蝴蝶 正趴扶在茂密的枝叶中 正静静地注视着他们二人 长明峰 山峰崖边 夏长明坐在山崖边 缓缓睁开眼眸 嘴角不经意间 露出一抹诡异微笑 终于让我找到 你们俩了 与那次夜间家族会议 已过去了两日 这两天 夏浩元和夏军二人 都没有再回过下家 夏长明花了整整两天 翻遍了整座天 都都没有找到他们 差点要以为 他们二人是不是私奔了呢 好在终于是 郊外的一处院落中 发现了他们二人 听到了二人的谈话 他可以立刻飞升过去 将他们二人就地抹杀 但他忍住了 若真出手 导也不麻烦 就是可能会打草惊蛇 少了夏浩元和夏军二人 他怕他们身后的人 不敢出手了 坐在夏长明身旁的苏月里 一脸古怪地打量着他 这家伙怎么坐着坐着 突然就无缘无故笑了起来 笑得还很甚人 夏长明没有在意 苏月里的目光 在纸上写下消息后 以灵力汇聚一支 飞哥闲着 只信飞向长明封夏 将消息传递给夏家 其余众长老 命他们一旦发现 夏浩元或是夏军 回到夏家 立即暗中拿下 如今有了这化灵成形的能力 可听可见 极大方便了夏长明 即便传达消息 也不用他亲自跑一趟了 随手捏只鸽子即可 一旁的苏月里 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了 这两日 夏家一直忙碌着 准备进入秘境的诸多事宜 经常能见到 夏长明以灵哥传递各种消息 夏叔叔 就在这时 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阵 青涩聆听的声音 周安宁来到了夏长明的身后 安宁 过来吧 夏长明笑着 冲他招了招手 这两日 周安宁一直面色沉浸 似有思索的样子 先有说话 难得他这次主动找他 周安宁静静地坐到了夏长明身侧 两条光滑纤细的小腿 在牙边轻轻晃动 什么话 也没有说 夏长明看出他神色犹豫不定 似乎是有什么话想说 于是便开口问道 怎么了吗 安宁 周安宁轻咬下唇 心中终是夏定决心 扭头望向夏长明 目光坚定恳求道 夏叔叔 安宁有事求您 安宁想要跟你一起进入秘境 夏长明听闻 并没有立刻反驳呵斥 而是陷入了思索 一旁的苏月里倒是先开口道 哼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 本地如果没猜错 你甚至连妖兽长什么样子 都没见过吧 你可知 进入秘境意味着什么吗 那可不是过家家 也没有人会在意你的身份 在那里 你只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你 会死的 苏月里的每一字 都宛如一柄尖刀 插入周安宁的心头 字字诛心 周安宁被说得无力反驳 只能不甘地攥紧着稚嫩的双手 将指甲插进了手心中 娘子 你也真是的 夏长明忍不住回头 被苏月里抱怨到 他知道 苏月里这番话 其实是为了周安宁着想 并不是看不起他 毕竟他娘子的温柔 只有他最懂了 苏月里轻哼一声 撇过头 不再搭话 夏长明牵起周安宁的小手 轻轻让他松开 以温柔的口吻问道 安宁 你为什么想要进入秘境 周安宁目光警示夏长明 毅然回答道 安宁想要力量 守护爷爷 守护我的家 守护天州 爷爷说过 天州就是我的家 夏长明神色威正 没想到 会从一个这么稚嫩的孩童口中 听到这番话 当初果然没有看错他 辞子日后 必然会有一番作为 就连一旁的苏月里 都不禁 又偷偷多看了他几眼 在夏长明 还沉浸在震撼当中时 周安宁见他不说话 又若生生地补充道 对了 还有守护夏叔叔 夏长明不禁被他逗笑了 这话明摆着 就是为了讨好他才加上的 不过他听着很舒心 回答满分 明日跟我一起进入秘境吧 夏长明笑道 真的 谢谢夏叔叔 周安宁欣喜扑进了夏长明怀中 苏月里微微倾起红唇 想要说什么 但最后还是沉浊脸撇过了头 第五十六章 是我夏长明的娘子 次日清晨 终于到了前往秘境之日 在与夏家一众人告别后 夏长明牵着周安宁 以及带领数十夏家子弟 赶往天都城外 各长老精挑细选的人选 每个实力都是宗师禁之超凡禁之间 品行在族中也是最好的 当夏长明一众人来到天都城外时 此地早已是人山人海 人流涌动 不知是谁暗中透露了消息 除了四大世家外 方圆数十里 其他宗门小派 甚至是无数散修都聚集了过来 当夏长明众人到来时 飘逸不凡的身姿 加上苏月里的青城容颜 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快看 那人就是夏家新任家主夏长明 听说此人年纪轻轻 以示位列天尊 在他旁边的女子 别看他容颜绝美 他可是传闻的妖族女帝 傻人不眨的 听说实力也不一般 四大世家 又与天尊和妖族女帝同入秘境 此心只能重在参与了 周围人群议论纷纷 谢叶在看到夏长明后 便领着谢家百余人 走到了夏长明身前 问候道 夏兄 目光看了眼下 长明身旁的周安宁 流露出些许惊讶 但并没有说什么 灯在谢叶身侧的谢花灵 双手抱着古琴 走上前 屈身行了一礼 眼眸再见到苏月里后 煞时间有所失神 目光随即黯然 见苏月里这般容颜出众 又与夏长明并肩而行 乃还猜不到她的身份 只是不曾想 妖族女帝的容颜 竟是如此惊严绝世 相比之下 她这天都第一美女 徒有虚名罢了 如今想来 夏长明之前所说的话 都是真的 她的确难与苏月里相提并论 无论容貌 身姿 气度还是实力 谢叶看得出自家小妹神态 不禁暗中叹了口气 她早知会如此 迟早要面对的 不如早些让她知道也好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正当夏长明与谢叶闲谈之际 远边天际 又有两对人马降临 来人正是蔡家与王家一行人 夏家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上次让妖女踏入皇宫 如今又准备带着这妖女 进入秘境不成 王猛一到来 便对夏长明发难道 周围众人 纷纷侧目相望 似有好戏上演 苏月里秀眉青醋 似有不悦 但她并未发作 原因很简单 秘境之地在人族境内 暗里她身为妖族身份 的确没资格进入 就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过 夏长明竟会真的愿意 带她进入秘境 秘境中凶险万分 先缘靠的可不仅是单纯运气 更是需要实力争夺 她实力虽不及夏长明 但好歹也是天尊敬 在场能与她一战的寥寥无几 夏长明难道就不怕 她获得其中先缘 实力大增后对她不利吗 这让苏月里很是想不懂的 对于王猛的力声质问 夏长明踏出一步 双手背负身后 毅力傲然道 是 又怎样 你 王猛气劫 额头青筋抱起 好嚣张了 她还从未见过这么嚣张的小子 你可知 妖族乃是我人族世仇 秘境对我人族来说 更是千载难逢的先缘 如今你要与妖族同享 是为何意 老子能接受其他宗派弟子散修 他们都是我人族同道 唯独无法接受 让妖族之人同行 王猛指着苏月里怒喝道 这番慷慨激昂的言辞 顿时引得众人喝彩之耻 说得好 王家主 我等散修精神上与您同在 妖族吐露我人族修事无数 妖族之辈 没有资格与我等同行立境 对 我丁日天第一个不同意 众人群情激昂 大有将夏家孤立谴责之意 苏月里反而眉头舒缓 不屑地笑了 他不否认妖族残杀人族之事 人妖两族本就是仇 彼此厮杀无数次 没什么好解释的 看来本帝在 你还是有些麻烦的 本帝先回去好了 苏月里淡然说道 正准备转身离开时 纤细的手掌 却突然被一股温暖包裹 夏长明握住他的手掌 一把将苏月里拉回了身边 搂住了他的柔软腰间 在他耳畔柔声笑道 一点也不麻烦 在苏月里还处于诧异的目光中 夏长明视线转向周围众人 灵力的目光 从众人身上一扫而过 煞时间 刚刚还唧唧喳喳 群情激愤的众人 都像喉咙噎住了一般 乖乖闭上了嘴 夏长明缓缓开口道 趁各宗各派齐聚 我就在此告诫各位 他 苏月里 是我夏长明的娘子 是夏家之人 既是我夏家之人 又有何进不得秘境 诸位若是有异议 可找我单独喝个茶 详谈 夏长明声音不大 但声音伴随着灵力波荡 传入了在场所有人的耳中 一众人面面相去 皆有忌惮 不敢再轻易出言 与一个天尊敬为敌 人家反手一巴掌 就可能把他们宗门灭了 犯不着犯不着 苏月里美眸差矣 翘手望着夏长明俊逸的侧脸 一时间竟忘记了 从他怀中挣脱 他没想到 夏长明会这么袒护他 他就不怕与人族为敌 苏月里心中引有颤动 当回过神来后 翘脸又变得冰宁寒霜 你要搂着本地多久 还不放手 娘子 作为卫夫 带你进入秘境的谢仇 让卫夫报一下 不过分吧 夏长明面露一笑 并未松手 难得搂到手 怎么能说放就放呢 苏月里娇荣 瞠怒地盯着夏长明 是个不要脸的家伙 果然是有所企图 不过转念一想 让他搂一下 换得进入秘境 好像也不是很亏 王猛怒气未消 还想要上前说什么时 蔡英却突然伸手拦住了他 王兄 就让他也一同进去吧 秘境先缘 可不是那么轻易 能得到的 一不小心 身陨落当中 也是在所难免的 说吧 蔡英目露寒光 看向了夏长明 与苏月里二人 王猛怒哼一声 旋即不再与夏长明争执 怒而转身离去 蔡英顺势朝着众人说道 诸位远道而来 无非都是为了这秘境先缘 虽不知诸位从何得知 但既然来了 皆是缘分 蔡某听闻秘境之中 旷阔于天地 其间先缘机缘无数 不如诸位一同探求 众人听闻 皆是拱手感激道 多谢蔡家主 蔡家主心胸 真是令我等赞叹 真乃我等楷模 其中不少鳄鱼奉承 试图攀上蔡家关系者 然而谁都没有发觉 蔡英暗中嘴角 那微微上扬的嘴角 诸位 秘境先缘 急不可施 即刻出发 话音刚落 数千人皆纵身跃起 化作一道道流星般 急迟而去 刹那间 数千道流星 自天际划过 形成了天都上空 一道不可多得的壮丽景象 第五十七章秘境之争 悄然开始 天都郊外 西南山峰 碧树遮天 芳草繁盛 入眼满是枝繁叶茂 生机盎然的碧绿迎天的自然美景 充盈翠绿的灵力 如同一道道 萤火汇集的溪流 弥漫半空 仅仅只是肉眼 都清晰可见 谁又能想得到 数日前 这里还是一座 稀疏平凡的森林呢 包括夏长明等人在内 数千修行者漫步灵间 各个左顾右盼 目录神网 好似被这森林所深深吸引 快看 这里的灵力 竟形成了天然的灵犬 此等澎湃浩瀚的灵力 若是能再次修行一日 胜过在外苦修十日啊 我曾在祖师书籍 记载中看到过 这等郁郁生机 焕然一新的景象 的确是秘境显现无遗 那可太好了 众人一边寻着灵力之源走去 一边兴高采烈地交谈着 夏长明低头看向脚下 发现一株灵草 竟已从土壤中 冒出嫩嫩牙尖 此地灵力浓郁程度 足以达到 酝养灵药的程度了 若是能将这座山峰 收为己用 攻下家子地修行 种植灵草 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夏长明心中想着 他的灵界中 就存放着不少 从仙山上顺下的灵药种子 奈何一直找不到灵力充沛 合适的种植原地 只能暂时放在灵界中 有了这座灵山 这一下倒是省去了 他不少功夫 走在夏长明前方的是 谢花灵 此时 谢花灵正满心欢喜地 敦赴一旁 小心翼翼地伸手 触碰那鲜红低垂的花瓣 谢姑娘 喜欢灵草 夏长明牵着周安宁 走进谢花灵身旁 见他望得入神 连他靠近了都未发觉 不由好奇问道 谢花灵见识夏长明 轻轻一笑 说道 夏大人不必这么客气 叫我花灵就好了 我自幼除了秦月外 最大的喜好 便是重养一些灵草 每当看着他们 茁壮成长时 都会游心欢喜 那一人的药香 总是能让我心神安宁些许 谢花灵说得很是动情 看得出 他是真心喜欢养育灵草 他的话 也不由让夏长明 回想起了仙山之上 漫山遍野的灵草 所弥漫的芳香 这种香味 的确十分疑人舒心 正当所有人 都沉浸在这美妙景色中时 一声惊声惨叫一下 令众人回过了神 所有人瞬间都绷紧了神经 做好了防备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啊 惨叫声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那个方向 是唐门两个弟子 刚刚去往的方向 恐怕是遭遇 什么不测了 众人猜测到 有几人撞着胆 朝着那方向探去 下一刻 一张血盆大口 猛然从草丛中扑来 一下子 就将其中一人一口 吞入腹中 待众人看清 才发觉 竟是一只数十丈长 身肥体壮 浑身不满入 肩甲般坚硬鳞片的蟒蛇 是玄甲蟒 至少宗师静 初期修为 玄甲蟒口腔是弱点 大家一起上 灭了这畜生 不少修行者 飞升而出 齐力出手 在场的不凡 各宗门大能 区区一只 宗师静玄甲蟒 倒还掀不起什么风浪 不少修行者 还抱胸围观一旁 下赌 那玄甲蟒 最多支撑多久 有一人话音还未说完 一柄镰刀 便突然从后 贯穿了他的胸口 其余众人惊觉 赫然发现 一只遗仗有余 足有四臂 每一臂臂膀 都酷似镰刀般锋利的螳螂 出现在身后 四臂刀狼 宗师静 巅峰修为 还未等众人出手 越来越多的妖兽 从森林四处 袭杀而出 一时间 原本宁静的森林 响起了激烈的厮杀打斗声 时有惨叫呼救声传来 果不其然 这秘境的灵力 已经吸引了 许多强大的妖兽前来 若冰 夏明 你们命下家所有人 就地抵御妖兽 所有人朝我靠拢 夏长明下意识 将周安宁拉近身边 随后对夏若冰 二人嘱咐道 周安宁境界修为 只有天灵境 与宗师静 相差了两个大境界 这里的随便哪只妖兽 都能轻易取其性命 好在周安宁 十分乖巧听话 紧紧牵着夏长明的手 待在他的身旁 是 夏若冰与夏明二人 迅速组织夏家之人 收缩阵型 对夏家一众人来说 这些修为 最多宗师静的妖兽 并没有多大威胁 只是在进入秘境前 最好不要进行 没必要的灵力消耗 许多宗门派系 皆是如此想的 有的甚至都没有 要出手的意思 即便有其他人 躺在他们 身前求救 他们也是质若罔闻 秘境本就难得先缘 进去的人 当然是越少越好 还未进入秘境 秘境之争 便早已悄然开始 夏长明领着夏家众人 一路自在前行 一只残暴的大地宗雄 忽然挡在了夏长明身前 嘴中还啃食着 不知哪个倒霉蛋 落下的半截身子 当发掘夏长明后 大地宗雄露出凶狠的目光 咆哮着 展露出冗长獠牙 娘子 帮我照顾一下安宁 夏长明将身旁的周安宁 递给苏月里 也不等苏月里同意 便一步踏出 身形瞬息消失 飘飘然的身影 从大地之雄 身旁划过 双指跟着 在半空留下一道弯曲荧光 大地宗雄 神情还保持着咆哮 下一秒 肢体便突然顺着荧光线条 肢解为数块 一只宗师境巅峰的大地之雄 就这么死了 夏家众人 虽早已对自家家主实力 有着清晰认知 但每一次见出手 翘无声息 又不失华丽的模样 还是忍不住由衷惊叹 苏月里则是满脸怨念 她又没说答应 就把周安宁塞给她 她堂堂妖族女帝 担起了保姆的职责 可恶 话虽如此 尽管苏月里不情不愿 但还是驱散了周围 所有靠近的妖兽 当树枝形如猎狗的双头妖兽 张牙舞爪地出现在她身旁 她翘脸微寒 怒气满满 寒声道 滚 树枝双头猎狗 顿时下的气势全无 龟缩脑袋 夹着尾巴 慌忙逃窜 身旁的周安宁 望着苏月里 不禁流露出羡慕和崇拜之情 下架众人也顿时 又将佩服的目光 转移到了苏月里身上 心中想到 女帝大人更胜一筹啊 根本都无需动手 就将妖兽全下跑了 森林间的厮杀打斗 并没有持续多久 片刻间又重归宁静 只不过 这次宁静的森林中 弥漫着不再是灵力和芳香 而是浓浓的血腥味 妖兽绝大部分皆被斩杀 其余的也全逃走了 修行者这边 伤亡百余人 皆是一些小宗门小派子弟 四大师家 以及一些稍大的宗门 基本都无人伤亡 可即便如此 那些宗门小派 也没有选择放弃进入秘境 再又经过一段 不算漫长的探寻后 众人终于是来到了 梦寐以求之点 秘境裂缝 山间低谷狭凤处 一处虚空破碎 看似如同一面破镜般 充盈浩瀚的灵力 就是从这裂缝中不断渗出 秘境裂缝入口处 灵力最为充裕 有两棵大树 饱受灵力滋养 长势尤为迅猛 知凡翠银碧绿 晴天耸立在秘境左右两侧 宛若一扇门框 诸位 我们到了 众人望着秘境裂缝入口 目光炽热 第58章不合适 太合适了 数千修行者 汇聚在山谷秘境上前 目光灼热 但却迟迟没有人上前进入 并非他们不想 而是这处秘境裂缝入口处 竟形成了一道天然的灵力屏障 望着这道天然屏障 众人既是欢喜又是无奈 据说一些大型秘境显现时 往往都会在入口 形成某种天然隔绝的灵力屏障 以隔绝野兽妖兽侵入 此处惊陷灵力屏障 足以说明 这座秘境定然非凡 可是若是无法进入秘境 再多先缘 也与他们无关 这个天然灵力并不难破 其他几家宗门宗师联手 亦可破除 难得秘境裂缝脆弱 尤为不稳定 是若是掌握不好力度 秘境很可能就此关闭 到时很可能就是本末倒置了 所以众人才无奈 都停留在山谷之上 无一人敢尝试出手 夏长明仅是看了一眼后 便只身跃到了 这灵力屏障前 快看 有人下去啊 是夏家家主 夏长明 他难道有办法 破除这灵力屏障 众人一脸期盼地望着夏长明 身为天尊敬的夏长明 或许真的有办法也说不定 夏长明的确有无数种办法 这破除灵力屏障 但他选择了最简单的一种 只见夏长明取出一柄刀身银亮的锯齿匕首 当着众人的面像切豆腐一般 轻易地就在灵力屏障前 划开了一道口子 而那灵力屏障也并没有破碎 只是单纯地被夏长明 撕开了一个足以一人通行的入口 真的破开了 那匕首是何物 竟有如此奇效 太好了 我们可以进去了 众人雀跃欢呼道 苏月里一眼就认出了夏长明手中的匕首 那正是新婚之夜 他夜袭夏长明时所用的神器撕裂 可以破除一切灵力结界之刃 这个可恶的家伙 到现在都没打算还他 夏家主威武 夏家主大呢 不愧是夏家主 果真年少有为 敢问是否可以让我们进去了 山谷上众人对着夏长明一顿吹嘘 迫不及待地询问 能否赶快进入秘境 毕竟在秘境中 每一分每一秒 可都是正在流失的机缘 夏长明没有理会众人 先是让夏若冰与夏明二人 领着夏家子弟进入了秘境 若冰夏明 进入秘境后 让所有人以五人一组行动 切莫单行 若是遇到不敌情况 也不要恋战 果断撤离 若是有生命危险 就将此俘虏之出 临近秘境前 夏长明对夏若冰二人嘱咐道 从怀中取出几张这几日 绘制的法文俘虏 上面刻绘的是 防御结界阵法 足以在关键时刻保一命 基本上每组都分得了一张 防御阵法俘虏 夏若冰和夏明点了点头 随即众人的身影 缓缓没入了秘境裂缝当中消失 山谷上的众人 看得那叫一个心急热切 但夏长明撕开的入口 只能容纳一人通行 让夏家之人先进入 也无可奈何 夏家主 不知可轮到了我等 待夏家之人 全部进入秘境后 一小宗门的门主 迫切地询问道 此人先前也参与了 对苏月里的声讨 夏长明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并未多理会 而是对谢叶说道 谢兄 还在等什么 谢叶一愣 随即拱手感激道 多谢夏兄 百余谢家一一进入秘境 各个脸上喜笑颜开 看得其余人心中很不适滋味 在谢家走完后 夏长明才又点了点 其余几家宗门进入秘境中 被夏长明点到名字的宗门弟子 无意不是笑容满面 欢声雀跃 一蹦一跳地 飞速跑进了秘境中 早人一步 那便是天大的优势 其余各宗各派望着夏长明 那简直是望目欲穿 比看自己老婆都神情 静静地在那等着夏长明点他们的名 心中疯狂呐喊 点我啦 快点我啦 当又一宗门进入秘境 夏长明便将手中匕首收了起来 林立屏障被撕开的口子 顿时迅速再次缝合 夏家主 我等还没进去呢 这一下可把外面众人急坏了 焦急大喊道 诸位 还请自个儿想办法吧 夏长明微笑道 转身离开 留在林立屏障外的 都是声讨过苏月里的宗门小派 夏长明可都记在心里呢 夏长明 你这么做 未免不太合适吧 诸位都是远道而来 此等秘境 更是应当一同共享 怎可因你一己之私 而置众人于不顾 这时 蔡英终于按耐不住 站出来对夏长明谴责道 众人纷纷附和道 对 没错 蔡家主所言极是 逆境应当共享 还是蔡家主胸襟旷阔 目光长远 夏长明痴笑一声 被众人笑道 不合适 简直太合适了 我不像蔡家主那般 心胸旷阔 我心胸下爱 最是自私自利 而且尤为记仇 诸位都是刚刚生讨过我娘子之人 我可记得清楚呢 诸位在秘境中 最好祈祷 别遇到我 说吧 下场明目光一宁 令在场众人背脊抖寒 此刻那些没能进入 秘境宗门小派 都恨不得删自己俩个大耳光子 他这张嘴啊 怎么就这么欠呢 要是没多说那一句话 他们说不定就已经进去了 只恨当初啊 在众人不知所措时 蔡家副手缓缓走到了 灵力屏障前 将苍白的手掌 按在了灵力屏障上 悠悠僧魂从掌心蹦出 一点一点地侵入灵力屏障 硬生生以阴魂之力 慢慢撑开了灵力屏障 罗刹蔡家 以炼破居魂为秘法传承 修行秘法 极为阴森诡异 这也是为何蔡家之人 个个都面色苍白如诡异般的原因 以目前来看 再过不久 整个灵力屏障 都会被幽魂撕碎 夏长明知道 区区一个灵力屏障 是绝对阻碍不了蔡家和王家的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没有再多久留 夏长明果断没入了 秘境裂缝当中 片刻之后 灵力屏障 轰然碎裂 众人早已迫切难耐 蜂拥而至 鱼贯而入地 涌进了秘境当中 蔡王两家 却仍旧站在秘境之外 神色淡然 根本一点也不着急 让夏家和谢家两家 先进入秘境 万一那当中的先缘 王猛带着王天王腾双子 走到蔡英身旁不满说道 蔡英目光阴厉 丹丹笑道 王兄莫及 秘境当中 先缘可不是这么容易 找得到的 让他们早一步进入又如何 况且 就算真让他们找到了 那他们 也得有命出得来才行 第59章 风云涌动 秘境裂缝之外 浩浩荡荡的修行者大军 基本都已进入秘境之中 只剩下了蔡王两家的数百人 还矗立在外 蔡杰背负双手 身形颇为老成的 走到了蔡英与王猛二人身前 丹丹道 这鱼儿来得恰到好处 鱼儿皆已入楼 王猛 你即刻回王家 率领王家其余弟子 先去灭掉谢家 随后跟大皇子会合 攻入皇宫 祝大皇子周指哥 夺下皇位 蔡英 你也即刻回蔡家 联络夏浩渊 让他做好准备 率领蔡家全部人马 立即杀上夏家 本作要让夏家与谢家 从天都消失 一个不留 是 谨遵老祖之命 蔡英对蔡杰 恭敬屈身说道 一众蔡家子弟 和王家子弟 皆目录震惊 蔡杰不是蔡英长子吗 怎么蔡英 对蔡杰这么恭维 还称呼他为老祖 事到如今 已经没什么 在好隐瞒的 如今的蔡杰 早已不是蔡英的长子 而是蔡家老祖蔡比 真正的蔡杰 早在前阵子 便被蔡英 亲自贡献给了 自家即将作画的老祖 以让其换身转魂 只要神魂犹在 永世不灭 迄今为止 蔡比不知 第多少次换魂了 才能一直隐蔽蔡家 作为躯窍使用 先前的躯窍 都难以承受 他的神魂和修为境界 只得不停更换 如今终是让他找到了 近乎无可挑剔的躯窍 蔡杰 如今这段时间 他也渐渐适应了 这副新躯体 境界也已回到了从前 恰逢秘境出现 蔡比便决定不再拖延 趁此机会动手 暗中散发此地 秘境消息的 也是他故意所为 为的就是将附近 所有修行者都吸引而来 一并解决 只要炼制了 这些人的神魂 他的境界 说不定还能更上一层 天州王朝 只要有一个蔡家就够了 王猛显然也是 早就知道了 蔡杰真正的身份 并未惊讶 只是眯眼沉声道 好 谢家就交给我了 到时还请蔡家老祖 别忘了沉默 天州以大皇子 周指哥为新帝 你我蔡王两家共享 本座知晓 蔡比淡淡道 王猛这才安心 将腰间的虎手金刀解开 由于一番后 选择递给了王腾 腾儿 这把刀暂且给你用 进了秘境后 随你开心 王猛的这番话 基本算是默许了王腾 随意打开杀戒了 哼 老子早就等不耐乏了 王腾接过虎手金刀 神色极为兴奋发狂 满眼充斥着杀戮的渴望 他的脑海 此时满是夏长明的身影 周围的人都害怕地躲着他圆圆 生怕他一兴奋 随手杀几个人住住信 交代好一切 王猛与蔡英 二人皆化作一道神红 飞跃回天都 只不过是障眼法罢了 如今 谢家谢业与谢花灵 以及众多修为高深的弟子都不在 夏家夏长明与苏月里 也进入了秘境 谢家与夏家 在他们眼中 只不过是戴仔的羔羊 就算他们 在秘境中发现了为时已晚 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 从秘境中活着出来 其余人 随本座一同进入秘境 记住 凡非我蔡家王家之人 一个不留 杀 蔡比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 阴森的微笑 朝着秘境裂缝走去 身后数百菜家王家子弟 接目录凶光 手握兼兵利器 没入秘境 天都上空 乌云密布 雷声大作 一座堂皇富贵的府邸中 一个身披战甲 身姿伟岸的男子 紧闭双目 稳坐在殿堂中央 双手按着一柄插入地面的三尺 长刀末端 刀刃上寒光闪闪 不断有鲜血流下 在男子的身旁 地上躺着一具被贯穿胸口的尸体 鲜血染红了地板 尸首男子睁大了双目 眼中满是恐惧与疑惑 周太平到死都不明白 周指哥为何要杀他 在殿堂两侧 矗立着数十位 同样带窥匹甲的将领 他们都是周指哥的亲信 静静地等候着周指哥的命令 不多话 一个侍卫 急忙从府邸外 跑进殿堂中 丹西夏贵汇报道 报殿下 王家与蔡家的人马一到 正在府邸外等候 周指哥猛然睁开双眼 随着屋外一道闪电划过 漆黑的眼眸中 诸将听令 老皇帝年迈力衰 昏庸无能 以无力维持我天周王威 即刻起随本王进攻 请父皇善位 周指哥沉声道 握着带血的长刀 缓缓走出昏黑的殿堂 一众将领跟随在他身后 殿堂外 大雨滂沱 电闪雷鸣 密密麻麻手握力气的 披甲士兵 紧密排列 乌鸦鸦的一大片 各个杀气腾腾 皇宫中 周太安矗立在宫殿之殿的围栏前 放眼俯瞰着 承受倾盆大雨洗礼的天都 天都之内 一览无余 当周太安在抬头望向天空时 天空中已是乌云密布 不见天日 变天了 周太安自语难难道 一位瘦高的长须老者 陪同在他身旁 拱手请求道 陛下 外面天良 还是一家宫内吧 此人是周太安最为亲信得利心腹 也是他的知己朋友 相国刘温 周太安摇了摇头 淡淡说道 朕眉也不去 就在这等 话中似有深意 陛下 此刻 月卓天急急忙忙赶到周太安身后喊道 什么事 周太安苍容平静地问道 大殿下已在府邸设宴 将二殿下杀害 此时正在庶民将领 朝宫中进犯 月卓天心中愤然 他是着实没想到 周指哥为了皇位手段 竟如此残忍 连自己同父异母的手足兄弟 都残忍杀害 如今更是带领着近万将士 欲谋害老皇帝 这是何等的大逆不道 周太安听闻 苍老的脸上不起一丝波澜 然而心中却是生起一丝悲凉 他早就猜到了 会有这么一天了 周指哥一直拉拢王家 贿赂宫中将领 为的就是这么一天吧 杀亲是父 夺取皇位 天州历代皇帝 皆是明君 他怎么就生出了这么一个畜生呢 他死去后如何在九泉之下 面对天州历代先祖 无论如何 一切过错都在于他 是他身为父亲的无能 他要亲自结束这一切 天州绝不能亡于他手 他之所以让四大世家前往秘境 其实也是在准备 趁蔡王两家不在 对周指哥动手 只是周指哥早先一步了 岳统领 你务必要守好此物 此物胜过你的性命 也胜过朕的性命 绝不能让他落入他人之手 由你亲自交给周安宁 周泰安郑重地从怀中 取出一个锦盒 递给岳卓天说道 这是他思虑许久后的决定 刘温看着锦盒 若有所思 随后脸上露出轻笑 他猜到是什么了 岳卓天小心翼翼捧过 肃然答道 遵命 末将在 此物在 好 周泰安一挥袖袍 目光辟逆天都 大有十回曾经军灵天下之地气 岳统领听令 末将在 即刻起令宫中禁卫军 凡事擅闯皇宫者 杀无赦 是 从此刻 天都不再安宁 风云涌动 第六十章 小路伸手 秘境之中 天际未蓝 山风连绵不绝 高耸入云的树木 紧密相连 魁伟壮硕 形成一望无际的森林之海 蓝绿之色焦香灰映 其间鸟兽丝鸣 浓郁的灵力 充斥着整个天地之间 一条条凝聚的灵力丝绸 在空中交汇分叉 比秘境之外森林所见 更为耀眼 宛如编织的灵力之网 覆盖整个秘境 夏长明站在山崖之巅 眺望着这令人惊叹的仙迹 这与其说是一个秘境 倒不如 说是另一方天地也不为过 在夏长明的身后 便是这方天地的秘境入口 此时早已不进入秘境的人 都早已顿身远去 寻找那埋留此地的仙缘机遇 唯独苏月里 带着周安宁 还在此等候着她 娘子 特意在这等候卫夫 夏长明心有感动地说道 面对这秘境仙缘的诱惑 她的娘子 还不惜在这一直等她 她简直感动得要哭死 她没看错她 是个好媳妇 苏月里白了夏长明一眼 很是嫌弃地 将周安宁 送回了夏长明身边 说道 本地可不是在这等你 只是为了把这个小鬼还你罢了 说完 苏月里 狱卒轻轻点地 身形化作一道神红 消失在远近 一进来 她心神中 便感知到了一方呼唤 似有指引 周安宁跟在她身边 实在是不安全 夏长明正正地望着苏月里远去 心中不满埋怨道 唉 白疼她了 走吧 安宁 夏长明拉起周安宁的小手 朝着一处方向远去 在夏长明离开不久 秘境入口 便涌进来无数各宗各派的弟子 他们都没有久留 几乎只是停滞了熟秒钟 便急忙各自散开 争夺着秘境先缘 最后进入的 是蔡王两家人马 各个手持法器 杀气凛然 蔡比站在山崖边 望着无边无际的天地 露出一脸残忍音效 这里将是除了蔡家外 所有人的坟墓 诸位 开始吧 另一边 夏长明搂着周安宁的腰间 快速地穿梭在巨大树干之下 树木遮天蔽日 枝繁叶茂 几近遮蔽了整片天空 唯有些旅阳光 透过了夜间缝隙 映照着摇曳的枝叶树影 清风徐徐 惬意舒适 手臂中传来的感觉 很是娇小柔软 没想到这小少年的腰间 近似女人般仙柔 还是锻炼太少了呀 男人没腹肌 怎么行呢 得让他在秘境中 好好锻炼锻炼 夏长明心中想到 此时 周安宁挂在夏长明的手臂上 像是发现了新大路一般 小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 几乎从未出宫的他 见到什么东西 都感到很是新奇 森林四周寂静无声 只有枫叶在沙沙作响 呼得一道黑影 从一棵树干后 猛然掠出 毫无征兆 速度快地 只留下一道模糊残影 目标只指夏长明手中 搂着的周安宁 夏长明脚步一致 目光凌厉 一巴掌拍在了黑影的脑门上 滚 黑影顿时化作炮弹一般 被击飞 重重地砸落地面 带灰尘消散 一只通体黄鹤 屈身只有成人般大小 嘴口剑齿外露 其背部还生有 薄如禅翼的双翼的豹子显露 原来是只禅翼猎豹 夏长明盯着猎豹淡淡说道 禅翼猎豹 通常都趴伏在树干之上 隐蔽气息 潜伏在树林之间 当发现猎物时 会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掠杀 已经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妖兽 一般最多也只能长到四尺左右 眼前这只已达到了近六尺 实力也以至天人静出窃 配上它爆发性的速度 寻常天人静强者 也难免反应的过来 只是 他这次挑错了对手 早在一开始 夏长明就注意到了 这只禅翼猎豹 一直紧跟在他们身后 一巴掌直接正中头颅 基本上已经把禅翼猎豹拍猛了 禅翼猎豹颤微微地站起身 四肢摇晃不协调 显然是大脑受到了不小的震荡 安宁 记住了 在外时刻都要保持警惕 尤其是在遍布妖兽之地 更是不能疏忽大意 景色虽好 但那可是会致命的 夏长明对周安宁说教道 若不是他出手 周安宁甚至连反应都没有 就会命丧妖兽恐怖 周安宁面露惭愧 低声歉意地说道 对不起夏叔叔 安宁知道了 明明是他下定决心 非要跟来的 却怎能只顾迷恋在这山林景色之中 夏长明揉了揉周安宁的小脑袋 示意他不必愧疚 他并非真的是责怪周安宁 周安宁实力仅有天灵境 与天人境相差了四个大境界 反应不过来 属实正常 他只是在教导 他该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修行者 能随时保持警戒 应变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机 蝉意猎豹稍稍缓过神后 目光畏惧地看了眼 屹立在树梢之上的夏长明 旋即不再犹豫 转身展开双翼 飞速逃离 夏长明颇为意外 这只蝉意猎豹倒是聪明 不仅知道他实力不一般 选择了偷袭他手中抱着的周安宁 更是自知不敌后 毫不恋战 安宁 若是有人想要将你 以及你的亲人 置于死地 该如何 望着身影 渐远的蝉意猎豹 夏长明不急不缓地 朝周安宁问道 周安宁私存片刻 眼眸逐渐坚毅 果决道 杀 很好 夏长明赞许地点了点头 双指并拢 身旁灵力自行凝聚成树柄飞剑 因天地灵力浩瀚的缘故 凝聚的飞剑更加坚韧巨神 若是不仔细观察 与真剑别无二指 去 随着夏长明指尖轻弹 树柄飞剑划破长空 直袭树里开外的蝉意猎豹 蝉意猎豹似有感应 回身剑树柄飞剑袭袭杀而来 速度快如流星 惊慌失措下 连忙震翅向着天空飞去 且 夏长明不屑一笑 指尖轻轻一抬 树柄飞剑顿时划过一抹灵光弧度 转变方向 一柄柄的插入了蝉意猎豹的体内 喉 蝉意猎豹发出哀嚎 如同刺猬一般 从天空中直直坠落而下 身旁的周安宁 看得尤为专注入神 仅仅只是几个弹指尖 对他而言 难以抗衡的蝉意猎豹 就这么毫无还手之力地被斩杀了 夏长明那傲然漠视的身姿 深深烙印在了周安宁的心中 夏叔说 请你教授我 如何成为一个 像你一样强大的修行者吧 第六十一章话 行王人 森林空幽宁静 瀑布湍流汹涌 自悬天倾泻而下 震舞的阳光 映衬着水流荧光 似那垂落的荧幕 周安宁盘膝 坐在河流之上的一块岩石上 双手平举两颗巨石 双目紧闭 心无旁骛 全神贯注地 吸纳着浓郁的灵力修行 没有被那嘈杂的 瀑布冲击声所干扰 他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要多举两颗巨石 但既然是夏长明要求 他还是乖乖照做了 这一定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夏长明坐在河流旁 翻动着手中 架着的两丈多的大鱼 为大鱼取暖 不时偏一眼 修行打坐中的周安宁 在他的身后 还堆着数十头 被斩杀的妖兽 浓郁的血腥味 不时引来其他妖兽窥视 他们只能看一眼 因为多看一眼 便会加入到那堆妖兽尸体中 自周安宁 向他恳求教授他修行后 已经过了两日 这两日 夏长明一步步 引导着周安宁 该如何修行 如何更好地 感知天地灵力 以及担任陪练 这处瀑布 便是他专门为周安宁挑选 来修行专注力 感知天地灵力之地 与其他地方相比 这里的灵力 也更为充裕 周安宁虽然年纪小小 但修行十分刻苦 也十分聪明 一交就会 不懂的 都会立马虚心提问 到如今 周安宁基本 已经能够更好地 吐纳灵力了 只可惜 周安宁的根骨资质 太过频繁 尽管秘境灵力充沛 但他修行了两日 却仍旧停留在天灵境巅峰 期间 夏长明更是喂养了他 许多天才地宝 和妖兽血肉 为他改善体质 滋补身体 安宁 鱼烤好了 快过来吃吧 待妖兽 避拨鱼烤好后 夏长明冲着河流中的周安宁叫道 周安宁没有睁开眼 轻声回答道 夏叔叔 你先吃吧 安宁晚点再吃 夏长明乃会不知道周安宁的心思 叹了口气说道 安宁 修行一事急不得 你这般在意强求 将来难免会落下心魔 修行更是难以有劲 听了夏长明的话 周安宁悠悠睁开了双眼 有黑的眼瞳 显得十分黯然 乖乖起身 跃回了夏长明的身旁 我知道了 夏叔叔 来 吃吧 夏长明将手中一块烤好的鱼肉 递给周安宁 周安宁接过鱼肉 小小地咬了一口 尽管鱼肉很香 但他并未有什么食欲 夏叔叔这么不留余地地帮助他 他却迟迟连天灵境巅峰的门槛都跃不过去 心中满是挫败 夏叔叔 抱歉 安宁是不是给夏叔叔添麻烦了 周安宁扭头向着夏长明愧疚说道 进入秘境两日 夏长明都在忙着照顾他 无意中 已是比其他人形成慢了许多 夏长明不以为意 揉了揉周安宁的小脑袋 轻笑道 不会 你安心修行便是 别想那么多 夏长明也只形成慢了些许 但他并不着急 越是道往深处 遇到的妖兽 更有领域意识 实力基本也都在天人境以上 不是一般人都能过得去的 秘境先缘 可不是这么容易得到的 周安宁很是感激 郑重地点了点头 埋头大口 大口吃了起来 安宁 如今 你那灵吐戏做得很好了 等你吃完后 是时候历练一下了 夏长明望着周安宁说道 历练 我独自一人吗 周安宁指着自己 一脸难以置信 神色中夹杂着些许畏惧 这两日 他不是没见过夏长明 出手斩杀各种妖兽 看似如动动手指般轻易 但他深知 那些妖兽实力都极为强大 绝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天灵镜 能碰瓷的 看着周安宁 小脸惶恐的样子 夏长明眯起眼 嫖笑道 怎么 害怕 不敢 安宁不怕 或许是受到了夏长明的激将法 又或是为了极力证明自己 周安宁神色毅然地点头答道 很好 一会儿 我要你独自进入森林 那时我不会在你身边 一切都要靠你自己 知道了吗 夏长明告诫道 一个合格的修行者 是必须要经受磨炼的 就如同宝剑 需要不断打磨淬炼一般 只有经历过磨炼 体验过战斗才会成长 一味地受着他的守护 永远也无法成为一名强大的修行者 况且 厮杀和生死体验 有利用突破修为稚骨 对此刻的周安宁 很有必要 这些都是 他师尊曾经对他做过的事情 一般都是直接给他丢到妖兽堆里 但他可不敢把周安宁 丢到妖兽堆里 周安宁心中虽有胆怯 但还是目光坚毅地点了点头 安宁知道 待周安宁吃饱后 郑重地朝着夏长宁 躬身行为一礼 随后步伐轻盈地跨过河流 没入了林间 夏长宁望着周安宁 直至身影 消失眼前后 瞬息一闪 飘离与林间上空 默默注视着周安宁行进的方向 虽说是要让周安宁历练 但秘境之中 可没有低于宗师境的妖兽 他行进的方向 还是森林深处 天人境妖兽扎堆的地方 随便一只 都能不小心拍死他 他需要找一只 比较聪明一点的妖兽 给周安宁历练才行 这附近的妖兽 暂且都被他清理干净了 暂且不会有什么危险 就让他先到前面找一只吧 夏长宁身形化作神红 急速飞往了周安宁前方 当经过某处时 夏长宁就发觉了一股 稍微有点实力的妖兽气息 放眼望去 周围方圆树里 竟无一只妖兽 显然是都惧怕这股气息 夏长宁顺着气息 来到了一处洞穴外 洞穴入口毫无遮掩 内部幽深 漆黑一片 阵阵寒风自洞穴内散发而出 风中夹杂着浓重的妖兽气息 毫不收敛气息 想来 也是这地区一方霸主了 夏长宁也懒得进去了 覆手而立 冲着洞穴口喊道 滚出来 声音如同红中一般 波炎之洞穴内 很快 洞穴深处便传来一声幕后 伴随着一阵迅猛的奔驰声 谁 哪个不知死活的 敢打扰本大爷的美梦 一只狼面人身 高有六尺 一身近食见肉 通体富有漆黑绒毛的狼人 直立着身子怒吼道 獠牙利爪 瑞丽凶狠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夏长宁 一脸惊讶 人类 看样子 像是第一次见到人类了 夏长宁见到狼人 脸色上 也流露出了些许的惊讶 这只狼人模样的妖兽 不仅能口吐人言 而且还能直立行走 神色流露于表 像是化形了 但又没完全化形 第62章 你服还是不服 世间妖兽若是想要化形 只有三种办法 其一是倚靠妖族血脉 只要生父生母 都是化形成功的妖兽 那么 其子自诞生 便是化形姿态 其二是服用化形丹 借助丹药之力 强制助其化形 其三最为困难 极难成功 既不倚靠血脉 也不倚靠丹药 纯粹地以自己本领领悟 自行进行化形 眼前这只化形 一半失败的狼人 显然就是第三种 夏长宁也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半人半妖姿态的妖兽 尤为感兴趣 与他娘子苏月里 展露虎尔虎尾的姿态不同 他这种保留了 更多妖兽的体貌特征 而且无法隐秘 看起来就尤为为何好笑 狼人从夏长宁眼中 看出了笑意 心中怒气更胜 打扰本大爷美梦就算了 还敢嘲笑他 化形失败 是他此生最大的痛处 最是见不得别人嘲笑 本大爷还从未吃过人类呢 正好尝尝鲜 人类 未惊扰本大爷而后悔吧 狼人张开血盆大口 挥舞食指利爪 飞扑向夏长宁 虽然不知道 人类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但他从夏长宁身上 并没有感觉到 什么灵力气息和威压 杀他不是易如反掌 夏长宁淡然自若 微微侧身 便躲开了狼人的攻击 左手趁机抓了半空中 狼人的手腕 一个翻转将狼人仰面朝天 重重地嵌进了地面中 哎 下化线 狼人躺在地上 两眼呆呆地望着天空 不对 他就这么被一个小小的人类 砸进地面了 奇耻大如 怕狼王纵横这片区域一百多年 还从缝底手 怎么能就这么 被一个小小人类打扮 狼人躬身跃起 目光四愤怒 四严肃地紧盯夏长宁 这一下终于是让他认识到 眼前这个人类 绝不看起来那一般弱小 人类 本大爷认可你的实力了 你有资格成为本大爷的对手 狼人对夏长宁称赞道 夏长宁倒是颇感意外 他刚刚那下少说 也用了不少力的 眼前的狼人 却像是没事人一样 天人静巅峰实力 能说话 身体强健 也比一般妖兽 更具灵智 不错 就他了 你叫什么名字 可有姓名 夏长宁对狼人问道 狼人眉头一皱 从图书中了解过 人族之间强者交手 一般都会报上名号 以示尊敬 想来 眼前这个人类已经是 被他强大的气息所折服了 于是便大拇指指着自己 气焰嚣张地自我介绍道 听好了 本大爷乃是此地狼王 狼牙 让你死个明白 说完 狼牙利用爪子在地面上 七扭八歪地 将他的名字写了出来 完事还露出 一脸得意的神色 简直就像是在说 看本大爷会写字 牛逼吧 这两个字 是他唯一会的两个字了 是在这秘境中 偶然得到的一本字谱中学来的 当时可费了他好大劲呢 练习了两年半 才能写出这两字来 夏长明瞥了眼 这潦草不堪的字 极为勉强 才看出狼牙二字 不禁直摇头 手指轻动 地上一根树枝飞入手中 灵力汇聚附着树枝之上 在地面写下了狼牙二字 狼人看了直摇头 他看不懂啊 这是什么 狼人指着地上工整 强劲有力地自问道 这字也就比他写得好看一点点罢了 夏长明指着地面二字 说道 此二字也是念作狼牙 这是你的新名字 本大爷的新名字 狼牙好奇地定睛注视 随即才缓过神来 不对啊 他凭什么擅自改本大爷的名字 本大爷是要杀他的 你凭什么改本大爷的名字 狼牙怒气冲冲吼道 夏长明淡笑道 因为我这正好缺一个懂事听话的陪练打手 打手 少瞧不起腰了 受死吧 狼牙一听 顿时感到受尽侮辱 不再犹豫 俯身四肢并用 匍匐吉尺 以极快的速度 冲向夏长明 他狼牙自出生就没有服过谁 在狼牙的身后 渐渐淡出了数道漆黑模糊 犹如幻象的影子 原来本体是只幽影苍狼 夏长明五动双指 身旁数十柄灵剑 瞬息凝聚而成 化作一道道灵光 刺向狼牙 狼牙身形不断闪断 在树干之间 纵月也如履平地一般 速度尤为快速 仅剩一道漆黑幽影 这还是夏长明 自进入秘境后 头一次遇到 以灵剑速度 都难以跟上的妖兽 就只有这等程度吗 可是连本大爷的屁股都摸不着 狼牙一边奔跑躲闪着 一边嘲笑道 只不过 他的笑是发自内心的 此地能开口说话的妖兽少有 他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了 虽然大部分妖兽都有灵智 听得懂他的话 但却不能与他交流沟通 好不容易遇到个 可以交流嘲笑的 心中突然又有点舍不得 吃了这个人类了 要不把他留下做个伴 狼牙心中考虑到 夏长明也是被他逗乐了 明明被追着 只能躲闪 还不忘嘲笑 他这个还未动的人 看来要收服他 还是得先置一置 他这嚣张的气焰才行 夏长明手掌灵力 剑气凝聚 朝着狼牙及时方向 挥斩而出 一道宽阔凛冽的剑气 朝着狼牙迎面袭来 狼牙顿感不妙 重踏地面 纵身跃起躲过 灵力的剑气之刃 将他身后数百颗巨大树木 尽数拦腰斩断 咦咦咦 狼牙看得目瞪口呆 额头不禁留下冷汗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要是挨一下 不得两半了 还没等狼牙缓过神 数十柄灵剑又再度袭杀而来 眼看即将被斩中 狼牙身形 瞬间化作一团黑影 灵剑尽数从黑影中穿插过 待黑影重归于地面后 狼牙才再度恢复了真身 在他身后的灵剑 也再次调转方向追踪而来 不管狼牙如何用力爪斩断 用牙齿咬碎 灵剑都会源源不断朝他突袭 气得狼牙 只能狼狈躲闪 还不忘怒气冲冲地 指着夏长明指责道 你难道就只会操控这种小玩意吗 有种和本大爷正面碰一碰 狼牙也只是随口发泄愤怒罢了 谁料到夏长明竟果断地答应了 好 满足你 夏长明一挥手 灵剑尽数化作灵力消散 狼牙面露狂喜 调转方向朝着夏长明急持 速度比之前更快几分 只于一道鬼魅黑影 真是蠢啊 如果继续操控灵剑 将他灵力耗尽 他说不定真有机会赢他 可他竟听话地放弃了灵剑 那一击剑气 应该短时间也展不出第二道吧 那他还有什么可怕的 冲 面对气势汹汹的狼牙 夏长明微微一笑 腰间帝先剑出鞘 剑鸣清零翁鸣 滔天剑意直指天地 狼牙急忙来了个绞杀 脸色下的煞白 Sigma 这股剑一微压 他浑身绽放的凌冽气势 天尊敬 我的妈呀 金 今天算你走运 我们改日再战 狼牙留下一句话后 一溜烟的转身就跑了 现在想走了 哪有这么容易 夏长明手执帝先剑 沿着地面画展而至 庞然凌厉的剑气 顺着地面一路延伸不止 从狼牙的身旁间斩过 狼牙有惊无险地 躺在剑痕遗留下的沟壑旁 心有余悸地朝一旁望了一眼 刚刚差点就以为死定了 狼牙惊魂未定 帝先剑的剑锋 便突然架在了他脖梗处 夏长明冰冷的话语 从身后传来 你服还是不服 第六十三章 他是天灵境中期的妖兽 森林中 周安宁娇小的身影 不快不慢地在树丛间跳跃 按照夏长明这几日的教导 他时时刻刻隐匿气息 不留痕迹 目光警惕着四周 在与夏长明分别 独自毅然进入森林后 他才知道 有夏长明在身边时 他是多么的安心 此刻孤身担任的他心中 只感到无力和慌张 总觉得森林各处 随时会有妖兽将他扑杀 哪怕一点风吹草动 周安宁都会警惕万分 他一个天灵境 但凡遇到一只宗师镜以上的妖兽 都会命丧于此 而周安宁不知道的是 这座秘境中修为最低的妖兽 也有宗师镜以上的修为 走了大漠一炷香的时间 前方距他较为遥远的地方 便传来了惊人的剑意 那股凌冽剑意 甚至不输他见过的夏长明 吓得他赶忙掉转了方向 很可能是某位大能强者正在战斗 他还是离远点好了 稍有波及 他可能就死得不明不白了 在改变方向 又走了小半会后 周安宁心绪也有紧张不安 渐渐转变为了疑惑 好奇怪 走了这么久 怎么连一只妖兽都没见到 平时和夏长明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能偶尔遇到一些 不知死活的妖兽主动上前 怎么他独自一人了 那些妖兽 反而都不见了 此时不远处 一人一妖 躲在树丛中 暗中观察着周安宁的一举一动 老大 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 狼牙抬起头 对着压在他上方的夏长明 不解问道 闭嘴 夏长明说道 狼牙老老实实地合上了嘴巴 不敢再坑一声 在被夏长明打败后 狼牙非常心甘情愿地 投靠到了夏长明麾下 想着反正自己一个天人镜巅峰 给一个天尊镜打下手 好像也不是那么丢人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夏长明答应他 若是沉浮 出去后便为他炼制化形单 那可是 他现在最招私目想的东西了 若是不能完全化形 他就只能一直保持着 这半人半妖的怪异模样 所以就暂且勉强认同了 夏长明 作为他的老大 之后便跟随来到这里 一直暗中观察着周安宁 一个非常弱小的人类 半晌过后 夏长明才对狼牙说道 我想让你去袭击他 狼牙一听 顿时喜笑颜开 立马拍胸口保证道 没问题 老大 就那个小不点 本大爷一口就能把他撕碎 他都不够给本大爷塞牙缝的 狼牙一眼就看出了 周安宁只不过天灵镜巅峰的实力 杀他简直比杀鸡都容易 正好还能向夏长明面前表现一下自己 说吧 狼牙激动的就要冲出 而夏长明在身旁传来冰冷的话 却又让他脚步一凝 我是让你去袭击他 但可没让你伤着他 他若是少了一根头发 我就打碎你一根骨头 夏长明的每一字 都令狼牙浑身寒冰刺骨 身子不禁打出 这让狼牙很是疑惑 进退两难 呆呆地处理原地 又让他去袭击那人 又不让他伤到他 这是什么意思吗 人类都是这么奇怪的吗 那 我到底还袭不袭击他 狼牙感觉自己的大脑 一时间转不过来了 只能朝夏长明询问道 夏长明见他这般愚笨 也只能解释道 我要你将修为压制天灵镜 去袭击他 让他感受到危机感 你记住了吗 狼牙听得一脸懵懂 他还是不懂 为什么要他特意压低境界 去袭击那人 而且 又要让那人感觉到生死的危机感 这未免也太难了吧 又麻烦 一巴掌拍死多简单 夏长明见狼牙猛猛的样子 也不回话 不约的再次问道 我问你听懂了吗 懂懂懂 狼牙吓得连忙点头硬道 不伤他 吓唬他对吧 本大爷明白了 夏长明仔细想了想 他这么说也对 随即说道 去吧 哦 本大爷上了 夏长明 夏长明突然觉得 不知道收下这只东西 到底是对是错 周安宁走在林间 忽然听到了一声狼嚎 身前的树丛中 也响起了西树作响的声音 有什么东西 正朝着他急驰而来 妖兽 周安宁拔出腰间细剑 保持警戒地盯着前方 目标很明显 是冲着他来的 他被发现了 奇怪的是 声响过后 四周又突然没了动静 周安宁手持细剑 不断地环顾森林四周 他从未如此保持高度集中过 他知道 只要他稍一走神 很可能就会死在这里 心中只能暗自祈祷 妖兽的实力不会太强 忽然 一道身影 从身旁左侧的树林扑出 五刀利爪一面袭来 周安宁持剑横挡在脸前 有惊无险地 挡下了惊险的一击 带他移开眼前的细剑 一只四郎四人 浑身长满漆黑绒毛的妖兽 出现在眼前 本大爷好久没吃到过人肉了 今天算你这小鬼倒霉 拿你开涮 狼牙张开血盆大口 凶神恶煞地 朝周安宁咆哮道 周安宁大惊失色 这只妖兽竟能说会话 而且外表长相极为奇怪 他从未见过 恐怕是实力强劲的大妖 周安宁心生胆怯 思索着该如何脱身 狼牙却不再犹豫 再度向前扑杀 食指利爪 寒光闪闪 周安宁努力定神 巧妙的舞动细剑 挡下了狼牙的每一次利爪 一阵刀光剑影的交锋后 周安宁越战越勇 从被动防守 渐渐转变为了主动进攻 信心大扎 通过交手发现 眼前的狼人实力 只不过天灵竞出七 不足为据 他能赢 周安宁细剑攻势 迅猛如疾风 一套华丽的宫廷剑法 施展的炉火纯青 打得狼牙狼狈躲闪 狼牙心里憋屈啊 他堂堂一个 天人静巅峰的狼王 如今 落魄道 要给一个天灵竞小鬼 当陪练欺负 他又不敢真出手 稍一用力 他可能 就把周安宁按死了 委屈啊 此时 狼牙的脑海中 忽然传来了夏长明的声音 将实力提升至 天灵竞中期吧 为了防止狼牙 不听话和逃跑 夏长明在他的神石灵海中 留下了一道灵力 到夏长明允许 狼牙瞬间便将自身灵力 提升至天灵竞中期 力找挥斩 更快了一分 周安宁惊讶 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只能将剑身挡在身前 被逼退了数捕 他隐藏实力了 他是天灵竞中期的妖兽 第六十四章 他在害怕什么 周安宁迅速持剑 调整身姿 虽然疏忽了狼牙隐藏实力可能性 不过这也让他更加专注认真了 夏叔叔曾和他说过 战斗中瞬息万变 不到最后 一切皆有可能 要尽可能将一切能想到的可能 都做好应对 解解解 小鬼头 见识到本大爷的实力 害怕了吧 本大爷一会就将你大卸八块 当点心吃掉 再当大便拉出来 狼牙舔着手中利爪 蒸蒸笑道 他这百余年 在这秘境中看过不少书籍 但奈何不识字看不懂 只能浏览图画书籍 见过的图画书籍中 妖兽好像就是该如此演绎的 他曾躲在洞穴中 自导自演过无数次 早已熟记于心 等这一刻很久了 他这演技 应该是没任何问题的 狼牙目光 瞥向远处一处树丛 似在向下长鸣妖宫 本大爷演得像不像 周安宁微微皱起眉头 眼前的这只妖兽 给他的感觉很奇怪 实力不怎样 倒是非常爱说话 简直就像是个画牢 趁着狼牙目光挟视期间 周安宁果断抓住机会 一步踏前 剑芒直指封猴 狼牙双手合掌 将剑身牢牢倾住 剑锋停留在他脖梗不足一尺 却在难入分毫 抓住你了 狼牙面色猙獰的细笑道 周安宁并不慌张 借着狼牙紧握剑身的力量 侧身跃起 一脚踢向狼牙脑袋 狼牙身体来了个九十度后 仰轻松躲过 顺手抓着长剑 将周安宁甩到了一边 周安宁稳稳落地 细剑术于身前 剑身灵力逐渐转变为暗紫色 电光灵虎闪动跳跃 夹杂滋滋作响的雷霆之圣 天宫万雷剑法 天宫万雷剑法 买是天舟王朝相传的秘学 以灵力转换雷霆之力 赋予剑身 据说需要修习此剑法 需要持剑身受雷霆之力洗礼 方可感悟雷霆之力奥秘 极难袭成 没想到周安宁小小年纪就袭成了 而且施展自如 威势不弱 狼牙也发觉了周安宁剑身上 莫名多出的紫色雷电 不好对付 张爪遇上前制止 然而周安宁天宫万雷剑法 早已凝成 剑任与狼牙利爪相交锋那刻 狼牙瞬间就感受到了 手中苏麻触电的感觉 妖兽天生对雷火之力 有着天生畏惧 狼牙下意识 连忙向后纵越一步 发现周安宁剑身的雷霆之力 的确不简单 但因为境界限制 威力并不大后 狼牙才松了口气 真是的 吓了本大爷一跳 一定是跟老大交手的时候 留下后遗症了 总害怕 将实力提升至天灵境巅峰 脑海中再次传来了 夏长明的指示 狼牙不由咧嘴一笑 迅速将自身灵力 提升至天灵境巅峰 小鬼头 这下你我就是同镜了 再来比划比划吧 狼牙朝着周安宁 勾了勾手指道 周安宁面色凝重 没想到狼牙竟然又 突然提升境界了 现在与他同为天灵境巅峰 他到底是什么修为 周安宁不解 不敢再有丝毫保留 剑身雷霆劈啪作响 雷霆之力 狂暴肆虐 雷霆之力 顺着剑人 刺入周安宁手心 剑身也似难以承受般 摇晃不止 周安宁咬紧嘴唇 并未松手 直到几乎极限为止 才娇喝一声 斩出雷霆剑气 天弓万雷剑法 剑如雷龙 狂暴的雷霆剑气 化作一条闪烁耀眼的雷霆之龙 咆哮着席向狼牙 狼牙不屑一笑 双手插进雷龙口中 硬生生将雷龙上下掰开 死成了两半 周安宁施展完这一招 浑身早已灵力匮乏 疲惫地扶着胸口 半扶在地上 当看见他引以为傲的雷龙剑气 被狼牙硬生生撕碎时 整个人都不由呆滞了 怎 怎么可能 他这招 就算是后天静的 也不敢应接啊 狼牙身上 除了些许绒毛焦黑外 竟没有一丝伤痕 其实歌寻常后天静 早就被雷龙吞噬了 奈何对方是狼牙 就算他只以天灵境巅峰实力应接 也不会有丝毫损伤 妖兽的肉身本就强劲 而他的肉身更是万里无一 终日经受灵力滋养和无数 其他妖兽浴血奋战 他的肉身 远比一般天人境妖兽 更为强韧 小鬼头 是不是轮到我了 狼牙朝着趴伏在地上的周安宁 灿烂一笑 周安宁大感不妙 一股灵境死亡的危机感 席卷全身上下 怎么办 会死 周安宁大脑飞速转动 第一时间取出恢复灵药服下 当务之急 是尽快恢复灵力 只有灵力恢复了 才会有其他可能 狼牙可不会让周安宁 慢慢恢复灵力 一跃而起 自善儿落斩下 周安宁只能利用细剑挡在头顶 苦苦支撑 怎么拉小鬼头 是不是不行了 乖乖等着 被本大爷乖乖吃掉吧 狼牙极为畅快嬉笑道 周安宁气喘吁吁 极为疲惫不堪 但还是死死握着细剑 狼牙的每一次攻击 死过多少次了 眼前这只行为举止 古怪的妖兽实力 看似与他同静 但战斗经验极为丰富 身手也尤为敏捷 无论他怎么巧妙地挥斩剑人 都会被他轻松躲过 这让周安宁很是不甘心 除了那一剂围龙外 他基本就没碰到过他一下 如果现在夏叔叔在就好了 一定能轻松收拾他 周安宁心中不禁想到 但很快又被他抛至脑后 他不能总是一味依靠夏长明 夏长明让他独自进入森林 就是为了让他魔力历练一番 他还不能放弃 丑八怪 你也没多厉害吗 不是到现在 也没碰到古为相吗 周安宁吐出一口气后 对狼牙嘲笑了回去 丑 丑八怪 狼牙气的脸部直抽出 他最在意的就是 别人嘲笑他的外表了 一时间 狼牙气上心头 猛的一跺脚化作黑影 绕着周安宁急迟 再出其不意地扑向他 周安宁慌忙侧身闪开 然而 狼牙的利爪 还是划过了他手臂 衣衫流出一道细长的口子 鲜血直流 好快 比先前要快上无数倍 周安宁几乎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是生死危机之下 本能的躲闪 周安宁吃痛地 捂住手臂上的伤口 愣是没有坑一声 目光紧紧锁在狼牙身上 却发现了极为怪异的一幕 狼牙双手捂着脸 一脸惊恐万分 Sigma 整个人仿佛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 浑身站立 不时把头扭向身后的一片丛林中 口中疯狂解释道 要哭出来的狼牙 周安宁很是疑惑 怎么他伤到他了 不仅不高兴 反而吓成这样子呢 他在害怕什么 第65章 他以后就是你的手下了 剑狼牙惊恐慌神 周安宁可不会放过 这个绝佳机会 身形一动 迅速俯身 临近狼牙身前 剑锋直入咽喉 亲 一声清脆响亮的声音 回荡林间 周安宁细剑 的确成功刺到了狼牙咽喉 但剑锋却犹如集中了磐石般 纹丝不动 反而震得他虎口发麻 手中的细剑裂缝显现 再也支撑不住的崩碎 断裂成了几块 周安宁面如死灰 终于是意识到 眼前这只妖兽 根本不是他所能敌的 他的剑 连伤到狼牙身体都做不到 弹劾斩杀呢 夏叔叔 安宁姑父 你的期待了 正当周安宁精疲力尽 准备安然迎接死亡时 却发现狼牙迟迟不对他下手 目光还是惊恐地望着树林 一道熟悉的身影 缓缓从树林中走出 夏叔叔 周安宁惊讶地叫道 感觉如何安宁 夏长明微笑着 走到周安宁身前问道 周安宁神色呆愣 旋即露出一脸苦笑 事到如今 他乃还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一切都是夏长明 为了磨练他所设下的一场戏罢了 这也解释了 为何狼牙这么害怕伤到他 附近没有其他妖兽的踪迹了 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夏叔叔 安宁输了 周安宁苦涩气馁地说道 不 你做得很好 比我想象中 还要好许多 夏长明揉了揉周安宁的脑袋 安慰道 接着取出一枚恢复灵力的丹药 塞入他嘴中 替他包扎起了手臂上的伤口 以及手掌上被雷霆啄伤的伤口 获得夏长明夸赞 周安宁面色逐渐转喜 或许是见到了最为信任的人 周安宁终于是体力不支地 倒入了夏长明的怀中 陷入了沉睡 辛苦了 夏长明将周安宁抱起身 轻声说道 让只有天灵境的周安宁 这般拼尽全力战斗 的确是不小的消耗 能够坚持到现在 已经很是超乎夏长明预料了 夏长明抱着周安宁 从狼牙身旁走过 狼牙颤巍巍地退让一旁 见夏长明也不责罚他 只能胆战心惊地主动询问道 大 大哥 我需要打断几根骨头啊 一会再说 跟我过来吧 夏长明淡淡撇了狼牙一眼后 静止朝着狼牙的洞穴方向走去 他其实并没有真想责罚狼牙 让他压低境界 又不能伤及周安宁 又要体现出危机感 的确有些强人所难了 况且周安宁也并无大碍 反而似有所突破 周身灵力自行灌入体内 这可是突破前兆 夜晚 密尽夜空 无意星星斑点 整片森林显得格外漆黑寂静 夏长明点燃着篝火 坐在洞穴口外 周安宁睡颜甜静地 躺在一旁的草席上 一旁的狼牙则是口水直流地盯着篝火上的烤肉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大哥 能吃了吗 狼牙指着烤肉 吸了口口水问道 烤肉的香味 无时无刻刺激着他的鼻腔 肉汁油汁 更是油光诱人 要不是夏长明在 他早就扑上去啃了 夏长明无奈地看着狼牙 难道妖族之人 都是有贪吃属性的吗 见烤肉已经熟透 夏长明也就允许道 吃吧 嘿嘿 那本大爷不客气了 得到夏长明同意 狼牙毫不犹疑地将整串烤肉举起 连着木棍一并一口吞下 在口中细细咀嚼了起来 好 好吃 本大爷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 原来肉烤过之后可以这么好吃吗 狼牙细细品味着烤肉滋味 竟感动地流下了泪水 一百多年了 他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大哥 本大爷 以后就跟定你了 狼牙心有沉浮地说道 之前的恩怨都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了 夏长明很是嫌弃了 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要跟着的人不是我 啊 狼牙发出疑惑道 此时躺在草席上的周安宁 也悠悠醒了过来 感觉好点了吗 夏长明笑问道 周安宁迷迷 呼呼眨了眨眼睛 渐渐回过了神 惊奇的发觉 身体不仅一点也不疲惫 反而充满了力量 就连身上的伤口 也尽数愈合了 更令他惊喜的是 他突破了 终于成功迈入了后天境 夏叔叔 谢谢你 周安宁郑重攻身感激道 夏长明摇了摇头说道 这是靠你自己努力的成果 你不必谢我 话虽如此 但周安宁知道 没有夏长明 他不可能进入秘境 更不可能修为竞速如此之快 周安宁坐下后 才发现 除了他与夏长明外 竟多出了一人 坐在篝火旁 定睛一看才发现 正是早上与他交过手的狼牙 夏长明也正好介绍道 安宁 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狼牙 以后就是你的下手 我会让他跟在你身边 负责保护你 夏长明话音刚落 狼牙就不干了 当即咆哮道 什么 你要让本大爷 给这个小鬼头当保镖 绝对不可能 本大爷不同意 他狼牙何许人也 这一代的妖兽之王 天人境巅峰的实力 竟要他给一个 天灵境的小鬼当保镖 他服夏长明 是因为 夏长明的确真正击败了他 臣服也不算丢人 这要是给一个 后天境小鬼当保镖 传出去 他不丢死人了 以后还怎么在妖族中混 我没再问你意见 若是不同意 那便死 夏长明向篝火中 添一幕柴后 淡淡说道 狼牙却是浑身汗毛竖起 极其委屈的蜷缩脑袋 不再说话 淫威 赤裸裸的淫威 周安宁仔细打量了一番狼牙 眉头微微一皱 很是嫌弃说道 夏叔说 他好丑 而且他好像并没有 比安宁厉害多少 周安宁的每句话 都犹如尖刀般 插进了狼牙的心头 被说丑就算了 就连实力也被小看了 夏长明也是哑然失笑 看来周安宁还以为 天人境巅峰的实力呢 放在天洲王朝内 也没有几人是他的对手 夏长明替狼牙解释道 狼牙冷哼一声 鼻子翘得老高了 原来本大爷还是挺强的 O3 周安宁小眼睛 震惊地看向狼牙 原来跟他交手的 竟是天人境巅峰的妖兽 夏叔说 安宁真的能接受吗 周安宁问道 一个天人境巅峰的妖兽 那可是无数宗门 都少有的存在 如今夏长明 却这么轻易教育他 周安宁本想拒绝的 他已经受过夏长明 太多给予了 虽然狼牙很丑 但他又真的很需要一个 能够强大到 协助他镇守天洲王朝的护卫 夏长明看出了 周安宁眼眸中的期望 轻笑道 他以后就是你的手下了 第66章 你们怎么敢惹他 密林中 两道身影 快速地在树林间行进中 二人正是夏长明 与周安宁 为了更好地锻炼周安宁 一般无特殊情况 夏长明 一般都会保持一定速度 让他跟在身后 而不再是抱着他 周安宁对此也毫无怨言 反而修行地愈发认真 每次尽可能地 跟上夏长明的脚步 至于狼牙 此时的他 不再是半人半腰的模样 而是化作了一只 通体漆黑幽亮的小狼 正立在周安宁的肩头 狼牙在周安宁眼前 变化为这般模样时 还引得周安宁眼眸一亮呢 丑陋的狼人 一下子就变成了 可爱的小犬 特意魄力 让狼牙站到了他的肩膀上 夏长明 在见到狼牙 应该也可以了 改天回去后 让他试试 老大 咱们去哪啊 站在周安宁肩膀的狼牙 打着哈欠 慵懒地问道 那座火山 夏长明说道 目光望向了远处 一座赤红的山峰 火乃是天地精纯之灵其一 欲有生命之火 以及重生之意 一般能在灵力充盈之地 出现火山的地方 必然会伴随着火系秘宝 或是火属性的灵草 狼牙一听 夏长明要去那处赤焰山峰 脸上摆出怯怯的表情 老大 那里可住着一只火凤凰 脾气老暴躁了 最近更是不知道 吃错了什么药 本大爷一靠近一点 他就要烧我 那就更好了 夏长明微笑道 火凤凰如此严防他人靠近 恰好说明 那里一定是诞生了什么天才地宝 才让他如此戒备 那只火凤凰是什么境界 夏长明问道 好 好像是天人境中期 狼牙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道 夏长明顿时对他投来鄙夷的目光 你一个即将化形的天人境巅峰 竟然被一只天人境中期的火凤凰打怕了 狼牙觉得被轻视 赶忙辩解道 只是他的火恰好克制本大爷罢了 况且 本大爷都没有动真格和他打 不信本大爷一会就去收拾了他 保证三个回合之内就将他拿下 夏长明不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听他吹牛逼 忽然 夏长明神色一宁 抬手示意身后的周安宁 停下脚步 而他独自上前查看 只见地面上躺着两具一男一女的尸体 外观浮视 看是某家盗派的弟子 秘境中腰兽凶险 出现伤亡一点也不奇怪 只能感叹气韵不好 无缘先缘 可仔细观察发现 二人尸体完整 身上也没有任何撕药和爪痕 而是胸口留有一道争鸣的剑痕 另一个更是被一剑穿心 二人皆是目露惊恐 女子更是眼角泪水残留 是其他人动得手 夏长明深皱眉头 也不知夏家其他人都怎样了 苏月里呢 他好像倒是不用他过多担心 这秘境中能动得了他的人 除了他以外 应该是没有 倒不如说该担心一下 没有了他在身边约束苏月里 其他人的安危 此时 狼牙从周安宁肩膀上跃下 一蹦一跳地来到了夏长明的身旁 看着地上两具尸体砸嘴说道 则则则 这又是哪两个倒霉蛋 要不趁热让本大爷吃了吧 别浪费了 夏长明冷冷瞥了一眼狼牙 一挥手引动地土 将二人尸首就地掩埋 狼牙哪还敢再提吃人 小声嘟囔着 不吃就不吃嘛 本大爷是过来提醒老大你的 有人过来了 要本大爷解决了他们吗 不必 我正好有事问他们 夏长明冷眼一鸣 望向前方说道 他也察觉到了 有不少人正朝着他这包围而来 杀意毫不隐藏 狼牙直摇头 暗中对那几人感到同情 让老大亲自出手 你们是铁定完了 不多会儿 数名修行者 气势汹汹地 将夏长明与周安宁围在了中间 放眼望去 各个手持力气 面容争鸣 身上力气极重 显然是没少杀过人 又来几个不知死活的 乖乖把身上宝贝东西和灵界留下 我高兴了 还能给你痛快 为首的男子 脸上布满刀疤伤痕 大刀指着夏长明 嚣张地命令到 从夏长明身上 他感觉不到什么气势 但他身后的那个小少年 一看就只有后天进实力 这让他一下子就放心了 夏长明外表看起来也十分年轻 如同少年一般 想来 二人应该是师兄弟关系 修为也高不到乃去 见对方竟然不认识他 夏长明不禁嘴角一笑 大哥 这男的给你 他身后的那小男 我要了 在刀疤男子身后 一名贼眉鼠眼 身形瘦骨如柴的男子 走上前说道 双手握着两柄锯齿骨刀 鼠目贪婪地注视着周安宁 伸出舌头舔了舔 周安宁一下就皱起眉头 只敢浑身鸡皮疙瘩 非常不舒服 有那么一瞬间 感觉浑身被看透了恶寒 二弟啊 你还是这么喜欢玩弄小的 行吧 他是你的了 这个大的就交给我了 刀疤男子大笑道 目露惊光 看向夏长明 也贪婪地舔尸了一下嘴角 他好久都没见到 这么俊的少年狼了 你们是什么人 夏长明冷冷问道 从这二人身上服侍 他看不出 他们隶属哪个宗派 刀疤男子猖狂一笑 说道 记住了小子 我等乃是叱咤风云 名扬东周的恶鬼双煞 老子叫猛煞 我二弟 哭煞 今日也算是 让你死得明白了 猛煞 哭煞 夏长明思索了片刻 才终于想起了二人 恶鬼双煞 臭名昭著 明明有着不俗的修为 总一直干着 烧煞劫掠掠 其他宗门小派的事情 其手段残忍 曾屠杀过一宗派 上下数百人 连同孩童也未放过 其罪恶行径 简直人神共愤 是谁让你们守在这里的 夏长明语气 比先前更冰冷了几分 恶鬼双煞 向来独来独往 这次带着这么多人 拦杀其他人 显然是有人指使 猛煞皱起眉头 他很不爽 夏长明那种 犹如沈问般的语气 以及那淡然孤高 不可一世的模样 明明他才是狩猎的一方 凭什么他敢这么嚣张 在猛煞队伍中 有一人在一见到 夏长明后 便一直张大嘴巴 浑身站立 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想要开口说话 却发现 紧张恐惧的 什么也说不出来 只能拉了拉猛煞的衣袖 猛煞一脸不耐烦地 回头目吼道 丁日天 你TM妈老子干嘛 没看见半正事呢 小心老子宰了你 此人正是先前 在天都外 与夏长明 有过一面之缘的丁日天 猛煞与哭煞来得晚 不知道夏长明 他可是知道的啊 你们怎么敢惹他的啊 丁日天指着夏长明 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 他是夏家 家 家主 夏 夏长明啊 第67章我若是狂 又当如何 听了丁日天的话 猛煞众人一愣 场面寂静的可怕 这位可是传闻 已迈入天尊敬脸 一言不合 就废掉蔡家二公子的夏长明啊 猛煞心里不禁打触 暗中对丁日天骂道 干理奶奶的 不早点说 但凡知道是夏长明 他都不会过来看一眼 心中虽然十分慌张 但猛煞还是强装镇定 露出一脸陪笑道 原来是夏家主啊 误会误会 我等几个 侍奉蔡家之命 留守此处的 不知是夏家主 多有冒犯 还请恕罪 猛煞态度 来了个的180度大转弯 脸上哪还有 刚刚那般凶神恶煞的模样 我还是喜欢你 刚刚那桀骜不驯的样子 比较有气势 夏长明微微笑道 呵呵 哪敢 那只不过是 吓唬吓唬人的把戏吧 夏家主可别当真 猛煞谄媚笑道 他哪里听不出 夏长明话中的嘲讽之意 但此刻也只能忍气吞声 将心中怒火 憋在肚子里 天尊敬 不是他们一众人 所能对付的 待他离开后 再将夏长明的行踪 通报蔡家和王家 蔡王两家 定然会派人前来围剿 说吧 蔡家让你们守在这里干什么 夏长明继续追问道 猛煞面露男色回道 这 我不能说 夏长明眯起双眼 神色冷傲道 不能说的话 那就死 现在就死 还是说完再死 你选一个吧 打从一开始 夏长明根本就没打算 放过猛煞与哭煞一行人 猛煞面色大惊 完全没想到 夏长明会这般毫不讲理 横竖都没打算放过他们 本就憋了一肚子气 既然如此 那也没有必要 再继续忍下去了 猛煞朝着夏长明怒声吼道 夏长明 老子敬你三分 你不要太狂妄了 哼 我若是狂 又当如何 夏长明冷声说道 身上杀意骤然 地先剑旋即出鞘 一剑劈下 剑光快如长虹 银色剑光迎面落下 猛煞来不及逃脱 只得将手中大刀挡在身前 剑光几乎在一瞬间 就以视如破竹之势 斩断了猛煞手中武器 在猛煞懊悔 与惊恐的注视下展落 猛煞身体一分为二 身后留下一道细长的剑痕 哼煞第一时间跳开 才免被剑气波及 心中满是骇然 猛煞的实力 他最为清楚了 可天然静出气的猛煞 就这么被一剑斩了 当夏长明冰冷的目光 转移向他时 哼煞顿感身坠冰枯 双手不禁颤抖 夏长明 你不能杀我 我等于投靠蔡家 如今是蔡家的人 你若是杀了我 就等同于杀蔡家之人 危急存亡时刻 哼煞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慌不择口地说道 夏长明冷冷一笑 手中地仙剑绝名剑势施展 剑风化以荧光剑势 没入哭煞身体 领略的剑气 顷刻间就将哭煞绞杀 连一声惨叫都发不出 便被剑气斩杀 就因为你们是蔡家的人 才更不会放过 其余人剑猛煞与哭煞 就这么被斩杀 乃还敢再迟也 纷纷施展毕生灵力 从四面八方分散逃跑 散开逃 快去禀告蔡家 夏长明在此 夏长明并未追击 而是对身后的狼牙说道 将逃跑的一个不留 全杀了 这些随你吃 好练 老大 狼牙兴奋不已 娇小的身体 顿时化作一道黑影掠出 早在刚刚 他就按耐不住 想要出手了 他等夏长明的命令 可是等了好久了 而等蝼蚁 都死在本大爷的手中吧 随着狼牙黑影闪动 四周很快传来了一声声惨叫 这 这是什么鬼东西 啊 你 你不要过来 侍郎 是一只幽影 最后一人话还未说完 便被狼牙撕碎了脖子 猛煞一行人 尽数被斩杀 只剩下了一人 独留站在原地 至始至终未动分毫 狼牙身形鬼魅的 出现在丁日天身后 利兆按在了他天灵盖上 将脸庞凑近他 低声说道 这还有一个 老大 这个也要杀了吗 丁日天一听 立马跪到了地上求饶道 别 别杀我 蔡家三小姐 让猛煞他们留守在此地 是为了独占 那赤焰山峰发现的一处仙府 所以才下令 将所有靠近此地的人诛杀 仙府 夏长明听闻 脸上难得露出了兴趣 所谓仙府 就是仙尊作画遗址 众多修行者 梦寐以求的仙缘 里面很可能就遗留着 仙尊曾经的传承在内 难怪蔡忌会这么不想 让其他人靠近 这下 他是非去不可了 获得一个意外收获 夏长明 不禁露出意味深长 一笑 目光再次看向丁日天 思索着 该如何处理他 他倒是非常识相 杀了 这家伙 好像当初第一个 叫嚣不服来着 丁日天也知道 接下来关乎他性命之忧 连忙痛哭流涕地说道 夏家主饶命 我自从进入秘境 从未杀过任何一人 我跟猛杀他们 真不熟 纯路人 跟他们不熟 为何投靠蔡家 夏长明质问道 丁日天赶忙解释道 碰巧见蔡家召集散修 我也只是过来混混日子 零免费零食的而已 我从不干活的 从未给蔡家卖过一分力 真的 我以天道启示 所说句句属实 胆敢有半句谎言 天节降深 不得好死 丁日天竖起手臂启示道 夏长明也是头一次 见把墨渝说得这么一整言辞的 仔细上下打量了一番 发现丁日天身上 的确毫无力气 再加上他这胆小怕死的模样 境界也不高 不像是在说谎 思寸片刻后 夏长明最终决定 放他一马 至于他自己能不能活着 走出这秘境 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饶你一命 下次见面我就斩了你 是是是 丁日天连忙点头答应 刚要走 又扭头对夏长明试着问道 那 请问夏家主 你们夏家招人吗 夏长明 夏长明一脸黑线 恨不得一脚将丁日天踹飞 他怎么有脸 敢自见夏家的 丁日天见夏长明 脸色阴沉下来 也不敢再问了 若若准备离开 临走前 丁日天对夏长明提醒道 对了 夏家主 蔡王两家已经对所有人发烈 除了蔡王两家外 其余人一并抹除 就来夏家吧 夏长明对丁日天承诺道 这是他已猜到了 不过丁日天能特意这般提醒他 想来也不坏 留在夏家打打下手 也无不可 丁日天感激地连连点头 欣喜地转身离去 他心中意有打算 若是夏长明 活着从秘境出来了 那他就去夏家 丁日天走后 夏长明深邃的目光 望向了那座赤焰山峰 第68章 火凤凰之乱 赤焰山峰上 一声凤鸣立合响彻天际 无尽的烈焰翻腾席卷 五长老 六长老 快替我擒杀这只畜生 一个身姿妩媚 衣着暴露的妖艳女子 在被一团猎火狼被逼退后 面色寒霜地娇喝道 胸前大片雪白上下起伏 势如波涛汹涌 此女正是蔡家三女 王天的未婚妻 蔡介 她在奉命追杀其他人时 偶然来到这处赤焰山峰 不曾想尽在这里 发现了遗留的仙府 欣喜若狂的她 正要一探究竟 结果半途中 竟杀出了一只天人静 中期的火凤凰 挡在仙府口 不让她靠近分毫 仙元竟在咫尺 蔡介怎会甘愿就此放弃 气愤不已的她 当即召集蔡家 两位天人静初期长老 以及众多弟子 和投靠蔡家的散修 是要将这只火凤凰诛杀 为了防止仙元被其他人发现 蔡介还特意让一部分人 留守外围 将其他靠近此地的修行者 一并斩杀 本以为稳操胜券 很快就能得到她 朝思暮想的先缘机遇 却硬实在这里 拖延了数个时辰 仙府还未进去 损伤已超过半 拘魂锁 蔡炎立生说道 手中一道幽魂钩锁之初 牢牢地嵌入了火凤凰的翅膀中 盘旋空中的火凤凰 发出一声哀鸣 扑扔着翅膀 朝着更高空飞去 虐处 乖乖给老夫下来 另一边的蔡理 也同样支出了钩魂锁 欠尽了火凤凰的 另一只羽翼 蔡家居魂锁可无视肉身 直勾神魂 越是挣扎 魂锁越是撕扯神魂 伤痛更是难以承受 蔡炎蔡立二人 抓紧手中勾魂锁 奋力一转 火凤凰顿时不堪剧痛 硬生生地 被从天空中跌落下来 干得好 二位长老 这只该死的畜生 竟敢烧我的脸 阻碍我寻求仙缘 我定要将他扒皮抽魂 挂在树上 蔡继面容阴厉 咬牙切齿地说道 随即又面色一改 娇柔妩媚地 朝周围其他人 娇媚恳求道 各位 凡是能替本小姐 斩杀雌火凤凰者 蔡家必然中险 本小姐感激不尽 愿为蔡小姐效劳 在众仇美色的诱惑下 众人再度一并杀相 被钳制于地面的火凤凰 百般戾气法宝 砸在火凤凰的身上 奉鸣悲痛 爱转不绝 却仍旧没有放弃抵抗 一口烈焰吐息 又将树人烧成干灰 蔡继躲在远方 看得满脸怒气 心中暗骂这群废物 一只火鸟而已 都喂手喂脚的 拖延这么久 在蔡继身后更远处 夏长明三人 正远远地注视着 场中惨烈的战斗 火凤凰已是强弩之末 坚持不了多久了 只是夏长明不明白 为何这只火凤凰 面对这么多人为杀 不选择逃跑 仍要殊死一搏呢 按照常理 即便是有珍贵的灵药问世 一旦妖兽察觉到了自身危机 还是会选择放弃的 尤其是境界越高 越发聪慧的妖兽 越是爱惜自身性命 而这只火凤凰 却宁死也不肯离开 实在匪夷所思 能让这火凤凰这般拼命 说明那处仙府 可能与他又一定渊源 很可能是先尊饲养的守护宠物 也有可能另有起因 夏长明心中 诞生了一个新的猜测 老大 那只火鸟 好像要撑不住了 咱们要上吗 狼牙趴在周安宁的肩头 跃跃欲试地问道 只要一有打架 他就会很兴奋 除了吃 就是喜欢找人打架 夏长明摇了摇头 说道 不 让他们打吧 仙府仙员更为重要 说完 夏长明带着周安宁隐蔽气息 悄无声息地 绕到了山峰的另一边 深入火山洞口内 包括火凤凰在内 无一人察觉 一进入洞口内 夏长明就注意到了一处 由赤焰结晶构架成的巢穴 巢穴之上 一枚精致小巧的凤凰蛋 沉寂其中 凤凰蛋铜红鲜艳 表面粗糙磨砂 遍布密集的赤红落 看起来极为艳丽 现在夏长明知道 为什么那只火凤凰 宁死也不离开了 可能并不是在此守护仙府 而是在守护他蛋下的孩子 履行一个母亲的职责 可惜的是 这枚唯一的凤凰蛋内体脉薄须 恐怕很难撑到破壳而出了 这样的结果 不禁令人唏嘘 狼牙凑到蛋前 两眼冒光 向夏长明问道 老大 这蛋我能烤了吃吗 夏长明 夏长明二话没说 就给了狼牙头上一下 就知道吃 况且哪有烤凤凰蛋的 凤凰蛋本就需要诞生在 浓郁火灵之地 汲取火精灵力 怎么可能会怕炙烤 就连一旁的周安宁 也恶狠狠地瞪了狼牙眼 伸手轻抚着凤凰蛋 眼眸中神采异议 安宁 走吧 这枚凤凰蛋活不了的 忽然从身后叫道 夏叔叔 他真的活不了吗 周安宁惋惜地望着凤凰蛋 似乎想起了自己 与这凤凰蛋是何其相似 为了保护他的父母 惨被杀害 独留下自己一人 仿佛随时也可能丧命 夏长明从周安宁眼眸中 看出了期盼 只得无奈一笑 说道 好吧 既然你喜欢 那就把它戴上吧 记得把凤凰蛋巢穴中的 赤焰结晶一并戴上 那是维持凤凰蛋 火精吸收的养料 必不可少 应该还能勉强保住他一阵子 谢谢夏叔叔 安宁就知道 夏叔叔一定有办法 周安宁欣喜笑道 连忙将凤凰蛋和赤焰结晶 统统收入了灵界中 夏长明微微一笑 也罢 孩子高兴就好 虽说普通火凤凰 最高也只能达到天人境巅峰 但留在身后 给周安宁当个宠物也不赖 只是想要救活这只凤凰蛋 可不容易 待到出了秘境后 他得去麻烦一下 请那位帮忙了 只是出山时 拔了人家羽毛 肯不肯帮 还难说呢 夏叔叔 安宁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周安宁见下长明神色思索 愧疚地说道 夏长明已经非常照顾他了 对他百般体贴 可他似乎有些任性了 夏长明习惯性地 摸了摸周安宁的头 笑道 没事 小诗一桩 不麻烦的 走吧 去瞧一瞧 这传说中的仙府 嗯 周安宁乖巧点了点头 在这火凤凰巢穴后 一扇厚重古朴的石门 沿进密封香河 在那其中 第69章传说仙府 凤言火与剑 夏长明缓缓走向仙府口 即将凑近石门时 忽然眉头一皱 发现地面两侧景象截然不同 相当为何 一侧是遍地灰尘碎石 另一侧则完全干净整洁 不然仙尘 有条清晰的界线将两侧隔开 太奇怪了 夏长明立刻拉着周安宁 停下了脚步 夏叔叔 怎么了 周安宁歪着脑袋疑惑道 夏长明手指倾抬 悬起地上一块浮石 随即砸向了石门 浮石飞出 还未触碰到石门 便在半空中融化消失了 一张若有四无 犹如透明般的红色结界 浮现眼前 鲜红的结界上灵力流动 明明没有感受到丝毫温度 却如同炙热熔岩般 能够将触碰之物消融殆尽 周安宁见状 心有余悸 刚刚若不是夏长明拉着他 他恐怕就迎面撞上去了 夏长明走近仔细打量着 犹如红颅将仙府包裹的结界 心中不由感叹 上古仙尊之辈的大能 如今当时 能够布置出如此结界的人 恐怕寥寥无几 若是仙府中的那位仙尊 还在世的话 即便是现在的他 也难以破开这个结界 好在前人已不在 结界又经过千年岁月消沉 已经远不比曾经了 破开这个结界不难 只是洞口位于火山口内 依附石崖边 若是强行破除 很可能会导致洞穴坍塌 这倒是个麻烦事 洞穴一旦坍塌 掉入下方溶江 那这仙缘可就复之一句了 正当夏长明思索着 怎么温和地敲烂这个结界时 忽然又想到了 从苏月里那里没收的神器撕裂 此刃专切割灵力结界 既然能切开秘境的灵力屏障 那想来 应该也能切开这红炉结界 想到这里 夏长明果断取出匕首尝试 匕首果然正如他所料 轻而易举地 就插进了结界之中 夏长明面色一喜 可很快发现 随着他将匕首 缓缓向下切割开结界 匕首的刀刃也随之慢慢地融合 当顺利将结界撕开一个口子后 结界灵力乱流缭乱 整面结界顿时消散 而夏长明手中的那柄匕首 也融化得只剩下一个刀把 可惜了 这柄匕首还挺好用 他还蛮喜欢的 改天再向他娘子再要一把好了 随手将刀把丢掉后 夏长明拉着周安宁 走到了石门前 没有了红炉结界 一路再也没有任何阻碍 缓缓推开石门 伴随着嗡嗡嗡的震动声 夏长明终于是见到了传说中的仙妇 并无任何光鲜亮丽的装饰 也没有眼花缭乱的灵丹法器 有的只是四面岩壁 极为干净简陋的小石屋 石屋内靠着一盏火苗照明 火苗虽小 却仿佛永不熄灭 愣是将整个石屋照个通彻 在石屋正前方的石床上 平躺着一具白镜透彻的仙海 走上前观察 见仙海骨架偏为胶细 骨骼鲜血 其身前穿着仙红侠衣流裙 想必应该是位女仙尊 只是她的胸骨尽数锻炼 左臂手骨也有不同程度的碎脸 应该是受过重创 林仙是之前逃到了这里 最终无力回天 躺在这石床上与世长辞 临死前 这位女仙尊的右手 似乎还在石壁上写下了些什么 是遗言吗 夏长明凑近一看 只见石壁上秀丽端庄的 刻着几个大字 老娘不服 夏长明 看来这位前辈 也是个性情中人 临死前的最后遗言 竟是如此直书凶意 老大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咱们来这干嘛啊 狼牙一进石屋内 便上蹿下跳地摸寻了个遍 甚至动用了鼻子文秀 也没有发现任何隐藏的东西 周安宁也跟着在仔细翻找 同样也是一无所获 夏长明笑着摇了摇头 指着仙骸右手无名指上的红玉灵界说道 别找了 这仙府中所有的仙人 就在眼前 前辈 打扰了 说吧 夏长明伸手取下骷髅手中红玉灵界 神识探入其中 随后又猛然睁开双眼 身躯厚仰 一团炙热的烈焰 从灵界中迸发而出 从夏长明的脸庞 喷洗而过 凤凰真火 烈焰然而不尽 可灼烧万物 乃至神魂 灵界上 虽已没有禁锢 但这位女仙尊 还留了一道凤凰真火 暗藏其中 但凡意图 窥视其中者 稍有不慎 便会被凤凰真火灼烧的人魂俱灭 夏长明可太熟悉这团火焰了 这位前辈 也真是谨慎 夏叔叔 老大 你没事吧 周安宁和狼牙 急忙上前问候道 无妨 夏长明示意他并无事 神识再次探入其中 灵界中的一切 一览无余 本以为一位先尊的遗物 不说是法器丹药 堆积如山 总该也是富裕灵郎才对 结果偌大的灵界中间中 竟只有少许灵石 以及一柄悬浮当中的赤红仙剑 仙剑细长玲珑 长墨三尺 通体赤白相见 剑身附着翩翩凌雨 闪烁灼灼凤火 这是一柄仙气 在剑身末端初 还刻有凤颜火与剑的字样 好剑 夏长明试着去触摸仙剑 仙剑翁鸣 剑身凤火迸发 翩翩火与飞射 地仙剑似有感应 灵界外翁翁颤鸣 凌冽剑意绽放 宁已成形 没入了红玉灵界当中 狼牙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吓了一跳 他可是见识过地仙剑威力的 连忙躲到了周安宁的身后 灵界中 夏长明并未出手 凤颜火与剑斩向他时 剑意凝聚的地仙剑 便主动杀来 将凤颜火与剑 死死镇压在了剑身下 倒是禀性情刚烈的仙剑 见凤颜火与剑 仍旧试图挣扎 夏长明不由夸赞道 少有剑 能够在地仙剑的压制下 有所抵抗 仙剑有灵 看来若是得不到 这凤颜火与剑的承认 他是不会听从的 而要得到凤颜火与剑的认可 很可能就是要获得 这仙府中 那位仙尊的传承 仙尊传承 一般都是 与所持有仙剑一脉同传 缺一不可 就像他所习得 他师尊的无双剑决传承 同样是以地仙剑为相传 寻常仙剑 很难施展出 无双剑决的剑势神威 可夏长明仔细打量了 灵界各个角落 也没有发现 任何有关 秘法传承的秘法书籍 难道这位仙尊 并不想遗留传承 全部都毁掉了 夏长明不解想着 老大 不好了 神识外 忽然听到了狼牙的惊呼 顾不得再思考 夏长明神识 连忙退出了红玉灵界 一出来 便见周安宁昏倒 趴倒在石床边 手臂被那仙骸紧紧抓住 第七十章 奉焰先尊 宋焰心 小鬼头 狼牙在一旁急忙大喊道 张开喊找 就要扑上前 将那尊先尊的遗骨咬碎 夏长明一把抓住了 飞在半空中狼牙的后颈 将他提了回来 老大 小鬼头他昏过去了 狼牙被吊在半空中 朝夏长明手足舞蹈地解释道 本大爷一没注意 这小鬼头 就自己走到了那骨架的身旁 然后一碰到那副骨架 就突然昏过去了 真的不是本大爷的错 生怕夏长明责怪他 狼牙蜷缩着脑袋 行了 我知道了 这不关你事 夏长明将狼牙丢到地上 走进周安宁身旁 只见倾触他的额头 闭上双目 将神识探入其中 很快 夏长又睁开了双眼 他的神识进不去 似乎有什么阻碍了他 而且 周安宁的神识 也已经沉浸到了某处 怎么样老大 这小鬼头 还有救吗 狼牙走到夏长明脚下 抬头问道 夏长明毫不客气地 赏了他脑袋一下 开口道 安宁气息稳定 提脉无意 怎么可能会有事 倒不如说 这反而是好事呢 狼牙不明所以 满脸疑惑 夏长明静静笑着 注视着周安宁 这对周安宁来说 可是天大难得的 先缘机遇 就看他把握不把握得住了 这里是哪里 夏叔叔呢 小黑狗呢 周安宁处立先锋 茫然地环视着 这片陌生的天地 仙雾缭绕 先锋连绵 树枝火凤凰 在远方天际翱凤鸣 别担心小丫头 这里是本座的神识空间 是本座换你来这里的 忽然 周安宁眼前的空间 一阵扭曲虚幻 一个身披鲜红焰火侠衣 方容俏丽的女子 从虚空中 缓缓踏步走出 女子的眉心处 显有三片赤红的火雨 眼角阴红的眼影形 如火焰 看起来极为美艳 周安宁回想先前 她脑海中忽然听到的 女子呼唤的声音 与眼前女子无异 之后 她的身体 便不自觉地 移动到了石床旁 在触碰到石床上的仙骸后 她便失去了意识 再次睁眼时 已经出现在了这里 想来眼前 这位便是那仙骸之主 曾经的仙尊了 想到这里 周安宁赶忙拱手恭敬道 见过仙尊前辈 前辈为何知道 我是女子身 周安宁不解问道 声音与先前不再一样 而是如鹰鸟般清零 既然身份已被看穿 那她也就没有必要 再用尾音隐藏了 只是她不解 她隐藏得如此之身 不惜尾音 化男子装束 学了数年男子行为举止 就连这几日朝夕相处的 夏长明都没有发觉 眼前的女子 却一眼就识破了 难道仙尊还能一眼识破 男女之身不成 女子轻轻一笑 解释道 能受到我奉焰天星爵召唤之人 必然是还未经历过 人世的纯洁女子 你说本作为何知道 周安宁一听 脸色不禁有些羞红 原来是这样 不知前辈换我来辞 所为何事 周安宁很快恢复镇定 再次询问道 女子正了正神色 缓缓开口道 本作乃是 化到一半 女子便突然一改 刚刚那威严端庄的模样 举止随性 大大咧咧道 唉 真是麻烦 不装了 装不下去了 我叫宋燕心 乃是凤年天门的地 不知道几代门主 反正也已经被灭门了就是 隔了不知道多久 难得终于碰到个 能与他产生联系的活人 宋燕心本来是 想要好好维持一下 作为一名仙尊的威严 留个好印象的 可从来没有端起过架子 一向娇横的宋燕心 哪知道该怎么装 才会像一个仙尊的模样 再说了 他也是刚刚迈入 仙尊位列才没久 以前都是跟在 别人屁股后面的 这让他伪装成一个仙尊 实在有些强人所难了 他也就只能靠着 曾经见过的 师兄姐们的仙尊神态 视着装了一会儿 这不 一下子就装不下去 宋燕心举止神态 突如其来的转变 也是打了周安宁 一个措手不及 呆愣当场 刚刚那个端庄美艳 宛如仙尊傲然的大姐姐呢 在周安宁 还未从震惊中 缓过神时 宋燕心先只轻轻一抬 周安宁整个人 顿时不由自主地飘起 飘到了宋燕心的眼前 宋燕心赤红的双瞳 仔仔细细地 打亮着周安宁全身上下 秀眉欲发紧皱 周安宁不敢说话 大气都不敢喘 过了好一会 宋燕心才深深地叹了口气 亘古资质 却是这般普通 境界更是只有后天进出气 难道当今世上修行者的资质 都已沦落到这般地步了 宋燕心神色担忧地质问道 若是世间人族境界 修为如此低下 那岂不是说明 人族威也 周安宁羞愧地低下了头 回道 丙先尊 并不是 只是我天资愚钝 才会如此而已 宋燕心听闻 沉吟脸色 一言不发地来回打亮周安宁 脸上时而纠结 时而烦躁 最后还是开口问道 小丫头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将来有一天 若是天地大乱 争纷不休 天地动荡 你会怎么做 宋燕心目光 肃然如风地盯着周安宁 等待着他的回答 周安宁不假思索 一脸毅然高昂说道 那时我定会披甲持剑 挡在这纷争战乱前 守护我所真爱之人 还世间一个安宁 换万国安邦 天地无证 若是届时 你会生死浑霄呢 宋燕心柳梅一树 言声问道 周安宁仍旧没有丝毫犹犹豫 决然道 那便死 好 我喜欢你这小丫头 听到周安宁的慷慨激昂 毫不迟疑地回答 宋燕心欣慰大笑道 许久不曾这么开心了 这小丫头 虽然资质根骨差了点 但某一方面 和她很相像 她十分重义 而且难得遇到一个 能与她奉宴天心诀 产生共鸣的女子 实不我待 要不救她了吧 就让她推着小丫头一把好了 宋燕心望向周安宁 笑着问道 小丫头 我问你 可愿意帮我为师 第七十一章淬炼 根骨灵髓 成为先尊的徒弟 周安宁不敢置信地 呆愣原地 这是她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能够被先尊收为弟子 这是多少修行者 一生难以寻求的 周安宁意识到 这可能是她此生仅有的先缘 不再犹豫 果断双膝跪地叩拜道 弟子见过师尊 好 我宋燕心也有徒弟了 那帮家伙都说 老娘不可能收得到徒弟 这一下 宋燕心毫不顾先尊形象 插腰仰天大笑道 可笑到最后 笑声渐渐细微 宋燕心脸上也变得黯然 神情透露着难以言喻的哀伤 师尊 周安宁见其情景 不由担心问道 宋燕心挥了挥手 示意她没事 想要开口叫她的小徒弟 却才想起来 她似乎连她名字都还不知道 这师尊当得有些不太合格 小丫头 不对 我是不是应该称呼你徒 唉 麻烦 不管了 我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呢 他这个先尊师父 还真的是特别 周安宁有些哭笑不得地回道 师尊 弟子周安宁 好 那我以后就叫你安宁好了 宋燕心当即决定道 师尊如何称呼安宁都行 嗯 安宁 我问你 如今是先魔力哪年 宋燕心沉阴片刻 皱着柳眉问道 周安宁稍加思索 认真回答道 师尊 先魔力早已不再沿用 如今是天周力775年 啊 宋燕心听闻茫然 随即又问道 那距离先魔妖三族之战过去多久了 已过千余年 千余年了呀 不知不觉 我都沉睡了这么久了 宋燕心闻言 不由感叹时光的飞逝 又继续问道 那 当今天下局势如何 当今天下 共分九州十地 弟子所在东周 与妖族边境接壤 虽与妖族常年纷争 但如今已是人妖两族和好 再无战伐纷争 其余之地弟子 并未得知什么消息 但也并未听闻 有什么纷争之乱 周安宁想尽可能地告诉宋燕心 但他常年身居皇宫 更从未离开过东周 也只能告诉宋燕心 一些东周与妖族的消息 宋燕心神情若有所思 得知人妖两族和好 和睦相处时 不禁瞪大美目 发出了惊呼 啊 人妖两族和好了 这是真的吗 你可不许骗为师哦 宋燕心试着摆出一点 先尊威严的架势 可就是没有一点威严感 周安宁笑道 弟子哪敢欺骗师尊 如今人妖两族联姻 杀上了妖族帝宫 俘获了妖族女帝的芳希 说到夏长明 周安宁也谋中满是宠佩 就连脸上 也不自觉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哦 人妖成婚 这倒是罕见 宋燕心美目流转 他还是头一次见到人妖成亲 这般巧妙地 化解了人妖两族之间的恩怨 他很好奇 若是有机会 他真想好好仔细听一听 这段奇闻佳话 但是现在 他还有更关心的事 魔族如今如何 宋燕心问道 一提到魔族 他眉头紧皱 翘脸寒霜 浑身竟是凛然杀意 无尽的威压 如同泄洪般喷涌而出 虽是并不是针对周安宁的 但周安宁还是被这威压拨挤 四肢伏地 额头大汗淋漓 喘着粗气 啊 抱歉抱歉 我忘了安宁你境界比较低了 宋燕心捂着小嘴 赶忙道歉道 指尖弹出一缕火苗 飞向周安宁 火苗呈呈红红色 火星如光 从中竟感受不到任何灼热的温度 反而四团灼灼的生命之火 当火苗没入周安宁的体内后 瞬间一股温和洋溢的舒适感 席卷全身 身上再无一样 多谢师尊 恢复过来的周安宁感激后 继续说道 师尊所说的魔族 安宁并未见过 据史书记载 千年前先魔妖三族之战后 魔族便从世间消失了 此后千年再无踪影 消失了 宋燕心先是一脸诧异 旋即像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仰天兴奋大笑 太好了 太好了 终于是将那该死的魔族驱逐了 周安宁并未见过魔族 不知宋燕心为何这么高兴 但他感觉到宋燕心的笑声 是发自内心的欢喜 安宁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将来若是魔族再次出现 见一个杀一个 一个不留 等笑够了 宋燕心面色一宁 咬紧牙关 杀气腾腾地说道 周安宁不知宋燕心 为何如此痛恨魔族 但还是正中应道 是 师尊 宋燕心是他的师尊 那师尊的敌人 就是他的敌人 宋燕心欣慰地点了点头 千年时光的流逝 让许多人都忘掉了魔族的存在 但他绝不会忘记 忽然 宋燕心目光扭向神石世界的天际 皱着眉头说道 外面似乎有人来了 周安宁忽然想到 自己不知道进来了多久 连忙问道 师尊 我能先回去一趟吗 夏叔叔看到我 忽然昏倒了 一定会很着急的 不必着急 他知道你在我这 宋燕心淡淡回道 但心中深藏疑惑 他能感觉到夏长明 但却感知不出他的境界 只能感觉到 他周身仿佛被剑意所包裹 模糊不清 若是再进一步感知 神石就会被剑意所伤 这种感觉 和曾经见过的某一位很像 但他想不起来是谁了 反正好像是个很厉害的人物 所以他不敢贸然 正好 趁着夏长明在外护法 他也可以将自己的传承秘法 传授给周安宁 安宁 你过来 宋燕心对周安宁 轻声呼唤道 周安宁不敢怠慢 缓缓走到宋燕心身前 宋燕心抓住周安宁的手腕 就如同神石世界外 他的仙骸 抓着周安宁的手腕的姿势一样 一瞬间 一股庞然炽热的灵力 顺着手臂 灌入了周安宁的体内 肌肤战裂 鲜血横流 浑身传来刺骨挖嘴般的剧痛 周安宁死 咬银牙 不让自己发出一声 汗水已然浸湿了他全身 若不是宋燕心 又用生命之火 包裹住了他全身 他恐怕早已暴体而亡 安宁 忍住 你的资质太过平庸 我正在以我的仙骨 替你淬炼根骨领髓 你一定要承受重 否则 功亏一篑 第七十二章 脱胎换骨 十房内 夏长明正盘膝而坐 闭目养神 双手轻抚着横放双腿之上的 地仙渐渐身 忽然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夏长明猛然睁开双眼 目光望向了 还趴在石床上的周安宁 只见他周身散发盈印鲜红色的陈灵 细嫩的肌肤 烧得铜红 手臂血肉恍惚透明 隐约可见其领骨 领骨布着红铃丝线 正一点点的攀檐上 淬炼根骨领髓 夏长明震惊地瞪大了眼眸 随即右转一笑 看来安宁运气不错 竟是真的得到了 这位仙尊的传承和认可 这位仙尊 也是慷慨大方 为了替周安宁 改善根骨资质 竟舍得剥离自己仙骨的灵髓 为他淬炼根骨灵髓 望着石床上 白玉透彻的仙骨遗骸 逐渐变得暗淡无光 夏长明心中钦佩道 自损仙骨灵髓 那可是会伤及道鸡根本的 将来即便有望重塑肉身 想要重回仙尊位列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了 周安宁的手臂 紧紧握着宋念心的仙骸 面色赤红 额头香焊淋漓 眉头紧皱 死死咬着背齿 似是忍受着万般 踢骨巨痛 很快 周安宁的手臂上 就忽然撕开了一口 长长的口子 鲜血直流 老 老大 这小鬼头 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还无缘无故飙血了 狼牙在一旁探出脑袋 好奇地问道 自从感觉夏长明 没有要责怪他之后 狼牙便没心没肺 躺到一边睡觉去了 突然闻到了鲜血的味道 才好奇地又凑了过来 夏长明一手 按住狼牙的头顶 将它按了回去 延伸道 别吵 夏长明没空管狼牙 此刻周安宁 正处于最关键的时刻 若是他承受不住 淬炼洗髓之痛 那等待他的 只有暴体而亡了 那仙尊遗孩的灵髓仙骨 也就都会浪费掉了 眼前周安宁身上裂开伤口 越发增多 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 夏长明果断将手掌 置于他的天灵盖上 难得寻得仙缘 获得仙尊传承 就让我帮你吧 夏叔叔可不是让你白叫的 瞬间 一道道凌裂 火灵仙髓 又一股浩然温和 如同春日暖阳的灵流 缓缓注入了周安宁的体内 顺着他经络流淌 侵入了每一寸肌肤和根骨中 平息了肆虐入体的灵髓 周安宁紧周的眉头 也不知不觉中 缓缓舒展开来 接下来就等着他 慢慢完成仙谷洗髓 实现脱胎换骨了 为周安宁度了两道护体灵力后 夏长明缓缓挪开了手掌 目光望向了石房外 此时 石房外已没了火凤凰的鸣叫声 数十双脚步正在快速赶来 来得倒是比他想象中快一点 但无所谓 时间回到早些时候 神石世界内 宋燕心望着咬牙苦苦支撑的周安宁 面色十分凝重紧张 周安宁浑身鲜血绽放 胶躯站立不止 显然已经快 坚持不住了 都怪他 太过心急 贸然就将替他淬炼根骨领髓 宋燕心内心深深自责道 他本以为 靠着他凤年薪火之力 可以护得住周安宁的 没想到 还是小看了自己 仙骨领髓的威力 再这样 继续淬炼下去 不超过半课钟 周安宁就会坚持不住了 要放手吗 宋燕心不舍地想到 此时若是选择放手 那他刚刚所做的一切 就都功亏一篑了 他仅剩的仙骨领髓 也不足以再替周安宁 进行第二次淬炼 周安宁 即便获得他的传承 将来也难有成就 几经思虑后 宋燕心心中不禁叹息一声 宋燕心准备松手时 周安宁反而反手 抓紧了宋燕心的手臂 师尊 安宁没事 周安宁双眸含血 倔强地说道 倒是个不怕吃苦的好孩子 这才是他的好徒弟 宋燕心饱含欣慰地 注视着周安宁 没有再选择松手 脉力催动了凤年新火 治愈周安宁身上的伤口 尽可能缓清周安宁身上的疼痛 毕竟 神识所能感受的疼痛 都是真实 神识世界外的周安宁 也应该敷裂血流了 就在此时 周安宁身上 忽然迸发出一道道 灵力剑气 环绕周身 镇压了他躁动的火灵鲜髓 宋燕心不可思议 瞪大了美目 这股灵力剑气 竟是如此的精纯 如此的锋芒战力 还未等宋燕心 从震惊中回过神 又一道温和四流的灵溪 灌入了周安宁的体内 直通四肢百脉 温养修复根骨经络 这股浩瀚浓郁的灵犬 又是从哪里来的 一次震惊未了 又一次震惊 夏叔叔 是夏叔叔 浑身突感舒适安逸 周安宁眼眸一亮 欢喜叫道 他一下就认出了 这令人熟悉温暖的灵力 是何人所为 除了夏长明 绝无其他人能做得到 夏长明 宋燕心呢喃自语道 将这个名字记在了心中 能够有这般灵人剑气 又对灵力操纵 如此出神入化 此人绝不是泛泛之辈 有了夏长明 这两道灵气护体 宋燕心接下来的淬炼洗水 就顺利的多了 周安宁面色恢复如常 静静地感受着 体内一点点温热的变化 没多会儿 周安宁浑身根骨红灵 显入外身 红色灵力宛如一条条细线 遍布他的全身 以及脸庞 玉骨晶莹如玉 仙灵必忙 淬炼仙骨灵水 成了 此刻的周安宁 不再是那个 资质平平无奇小丫头 而是身怀仙骨灵水的 罕见天资 真正实现了 脱胎换骨 虽然比不上 夏长明天生的仙姿玉骨 但此刻周安宁的天赋 已远超了无数修行者 多谢师尊 周安宁满目不思议地 正正望着自己 洁白如玉的双手 冲着宋燕心扶手感激道 能够坚持下来 实属不易 也多亏了 你那个夏叔叔 若是没有他出手 你恐怕就承受不住了 宋燕心欣慰笑道 他对你一定很好吧 嗯 夏叔叔对安宁很好 是安宁世上第二重要的人 安宁郑重说道 那便好 知道周安宁 与那人关系要好后 宋燕心也放心了许多 有那人在 他也可以安心许多 安宁 你已经完成了淬炼洗髓 将来修行 便可一日千里 我已经将凤燕天心诀的秘法 传承传入了你的灵海中 切记要勤家修行 我的灵界中 留有我的仙气在内 一并赠予你了 灵界中 留有一道危险的凤火秘法 你有我的凤燕天心诀传承 所以不会有事 宋燕心一口气嘱咐了许多 就像曾经他爷爷周泰安宁别时一样 这让周安宁 一下心慌了起来 师尊 您要走了吗 周安宁下意识伸手 抓住了宋燕心的衣裙 宋燕心一愣 随即满心欢喜的 抚了抚周安宁的头说道 谁说我要走的 我只是有些累了 暂时需要长眠一段时间 安宁放心 为师会在这里 时时刻刻注视着你的 宋燕心手指点着周安宁的额头 残留的神魂 化作点点星光 渗入到了周安宁的额头 化作了一枚 被凤年星火包裹的火种 师尊 周安宁喃喃感激道 他知道 宋燕心长眠 一定是因为替他淬炼洗水 伤及仙谷的原因 心中对宋燕心充满了感激 为了师尊 将来他必定重铸凤年天门 第七十三章 小女什么都答应你 该死的畜生 浪费了本小姐这么久的时间 待本小姐得到仙缘传承 再回头 将你分尸抽魂 菜季面色阴沉 身形快速地飞跃在火山岩石峭壁上 口中不断咒骂道 在他的身后 跟着大批菜家弟子 以及这段时间 菜家招募的诸多散修 菜炎菜立二位菜家长老 分居在菜季身旁两侧 紧紧跟随 很快便找到了 立于岩壁之上的仙府洞口 三小姐 仙府就在那边 菜炎指着远处仙府洞口处说道 菜季听闻 面色转喜 心情大悦 不由加快了脚下步伐 多谢二位长老协助 二位长老劳苦功高 功不可没 等回到菜家 本小姐定向老祖请功 多谢三小姐 菜炎菜立欣喜万分 其声感激道 菜季最受菜笔宠爱 先缘他们 肯定是指望不上了 若是能让菜季 在老祖面前美言几句 得到老祖点拨 境界能更进一步 他们就满足了 菜季轻轻一笑 回过头 又对身后大批随从 妩媚笑道 也多谢诸位鼎力相助 日后回去 本小姐定会好好报答诸位 说着 菜季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挺了挺挺拔的雪峰 白花花的波峰 谎得令身后众人 不由身姿挺立 心援一马 在天都 一直有关菜家三小姐的 绯闻流传 听说此女极为放荡 跟许多修士 都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 如今看来 传闻不假 众人看得目不斜视 心中早已欢欣窃喜 菜季转过身后 脸上笑意更深 只不过是嘲笑玩弄的笑意 男人真是好吼 等回去玩腻了 再杀了他们吧 三小姐 快看 仙府的石门被打开了 正当菜季幻想着 如何玩弄死身后那群人时 菜炎焦急的声音打断了她 菜季不满地定睛一看 才发现 仙府石门 竟是敞开的状态 先前过来探查时 还是紧闭的 被人截足先登了 快 本小姐要让这个无耻小贼活着 走不出去 竟敢抢夺本小姐的先缘 菜季气得咬牙切齿 连忙招呼众人 围堵仙府洞口 无耻小人 给本小姐滚出来受死 菜季站在洞外怒喊道 一人一射的身影 缓缓从洞口中走出 当众人见到来人后 纷纷大惊失色 你说的无耻小人 应当不是夏某吧 夏长明面带笑意 悠然说道 菜季哑然 面色极为难看 他怎么也没想到 来人会是夏长明 外围守着的恶煞哭煞 在搞什么 怎么一点消息 也没有就放人过来了 本小姐一定要拔了他们的皮 菜季心中咒骂道 三小姐 夏长明传闻是天尊敬强者 我等不是他的对手 老祖说过 若是遇到他 可不必勉强迎敌 他到时会亲自对付 菜炎面色凝重地 走到菜季身旁 傅尔翘声说道 一旁的菜力也小声附和道 没错 趁他还未知道 我等已对夏家展开突袭 暂且离开吧 菜季皱紧了眉头 面色阴沉到了极点 好不容易解决了 守在仙府洞口的火凤凰 到头来 辛辛苦苦给别人做了嫁衣 眼睁睁地看着 即将到手的仙缘 从手中溜走 这叫他如何能接受 一番斟酌后 菜季没有理会 菜炎菜力的提议 对夏长明 若气柔声的娇滴滴说道 早闻夏家主神俊迷人 境界非凡 今日得见 真是小女的三生有幸 夏家主有如此境界修为 何愁在这秘境找不到仙缘 而小女子耗费了大量精力 才寻得此地仙缘 颇为艰辛 不知夏家主 可否将此地仙缘让给小女 说完 菜季眼中泪水盈盈 摆出一副楚楚可怜 垂泪欲滴的娇弱脸庞 哭啊 你不是要哭吗 怎么不哭出来 要我帮你吗 夏长明双手背负 冲着菜季催促道 一脸装模作样 要哭不哭的 他都等他哭等半天了 也没见他掉一滴眼泪 都有点想上去帮他了 夏长明的这番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不是 这家伙有没有点同情心 竟对如此不懂得怜香惜玉 众人内心对夏长明 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菜季也是头一次被人这么说 呆呆地愣在原地 好不容易挤出的泪水 也给憋了回去 脸部微微抽搐 勉强挤出个笑脸回道 夏家主真是爱说笑 内心早已恨不得 将夏长明八匹抽筋 抽魂炼破 菜炎长老 你暗中发出魂虫 将此地的消息 传给周围其他人 让他们迅速赶过来支援 立刻 菜季神识翘声 对身旁的菜炎命令道 他绝不会放弃这个纤缘 菜炎本还想再劝说 但见到菜季那凶恶的目光后 只能硬着头皮硬下 手臂背于身后 一只形如蚊子 体态飘忽的小虫 从他的衣袖中飞出 悄然没入了空中 做好后续准备 菜季明着对夏长明问道 不知怎样 夏家主才舍得 将此地仙缘割让于我 你来晚了 这里你是仙缘有主 夏长明笑道 听到仙缘有主 菜季脸色大变 急忙探头望向了夏长明身后 只见周安宁趴伏在石床上 手臂与一具仙骸 紧紧相握 周身赤灵萦绕 气意如仙 这 这难道是仙尊 正在传递仙法传承 菜季大惊 下意识 想要迈出步伐 阻止周安宁 一股冰冷寒芒杀意 陡然直刺心头 令菜季再次恢复了神志 不得不将脚步伸回 他有预感 他刚刚若是再踏出一步 他就会死 可就要这么眼睁睁 看着本属于他的先缘机遇 就这么被人夺走 他着实不甘心 身后一群人 平时个个在他面前吹嘘多厉害 到关键时刻 愣是一个屁 也憋不出来 但凡他们床上功夫 有嘴上功夫那么厉害 他也不会这般嫌弃 这群没用的东西 到头来 还是只能靠他自己 菜季深呼一口气后 娇媚一笑 扭着细摇圆臀 一步步朝着夏长明走去 身形风鱼迷人 眼眸饱含魅惑 一举一动 都充满了勾人的诱惑 菜季站到夏长明身前 指尖缓缓从夏长明的 胸膛前划过 口吐芳香热气 娇柔魅惑道 夏家主 如果你能将此地 先缘让给小女 小女什么都答应你 第七十四章 你什么都会做的对吧 趁周安宁在里面 还未完全接受 先缘传承 菜季想要先试着说服 夏长明将此地 先缘让给他 对于自己的容貌和身姿 菜季很是十分自信 只要他愿意 就没有哪个男人 没有败倒在他的十六群下过 就算是许老半宿的人 他也能弄得挺挺的 夏家主 怎么样 菜季绕着夏长明 扭动腰肢走了一圈后 又回到了夏长明的身前 媚眼如丝凝视着夏长明 正准备将丰满傲人的身材 依靠到夏长明身前时 却扑了个空 一个踉呛 险些摔倒在地 夏长明侧开身子 望着菜季戏谑道 蔡小姐 我记得没错的话 你如今身上 还有着与王家长 公子王天的婚约吧 你这么做 你的王哥哥 恐怕会不高兴吧 反正闲着无事 就陪菜家这群人玩玩 菜季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继续扭动风骚细腰 走进夏长明身旁 娇笑道 小女的确与那王天有着婚约 但这又如何 只要我不说 你不说 又有谁知道呢 你说呢 夏家主 说着 菜季故意低伏下身子 胸前大片雪白垂落 迷人秋喝深不见底 急剧诱惑 听说夏长明年纪 仅有二十六岁 正值血气方刚 他就不信 还拿不下他 当菜季即将再次将 郊区靠上来时 夏长明果断再次闪开 这若是被碰到 杀伤力可不小 不要误会 他指的是菜季身上 香味浓郁的胭脂味 要是不小心沾染上了 可不好跟他娘子解释 那小妮子比较容易吃醋 第二次扑了个空 菜季很是纳闷 夏长明真就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莫非他不举 还是那妖族女帝 真就这般令他迷恋 眼里容不下其他女人 菜季心中不由猜想到 从未失守过的菜季 却在夏长明这里 连续吃了两次遍 这让菜季心中 不由更加加深了 诱惑夏长明的决心 他不信他会输给 那妖族女帝 夏家主 为何要拒绝我呢 你我共赴乌山 尽情云语一番 岂不美哉 菜季满脸忧怨地说道 这哥其他人 早就当即同意了 很遗憾 菜季的确很大 也很懂得诱惑人 但恰巧是夏长明 最不喜欢的类型 夏长明主动凑近菜季 似笑非笑地对他说道 你说过 你什么都会答应我是吧 菜季见夏长明 主动靠近他身前 面色大喜 柔媚地说道 自然 只要夏家主愿意 可尽管玩弄 柔宁继二 很好 夏长明畅快笑道 菜季心中冷笑 他还以为 夏长明有多正人君子呢 终究是挡不住他的诱惑 正巧他前些日子 向老祖学了一门 吸取男子洋缘 充盈自身伶俐 提升修为的功法 正好可以拿下长明试试 以夏长明天尊敬的修为 想必洋缘精华 一定十分美味和珍贵 天尊敬的洋缘 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他要将夏长明 炸得一滴都不上 吃抹干净 那我可要提出我的要求了 你什么都会做的对吧 夏长明凑近他脸前 充满诱惑说道 菜季故作面色一红 娇窃窃窃道 夏哥哥 就在这不好吧 要不 还是进那洞府里吧 接而随您摆弄 即便是放荡无比的菜季 面对身后数十人的围观 心中也有那么一点点害羞的 夏长明微微一笑 强硬道 不 就在这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着 菜季震惊的瞪大双眼 完全没料想到 夏长明会是这般直接 竟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与他做那事 与刚刚拒绝他时 简直判若两人 短暂的犹豫后 菜季妩媚一笑 既然夏长明都不怕 那他菜季更不怕 大不了之后再都杀了便是 正当菜季正欲解衣吞群时 夏长明忽然开口道 你脱衣服干嘛 我可没记得叫你脱衣服 啊 菜季被训斥的一愣 难道他还喜欢不脱衣服的 行吧 都一样 原来不知夏哥哥好这口 那便一下哥哥就是 菜季再度贴近夏长明 轻撩裙摆 这也太大胆了吧 后方众人望眼欲穿 恨不得上去代替夏长明 狼牙也是蹲在一旁静观 一脸的好奇 这女人 怎么总是老往老大身上靠啊 身上衣服穿的 比她身上毛还少 不过白花花的肉 好像倒是挺好吃的样子 正当菜季等候着夏长明 进一步时 怀中忽然被塞进了 一本厚重的书 还未等她回过神 夏长明就一脸嫌弃的 一把将她推开了 菜季疑惑不已 低下头 看向了怀中的书籍 轻声念出了书籍名 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书女 女子礼仪教导 108篇 这就是我要你做的 夏长明这才悠悠解释道 你不是答应我会做任何事吗 我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这本书一字不差地朗诵完 并且熟练背过 相比仙缘 我觉得你可能更需要这个 手中摸着厚重足达 数千页的书籍 菜季神色茫然 后知后觉 才发觉她根本就是 被夏长明戏耍了 夏长明从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 将仙缘传承让给她 不仅在所有人面前戏怒 羞辱了她一番 还拖延了许久的时间 夏长明 菜季愤怒地怒吼道 手中一用力 将那本女子礼仪 叫到书籍毁得一干二净 夏长明有些惋惜地 看着漫天飘落的碎纸 这本书 她原本是打算 买给她娘子的呢 她真是一点都不领情 夏长明 你真要得罪我菜家不成 你可别后悔 菜季阴沉着脸立声道 夏长明冷着脸 不屑说道 笑话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菜家和王家 已经暗中动手了 正巧 我也没打算放过菜家 菜季与身后的一众人接近 原以为夏长明 还不知道菜家王家 对秘境的大清除计划 结果她早就知道了 菜家众人 一致望向菜季 等候她的指示 菜季不舍地望了眼洞穴 浑虫呼叫的支援 还未赶来 仅凭他们是无法 与夏长明抗衡的 一阵纠结后 菜季不甘心地轻和道 走 夏长明笑了 眼眸威眠 得罪了我 还想走 既然来了 那就多留下吧 第75章 菜家狗咬狗 众人骤然感受到 一股寒冰刺骨的杀意 心神犹如堕入无尽深渊 头顶更是像悬着一柄 即将落下的利剑般 头皮发麻 分散走 菜炎大声喝道 众人纷纷施展 各自逃命手段 向着四面八方散去 狼牙 夏长明冷声道 好嘞 老大 狼牙得令 欢快地踏空闪出 娇小虚幻的黑影 在半空中分裂开来 身形暴涨 化为了三只一模一样的 幽影苍狼 朝着众人杀去 这是幽影苍狼的 分神幻化之术 每一只幽影苍狼 都是保留了 它一部分神识和实力 以狼牙天人静巅峰的实力 分化为三 每一只都有着 天人静初期的实力 除了菜炎菜利 两位天人静初期的长老 能与之抵抗外 其余人很快就被音音猎杀 响起了惨绝的呼叫声 是幽影苍狼 天人静初期的幽影苍狼 诸位不要跑了 跟这头畜生听了 我们是跑不过他的 听我的 一散修还妄图呼吁 众人和他一同合力对抗狼牙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就被狼牙一口拧下了脑袋 呸呸呸 一嘴猫 狼牙嫌弃的 将嘴中咬着的头吐了出来 还是烤肉好吃 另一边 夏长明也没闲着 虚空凝聚数十柄灵箭 分不同方位穿梭 习杀象已经逃向远处的人 一心只想逃亡的众人 甚至都没来得及回身防备 灵箭便已贯身 自天际坠落 其余人 包括菜季 与菜炎菜利二人 都被三只狼牙 逼得抱团挤在一起 请客间 数十人就减员大半 而夏长明 是恐惧 颤巍巍地求饶道 夏家主 饶命 菜家得罪的您 与我等无关啊 就是啊 我等只是路过于此 他们只是依附于菜家 想要攀上菜家 这棵大树罢了 每月俸禄才迁于零时 没有必要为了菜家 真的白白送死 狼牙非常识相地 回头望向了夏长明 征询意见 夏长明缓缓背着手走上前 望着剩下的众人吱声道 各位只是路过于此 没错没错 一众人如同小鸡啄米般 疯狂点头 气得菜季当即不顾形象 破口大骂宝 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 拿了菜家和本小姐多少好处 现在竟想撇清关系 等我告知老祖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一众散修沉默地低下了头 心中的确对那菜家老祖有所忌惮 但并未理会菜季 眼前已经是生死存亡之客 哪还顾得了这么多 能不能从夏长明手下 活着走出去都不一定呢 夏长明饶有兴趣地 看着菜家众人狗咬狗 邪魅一笑 既然各位并未给菜家效力 那就证明给我看吧 一众散修面面相去 一时间还未理解夏长明的意思 忽然一声惨叫从身后响起 一名菜家的弟子 胸膛被利剑贯穿 不可思议地望着身后的 一名粗状壮汉 众人皆被震惊 随即像是一个个明白了什么 面面相去 目露寒光 你 你们干什么 一众菜家弟子色色发抖 警惕地望着周围 投靠他们的散修 来时一路谈笑风声的同伴 竟毫不犹豫 痛下杀手 杀一换一 以一个菜家人的命 换你们的命 你 可以走了 此时 悠哉坐在狼牙背上的夏长明 悠悠说道 手指指向刚刚最先动手的壮汉 宣告了免获他的死刑 壮汉面色一喜 抱拳感激道 多谢夏家主 说吧 壮汉毫不犹豫 急速纵身离开 消失在了众人视野内 其余人见夏长明 真的放过了他 心有悸动 刚刚夏长明说的话 就仿佛恶魔地狱般 回想在众人的脑海中 此刻菜家弟子 除去蔡继以及蔡颜蔡莉三人 仅剩八人 而他们一众散修 还有十几人 狼多若少 人不为己 天诛地面 当即不再犹豫 一众散修 迅速对蔡家弟子 展开了袭杀 混账 蔡颜蔡莉二人抱起 不得不一边护着蔡继 一边击杀那些叛变的散修 一时间 场面极为混乱 有好几人争着强杀一名蔡家弟子的 有散修仗着自己修为比人高一见 反而选择了 先将其他散修解决掉的 蔡家招募的散修 基本都不是什么善茶 有的更是恶名鼎鼎 有如今的叛变 也算是就由自取了 倒是让他难得看了场好戏 老大 真的放那人走吗 要不让我追上去杀了他 被当作板凳 坐在身下的狼牙 冲下长明问道 他口中所说的 自然是夏长明 第一个放走的壮汉 以他的聪明才智 完全想不到 夏长明为何要放过那人 只要夏长明一声令下 他现在就还能追上去 杀了那人 夏长明摇摇头笑道 不必 他活不了的 杀了蔡家的人 那壮汉肯定不敢回蔡家 仅凭他一人 未必能活着走出秘境深处 如果蔡家得知 蔡家所有人都死在了这里 而他还活着 也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所以根本没有去追杀他的必要 狼牙不懂 但既然夏长明发话了 那他也只好作罢 此刻 战局也已到了尾声 除蔡炎蔡丽 以及蔡继三人万 其余人全死 意料之中的结果 有蔡炎蔡丽两位天人敬联手 夏长明轻轻拍手称赞道 夏长明 你别得意 蔡丽气得浑身颤抖 指着夏长明怒吼道 老夫跟你拼了 大哥 一起上 自知今日难逃一劫 蔡丽当即决定 殊死一搏 双袖口中 喷涌出无数厉鬼凶魂 如同潮水般凶涌 厉魂孙 老大 我来我来 狼牙两眼冒光 兴奋地飞扑到无数厉魂身前 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将所有厉魂 一并吞下 完事后 还打了个响亮的宝格 不好吃 但是大补 蔡丽大惊 她饲养了好久的数千厉魂 就这么被一口吃掉了 怒上心头的她 立即甩出蔡家绝学拘魂锁 说上 把你的魂下了吧 一声清鸣声响 一昼荧荧光剑气斩过 蔡丽甩出拘魂锁的右臂 顿时被斩下 这只是夏长明随意斩出的一剑 蔡丽面色苍白地捂着断臂 狼狈地退回了蔡严身旁 至始至终 蔡严都没有帮蔡丽一起出手 默默地站在一旁观战 蔡严长老 你在干什么 快一起上啊 蔡丽着急了 对蔡严不满怒吼道 蔡严并未理会蔡丽 神色思定 望向夏长明问道 不知夏家主刚刚的话 现在还算数 第76章啥都不会 要你何用 蔡严的这番话 让夏长明与蔡丽 蔡丽都不由一愣 他这是什么意思 蔡丽心中煞食冰凉 身体不自觉 颤颤巍巍地后退了几步 蔡丽惊恶 连忙对蔡严劝阻道 大哥 你在胡说什么 蔡丽可是我蔡家的三小姐 你若是对他出手 老祖定然不会放过你的 蔡严也并未理会蔡丽 目光只盯着夏长明 等着他的回答 夏长明嘴角玩味一笑 承诺道 当然 你若杀蔡家一人 我便放你走 大哥 别被这小子骗了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你我何力跟他拼了 蔡丽嘶吼道 目光阴狠地盯着夏长明 若是能够用眼神杀人 夏长明恐怕已经被他杀了上百回了 蔡丽 对不住了 蔡严深深吐出一口气后 目光陡然变得尖锐 手捏阴爪 猛然从蔡丽的身后穿心而过 死魂爪 大 大哥 你 蔡丽满眼不可置信地扭头看向蔡严 原来蔡严一开始就没打算杀蔡计 而是对他下手 蔡丽怎么也不敢相信 蔡严会对他下这般狠手 别怪大哥无情 要怪就怪你下手太慢了 蔡严神情冷漠地淡淡说道 随即满是鲜血的手爪一握 将蔡丽的神魂从体内硬生生扯出 丢给了夏长明 蔡丽失手 禁止坠落地面 这一幕 简直是惊呆了在场众人 就连夏长明都不由心头一震 好狠 蔡丽可是他的亲弟弟 他却下手 这般狠辣不留情 夏家主 我已做到 可否离开 蔡严对夏长明拱手说道 脸上没有一丝悲愤之情 打从刚刚开始 蔡严就在思考 如何从夏长明手中活下来了 答案是无解 幻得一命 所以他便毫不犹豫 选择了牺牲掉他的弟弟蔡丽 三人中只能活一人 自然是要把罪局威胁地排除掉 到时就算只有他一人回去 谎称他弟弟蔡丽也不幸战死 想必老祖也不会过于怪罪他 蔡丽下的脸色煞白 手指颤抖地指着蔡严 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他害怕蔡严为了活命 连他一起杀了 夏长明眼睛一眯 淡淡道 我说话自然算数 你可以走了 多谢 蔡严面色一喜 连菜鸡都不看一眼 转身就化作一道神红飞逝 狼牙 夏长明望着蔡严远去的方向 轻声呼唤道 他是答应过放他走 但可没说过不会追杀他 只有在这种时候 狼牙才会与夏长明心意相通 明白夏长明的意思 嘿嘿 老大 你真坏 狼牙露出一嘴亮白的尖牙笑道 只是这笑容 看起来是如此的争鸣 夏长明哭笑不得地 踹了脚狼牙屁股 还不快去 人都快跑了 狼牙这才将另外两道分神收回 三只幽影狼重新合为一体 狼牙的实力重返天人境巅峰 实力暴涨的狼牙 屁颠屁颠地化作一道黑影 从菜鸡的身旁一傻而过 天空远远传来一道兴奋喊叫声 哦 本大爷来了 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只剩了夏长明和弱小无助的菜鸡 见夏长明目光望向他 菜鸡心中一凉 连忙跪下哭喊道 夏哥哥 不 夏大人 您放过我吧 只要您放过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您若是不放心 可以在我神识中中下禁止 菜鸡愿做夏大人的奴隶 终身侍奉夏大人 若是再给次菜鸡机会 他宁愿放弃这处仙缘 也不招惹夏长明了 他根本就不明白 天尊境与天人境之间的差距 夏长明缓缓走到菜鸡跟前 居高临下 冷冷地注视着他问道 你会做饭吗 菜鸡一愣 随即缓缓摇了摇头 不 不会 你会洗衣服吗 不会 你会打扫卫生吗 不会 啥都不会 那我要你做甚 比我家仆人都没用 长得又没有我娘子好看 仰眼 夏长明冷冷嫌弃说道 菜鸡一时语色 他再怎么说 也是个宗师竟初期的强者啊 哪有用来干这事的 眼见夏长明 目光愈发冰冷 菜鸡只能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 我可以学 我会很听话的 您刚刚不是让我念诵吗 我念我念 说吧 菜鸡连忙低伏下头 在地上一点一点 将他刚刚一手撕成碎屑的 那本书籍拼凑了起来 然而 数万碎屑纸 早在刚刚的战斗中 四处飘散 地上只剩下了零星少许 许多纸屑 早已消失不见 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 菜鸡着急地满头大汗 不停地将一片片碎纸 收起拼凑起来 此刻狼牙也蹦蹦哒哒地回来 嘴里似乎还叼着什么东西 当回到夏长明身边时 一口将嘴里的东西 吐到了菜鸡的身旁 菜鸡定睛一看 脸色更加震撼苍白 菜鸡的头颅 竟只滚落到了他脚下 脸上还带着 愤怒与恐惧的神色 睁大着双眼 老大 搞定 狼牙昂起脑袋 得意地笑道 这个老家伙有点实力 但不多 还妄图从本大爷的手中逃脱 太天真了 最后还是败在了 本大爷的无敌的实力之下 对了 这老家伙临死前 还提起了老大宁呢 狼牙似乎想起了什么 忽然对夏长明说道 说什么 夏长明好奇问道 夏长明你这混蛋 狼牙冲着夏长明大喊道 夏长明毫不客气地 在狼牙的头顶上 重重来了一下 这种话 可以不用带给我 狼牙痛得直无脑袋 委屈巴巴道 老大 又不是我骂你的 你打我干嘛 对了 老大 这个肥一点都不杀 是准备留着 给我烤着吃的吗 狼牙画风一转 扭头望向菜鸡 看向菜鸡眼眸中满是兽欲 不过他这种兽欲 是单纯的进食欲望 并非那种兽欲 菜鸡被狼牙这么一说 吓得身体一僵 手中碎指一凝 此刻又一阵大风吹过 菜鸡身下 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 一叶书叶 也随着这阵大风四散 死定了 这是菜鸡脑海中 仅剩的念头 夏长明冷漠地注视菜鸡 对于他的处置 他心中已有打算 正当菜鸡心如死灰时 天际远远出现了 几道身影 朝着急速赶来 烧尽些许后 方才看清来人面乳 正是受到魂虫指引 而赶来支援的 菜家王家众人 为首的菜旭 以及王家的王管师王云 菜长老 救我 菜鸡眼眸一亮 激动地朝着菜旭 挥手大喊道 菜旭远远看到菜鸡身影 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 当他将目光转向 站立在菜鸡身后的 下场明时 脸色骤变 当即大喊道 撤 第77章 一见风诀 菜鸡就这么呆呆地 望着菜旭一行人的身影 渐渐行远 真的就这么走了吗 不试着抢救一下他吗 他可是菜家的三小姐啊 下场明也不由笑了 菜旭跑得 倒是毫不拖泥带水 可惜晚了 看住他 别让他跑了 看好洞府 别让任何人进去 凡是有人胆敢靠近的 一律杀之 下场明对狼牙撂下话后 神红一闪 追向了菜旭一行人 独留下狼牙与菜旭二人 狼牙望向菜旭 露出满嘴獵牙的灿烂笑容 吓得菜旭瑟瑟发抖 一动也不敢动 另一边 正全速逃离的菜旭口中 滔滔不绝怨恨道 怎么会是他呢 菜旭那个蠢女人 老祖再三强调过 不许与夏长明发出冲突 待他亲自出手 他竟还主动去招惹他 这下可好 要害死我了 菜旭在附近收到了 富有菜岩一缕神魂的蟲虫后 就知菜旭这边 应该是遇到什么危机情况 否则也不会以神魂 凝聚蟲求救了 当蟲虫突然暴体死亡时 菜旭就知大事不妙 天人静出气的菜岩 竟然死了 于是加快了速度赶来 没想到 等着他们的是夏长明 但凡知道是夏长明在这 他都不会过来 诸位 是要去哪啊 一道冰冷的声音 从前方传来 菜旭等人急忙停下了身形 赫然发现 夏长明早已在前面等候他们了 夏家主误会 菜旭拱手说道 试图解释一番 谁料到夏长明抬手 就是树道灵光渐刃 菜旭目光骤宁 记忆犹新 当初他就是 被夏长明这一招 从天地宝格上轰下 菜旭不敢怠慢 一个金灿灿的金钟智出 金钟猛然变大 挡在菜旭的身前 护道金钟 树道剑刃劈砍在金钟上 金钟嗡嗡鸣响 将剑刃悉弹开 即便如此 金钟上 还是出现了细微的裂痕 而站在菜旭身侧的 菜王两家弟子 则被弹开的剑刃斩过 死伤大骗 菜旭满目骇然 心中不由庆幸 还好自从天地宝格一世后 他就不惜花掉全身家当 购置了这神器 护道金钟防身 要不是他有这金钟护身 他恐怕就要被当场切割竖半了 所有菜家弟子听令 结是魂大阵 见识到夏长明惊人实力 菜旭沉着脸 被剩余的人大吼道 所有菜家弟子 迅速改变阵型方位 将夏长明团团围在中间 一名名菜家弟子都双手结印 一缕缕神魂 从他们的体内窜出 凝聚成为了一张黑色天幕 将夏长明笼罩在其中 菜旭坐镇振兴 掌控着整个士魂大阵 王兄 麻烦你和你的人 为我等提供援助了 菜旭扭头对王云说道 王云点了点头 立即吩咐王家的人 纷纷站到菜家人身后 手掌按在背后 在外围为菜家的人 提供灵力支援 两名天人静初期坐镇 大量超凡镜弟子 以自损神魂为代价 剧成的士魂大阵 已是相当强大的阵容 夏长明不屑一顾地 环视一圈大阵 无数力魂 从那黑幕中游荡而出 宁针嘶吼地叫着 振结好了吗 夏长明冲菜旭淡淡问道 菜旭愕然 心中隐隐升起不祥的预感 他这是什么意思 只见夏长明手握地先 见见桥 拇指轻轻抵着刀阁 缓缓推出寸许刀身 仅仅只是露出寸许 剑名以嗡嗡清明 庞然而恐怖的剑意 从剑鞘中流出 令菜旭等人皆是胆战心惊 夏长明握住剑饼 惊人的灵力 犹如潮水般 疯狂涌入剑身 就连密尽中天地之剑的灵力 如同海中 漩涡般注入其中 而那禀帝先剑 还在不断地吸纳灵力 仿佛无穷止尽 这若是一剑斩出 该是何等恐怖 无双剑绝 风绝 待帝先剑发出欢乐颤鸣 夏长明眼眸一凝 拔剑出鞘 凌冽的剑气 划过一道完美的满月银湖 力魂煞鬼 处之急死 剑气势如破竹 宛如一颗石子 投入了天空中片湖泊中 荡起的一道涟漪 力魂静散 势魂大震 顷刻间支离破碎 蔡王两家子弟 甚至还未来的极反应 截背横斩 临近死亡的恐惧 令蔡旭做出了最后的挣扎 双手凝绝 将护到京中 将他自己罩住 那破终护不住你 我说的 夏长明手执地先剑 傲然飘立于天空 不屑说道 风绝乃是他无双剑绝的第二件事 以剑气波及全方位 分割天地 剑气轻而易举 就从惊中划过 透过了蔡旭的腰间 丝滑顺畅 毫无阻碍 直至将天空四周一切斩尽 剑气波颜数十里 才是微渐弱 蔡旭眼中惊举 低下头呆呆地望着自己腰间 抬脚一动 身体顿时分割两半 自天空中坠落 夏长明并未立即收起地先剑 而是默然转向远处森林说道 诸位都挺好了 凡是仍为蔡王两家效力 寓意对我夏家之人出手的 最好思量一下 当然 若是有助于我夏家的 即为我夏家朋友 绝不会亏待诸位 听清了就散了吧 早在刚刚 不少其他宗门小派 亦或是散修 都听到了这附近的动静 闻声赶来了 都躲着远远的观后 这惊鸿一见 从剑意之中 既然他们感到不由战力 但又让不少剑修 受益匪浅 倘若刚刚他们飞到上空 很可能就会与蔡王两家一样 被分尸当场 这便是天尊之威吗 夏家之人不可招惹 这是众人此刻心中的念头 众人都非常识相地 听从夏长明的话 各自散开 如此一来 夏家其他人 在秘境中 应该也会更安全不少了 那一件的威力 足以威慑 大部分不安好心的人 夏长明飘落下林间 目光横扫而过 蔡家王家弟子 基本都已被斩杀 唯独漏了一人 王家王管事 王云 很奇怪 他明明连同王云 一并斩杀才是 却并未有斩中 他的实感 地上也未有他的尸首 跑了 竟然能从他一见风绝中 悄无声息逃走 此人看来也不一般 夏长明曾调查过 蔡家与王家的人 唯独这王管事 犹如凭空出现一般 在一年前出现在王家 身份神秘到 查不出一丝蛛丝马迹 十分可疑 夏长明心中 对王云多留了的心眼 算算时间 周安宁差不多 应该也醒过来了 第七十八章 把你那两团坠肉拿开 先府洞口 在夏长明走后 蔡季虽是怕狼牙 但见狼牙的确没有伤害他后 又渐渐壮起了胆子 将竹意打到了狼牙的身上 这位妖王大人 可否让小女子离开呢 只要你肯让小女子离开 蔡家日后必有重险 蔡季试着 对狼牙蛊惑道 狼牙打了个哈欠 瞟了蔡季一眼后 呲牙咧嘴地说道 给本大爷老实点 信不信本大爷 现在一口就吃了你 蔡季面露尴尬 仍旧不死心地挑拨道 您如此神勇 为何要委屈在夏长明身下呢 不如加入我蔡家 我蔡家必然将您奉为上宾 夏家能给您的 我蔡家给您十倍 不 百倍 为了活命 蔡季给出了丰厚的郑重承诺 狼牙文言陷入了思考 老大答应给她一枚化形单 也就是说 这个女人要给她一百枚化形单 她要这么多化形单干嘛 而且老大生气的时候 好可怕的 大脑飞速旋转后 狼牙果断摇了摇脑袋 冲着蔡季吼叫道 臭女人 坚不可摧的关系 给本大爷老实待着 等大哥回来 蔡季不甘心地咬了咬牙 等到夏长明回来 那她就死定了 狼牙刚刚神色犹豫 应该是心有所动才是 她还有机会 蔡季转念一想 再次露出一脸妩媚的神情 双臂支撑地面 翘着臀部 一点点朝着狼牙爬去 傲人的双风自然垂落 胸前春光无限 妖娆的身材凸显无疑 既然立幼不行 那就改色幼 狼牙虽是妖兽 更何况她也算是个男人 只要是男人 那就没道理 不能色诱 而且这般妖兽 往往是最难克制授欲的 尽管蔡季心中 很是排斥与妖兽欢愉 但如今别无他法了 见狼牙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胸前 差点直流口水 蔡季娇媚一笑 心中顿时信心大增 果然 除了夏长明外 还未有哪个男人 能抵得住她的诱惑呢 妖王大人 只要你带着小女子离开 小女子愿意终生侍奉大人 说着 蔡季将身子靠到狼牙前之上 仿佛要将整个身体融入一般 狼牙紧咬着牙齿 神色纠结 似乎是在做着什么极为艰难的决定 老大还没回来 不能吃啊 臭女人 把你那两团坠肉给本大爷拿开 不然本大爷忍不住就撕碎了你 最终 李智战胜了食欲 狼牙冲着蔡季凶狠吼道 这满嘴的獠牙利齿 吓得蔡季花容失色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怎么回事 她不应该 差点就要被她所打动了吗 怎么这般凶狠 蔡季哪想得到 独自生活在这秘境中 一百多年的狼牙不邪逝世 终日打杀 哪懂得那种东西 脑中只有近时睡觉的欲望罢了 此时 夏长明也已赶了回来 狼牙连忙迎问上来 说道 老大 本大爷有好好地守着这臭女人 绝对没有一丁点背叛您的念头 夏长明 夏长明一时无语 怎么总觉得 狼牙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呢 蔡季见到夏长明 连忙爬到夏长明脚下 抱着他大腿 最后哀求道 夏大人 求求你放过我吧 夏长明冷漠地看向蔡季 说道 好 我给你一次机会 能不能把握得住 那就看你自己了 当真 蔡季一脸惊喜 迫切问道 我该怎么做 夏长明笑而不语 目光看向仙府内 陡然间 仙府绚丽的赤红灵力直冲云霄 两道虚幻的火凤黄 盘旋着赤灵红柱 一股炽热之感 迸发而出 终于醒过来了 看来是成功继承 那位仙尊传承了 夏叔说 还未见其身影 周安宁雀愈的声音 便已从洞府内传来 一道娇小丽姿 迫不及待地 从洞府内飞出 继承了凤燕仙尊传承的周安宁 娇容显得更加秀丽俊美 长长的丹马尾 垂落腰间 没心处 赫然多出了一道 与宋燕心相同的活语印记 一时间竟是难以分辨男女 正当周安宁满心欢喜地 要扑向了夏长明时 却见蔡继正抱着夏长明大腿 柳梅不由倒数 呵斥道 衣不避体 伤风败俗 快从夏叔叔身边滚开 你这臭女啊 蔡继见周安宁 完成了仙缘 传承气质 焕然一新 神态凛然 心中极度地差点发狂 恨得直摸牙 那本该是属于他的仙缘 夏长明这才对蔡继悠悠说道 你不是问我要怎么做 才放过你吗 只要你打败了安宁 我放你走 以天道起事 打败这个小鬼 蔡继目光转向周安宁 心中一阵狂喜 果断应道 好 就算我不小心失手杀了他 也怨不得我吧 之前在天都城外 他见过周安宁一眼 只不过是个天灵镜的小鬼 就算接受了仙缘 这么短时间 也提升不了多少修为 连传承秘法也不熟练 他至少也有着宗师初期的实力 没道理会说 蔡继抽出别在腰间的炼剑 一节一节的炼剑 极为冗长锋利 炼剑垂落在地面 随着蔡继步伐 在地上划出一道划痕 小鬼 夺了本属于我的仙缘 准备受死吧 蔡继含着脸威慑道 周安宁神色平静 知道这是夏长明要考验他 正当他准备拔出腰间细剑时 夏长明却将一枚灵界丢向了他 周安宁小心捧着灵界 不明所以地 看向夏长明 夏长明只是微笑道 这是你师尊留给你的东西 本就是你的 周安宁轻轻挟侧一笑 随即将灵界带到了手上 一柄玲珑秀丽 赤白相间的仙剑 从灵界中欢腾飞出 自行落到了周安宁手中 剑身凤火灼灼 心火斑斓 周安宁满眼喜爱 指尖轻抚剑身 他能感受 大片凤岩火与剑与他 心意相通的雀跃之情 周安宁数剑仙剑 眉目一宁 剑身瞬息间 凤火营绕 树道电弧闪光夹杂其中 菜季心中骇然 从周安宁的剑上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汹涌肆虐的凤火 与那狂暴肆虐的雷霆 尽可混杂在一起 那该死多么恐怖的爆发 而且从周安宁身上 流动的赤红灵力 灵力是以至宗师净出气 凤焰万雷 周安宁一声娇和 一剑挥斩而下 剑气幻化为翼龙一凤 龙笑凤鸣 笔直地朝菜季袭去 菜季双臂挡在身前 发出了最后不甘的哀吼声 便在雷龙火凤的剑气中 化为了尘埃 一剑灭杀 唉 真是浪费 狼牙直呼惋惜 还不如给他吃了呢 第七十九章 火凤凰的舍意 夏叔叔 解决完菜季 周安宁欢心地 扑进了夏长明的怀中 夏长明脸上露出心味 顺利继承先尊传承 又得以洗髓根骨 淬炼先姿 如今的周安宁 已是今非昔比了 连跨两个大境界不说 日后他的修为远 不止如此 只是愈发奇怪的是 周安宁越是清静 举止神态 越发向极了女子 尤其是继承了 这位先尊的传承后 眉目气之间 都透露着一股女子的 飒爽英姿 莫非 夏长明心中不经起义 虽然平了点 但并不妨碍这种可能性 夏长明抱着周安宁的肩膀 将他从怀中推开 仔细上下打量了一番 周安宁被夏长明 啄啄目光 盯得很不自在 内心十分紧张 但还是面色如常问道 怎么了吗 夏叔叔 难道被发现了 周安宁心想 没什么 夏长明回道 此时 忽有一声凤利传来 那只一只守在火山口的火凤凰 正朝着此地飞来 见他还活着 夏长明大感意外 火凤凰煽动着翅膀 落在夏长明身前 刚一落下 身体就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浑身鲜血淋淋 翅膀破烂不堪 甚至有一只翅膀 几乎已经断裂 神魂也已经是激进消散 为了赶回来 他不惜自损神魂 强行挣脱了居魂所的禁锢 能够坚持到 现在已经是极限了 火凤凰勉强睁开双眼 望向了自己空荡荡的巢穴 虚弱地开口问道 我的孩子呢 声音如同一个成熟温柔的母亲 一般和煦 夏长明望向周安宁 周安宁会议 主动走到火凤凰身前 将那枚凤凰蛋取了出来 见到自己的孩子还在 火凤凰虚弱的眼眸中 多了一丝未见 抬头望向周安宁问道 你们打算怎么对待我的孩子 是卖掉吗 还是作为药营 凤凰蛋蕴含金蠢火灵 凤凰火又具有生命之火美名 是极为珍贵的药营 不少修行者都会盗窃 或是抢夺凤凰蛋 周安宁抱着凤凰蛋 神情十分认真地回答道 前辈 安宁向你保证 安宁既不会卖掉它 也不会将它作药营 安宁会将它好好抚养长大 凤凰火目光死死地 盯着周安宁的双眼 似是要看出他话里的真心 大火鸟 你就放心吧 这个小鬼头 虽然实力差了点 但人还是不错的 不会亏待你孩子的 狼牙走上前替周安宁说道 火凤凰将目光转向狼牙 故作惊讶地说道 什么嘛 小黑狗 原来你在这啊 你 本大爷都在你眼前站了好久了 算了 你现在都快死了 本大爷就不跟你计较了 狼牙一时气怒 但很快就又气消了 他和这只火凤凰 也算是老冤家了 交手过几次 每次都是点到为止 曾经还被火凤凰放过一马 如今看到火凤凰这般惨状 他也是有些于心不忍 火凤凰抬起眼眸 又深深地看向了夏长明 最后才对周安宁轻声说道 希望你能够信守今日承诺 能够好好善待我的孩子 前辈放心 安宁会的 周安宁回道 你且站在此处莫动 火凤凰思索一番 随即缓缓强撑起身 猛地利用利爪 撕开了自己胸前的伤口 炽热的凤凰血 顿时喷涌而出 淋到了周安宁身上 每一滴鲜血 都顺着周安宁的皮肤 渗入了体内 凤凰精血欲深 溢于涅槃重生 这只火凤凰 自知神魂即将消散 无望重获新生 临死之际 还将自己的一身精血 浇灌在了周安宁的身上 为周安宁体内 融入一丝凤凰血脉 虽是比不上 宋燕心的仙谷灵髓 但也能让周安宁的资质 有了更上一层的提升 前辈 你 周安宁不可置信地说道 没了这身凤凰精血 火凤凰很快就会消失了 收下吧 这是我最后能够 回报你的东西了 待我死后 我身上若是有什么需要的 也一并取走吧 只希望你真的能够信守莫言 火凤凰不以为意地说道 他希望能够 以自己的死 换得周安宁真正的沉默 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够做到的了 他想过 要不要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抢回他的孩子 但他知道 有那个男人在 他绝无可能 况且 就算抢夺回来 以他伤势 也无法再保护他的孩子了 不如就成全周安宁 这秘境之中 还是太小了 他的孩子 应该去更广阔的天地 翱翔 周安宁眼眸很清澈 体内有着凤念先尊的传承 所有他愿意试着相信周安宁 兴许将来他的孩子 会过得更好 也说不定 多谢前辈 周安宁感激道 火凤凰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下长明开口道 这位大人 你很强 此境中 恐没有人是你的对手 从这里 再往北深处摆里 那里埋藏着 另一处人族 先尊强者的遗址 那里的守卫与我不同 实力十分强大 应当是天尊敬之列 不过对您来说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听到这话 狼牙眼睛一亮 似乎也才想起来 补充道 对对对 老大 那里有一处废墟 每次路过那里 我都会寒毛站立 几乎没有妖兽感靠近那里 还有一个人 成天守在门口一动不动的 只有人一靠近 那人才会动 下长明文言 神色思索 又一处先府 算是难得的意外之喜 这段时间 一直忙于教导周安宁修行 又为周安宁护法先缘 已是比其他人慢了不少 如今周安宁基本足以独当一面 自然是不容错过那处先府 而且他在此地 就已经能隐隐感受到 远处似有牵引 多谢 下长明对火凤凰感激道 火凤凰气息减弱 疲惫地闭上了双眼 眼中最后一刻 都依旧在您望着周安宁手中的 那枚凤凰蛋 夏叔叔 我能把他埋了吗 周安宁正正地望着 失去的火凤凰问道 火凤凰全身上下都是宝 极为稀有珍贵 但他却不想要再从他身上 取下任何东西 嗯 埋了吧 下长明点头应允道 就让这位母亲 安详沉睡于此吧 第八十章无相傀儡 青天一见 秘境北部深处 所见景色皆为废墟 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一片残破不堪的景色 而即使过了千百载岁月 这些破败的废墟上 却仍旧残留着 磅礴的灵力之威 越是道往深处 越是令人心头隐约一阵 下长明带领着周安宁 与狼牙二人 从天际飞落 望着触目惊心的窗椅景象 很难想象 这曾经发生过了什么 几乎是将附近所有山峰 移为了平地 似乎是某种天罚施展 才将此地轰炸至此 下长明伸手触摸着废墟残骸 他能从中感受到 惊人的天地威能 老大 这边 狼牙寻着记忆 在前方带路道 不多话 狼牙就领着下长明 来到了一处 被乱石堆积的洞口前 一个身影 正坐在洞口前方 低垂着脑袋 一只手臂 正架在膝盖上 身姿颇为潇洒 老大 就是他 老厉害了 狼牙指着那人愤愤说道 即便是现在 他也不敢再去招惹这人 下长明仔细凝望了片刻 从那人影身上 没有发现丝毫生险 不是人 但他体内蕴含的灵力 却极为庞大 你们留在这 提防着周围其他人 下长明对周安宁 和狼牙嘱咐道 随后独自一人 朝着人影走去 此时附近 已经有不少人 都躲在暗处 静静为观了 绝大多数人都是 偶然发现此地 但都被这人影阻挡在外 所以才迟迟没能进去 又不甘就此离去 就那么一直在这等候 这不 又等来了一尊大神 识相的 已经悄悄溜走 另寻他处了 不死心的 还隔着寻找机会呢 还有的则是单纯 想要见识一下 下长明 到底能不能击败这人 进入洞内 下长明 迈着不急不缓的速度前行 当脚步 踏过某一界线后 那人影便缓缓地抬起了头 只见那人影 身着女子轻装 外形与常人无异 头数常变 脸上却无五官神态 无相傀儡 无相傀儡 也是早在千年遗失的 秘传之一 炼之所需 都是些顶级稀有材料 极为困难繁琐 除此之外 还需要经历天雷凝法 天火淬炼 一道金刚不坏 水火不清的强刃 每一个无相傀儡 一旦炼成 起步至少也是天人静 此后无相傀儡 可以通过不断吞噬 各种珍惜零食矿物 强化己身 眼前这只无相傀儡 已然达到了 天尊敬的强大地步 只是夏长明不是很明白 无相傀儡 是无魂无性之物 为何眼前这只 却身着女装长发 俨然一副女子打扮 不得不说 这具无相傀儡的 前主是有品位和追求的 无相傀儡 缓缓站起身 抽出了腰间左右双道 浑身灵力窜身 夏长明也没有打算 要在这根具傀儡号 直接拔出了帝仙剑 领力身姿 实习之内 他要结束战斗 无相傀儡 关节扭动 左右各持一刀 身形化作迅雷般 闪身到夏长明身前 两道荧光斩落 夏长明帝仙剑化 以月弧 迎面挡下双刀 刀剑相碰 领力迸发 剑气肆意横斩 将本就是一片废墟的场地 破坏得更加不堪 眨眼间 夏长明与那具无相傀儡之间交手 早已来了数百个回合 刀光剑影 剑气如红 两道神红来回飞驰碰撞 镇的周围 其他人惊呼连连 连连退后树里 狼牙躲在后方 不断为夏长明助威道 老大加油 痛扁他 夏长明抓住时机 一记剑光 从无相傀儡身前斩过 无相傀儡身体应接一剑 被震退数十步 身上却并未有合剑伤 只是多出了一道浅浅的剑痕 好硬 夏长明还是头一次剑到 应接他地先剑一下 安然无伤的存在 不由对这具无相傀儡 刮目相看 这具无相傀儡 至少经历了上百次天雷锤炼了 否则难以达到 如此坚韧的地步 更为惊奇称赞的是 这具无相傀儡的战斗方式 并非一味莽撞 而是真的具有 极高的战斗经验和素养 应当是融合了 数道战斗法门在其中 才可做到与常人无异 懂得随机应变 那可随意扭动的关节 更是能出其不意 施展出许多出其不意的招式 一想到要将它破坏掉 夏长明一时还真有点舍不得 无双剑绝 青天 夏长明手执地先剑 剑锋直指苍穹 地先剑凌裂的剑气盘旋凝聚 赫然形成了一柄青天巨剑 直插苍穹九天 在那柄巨剑之上 还包裹着一层风 锐灵力在外 这是夏长明剑周安宁 将天弓万雷剑法 与凤焰天心绝 合为一招时 灵机一动 将长陵爵对灵力的操控 凝聚到无双剑绝的剑气之上 巨剑势如青天 剑意锋芒 天地震撼 周围人都不由呆滞凝望 心生畏惧 狼牙心中尤为庆幸 还好那时没有答应那个臭女人的话 周安宁则是翘首凝望 满目崇拜 青天 斩 随着夏长明口中轻念 巨剑青天斩下 天地动荡 无相傀儡 似有危机感应 无法避开 手中双刀 交叉挡于身前 准备硬生生 接下着青天一剑 巨剑斩落 剑气直墨百里 将一座山峰 硬生生从中间一分为二 带剑气飘荡 巨剑消散 地上留了一道长长的断壁沟壑 所幸是没有批到那座洞穴之上 夏长明缓缓降下身来 走到了无相傀儡身前 只见那具无相傀儡 双刀断裂 身躯被一分为二的倒在两侧 切口极为完整 显然是没有了任何动静 无相傀儡极为珍贵 战力不俗 如果可以 夏长明还真不想就这么毁掉 但他并未有操控 无相傀儡的秘法 只能暂且将这具无相傀儡收起 夏长明一挥手 便将这具破损的无相傀儡 收入了灵界中 补一补 说不定还能用 夏叔叔好厉害 周安宁带着狼牙 跑到夏长明欢呼道 夏长明习惯性地 想要伸手抚摸周安宁的脑袋 却又忽然止住 变成了给趴在周安宁肩头上的狼牙一下 老大 你干嘛突然又打本大爷 狼牙冤啊 莫名其妙 就又被揍了一下 怪你刚刚没有带安宁到远处 万一不小心伤到他怎么办 夏长明想了想 随便找了个理由说道 诶 这也能怪本大爷 狼牙强烈抗议道 夏长明没有再理会他 而是望向了那处洞口 以天尊敬无相傀儡镇守 他还真有点好奇 里面会是哪位先尊 第八十一章万法先尊 神通传承 仙府洞穴 屈敬通幽 除了镇守在外的无相傀儡外 洞穴内不再有任何阻碍 在经过一段时间前行后 夏长明等人来到了洞穴最深处 迎着前方亮光 另一方景色 映入众人眼帘 绿草蒙荫 花衣燕浓 细水长流 景色疑人心神 洞穴上方的并无岩石遮挡 何须的阳光 透过洞口 点亮了整个洞穴 周安宁没想到 洞穴内会是如此旷阔 景色如此迷人 小眼睛不断好奇地来回环视 若是在此建立一个小屋 也算得上是世外桃源了 夏长明静止走向了最深处 见到了一具盘坐在草地上的 仙尊遗骸 整具遗骸衣衫褴 虽保存完整 但骨质乌黑深邃 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显然已是受到了极重侵蚀 一般仙尊逝世 仙骸灵力不散 仙谷长存 就如同赤焰山峰中 那具白玉仙骸一样 可眼前这句 却是无丝毫灵力 更是被侵蚀的一点 仙髓不存 到底是什么 竟让一尊仙骸被侵蚀至此 夏长明皱紧了眉头 仔细寻视了一番 发现仙骸手上并无佩戴零件 仅有一本古书 放在他的双膝上 书册上临微赫赫 光凭感觉便能震慑人心 前辈 讨扰了 夏长明伸手欲取古书 当手指刚触碰到那书册枫叶时 煞时间 夏长明就感觉到 一股庞大的犀利 将他的神识吸入其中 连丝毫反应机会都没有 保持着触碰书册的姿势在外 夏叔叔 周安宁见状大惊 急忙跑到了夏长明身边查看 狼牙跳到周安宁的肩膀上 淡淡说道 小鬼头 别担心 你之前也是这样 老大肯定是去哪玩了 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周安宁见夏长明神魂入定 的确无意后也放下了心 夏叔叔这么厉害 不会有事的 恰逢此刻 洞穴外忽然传来的脚步声 周安宁与狼牙皱着眉头盯着入口 这是哪 夏长明漂浮在天空 很是疑惑 他知道这是个神识世界 可他还从未见过 如此逼真细致的神识世界 即便是仔细感悟 也能感受清风拂面 听到湍急流水 仿佛跟真实世界别无二致 很快 一个先锋倒鼓 样貌俊秀和蔼的男子 虚影浮现在了夏长明身前 还未等夏长明问候 男子就率先伸手 打断了正欲开口的夏长明 吴知道 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夏长明 吴乃万法先尊 道清明誓言 此处留在这里的 并非吴的神魂蚕食 而只是吴的一缕神魂流音 若是 你能再次见到吴 那便说明 我神魂已散天地 未解天灵 道清明缓缓说道 神色洒脱 平静如常 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陨落 而表现得懊悔和不甘 眼前站立的虚影 只不过是一道神魂流音 而非先尊神魂 夏长明心中 不由感到惋惜 难怪 他从道清明身上 感受不到任何威压 道清明双手负于身后 缓缓继续解释道 吴的神通传承 望后来有缘人 可继承吴的神通法则 无论是谁 若是击败了吴流手 在外的无相傀儡 即视为获得吴的认可 神通法则 一听到神通法则 夏长明惊诧地 瞪大了双眼 那可是神通镜以上强者 才可领悟的神通本领 神通镜 不仅仅只是意味着 境界突破那般简单 只有领悟 或者掌握一门神通法则 方才可被视为 真正的迈入神通镜 神通法则因人而异 几乎每个神通镜强者 所领悟的神通法则 都大不相同 独成密传 一般是绝不会轻易外传 而若是要独自领悟神通 那难度犹如登天 依据每个人的悟性不同 领悟神通所花费的时间 也相差甚远 据他师尊说过 有的神通镜强者 花费了数百载岁月 也没能领悟神通 终身停留在伪神通镜 因此种下心魔 眼前这位先尊 竟是毫不吝啬 要相传他的神通法则 你且看好 吴只掩饰一遍 能够感悟多少 便是你的造化 道清明背过身 手指指向眼前 这方神识世界的天地 傲然道 此处是吴的神识世界 亦是吴的神通法则领域 据写 吴的神通法则名为一方界 乃是神通万法 此方天地之间 吴即为天地万法 掌控者 道清明的一字一句 都灌入下长明耳中 入星神 在下长明领海中 掀起道道波澜 仅仅只是 听着道清明的阐述 心神便以不自主地震荡 道清明将手指指向 苍穹之上 轻轻挥下 口中轻面 天雷 落 煞世间 晴空万里之下 一道紫色惊雷 猛然劈下 雷霆之声 震耳欲聋 一座耸立山峰 被瞬间移为平地 化为废墟碎石 这还未了 只见道清明又翻手扶掌 缓缓一抬 山月 起 地面一阵颤动 一座巍峨山峰 陡然拔地而起 替代了刚刚被一位废墟的身坑 言出法随 天地万法听从号令 何等强大的神通法则 道清明手臂一阵 连绵山脉耸立而起 弹指尖 地盐破碎 容颜喷涌而出 眉头一皱 天地皱变 乌云密布 世间黯然失色 在此方世界 他便是主宰 只要他愿 请客间 可令山川颠覆 欲悦无光 夏长明心头震撼 心中似有感悟 林海忠赫然多出了一本 名为一方界的书册 待到清明掩饰完 他的神通万法 夏长明内心都久久未能平复 这便是吴的神通万法 一方界 神识扩散之处 即为一方界领域之内 可号令天地万法 但要切记 此神通固然威力非凡 但号令天地万法 即为消耗灵力 不可随意施展 道清明语重心长地嘱咐道 夏长明对此微微一笑 灵力 不好意思 他最不缺的 就是灵力了 最后 吴亦将无相傀儡炼制操控之法 一并授予你 妄妮可继承无的神通万法 将那魔族萧小之辈 尽数斩灭 道清明指尖轻弹 一道灵光 没入夏长明的额头中 灵海再次多出一本荧光古书 无相傀儡秘传 做完这一切 道长明的身影 渐渐消散 夏长明拱手感激道 多谢前辈教诲 第82章真男人之间的肉体碰撞 就在夏长明神时 沉浸在另一片天地中时 在外围他护法的周安宁与狼牙 已经迎来了不速之客 王天带领着王家一众弟子 姗姗来迟 进入了洞穴 远远在外 他便被夏长明那青天一剑 所吸引过来的 碰巧见到了 神魂入定状态的夏长明 猜想到了 应该是在接受先尊传承 夏长明已是这般变态实力 若是再让他获得先尊传承 那还得了 蔡王两家计划 此时正是最为关键时刻 容不得半点差错 趁夏长明无力反抗 一定要阻止他 王天面色凝重 对挡在身前的周安宁说道 我认得你 你是天舟三皇子之子 周安宁殿下 殿下最好让开 我并不想杀你 哼 少假惺惺惺了 蔡家与王家合谋 残害其他宗门 意图图谋不轨 我早就知道了 带我出来 定向爷爷禀报 致你蔡王两家谋逆之罪 周安宁守执凤岩火 与剑指指王天 韩生说道 王天诧异地望着周安宁手中先剑 一眼便认出 此剑非凡 再仔细打量 周安宁全身上下 更发觉他气质脱俗 隐有先意 就连境界也提升了不少 他已经在这秘境中 取得了先缘传承 王天眼眸中流露出些许艳线 随即深深叹了口气 他本不打算杀周安宁的 因为他也不喜滥杀无辜 王家与蔡家合谋 让他与蔡季联姻 他都是极力反对的 奈何他父亲意义已决 为了王家未来 他也只好顺从 进入秘境后 他也是致力于 寻找先缘机遇 可如今 周安宁获得先缘传承 若是让他活着 从秘境中离开 发现天都之变 日后对王家 一定会是个巨大的危险 他只能趁周安宁 羽翼未封前 先将其扼杀了 抱歉 多得罪了 王天目光一宁 守宁虎爪 身形一闪 直袭周安宁咽喉 以他天人境巅峰的实力 对付宗师境的周安宁 还是绰绰有余的 周安宁紧皱眉 持剑挡在身前 即便是死 他也要守到夏长明回来 呼的 一道黑影 急速从王天身前闪过 拖下一道深黑的阴影 王天当即感受到危机 果断收回了手爪 身形暴退 可尽管如此 王天的喉咙 还是被划过了一道浅浅的血痕 大少爷 王天身后 一众王家弟子急忙问候道 王天抬起手 示意他们无碍 皱眉看向了 袭击他的那道黑影 天人境巅峰的幽影苍狼 倒是罕见 认得出本大爷的本体 紧麻溜滚蛋 要不可就走不了了 狼牙像只小狗一样 立于石柱之上 嘴里舔射着利爪上 锐利的目光 盯着王天众人 王天不再犹豫 浑身一股暗金色灵力暴动 身形猛然暴涨数倍 四肢健硕强壮 体态魁梧雄壮 一瞬间 就从一个俊秀的少年模样 变成了一个魁梧猛男 激发金虎 妖兽血脉之力的王天 宗同鹤法 体表富有兽毛 犹如一只直立的吊金猛虎 这把还在舔爪子的狼牙 看得目瞪口呆 爪子都凝固在了半空 不是 你也是妖兽吗 同类 狼牙不禁好奇问道 怎么看 王天都像是一只 斩鹿尾身的妖兽 不对 是比他还像妖兽 王天目光盯着狼牙 掌有利爪的手指 则是指向周安宁 被身后其他人说道 这只幽影苍狼交给我 你们负责解决掉周安宁 是 一众王家子弟 顿时抽出兵器 纵身杀向周安宁 狼牙想要去阻拦 下一秒 王天身形 就突然出现在了他眼前 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 直直地撞进了身后的岩壁中 岩壁倾客间坍塌 灰尘碎石漫天飞舞 透过灰尘 依稀能看到 两个魁梧的身影 食指交合 紧紧地纠缠在一起 此时 狼牙也已恢复了狼人姿态 一狼一虎 额头相撞在一起 彼此目自欲裂 呲牙咧嘴地瞪着对方 脚下踩出深深巨坑 二人力量势均力敌 一时难分高下 来啊 与本大爷来一场真男人之间 硬碰硬的激情碰撞吧 狼牙兴奋地大吼大叫 明明自己手上都已经轻轻爆起 还不忘对王天嘲讽道 怎么了小猫咪 就只有这点力气吗 本大爷还只用了不到三成力呢 王天皱紧了眉头 本想着速战速决的 没想到 眼前这只幽影苍狼 不经速度奇快 就连力量也丝毫不输他 而且这只幽影狼屁话贼多 嘴还非常欠 王天一声怒吼 催动灵力 再次爆发体内血脉之力 开始一点点 将狼牙向后平推 狼牙见势不秒 仗红了脸 死死咬紧獠牙 使出了吃奶的劲 试图阻止 另一边 周安宁一边护着夏长明 一边以示连斩两人 手中仙剑挥舞 如奉起舞般 华丽耀眼 数名宗师镜 竟是奈何不了他半分 周安宁抽空看了眼狼牙 见他陷入颓势 便冲他喊道 小黑狗 你再撑一会 等我解决了他们 我就去帮你 屁 本大爷需要你帮 还有跟你说多少遍了 本大爷是狼 等本大爷把这只小猫揍趴了 去帮你还差不多 本大爷才是你的保镖 区区小鬼头 乖乖等着 狼牙当即怒声反驳道 除了夏长明外 他不许还有第二个人 看不起他 狼牙咧嘴一笑 手中力量忽然收缩 王天由于用力过猛 身体不禁向前前倾 而狼牙身体两侧 突然钻出屡屡黑影 两道黑影 都幻化成了狼牙的模样 笑着对他胸口 重重来了两拳 王天的双手 还被狼牙抓在手中 猝不及防之下 重重地砸进了 身后的岩壁当中 狼牙瞬间 再将幻化出的分身收回 大叫地冲进岩壁中 对王天疯狂地 挥舞重拳 二人战斗尤为激烈 基本时刻抱在一起 你一拳我一拳地 狠狠砸在对方的脸上 一会砸进 另一处地面中 一会又攻守互换 将对方 欠进另一处岩壁中 整个山峰 都跟着未知颤抖 爽 鼻青脸肿的狼牙 再又给了王天脸上一拳后 兴奋的大吼道 跟夏长明打 根本就只是单方面挨揍 一点意思都没有 这才是 他期待的男人之间的战斗 凤夜活雨 周安宁先见横斩而过 数百枚活雨剑刃 袭杀而出 仅剩的几名王家弟子 也被活雨穿插白孔 一脸难以置信地倒地 一连激战数十名 同境界强者 周安宁已是身体力竭 气喘吁吁地 将仙剑插在地上 支撑住身体 若不是有仙剑在手 他还真无法取胜 待休息片刻后 周安宁正欲上前 协助狼牙时 一只手掌忽然搭在了 他的肩膀上 夏长明不知何时已经醒来 站在了他的身后 夏叔叔 第83章 你可以杀了 我在走的 周安宁回眸 欣喜地望着夏长明 夏长明笑道 辛苦你了安宁 周安宁笑脸盈盈 特意伸了身血井 想要像之前一样 让夏长明抚摸脑袋 可闭眼等了半天 夏长明早已从他的身边 走了过去 周安宁不由嘟起了小嘴 走到了夏长明的身旁 望着还在激烈碰撞的狼牙 与王天二人 周安宁略微担心地问道 夏叔叔 我们不去帮帮小黑吗 夏长明笑着摇了摇 说道 不必了 你看他不是玩得挺开心的吗 让他再挨回奏吧 话音刚落 狼牙就到飞而出 一连撞断了树根石柱 一路滑行到了夏长明的脚下 狼牙抬头一眼 发现夏长明正低头看着他 只得尴尬笑道 老大 你醒了 则则则 你不是总是吹嘘自己多厉害吗 怎么被修理得这么惨 望着浑身是伤 一身淤青的狼牙 夏长明出言击道 本 本大爷那是在让着他 等着 看本大爷将他撕碎 狼牙果然勃然大目 立马翻身跃起 是要证明自己 身形化作黑影 不断从王天 身周一闪而过 形如鬼魅幽影 他终于是想起了 自己引以为傲的速度优势 王天目光不断地来回夺视 却始终无法 捕捉到狼牙的身影 稍不留神 身上各处 就会多出一道道血淋淋的伤口 浑身遍体鳞伤 身上不仅是瘀青 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伤口划痕 已是有了不小的伤势 而他即便侥幸 击中了狼牙 狼牙很快就会再度化为黑影消失 仿佛无伤一般 再度袭杀而来 王天怎么也没想到 狼牙的身体会如此坚韧 竟是比他受化后 还要强韧上些许 速度又是如此之快 不能再拖下去了 如今下长鸣已醒 再无机会可言 他要尽快打败狼牙 想办法脱身 王天忽然闭上了双眼 改为凭借神识感知和气息 锁定狼牙的身影 这只幽影苍狼 虽然很强 但不大聪明的样子 他仍有机会击败他 怎么了小猫 害怕得不敢看了是吧 本大爷要来了 狼牙身形 依旧如鬼影般四处游窜 得意地朝王天嘲笑道 下一刻 身形一闪 猛然从正面扑杀向了王天 哼 愚蠢 竟从正面偷袭 你未免了太小看王天了 王天猛地睁开双眼 右臂刚风汇聚 虎威宁城 伴随着一声怒吼 重重地砸在了狼牙的头上 狼牙应声深深砸进了地面当中 可王天脸色却无一丝欣喜 反而眉头紧皱 刚刚他那一拳的手感很奇怪 并不像砸在了食物之上 很快 王天便想到了 狼牙曾施展的幻化分身之术 脸色大变 心中大叫不妙 然而为时已晚 后背寒风凛冽 王天刚一回身 狼牙便已经呲牙咧嘴 冲着他笑 狼爪嵌进了他的胸膛 将他从空中狠狠按到了地上 一路狂飙拖转 最后重重丢到了夏长明的脚下 老大 看到没 本大爷轻松搞定 狼牙跳回夏长明身前 得意洋洋地翘着鼻子说道 夏长明也没想到 狼牙竟真的打败了王天 而且还动脑子了 难得称赞一句 干得不错 嘿嘿 那这个要吃掉吗 得到夸赞 狼牙灿烂一笑 指着地上的王天问道 王天胸口鲜血直流 挣扎地支撑起身子 抬头望向了夏长明 自知大势已去 反而释然一笑 是我输了 杀了我吧 他败就败在 低估了狼牙的实力 更低估了他的智慧 没想到 狼牙早在化作 黑影及时的途中 就暗中幻化出了分身 真身早已躲在暗中了 说得不冤 夏长明凝视着王天 开口问道 你并未施展权力吧 王天文言一愣 随即轻笑道 这都瞒不过你 已是生死关头 为何还保留实力 难道是准备对付我 夏长明微微一笑 指着自己调侃道 没想到 王天认真的点了点头 没错 本想保存实力对付你的 但见到你后 我便放弃了 况且 我即便施展权力 也未必打得过他 王天目光望向 乖巧 站在夏长明身旁的狼牙 自嘲道 世人皆羡慕我王家先祖 曾识过黑龙金虎 妖兽血肉 可激发无穷潜力 获得妖兽之力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 越是激发体内的妖兽之力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神 都在一点点的 被体内的妖兽血脉 同化侵蚀 一旦真的强行激发体内 妖兽血脉 或许就再也不回人样了 王天望着自己的虎掌 神色自嘲 与其以一个虎妖之身死去 那倒不如就这么 以一个人的身份死去 至少死前 他还是王天 没想到 王家倒是还有个 能让他刮目相看的 夏长明郑重凝视了 王天片刻 随后淡淡对狼牙 与周安宁说道 我们走吧 说吧 静止从王天的身旁走过 狼牙一脸不解 问道 诶 老大 不杀吗 我打得很辛苦的眼 就连趴在地上的王天 也是一脸错愕 不明白 夏长明 为何就这么放过他了 不是听说夏长明 极为忌仇 逢敌必杀的吗 你 你为何不杀我 王天回过头 不解问道 夏长明停住脚步 反复思索了一番 才说道 我正赶着去找我娘子 没空搭理你 救 就是这么个理由 王天神情更加错愕复杂 不解的继续说道 那你可以杀了 我再走啊 夏长明脸上微微抽搐 本以为王天挺聪明的 怎么这家伙这么蠢啊 给了台阶都不知道下的 一旁的周安宁 早已知道了 夏长明是想要放过王天一马 见此情景 不由言嘴轻笑 夏长明不耐烦地 指着一旁的石柱说道 我懒得动手杀你了 你若是想死 那边有个石柱 你自己撞死吧 王天呆呆地望向石柱 终于是明白了 夏长明并无意杀他 心中一阵私存后 在夏长明即将远去之际 冲着他身后说道 蔡杰便是那蔡家老祖 具体实例我也不知 想来也是天尊位列 另外 蔡杰背后似乎另有其他 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了 夏长明停住脚步 微微侧过头 思考着 要不要将蔡杰的事告诉王天 怎么说 二人也是有着婚约关系呢 可转念一想 王天都已经这么惨了 就不要告诉他 头顶绿油油的事了吧 免得他真的想不开 一头撞死到石柱上 夏长明脚步轻踏 话译长红掠空 还是去找他娘子要紧 已经有数日没见过他了 不知道这小妮子在干嘛 第八十四章 夏家不会放弃任何一人 快 再快点 夏明 你快跟上 树林中 夏若冰带着夏明 与另外三名长老弟子 急速穿梭 神色满是焦急和惊慌 不时扭过头 望向身后 若冰姐 我 我不行了 你们不要管我了 你们快逃吧 夏明气喘吁吁地停下了脚步 被夏若冰说道 连续两日没日没夜的全速奔逃 他已经凌厉枯竭 身体疲累了 不行 我怎能将你丢在这里 我背你走 夏若冰袖眉一皱 背过身 示意夏明上来 夏明神色坚定地摇了摇头 若冰姐 你背着我跑不了的 你们先走 我留下替你们拖延时间 要走一起走 夏家不会放弃任何一人 另一面色清秀的男子 回过身来 目光坚毅地说道 在他身旁的刚毅男子附和道 浩然说得对 大不了跟王滕那混蛋拼命 我就不信死前 还不能扒他一张皮下来 可我好害怕 最后一个身材较娇小的女子 夏若冰冲娇小女子安慰道 但他神色并没有说起来那般的轻松 眉头紧锁 起初五人小队进入秘境后 十分顺利 合力斩杀了树头超凡镜妖兽 甚至设计配合 击杀了一头天人镜妖兽 在秘境中修行授意匪浅 更是有了一同过命生死的经历 然而 在两天前 好巧不巧遇到了王家的人 领头的还是那个杀人变态狂魔 王滕 为了保命 五人一直拼命 逃了整整两天两夜 众人早已都是筋疲力尽了 若冰 听我的 一起跟王滕拼了 夏真卿怒气冲冲地再次说道 夏若冰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夏真卿的提议 他们五个绝不可能是王滕的对手 都留下 只会是徒增无畏的伤亡罢了 你们走 我留下 我的修为最高 应该能拖住王滕片刻 经过一番思虑后 夏若冰目光坚毅地对众人说道 不行 众人当即一口同声否决道 夏若冰还想劝说众人 忽然背脊一凉 身后赫然想来了王滕的声音 要我说 你们不用吵了 因为你们都得留下 王滕站在树枝上 居高临下地 俯视着众人说道 腰间的虎手金刀 尤为亮眼 在他身后 还跟随着数十名王家弟子 已是将夏若冰等人团团包围 我在找夏长明 你们知道他在哪吗 谁先说出来 我可以让他死得痛快一点 王滕冷冷地众人说道 自从进入秘境 他就一直在寻找夏长明的身影 为此 他积攒了许久杀意都未释放过 好不容易遇到几个夏家的人 当然得好好玩弄一番 享受一下狩猎的乐趣了 夏若冰竖起眉头冷冷道 我们不知道家主去往何处 就算知道 也不会绝不会告诉你 王滕皱着眉头望着夏若冰 身上杀意显露 呼得又咧嘴一笑 让人摸不着头脑 根本猜不透他 在想什么 不错不错 很少人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们夏家的人都是这么有趣的吗 你叫什么名字 王滕对夏若冰问道 夏若冰 夏若冰毫不畏惧回道 好我很中意你 在我夺到谢花灵之前 就先和你玩玩吧 你可得经得起玩才行啊 不然我会很失望的 王滕面露残忍一笑 身上灵力暴虐 拥有黑龙妖影浮现身后 闭上双眼 再次睁开时 双目已然变为了一对灰色树桶 传闻是真的 王家竟真的有龙虎妖兽的血脉之力 夏若冰目色凝重 招呼好所有人准备抵抗 王滕咧嘴一笑 露出嘴中两颗獠牙 对夏若冰众人嗤之以鼻 他们全都是我的 你们谁也不许出手 谁敢擅自出手 我就宰了谁 王滕回头对王家 一众弟子威胁道 是 王家弟子哪敢反驳 纷纷退之外围 那么 从谁先开始呢 王滕目光 从夏若冰一行人身上扫过 最后停留在了夏明身上 宗师静巅峰 我最讨厌的 就是看到弱小的虫子在我面前 弱者是不配存活于世的 说完 王滕身形 瞬间从树枝上消失 夏明还未反应 一只手爪 就朝着他面门袭来 夏明 危机关头 夏若冰及时推开了夏明 但他的肩膀 却被王滕的手爪 深深嵌入 肩骨捏碎 若冰 若冰姐 众人急忙大喊 纷纷失出最强攻法 攻向王滕 一道快似流星的飞剑 直逼王滕眉心 夏争青身形 犹如巨力蛮牛一般 冲到王滕身前 蓄力一击 直击胸膛 空中万花荧光闪烁 每一片花瓣 都似刀片一般 锋利在空中 快速席卷 数十条坚韧的仙藤 从王滕脚下窜出 牢牢地锁住了他全身 夏若冰趁机抽身后撤 双手凝结 剑身凌空 片刻间 一柄由寒冰附着的兵剑 悬于上空 周围的空气 陡然降下了数十度 地面悄然凝霜 五人之间配合的默契 已是十分了得 王滕嘴角微微上扬 不屑一笑 张嘴一声龙吟怒吼 示威震慑八方 竟是直接将飞剑震飞 银花震散 脚下仙藤震碎 离得最近的夏征青 更是双耳冒险 被震飞数十米外 口吐鲜血倒地 急兵神剑 夏若冰目光一凝 操纵急兵神剑 高悬飞出 王滕身姿窥然不动 在兵剑临近身前时 双手擒握 将寒冰刺骨的兵剑 硬生生地抓在了双掌中 奋力将兵剑捏了个粉碎 夏若冰神色大惊 王滕已是趁机直逼他身前 一拳砸在了他的胸膛 扑 夏若冰口吐鲜血 仰面飞出倒地 若冰姐 夏明急忙跑到夏若冰身旁 将他扶起 走 夏若冰意识模糊地说道 感受着夏若冰体态气息减弱 夏明悲愤不已 浩然哥 郑青哥 娇儿姐 你们快过来 夏明急忙对其他人呼喊道 当众人都聚过来后 夏明赶忙从灵界中掏出了一张符路 注入灵力后 按在了地面之上 一瞬间 一道青蓝的灵力屏障 升腾而起 将众人包裹在了其中 哼 你们不会以为这东西 保得了你们吧 王滕轻蔑一笑 手捏笼爪 重重地抓在了灵力屏障之上 灵力屏障 与王滕的手爪之间 产生激烈的灵力碰撞后 王滕竟被震退开来 四周王家众人都惊呆了 王滕竟然没有一击 拍碎这个灵力屏障 就连王滕自己也是微微一愣 不怒反笑道 到时候我小看这个破罩子了 这才有意思 让我稍微多点乐趣吧 第85章说吧 你想怎么死 王滕灰黑色的灵力 不断从体内涌出 身躯开始膨胀 皮肤表面 生长出一层层漆黑的灵片 脸上也不着了些许龙铃 很难看出还是个人 明龙踏破 王滕一跃而起 手爪凝聚 漆黑锋利的灵力屏障 从天而降 重重地砸在了灵力屏障上 尖锐的龙爪 一下就嵌入了灵力屏障内 手掌一握 整张灵力屏障 顿时发生了破碎 呜 我们要死在这了吗 眼看灵力屏障 即将破碎 夏娇害怕地乌叶了起来 一旁的夏浩然安慰道 娇别怕 大家都在 有我们陪你呢 对 不就是一死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躺在地上的夏征卿 也勉强撑起身子 抢笑道 夏明望着众人 以及躺在他腿上 已经昏迷的夏若冰 心中愧疚不已 要不是因为他修为最低 大家都顾着他 说不定 大家早就跑掉了 若冰姐也不会为了救他 而身负重伤了 此刻若是家主在就好了 一定可以狠狠地教训王腾 替若冰姐报仇 一想到这 夏明不禁试着朝天 发出最后一声呐喊 家主 你在呢 我想你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忽然间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 一柄零剑随身而至 精准地刺向了王腾的胸膛 速度快如神红 王腾一惊 双手立刻抓住灵剑 整个人一瞬间 便被灵剑 带着道飞出去树里开外 沿途撞毁了一切障碍 众人惊诧地 望着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不多会儿 一道俊逸身影 缓缓从灵间走出 在他的身旁 跟着一个容貌 极为俊美英姿的小少年 在小少年的肩膀上 趴着一只漆黑小兽 来人正是碰巧路过的 夏长明与周安宁 在先前赠送苏月里发灾时 夏长明在其中 多留了点小心思 多刻会了一个灵力印记 本来他正根据着 灵力印记的方向 要去找苏月里的 正巧感知到了 这附近的熟悉的灵力波动 所以过来一探究竟 没想到是夏若斌等人 遭遇了王腾 正处于危机时刻 顺便出手击退了王腾 说起来 王腾好像说过 要杀他来着 夏家众人见到夏长明眼睛一亮 连忙呼喊道 家主 只要夏长明一出现 众人仿佛就像是 吃了定心丸一般 心中顿感放松 夏明更是泪眼婆娑 鼻涕横流 楚楚可怜地望着夏长明 夏长明无奈笑了笑 给每个人分发了一粒疗伤丹药 随后蹲下身子 查看夏若斌的伤情 当见到夏 若斌胸膛陷 胸骨基本碎裂 奄奄一息的模样后 夏长明不禁眼眸一寒 杀意凛然 疗伤丹药 只能治愈内外伤 而夏若斌胸骨已断 恐怕骨头已经倒插进体内 伤到五脏六腑了 命已垂危 一旁的周安宁 主动请阴道 夏叔说 让安宁试试吧 嗯 拜托你了 夏长明觉得 周安宁可能会有什么办法 将位置让给了周安宁 周安宁在查看了一番后 双手轻轻放在夏若斌的胸口 一团温暖舒适的火焰 顿时将夏若斌包裹其中 夏明众人 看得惊异连连 他们在这团火焰身旁 竟一点也不觉得灼热 反而莫名的温暖 令人安心 而且夏若斌身上的伤势 竟也在快速地愈合 世间竟还有如此生活 只是片刻间 夏若斌紧缩的眉头 渐渐变得舒缓开来 悠悠地睁开了双眼 家主 夏若斌望着夏长明轻声念叨 郑狱起身 便被夏长明按了回去 安宁在为你疗伤 你暂且不要乱动 你们都暂且留在这 剩下的交给我 狼牙 你负责保护好他们 夏长明起身望向王腾 被击飞的方向 目光冰寒 无形的沙翼笼罩下 冰冷的沙翼 随同着庞大灵力 威压令王家众人背己声寒 浑身打颤 想要逃 却难以挪动脚下半步 狼牙头一次见到 这般生气的夏长明 吓得乖巧点了点头 连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夏长明一步踏出 帝仙剑主动出窍 漂浮在侧 去 随着夏长明口中轻念一声 帝仙剑 犹如一道蜿蜒华丽的神红 从树林间穿梭而过 数名王家弟子 当场消首 吴一声惨叫 逃 其余王家弟子 拼命催动身体 纷纷向后逃去 跟随在王腾身旁的 都是王家精锐 每一个都有着 超凡进巅峰的实力 拼命催动林立逃亡 速度也是不慢 夏长明自然是不会 放走任何一人 抬手召回帝仙剑 目光一寒 挥臂斩出 顺发封绝剑式 灵力的剑气圆弧 顷刻间将方圆树里的树干 全部拦腰斩断 逃跑的王家众人 也与树干一同分尸两半 栽倒在地 既然对夏家出手了 那就别想着走了 王腾至始至终 在远处静静欣赏 目光愈发狂热 对于王家弟子的死 他毫不在意 反而愈发兴奋 他在意的 只有夏长明一人 见夏长明如此轻易的 一剑斩杀了数十人 他早就按捺不住心中战役 想要与夏长明交手了 你终于来了 我可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我一直很想试试 天尊敬到底有多厉害 王腾浑身战役 和杀一身疼 身躯再度暴涨 体表渐渐被灵片完全覆盖 头生龙脚 手似龙爪 就连身后 也生长出了一条 酷似龙尾的黑尾 俨然完全成为了一副 半龙人的可怕模样 身上爆发出的威压和灵力 还在王天之上 王腾与王天不一样 他只追求杀戮的渴望 算是成为龙人 又有何妨 夏长明望着 几乎完全妖兽化的王腾 大致是猜测到了 王腾为何会变得如此了 王家黑龙金虎妖兽 血脉觉醒 王天觉醒的乃是金虎 而王腾觉醒的 则是黑龙 还是本性极恶 喜赢试杀的黑龙妖 王天会极力克制自己 让自己的血脉觉醒 保持在绝对清醒理智的程度 不让妖兽血脉 侵蚀自己的意志 而王腾 却是肆无忌惮 毫不克制 强行激发黑龙血脉 转为了半龙人状态 再无复原可能了 已经算不得上是人了 王腾手握 虎手金刀 龙手争鸣可怕 神情极为高昂 兴奋地说道 天尊敬强者 应该能满足我吧 夏长明神色淡漠 丝毫没把王腾放在眼里 淡然道 当然 我这人最好助人为乐 说吧 你想怎么死 第八十六章灵力 这不都是 如果做得到的话 尽管试试吧 王腾肆意大笑 一步猛踏地面 竟然对方都这么说了 夏长明自然是要满足他的 起手便是无双剑绝 绝名 夏长明手握地仙剑 人剑合一 剑鸣风颤 宛如流星飞驶飞闪过 来吧 王腾神情癫狂 不退反进 狐手金刀横挡身前 地仙剑剑锋 直击金刀刀身 发出轻枪碰撞之声 一股无形灵力 一股灰黑灵力 两股庞大的灵力交锋汇聚 彼此激烈碰撞 无色灵力 肆意而出的灵力 都宛如一道道 无形的剑刃 从王腾的全身上下斩过 仅仅只是相碰撞的瞬间 王腾就已是全体鳞伤 鲜血直流 夏长明单手直剑 一手负于身后 神情略微诧异地 看了眼王腾 没想到 王腾竟接住了他一剑 倒是意料之外 王腾手中的虎手金刀 应接绝名一剑 而为立刻崩碎 显然也是一柄仙剑 王猛倒是舍得 把世代家传仙器 给王腾用 不过 即便有这柄仙器护身 王腾还是得死 此刻 王腾神色狂热 双手扶刀 手臂微微颤抖 这还是王腾头一次 感觉到如此吃力 却不忧反省 这更加说明 他看中的人没错 咔嚓一声 王腾手中的虎手金刀 忽然出现了一道 细小的崩痕 王腾知道 不能再继续 与夏长明对峙 比拼灵力的时候了 再这样下去 他手中的金刀 就会先承受不住崩碎 好 王腾一声龙啸怒吼 短暂地影响了夏长明后 猛然身退 主动拉开了距离 这就是天尊敬吗 果然厉害 痛快 王腾望着自己 全身上下各处 剑气伤痕 尽情放声大笑道 还有更厉害的呢 夏长明淡淡道 地仙剑直指苍穹 浑身灵力 朝着地仙剑凝聚 一柄巨剑身影 浮现苍穹九天 凌冽的灵力剑气 贯穿天地之间 王腾也不再保留灵力 倾尽全身之力 催动体内黑龙血脉 将灵力灌输到了金刀之中 金光光芒闪现 虎啸山林 王腾兴奋与之共鸣 龙银震天 这才是王家龙虎妖兽血脉的真正传承 虎啸龙银 两种妖兽血脉同时激发 爆发最强之力 龙虎共逝 王腾纵身跃起 身后隐约黑龙浮现 张开血盆大口 金刀挥斩而下 又仿佛一只金色猛虎 踏着虚空 雄猛扑来 下场鸣微眯双眼 双指向天 轻轻挥避而下 无双剑绝 青天 巨剑顺势斩下 剑气划破天际 整片天空 仿佛都随之倾斜一半 令人震撼 金色猛虎与黑色蛟龙的虚影 试图合力接下着 青天一剑 只是触碰到的一瞬间 金虎分尸 黑龙斩妖 王腾猖狂大笑 仍旧举起金刀抵挡 巨剑将王腾狠狠斩下 顺带又在地面上 创造出了一条深深沟壳 远远观战的夏若冰等人 看得心神俱颤 若是当初宗族大比上 夏长明对他们施出这招 那他们所有人 恐怕是要当场灰飞烟灭了 夏长明立于空中 并未收剑 而是望着地面掀起的浓浓尘埃 待灰尘渐消散 王腾的身影缓缓浮现 夏若冰等人大惊失色 王腾这都没死 此刻的王腾 虽说是侥幸避开了致命伤 但左臂已失 衣衫蓝履 手中的狐手金刀 也断位了两截 看起来狼狈至极 唯一不变的是 王腾脸上 依旧带着畅快的笑意 好剑 好意倾天见事 王腾对夏长明称赞道 随后再次举起手中断刀 指向夏长明 继续说道 即便是天尊敬 这种惊天一剑 想必也无法短时间 施展第二次吧 夏长明不说话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双指再次举天 在众人惊呆的注视下 一柄与方才无异的巨剑 再次凝聚苍穹之上 斩 第二次青天一剑灰斩下 王腾大惊 迅速制出三张黑胶钝甲 挡在身前 每一张黑胶钝甲 都是上等的神器 然而巨剑落下 依次斩碎了一张 又一张黑胶钝甲 直至将王腾的身影 淹没其中 这次还未等灰尘散去 王腾的大笑声 便从中传出 你还是没能杀死我 王腾半跪地上 仅剩的右臂尽碎 脸上的鲜血 不断地滴落地面 却还是面色猖狂 你的灵力 应该到底了吧 没有了灵力 即便你剑决 再厉害又如何 王腾笃定 夏长明灵力 肯定不足以 再次施展无双剑决 而他强壮的龙人之躯 绝对在夏长明之上 夏长明微微一笑 说道 灵力 这秘境之中不都是 说吧 秘境之中的天地灵力 猛然朝着夏长明身边凝聚 一条条灵力凝聚而成的灵溪 在天际缠涌 以夏长明悬浮的空中为灵犬之眼 不断挥入体内 勾勒出了一幅 举世难见的奇景 片刻间 夏长明周身灵力萦绕 地先剑再度在空中凝聚成 一柄巨剑直破天际 展 巨剑三度落下 这一次 王腾再无任何保命手段 王腾直视着展落的巨剑 切身感受着 足以将他 撕成碎屑的剑气 张开怀抱 大笑着迎接死亡 痛快 弱者是不配活在世上的 即便是死 王腾也依旧不愿改变 他那变态执着的信念 巨剑斩落 王腾的身影 随之淹没在剑气中 夏长明收起地先剑 飞身回到了夏若冰等人的身边 家主好厉害 那王腾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伤势恢复差不多的众人 围在夏长明身旁 兴高采烈 一脸崇拜地一轮道 若冰 你伤势如何 夏长明先是对夏若冰问候道 夏若冰此时气色恢复如常 拱手说道 多谢家主 托安宁的帮助 我已经没事了 嗯 没事了就好 夏长明放心道 夏若冰赶忙将这几日发现 告诉了夏长明 家主 蔡家与王家 已经开始在秘境中动手了 我还看到了 蔡家蔡杰 朝着夫人的方向追去了 我知道了 你们去联络其他人 凡是遇到王家与蔡家之人 能杀即杀 不敌变逃 夏长明含声嘱咐道 夏若冰几人领命 迅速展开 联络秘境各处其他人 夏长明则是继续赶往了苏月里的方向 蔡杰很可能是要对苏月里先动手 带夏长明众人走后 王天缓缓走到了 王腾被剑气湮灭的位置 地上三道深鹤 剑气之威残留不绝 王腾连尸手都没有剩下 王天早就料到了 王腾迟早会有那么一天 但还是不由仰天叹息道 王家 完了 第八十七张帮还是不帮 茂密的林间 苏月里身姿焦力于林间 身后虎尾清白 纤细玉壁 高举着一头妖兽搏梗 妖兽四肢拼死挣扎 却仍旧无法挣脱开来 苏月里眼眸微眯 手掌一握 妖兽搏梗瞬间断裂 仙雪飞见到了 她娇夜冷艳的脸颊上 神情多增添了几分妖魅 在与夏长明分别后 苏月里便一路飞驰 朝着脑海中呼唤的声音赶去 途中遇到了不少像这头妖兽一样 不知死活袭击她的 也有一些修行者 意图对她出手 所以 她非常仁慈地 给了他们一个婴儿般的睡眠 顺带治疗了一下他们的颈椎 此刻 她已经离那心神中呼唤的声音很近了 能够牵引她的心神 说明此秘境中 应当埋葬着上古妖族大能之北在其中 若是能够获得遗留传承 她定要找夏长明 好好算一算 这些日子对她的所作所为 每一次加法 被打了多少下 她可都记得清清楚楚呢 一想到马上能亲自收拾夏长明 苏月里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露出一个轻视人间的迷人微笑 若是有旁人在 定会惊呼 世间绝美笑颜 正当苏月里沉浸在幻想中 想着如何收拾夏长明时 一阵悠扬的情消之声 传入耳边 情消声蕴含灵力 犹如魔音灌耳般直震心灵 优美的情消声中 还蕴含着沙法之意 有趣 不妨看看 苏月里动身朝着情消声飞去 这段时间 她没少于楚清婉学习秦月 对秦月之声 也多了一丝品鉴 当临近上空后 苏月里便看见 谢叶与谢花林二人 在与蔡家众人对峙 地面上横七竖八 躺着许多身着翠绿衣衫的 谢家弟子 以及一些蔡家弟子 显然是经过了一场 极为惨烈的厮杀 谢家那边 只剩下了谢叶与谢花林二人 谢花林盘膝而坐 双手抚擒 谢叶手握长销 立于身侧 二人皆是眉头紧重 目光仇恨地望着眼前 一众蔡家人 蔡贵 你们蔡家 竟敢对谢家出手 真是要挑起 世家之战不成 谢叶愤愤地 对蔡贵怒斥道 在刚刚进入秘境时 一切还尤为顺利 她也吩咐了 谢家所有人 时刻提防 蔡家王家的人 可没想到 一遇到蔡家的人 蔡家便毫不留守 直接偷袭谢家 包括其他纵门小派 也都遭受到了屠杀 不少散修 甚至都投靠到了 受着妖兽袭击 一边不断被蔡家追杀 谢家基本伤亡殆尽 余下的也不知所踪 面对谢叶的怒斥 一个面容干枯 身材矮小勾搂的老者 拄着拐杖 嘿嘿一笑 嘿嘿 世家之战 早在进入秘境时 便已经开始了 谢家主 不只是你们谢家 包括夏家 王家 我蔡家都会一并解决 天都四大世家 从此不复存在 谢叶心中亥然 这才明白了 蔡家早有预谋 就是想要趁着这次入秘境 将其他世家全部一并解决 包括王家在内 我父亲谢长青的死 也是你们蔡家干的吧 谢叶攥紧拳头 努力遏制心中愤怒问道 刚刚蔡桂直称呼 她为谢家主 显然是早就知道 谢家谢长青生死的消息 事到如今 蔡桂觉得 没必要再隐瞒了 面带丑陋笑意 说道 你父亲迂腐置骨 不愿投靠我蔡家 这才落到生死浑霄的下场 当时老夫也恰巧在场 你父亲的神魂滋味 可真不错呢 你一向温雅的谢叶 终于再也忍不住心中愤怒 横起长霄 将心中的愤怒 化作了销声 销声急促激昂 魔音萦绕 蔡家一众人 纷纷捂着脑袋 痛苦挣扎 心神不闻者 更是贵符在地 蹊跷流血 确认眼前便是杀父仇人之一 谢花灵同样双眸饱含怒 素质情弦一拉 情声响 阴刃至 蔡桂抬手无数力魂组成的盾墙 挡在身前 阴刃斩在混沌 没有掀起一丝波澜 但他身侧的那些 受到魔音影响的蔡家弟子 就没那么好运了 数名来不及躲闪的蔡家人 皆被当场斩杀 魔音谢家 阴柔可洗敌心神 阴极可攻伐杀戮 果然名不虚传 蔡桂望着倒下的数名蔡家弟子 对谢叶称赞道 谢叶与谢花灵二人 一人主以魔音入体 以阴律攻击蹊跷 伤其心神 另一人则是化阴为刃 刃随阴发 拖住心神 与老夫一同出手 蔡桂对蔡家其余人说道 随后跃起身 双秀甩出 白鬼盛宴 其余蔡家弟子 也纷纷合力施展 力魂之术 驻蔡桂的白鬼魂巢 无数力魂如潮水般 朝着谢叶与谢花灵涌来 哀嚎嘶叫声不断 小妹 谢叶对谢花灵说道 谢花灵点了点头 双手再度抚擎 琴声弹奏 尤为激烈高昂 仿佛此刻正身临 厮杀战场一般 谢叶吹销 伴随着谢花灵的 琴声合奏 销声犹如一道魔鹰屏障 阻挡在了二人身前 琴音则是化为了 万箭齐发 箭矢形成的箭雨 淹没了白鬼 可很快 力魂便再次蜂拥而至 仿佛无穷无尽 谢花灵拼命地弹奏古琴 即便手指早已鲜血淋淋 他也并未有停下 此刻他若是停下 谢家可能就要就此覆灭了 然而 秦贤却再也无法承受 谢花灵灵力的注入 蹦 秦贤崩断 万箭箭雨陡然消散 无数力魂 顿时压在魔鹰屏障之上 谢叶口中 仍旧在吹销维持 魔鹰屏障的支撑 可没有坚持多久 魔鹰屏障 还是被生生压碎了 噗 谢叶受魔鹰反噬 仰面吐出一口鲜血 倒在了地上 凶掌 谢花灵急忙将谢叶扶起 谢叶有着天人静初期的实力 谢花灵却只有超凡进巅峰 根本抵挡不住蔡家大长老 天人静中期的蔡贵 况且 他身后还有这么多蔡家弟子 助他一同出手 落败只是迟早的事 没有了魔鹰屏障的阻挡 白鬼立魂 已是将谢叶与谢花灵二人 包围在其中 蔡贵肆意大笑道 嘿嘿嘿 谢家从今日起 就要从天都出名了 苏月里拖着香塞 静静地飘在空中观战 思考着 到底要不要出手 美眸看向了谢花灵 秀眉青醋 如果他记得没错 这个女人 就是在醉仙楼谣传 下场明是他意中人的女人 不帮 C 人族相残 关他何事 苏月里默默转身 准备离开 第八十八章 本地看你不顺眼 所以 你得死 谢家 消失吧 蔡贵秀袍一挥 白鬼立魂 朝着谢叶与谢花灵二人 吞噬而去 谢叶牵起谢花灵 兄妹二人神色坦然 准备慷慨赴死 他知道 蔡家野心 终究不会得逞 心中唯一的遗憾 就是 没能亲眼见到蔡家覆面那一刻 就在这时 一道绝美的倩影 悄然降临身前 玉碧一挥 利爪撕魂 白鬼立魂 顿时被生生撕碎 夏夫人 谢叶见到来人 面色一喜 惊呼道 苏月里闻言 翘脸一寒 侧过身 用着杀人的眼光 对谢叶问道 你刚刚叫本地什么 呃 女帝大人 感受到苏月里身上无形的杀意 谢叶若若改口 心中不禁畏惧道 这妖族女帝真是可怕 她也没说什么 她怎么就突然不高兴了 难道叫她夏夫人有所冒犯 蔡贵见到苏月里到来 面色大惊 传闻 这位新晋妖族女帝 实力天赋 也是极为可怕的 据消息 很可能也是位天尊敬强者 老祖说过 夏长明与苏月里二人 都交由她亲自出手 在老祖到来之前 暂且避其锋芒 见过女帝大人 不知妖族的女帝大人 为何要插手 我人足之势 蔡贵恭恭敬敬地 朝苏月里拱手问候道 苏月里冷眼一瞧 给出的理由 也十分简单又合理 蔡家曾经招惹过本帝 而本帝又看你不顺眼 所以 你得死 本来苏月里 是打算静止离开的 但又想到 蔡家曾经招惹过她 于是又折返回来了 绝不是因为 夏家与谢家同盟 她看在夏长明的份上 才出手相救的 蔡贵文言惊愣 额头冷汗直流 心中早把蔡坤 骂了百八十遍 赶忙赔礼道歉道 先前蔡家多有得罪 还望女帝大人海寒 老福院代表蔡家 向女帝大人赔罪 赔罪 可以 拿命来赔吧 苏月里冷谋一横 二话不说 身后胡为猛然拍下 她身为妖族女帝 杀个人很合理吧 蔡贵瞪大了双眼 没想到苏月里 这般毫不讲理 迅速将拐杖举起 挡下这众如山岳般的一击 脚下地面 瞬间凹陷军裂 双脚近乎深深 嵌进了深坑之中 手中拐杖 出现丝丝裂纹 女帝 你若是杀了老夫 蔡家老祖 定然不会放过你的 蔡贵连忙搬出 蔡家老祖的名号 希望能够震得住苏月里 刚刚苏月里那 看似随意的一击 就差点要了她的老命 若是再来一下 她定然会粉身碎骨 然而蔡贵的话 不仅没让苏月里松手 反而让苏月里 秀眉紧重 脸色愈发冰寒 她最讨厌别人威胁她了 区区蝼蚁 也敢威胁本地 从本地眼前消失吧 苏月里语气冰冷地 宣布了蔡贵的死刑 等 等一下 蔡贵惊恐大喊道 然而苏月里并未理会 第二条尾巴横扫而过 呼啸而至 蔡贵被拦腰拍飞 身骨尽碎 倒在地上紧生一口气 抬头迎面 便是虎尾重重砸下 当苏月里收回尾巴 深坑之中 只剩下了一滩模糊血肉 苏月里尾巴一甩 沾染上的血肉 全部溅落在地面上 尾巴再次恢复 成为了洁白 不染仙尘的状态 至始至终 苏月里都身姿优雅 毅力原地 手臂处着脸颊 身形未动分毫 直至蔡贵死后 苏月里才先手伸出 丢出一团幽绿火焰 蔡贵神魂发出 惊颤的哀嚎声 一点点地 被幽火燃烧殆尽 蔡家其他弟子 直到蔡贵生死魂消后 才缓过神来 苏月里神情冷漠 欠指挥斩而过 五道划破长空的肘刃 瞬间将逃亡一众人 全部斩杀 刹那间 空中绽放出鲜红的谢花 谢叶与谢花林二人 在身后看得肝胆心颤 蔡贾的一众精锐 包括天人静忠期的 大长老蔡贵 就这么随手斩杀了 当苏月里 转过身望向谢叶与谢花林 冰冷妖媚的眼眸 与二人对视时 谢叶差点都要以为死定了 苏月里不会趁手 也把他们杀了吧 没有夏长明 在苏月里身旁 总觉得苏月里 远比之前几次相遇 更为危险和冰冷 此刻的她 更符合传闻中的那名 杀伐谢心的妖族女帝 好在谢叶起源忧天了 苏月里并未打算对她们出手 静止朝着她们身旁走过 谢叶心中松了口气的同时 回身对苏月里感谢道 多谢女帝大人救命之恩 这次 她不敢再喊下夫人了 苏月里冷眼瞥过 正准备离开时 一道身影 从树后缓缓走出 来人长相十分年轻 面容极为阴白鬼邪 身上气质 很令人极为不适 此人苏月里 曾在皇宫中见过一次 蔡家的长子蔡杰 当时她并未在意 也没正眼瞧过她 如今一见 才发觉 此人绝不简单 身上气息伶俐 收敛得极为隐匿 在这种距离下 她竟然没有发觉 她躲在这里 蔡比面带鬼笑地望着苏月里 目光贪婪炽热 她所觊觎的 并不是苏月里的肉身 而是她的神魂 天尊敬初期的九尾妖狐神魂 世间罕见 若是本作 能够将你的神魂吸收炼化 超越着天尊敬的智骨 也不再是幻想 说不定还能炼制出一具 绝佳的九尾妖魂弓 本作驱使 蔡比在进入秘境后 并没有急着去寻找夏长明 而是感知到了 苏月里出手的气息 一路暗中尾随而至 见苏月里与夏长明 并未一同行动 简直是天赐良机 若是能先炼化了 苏月里的神魂 即便她独自面对夏长明 也毫不畏惧 苏月里眼眸紧盯着菜笔 神情逐渐凝重 能够让她无法察觉到 那此人至少也是 与她同为天尊敬的强者 你们两个 若是不想死 就赶快离开 苏月里头也不回地 对谢叶与谢花灵二人说道 谢叶也知道 接下来的战斗 绝不是他们所能掺和的 稍有波及 都可能会命丧于此 赶忙拱手身退 多谢女帝大人 苏月里真没微微颤动 为什么要将她的情况 告诉夏长明 难道是觉得 她还敌不过不成 她可还没弱小道 需要夏长明保护 此刻 苏月里翘脸寒霜 杀意凛然 是要将这段时间的气度 撒在菜笔身上 第八十九章 双天尊之战 加我一个 咻 碰 一道身影 宛若流星划过长空 重重地砸进了山峰之中 苏月里完全显露的半腰之身 漂浮天际之上 身姿娇艳 冷谋傲视 身后九尾肆意摇摆晃动 嵌手轻抚着手中一条尾巴 很快 菜笔的身影 便再次从山峰中飞出 面目阴厉地望着苏月里 天尊之间的战斗 无需多话 双方出手 必然是全力以赴 只是她依旧是小看了苏月里 天尊静初期的实力 看似鲜柔的尾巴 重如山月 又宛如触手一般 灵活伸展 攻势尤为迅猛 稍微防备 就会像刚刚那样 被狠狠拍进山巒之中 哼哼 妖族女帝果然厉害 不过 若是仅有如此的话 你不会是本座的对手 九尾神魂 本座收下了 菜笔伸出手臂 一只招魂帆 凭空出现在手中 招魂帆上通体紫黑 煞气凛然 冤魂厉鬼无数 魂灵营绕 引有阵阵哀嚎嘶吼声传出 哼 杀你足够了 苏月里傲然说道 但眉毛却更加凝重一分 从那招魂帆上 她除了感受到阴森之气外 隐隐还能感受到 一丝有意在牵引她神魂之力 仙气 由无数冤魂厉鬼 炼之而成的仙气 万魂鬼煞 菜笔轻轻摇动 手中招魂帆 无数厉魂从招魂帆中涌出 如洪水蟹闸般 铺天盖地 苏月里身姿毅然不动 虎尾从身前横扫劈砍而过 快如残影 每一条尾巴 都犹如一柄无限延长的厉剑般 将所有靠近的厉魂 尽数斩碎 片刻间 就斩杀了无数厉魂 其中两尾还趁机直穿厉魂巢 席向了躲在万魂之后的菜笔 镇魂骨 菜笔眼疾手快 另一手伸出挡在身前 一颗长有两颗獠牙 猙獰硕硕大的幽魂 头骨弹出 硬生生接下了苏月里的尾姬 破斜 苏月里当即反制 手掌伸向身后 从尾巴中抽出一柄银白细致 着有腰纹的长刀 长刀挥斩而至 末端记着铜铃清零响动 荧光随声闪动 挡在菜笔身前的魂骨 瞬间破碎 这竟然是专门破除协会的法器 菜笔面色逐渐阴沉 愈发难看 这些冤魂厉鬼 可是他收集了大半辈子的积蓄 镇魂骨更是耗费了无数人骨和妖骨 以及厉魂熔炼而成的 就这么被苏月里一刀就劈碎了 而且苏月里手握破鞋之刃 轻易就斩破了他无数厉魂 虽然只是一柄神器 但对专门修行练魂秘法之人 来说也是个极大的威胁 先破了他手中的破鞋之刃 拘魂炼破 罗刹锁魂 菜笔口念法诀 手心窜出竖条勾魂锁链 勾魂锁贯穿了无数力魂身躯 又再透过力魂身躯 牢牢地锁住了苏月里 正在虐杀力魂的九尾 九尾尽数被魂锁缠住 难以动弹 苏月里微惊 挥舞手中破鞋 斩向勾魂锁链 好不容易抓住九尾 菜笔岂能如他所愿 亲自操纵手中勾魂锁 驱动力魂 扑向苏月里 苏月里只得挥斩破鞋 先将眼前力魂斩灭 一颗由各种妖兽 神魂凝联的扭曲头颅 隐藏在力魂之后 张开血盆大口 迎面袭来 苏月里将破鞋挡在身前 横在了妖兽魂的口中 被獠牙死死咬住 菜笔健壮 嘴角露出一抹得逞奸笑 双手一合 手中灵力 顺着勾魂锁 注入妖兽魂中 妖兽魂睁大双目 神情愈发凶残 奋力咬合上下恶 蹦 一声清脆声响 苏月里手中的破鞋断 为了两半 吞噬他 菜笔神情振奋 操控着妖兽魂 再度扑向苏月里 没有了破鞋之刃 苏月里 对他便没有多大威慑力了 苏月里不慌不忙 欠掌合拢 宛如一柄利剑般 插进了妖兽魂的眉目间 手掌一握 娇鹤道 诱火 焚 请客间 苏月里的手中 燃起森森幽火 将那妖兽魂 焚烧殆尽 不愧是妖族女帝 好果诀 菜笔精赞道 在武器断裂的瞬间 冒着手臂被损失的风险 率先他一步 将妖兽魂 以幽火焚烧 但那又如何 他还有无数冤魂力鬼 供他操控 万鬼是魂 菜笔摇晃手中招魂帆 无数力魂在空中飘动 继续疯狂地 朝着苏月里涌去 苏月里手掌清河 再次摊开时 手心赫然多出了一朵 紫燕碧绿的火焰 火焰在手心跳动 极为华丽耀眼 忽悠之火 万物焚尽 苏月里红唇轻动 轻轻吐气 手心火焰 随风飘向了迎面来的力魂 力魂沾染火焰 瞬间被忽悠之火吞噬 发出惊触丝鸣 哪怕是被一丁点星火 弹到其身 异慧瞬间被火焰吞噬 无数力魂拥挤在一起 瞬间在天空中 绽放出了一朵 巨大耀眼的绚绿烟花 忽悠之火 顺着勾魂锁 迅速蔓延至菜笔 吓得菜笔 赶忙亲自斩断手中勾魂锁 九尾 脚杀 苏月里眼眸一凝 尾巴脚动 将缠绕在尾巴上的勾魂锁 硬生生搅断 没有了勾魂锁的稚骨 九尾犹如利剑般 朝着菜笔呼啸而至 菜笔力魂大损 只能以招魂番 作为阵棋数于身前 施展防御阵法 苏月里的九尾 威力惊人 肆虐地朝着菜笔 胡乱地拍打横斩 每一击都引得天际震动 落于地面 引得山峰动摇 横扫而过 更是将那一片森林 一扫而静 止余下了光秃秃的地皮 菜笔在挨了不知道多少下后 抓住时机 狼狈顿身 与苏月里拉开了距离 在半空中相识而立 从灵界中 取出一整瓶炼制的罗沙丹 倒入嘴中 体内灵力和魂力 顿时恢复了不少 虽然他现在力魂损失严重 身处劣势 但他依旧有自信 拿下苏月里 那忽悠之火固然惊骇 但也极为消耗灵力 只要再继续这般消耗下去 苏月里灵力迟早枯竭 而他随时可以 将手中剩余的力魂 炼化为罗沙丹 为自己攻击灵力 苏月里望着 开始恢复灵力的菜笔 皱了皱眉头 他之前存留的灵力丹药 全部在对付夏长明的时候 用掉了 此刻只能依靠着 发簪上的客会的聚灵法阵 慢慢恢复灵力 菜笔本就是天尊敬中期 又有丹药辅助 再继续拖下去 的确对他而言很不利 正当苏月里 一筹莫展之际 一道令他十分熟悉的声音 忽然响起 娘子你在干嘛 可否家为夫一个 夏长明以神红之素 从天际飘然降临 立于苏月里 与菜笔二人之间 面带轻逆的微笑 一时间 天空中形成三尊鼎立的局面 第九十章 娘子 你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这可恶的家伙 怎么也来了 一见到夏长明 苏月里 秀眉微挑 最不想见到的人 就是他了 星号 娘子 怎么见到为夫 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你一定很想为夫了吧 来 别害羞 夏长明一脸微笑 敞开怀抱 对苏月里说道 两三天没见 没人和他拌嘴 他还真有点想他了 一路上率先飞驰而来 顺道遇见了谢叶 与谢花林二人 一听到苏月里 正在与菜杰交手 他可是火急火燎地赶过来的 在见到苏月里 安然无恙后 他也就放心下来了 苏月里 翘脸气得直抽搐 此刻他是真的想 拍死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本帝为何不高兴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 苏月里冷着脸 钻井秀全 淡淡说道 夏长明深思了一会儿 恍然大悟 就是你害得我娘子不高兴的 苏月里 菜笔 惹我娘子不高兴 又对我下家动手 你的命 我要定了 夏长明双指挥弹 帝仙剑出鞘 化作神红直取菜笔首级 速度快如神红 菜笔大惊 连忙举起招魂帆 挡在身前 剑锋抵在招魂帆顶端 两柄仙气相互碰撞 灵力与剑气朝着四周肆虐 夏长明随后而至 握住帝仙剑 灌入灵力 微微发力 菜笔顿时再也难以抵挡 被剑气震退了数十步 身上衣衫 留下数道剑痕 好惊人的剑气 菜笔震惊惊地望着身上滑破的衣褶 他身上的魂力 屏障在夏长明的剑气面前 净形同纸张一样薄弱 在菜笔 还处于震惊的片刻间 夏长明 已然再次直剑杀到 剑法凛冽 剑气四亿 更为惊奇的是 帝仙剑剑身上 还包裹着一层灵力 让帝仙剑的每一道剑势 更为凌冽 稍有不慎 身上就会多出数道伤口 菜笔在夏长明凌冽剑法攻势下 只得狼狈抵挡 本地一员足矣 不需要你帮 苏月里也在这时 飞身加入了战斗 九尾之力绽放 势如遮天 狂乱的九尾在天际肆意横扫 让夏长明解决了菜笔 那岂不是说明 他自己真的解决不了菜笔呀 这让苏月里心中很是不满 凶猛的九尾急拍飞了菜笔 夏长明不由对苏月里抱怨道 哼 苏月里娇哼一声 脸上淡然说道 那可真是不好意思 本地没看见 夏长明略有深意地 看了眼苏月里 见他一脸淡然的模样 心中狐疑 再次直剑 杀向菜笔 当夏长明直剑 斩向菜笔时 一记尾姬 从他身后破风袭来 夏长明早有防备 侧身躲开 狐猬不偏不倚地 拍打在菜笔胸膛 将菜笔姬飞出树里 一口血花在半空挥洒而出 夏长明并未急着追击 而是转过身 露出一抹微笑 对苏月里说道 娘子 你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现在他算是确信了 这小妮子 是打算趁机会 连同他和菜笔一起解决啊 见偷袭没成 苏月里撇过了头 视线不与夏长明对视 端着手 无辜地说道 本地要打的是他 你挡着本地了 怪不得本地 夏长明深深盯着苏月里 也不说话 盯着苏月里 心里都不禁发虚了 菜笔捂着胸口 一脸阴狠地望着夏长明 与苏月里二人 两位天尊敬互相配合 他根本双手难敌 夏长明未展露实力 不知真实境界 苏月里九尾 总是会从各种角度 向他袭杀 刚刚趁下长明与他交手 视线遮挡 更是猝不及防 接下了一击重击 二人之间的配合 已是浑然天成 他不能再留守了 幽幽明明 以我之血 记忆魂灵 罗刹鬼目 天地降临 菜笔隔开双臂手腕 紧闭双目 口中念念有词 身上灰黑的灵力 直冲天际 血液滴落地面 化作一滩血池 招魂帆自行撑开 没入了天际云层中 沙奈间 天际似有漩涡显现 整片天空化为了 不祥的乌黑之色 地面血池沸腾翻涌 天际的黑幕漩涡下 无数力魂堆积涌出 哀吼丝毫声 响彻整个天际 场面极为甚人 地面下受血池影响 无数妖兽的残魂 神色凝重 秘境中本就埋葬着无数 曾经陨落在此的残魂 如今 受到蔡比的招魂之术 纷纷被唤醒 而且这些残魂 可远比他自行炼制的力魂 要厉害得多 苏月里目光偷偷瞥向夏长明 见他依旧一脸云淡风轻的模样 心中不由不满道 这家伙 难道就没有紧张不安的时候吗 夏长明瞥过头 见苏月里正皱眉打量着他 不由笑道 娘子 别害怕 有微夫在 本地才没有害怕 苏月里焦怒反驳道 夏长明笑了笑 只身飞跃上空 只留下一句 娘子 你暂且在这稍候 微夫去去就来 苏月里望着夏长明的身影 思索着 要不要出手帮他 这鬼目招魂数量极多 只身一人 恐怕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不对不对 本地干嘛为他着想 是他自己要一人上的 怪不得本地 死了正好 苏月里退至一旁调戏灵力 背在身后的手掌 已是捏好了一团忽悠之火 天际之上 夏长明灵力上空 与菜笔平默示 菜笔望着夏长明 神色阴狠得意 笑道 真可惜啊 世上最年轻的天尊 就要命丧于此了 本座会夺下你的神魂 让你承受 炼化万劫之痛的 夏长明不屑一笑 说道 你知道吗 我觉得 你的名字非常合适你 就是一个菜笔 你 好 我倒要看看 你凭什么这么嚣张 菜笔面色一寒 极度的愤怒 使得脸部都扭曲了 万魂复苏 只见菜笔双臂一阵 无数力魂妖魂汇聚身前 东齐驱使 秘境对他来说 就犹如天然的魂骨 这里面埋葬着 无数强大的残魂 供他驱使 对他极为优势 以他天尊敬中期的实力 即便是面对天尊敬巅峰 他也毫不畏惧 第九十一章 万剑神威 夏长明傲理云霄 双手负于身后 衣袍随风飘摆 一脸云淡风轻 口中轻念 无双剑绝 万剑 沙奈剑 悬浮在夏长明身侧的地仙剑 散发出惊人灵力的剑威 肆意而出的剑气 并未飘散 而是聚气成形 一道道剑气 幻化成了一柄柄 透明锋芒的利剑 虚余之间 数以万计的剑气之刃 悬浮下长明身后 每一柄剑气之刃 都包裹着一层灵力 隐约散发着微微荧光 剑芒锐利 剑势无双 夏长明灵力于万剑之前 大有僻逆天地 耸立九霄云天的剑仙之姿 苏月里在下方看得美眸呆宁 不经意间 微微倾起红唇 这一剑 招他还是第一次剑下长明施展 望着道道凌厉锋芒的剑气之刃 遮蔽天际 心中不禁震然 他之前对他动手的时候 还留守了吗 如果是他 又能否接得下 这万剑之刃 蔡比立于万剑前方 心头骇然 他更加能清晰地感受到 这数万剑翼 直指着他的威压之感 仿佛每一剑气之刃 都悬立在他的心头 令他心中颤燃 额头不禁留下了冷汗 当时是剑仙传承 真的恐怖如斯 词子断然不可久留 蔡比心中 坚定诸杀下长明想法 他已经耗费精血 施展鬼目降临 身上炼制的力魂 也基本尽数被苏月里分灭 此时若是选择身退 他不仅什么也没讨到 反而元气大伤 以后再想趁着机会 杀下长明与苏月里就难了 如今是剑在弦上 不得不发了 况且 他鬼目 借于秘境之中 无数强大残魂 力魂数之不尽 他的万魂 就未必 输给下长明的万剑 眼看下长明身后 万剑凝聚数量越来越多 蔡比不再犹豫 手臂一挥 无尽的力魂 张牙舞爪 扑向下长明 鬼目 罗刹鬼手 蔡比手臂探入云层间 一直由无数力魂 粘合组成的巨大鬼手 豁然从遮蔽天空的 黑色漩涡中探出 随同这万魂 向下长明抓去 下长明双手 都未动过分毫 望着罗刹鬼手 以及汹涌的万魂 冷然念叨 万剑 急 修 修 修 下长明身后 凌厉的万剑之刃 急尺飞出 化作道道红光 数万道红光 自天际划过 犹如夜幕之下 璀璨流星 场面极为瑰丽耀眼 照亮了乌黑的云空 荧光闪耀的剑气之刃 与乌黑猙獰的力魂 相互亲媚对方 一时间天际力魂哀嚎惨叫不断 每一柄剑气之刃 都犹如砍瓜切菜般 在力魂巢中横行肆虐 剑光划过之处 力魂皆被贯穿斩面 数十只力魂 才勉强消耗掉 一柄剑气之刃的剑威 力魂数量急速被剑气吞灭 看得菜比胆战心惊 区区剑气凝聚的剑人 竟有如此神威 好在他的力魂数量足够多 优势在他 继续这般消耗下去 本作能赢 菜比本来是这么想的 可当他得意地 瞥向夏长明时 却惊呆地瞪大了双目 只见天地灵力 不断朝着夏长明身心汇聚 夏长明的身体 宛如无尽的黑童 贪婪汲取天地灵力 而在他身后 源源不断的剑气之刃 再次凝聚而成 每一柄凝聚而成的剑气之刃 都迅速地加入了 斩杀力魂当中 这又是什么秘法之术 他从未见过 能够这般霸道 汲取天地之灵的秘法 只要天地灵力不枯竭 夏长明就有无穷无尽的灵力 供他驱使 这等秘传 难道是在这秘境先缘中获得的 菜比目露震撼 既感到心惊 又对着绝世秘法 垂涎欲滴 他若是要有着 汲取天地之灵的秘法 再加上他的幻魂之术 何愁不能突破天尊境 踏入神通卫裂 不 假以时日 神通境也限制不了他 菜比操纵着巨大鬼手 朝着夏长明抓去 目光狂热 夏长明不屑一笑 高举地先剑 巨剑瞬间凝聚成形 青天一剑顺势而落 如今他对青天一剑 运用的愈发顺手自然 随手便能施展 罗刹鬼手企图 抓住这落下的青天威势 不料 巨剑顺着手掌 直接没入了手臂中 将整只手臂 竖着一分为二 菜比手臂传来剧痛 赶忙从云层中抽回手臂 罗刹鬼手 与他手臂相通脉络 这一青天一剑 可是结结实实地 斩在了他手臂上 手臂已是静蓝颤抖不止 心血淋漓 夏长明紧握地先剑 奋力一剑之初 将地先剑 抛向了天空那黑色漩涡中心 地先剑划破长空 静直没入其中 一路展开了遮天黑幕 犹如波云渐日 天际再次恢复了明亮 藏于云层之间 作为阵眼的招魂帆 随着阵法破碎 也被一剑斩断 怎么可能 本作的招魂帆 菜比大惊失色 那可是一柄仙气啊 失去鬼目 力魂尽数消散回风尘土 手中唯一的仙气 也被击碎 菜比自知不敌 果断朝身后闪去 想逃 夏长明目光一宁 灵力天际万剑顺势 化作流光飞驰而去 菜比转过身 慌忙张开魂力屏障阻挡 竖柄剑气之刃 插在屏障之上 随着插在屏障的剑人 愈发增多 最终再也无力支撑破碎 剩余的剑气之刃 一一贯穿了菜比的身体 将他的身躯 穿插得千疮百孔 夏长明 本作绝不会就此 善罢甘休 身躯被毁 菜比的神魂迅速离身 朝着远方顿去 一般而言 死后神魂 要么自行消散天地 要么弥留原地 唯有达到一定境界 并且修行过神魂之法者 才可令神魂离体 自行逃离 夏长明眉头一皱 手指地仙剑 便化作神魂追了上去 这次若是让菜比神魂逃了 不知又会晃魂到谁的身上 若是他选择藏匿起来 再想找到他可能就难了 临走前 向苏月里流话道 娘子 安宁就先拜托你照看了 苏月里刚一张开红唇 夏长明就消失在了天际 气得苏月里 直皱秀眉 这家伙 现在是越来越会使唤他了 此时 姗姗赶来的周安宁 便见到了夏长明远去的身影 也听到了夏长明留下的话 略微怯声声地 朝着苏月里叫道 苏姐姐 不知为何 面对苏月里时 周安宁总感觉一股不小的压力 即便他此刻已经获得了先尊传承 依然会有如此感觉 第九十二章 苏月里的教诲 夜晚 幽深寂静 篝火摇曳 苏月里以尾巴作为座垫 盘坐齐上 紧闭双目休养 一点点恢复自身灵力 竖在头顶上的发簪 法文微量 灵力自行涌入体内 恢复速度比先前快了数倍不止 周安宁略微拘谨地 盘坐在苏月里的对面 眼眸不时偷偷打量着苏月里 狼牙则是一脸瞌睡的 趴在周安宁的肩膀上睡觉 在夏长明走后 三人就暂且找了个地方 就地等候了起来 苏月里本想将周安宁 直接丢在这里 自行去寻找 那心中呼唤之地 但奈何 此地是秘境深处 天人竟妖兽众多 单独留周安宁 在这并不安全 无可奈何 只能勉强暂且帮 夏长明照看一下周安宁了 待调息的差不多了 苏月里缓缓睁开了双眼 恰好与周安宁四目相对 苏姐姐 你恢复好了 我 我烤了点肉 你要吃吗 烤肉的手艺 是我跟夏叔叔学的 很好吃的 周安宁神色略有慌张 主动找话题 将架在篝火上的烤肉 递给苏月里 苏月里并未接过烤肉 紫色眼眸冷冷微眯 浑身透露着冷艳又高雅 周安宁心中不禁愈发心慌 每次独自面对苏月里 她都感觉莫名压迫感 萦绕她心头 她觉得苏月里紫色的眼眸 不仅很优雅深邃 而且好像能看透她一样 苏月里 也的确是在审视着周安宁 短短几日不见 周安宁身上气质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气质脱俗 隐约仙姿身影 不仅横跨了两个大境界 就连根谷资质 也变得非比寻常 毫无疑问 周安宁一定是在这秘境中 获得了某位 仙尊遗留下的传承 否则不可能会有 如此惊人变化 单凭周安宁那天临近的实力 绝不可能获得仙缘 那就说明 是夏长明出手帮的她 那家伙倒是舍大 就这么将仙尊传承 拱手让给了这个小鬼 还教她烤肉 待她可真好啊 苏月里俏脸不经意间 愈发冷艳 在皇宫见过一次周安宁时 苏月里就发觉了她气质不凡 深藏紫微地气 但那时她并未在意 因为周安宁的境界资质 都太差了 即便她将来 真的在天州称帝 也不足为患 可现在不一样 周安宁获得仙缘 境界飞升 身怀仙姿 若是放任她继续成长 难免将来不会成为妖族大患 要趁那家伙不在 杀了她吗 苏月里心中不禁想到 身上杀意显露 周安宁手臂僵持在半空中 小脸惊恐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 她从苏月里的眼眸中 看到了杀意 苏姐姐想杀她 不会的 苏姐姐没有理由杀她 一时间 周安宁不知如何是好 趴在肩膀上 狼牙本来被烤肉的香味吸引醒来 但顿感浑身寒毛站立 感受到苏月里身上流露的杀意后 便露出呲牙咧嘴的模样 苏月里只是冷冷地瞥了狼牙一眼 便吓得狼牙 蜷缩躲到了周安宁身后 太可怕了 老大的女人怎么也这么可怕 天人尽巅峰的幽影苍狼 倒是少见 苏月里注意到狼牙后 淡淡说道 为何不化形 还保持着这兽态 那个前辈 不是本大爷不想 只是化形艰难 失败了 老大说等出去了以后 他就给本大爷炼制化形丹 驻本大爷化形 狼牙躲在周安宁身后 探出个脑袋说道 看在同为妖族 修行不义的份上 苏月里对狼牙点拨道 化形丹的确可助你化形事半功倍 但并不利于你后续修行 你若是能够依靠自身感悟化形成功 对你将来修行进展 大有必义 你化形失败 是因为常年深处秘境 接触感悟甚少 带你出去后 另一番天地的所见所闻 自然会助你化形 真的 狼牙瞪大双眼 心神向往 心中顿时又有自信了 本地只是给你建议 是以化形单化形 还是依靠自己 选择在你 苏月里淡然道 狼牙感激道 多谢前辈指点 狼牙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位天尊敬的妖族前辈 实则年龄与夏长明相差无几 比他还小一百多岁呢 苏月里轻轻汗手后 又将目光转移到了周安宁身上 周安宁弱弱地叫了声 苏 苏姐姐 狼牙感觉已经被策反了 此刻她真的很害怕 苏月里会不会对她出手 苏月里看出周安宁神情不安 嘴角勾起一抹迷人微笑 收起了身上的杀气 罢了罢了 她堂堂一介妖族女帝 难道还真怕一个年幼的小鬼不成 对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出手 未免显得她这妖族女帝 太没度量了 小鬼 本地若是没猜错 你应该是女子身吧 苏月里朝周安宁问道 可能是单纯的直觉 早在皇宫见过周安宁的第一眼 她就怀疑周安宁是女子之身了 见到苏月里身上杀意消散后 周安宁心安了不少 神色略微惊讶 坦诚说道 就知道瞒不过苏姐姐 安宁的确并非男子 隐藏身份是父亲的教会 父亲自幼将安宁作为男子教会 对安宁抱有很大期待 说是天州历代君王皆为男子 唯有男子方可继承皇位 希望安宁可以摒弃女子之身 将来若是有一天父亲不在了 安宁可以继任皇位 继续将为天州带来盛世安宁 说到此处 周安宁神色黯然 面容哀伤 也不知是回想起了她父亲 还是想到了 自己自出生开始便不得不遵从教会 隐匿真身本性 以一个男子之身 度过了十四载 听到这里 苏月里秀眉紧皱 脸上流露出深深不屑和傲义 说道 哼 笑话 谁说女子便不能称帝为皇 你看本帝不也是 不也成为了数万妖族之地 女子身份又当如何 妖族之内 本帝所到之处 皆俯首称臣 周安宁一脸神往崇拜地 注视着苏月里 苏月里不仅容颜轻视 就连实力都强大到 折服一统数万妖族 成为一代妖族之地 这对曾经的周安宁来说 是想都从未想过的事情 她甚至都不敢 与周指哥去争夺那皇位 但此刻 她的心境 已然有了些许变化 只因苏月里 又对她说了一句 小鬼 你要记住 机遇从来都不是等着别人失神而来的 你若是有想要之物 那就自己亲手去抢夺 去争取 第九十三章 本帝不喜欢她 但你也不可以 安宁明白了 谢谢苏姐姐 周安宁站起身 满怀感激地 对苏月里躬身道 此刻她已然坚定了心中信念 待她从秘境出去后 定要夺回属于她的一切 苏月里淡然点了点头 可很快心中就后悔了 她没事为周安宁解什么货 万一她真的当上 天州王朝的新一代女帝 该怎么办 她岂不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经过这番交谈 以及心中对苏月里的感激 周安宁在面向苏月里时 不再觉得那帮害怕了 反而心中更加亲近了不少 夏长明曾经跟她说过 不用害怕她娘子的 她呀 就是刀子嘴 水泥心 傲娇得很 型号三 夏叔叔说的是真的 苏姐姐 周安宁轻逆叫道 苏月里微微皱起了秀眉 周安宁换她的时候 语气突然变得轻逆 轻近了许多 让她感到不太适应 但也并未说什么 苏姐姐 安宁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周安宁向苏月里小心翼翼问道 问吧 苏月里淡淡道 你和夏叔叔是怎么认识的 真 真的是传闻那般呗 被夏叔叔一见折服的吗 周安宁神色十分好奇 眼眸闪烁金光 她很好奇 在宫中时 她便听到了 这如同童话般绝美的传闻 夏长明与苏月里二人 真正的相遇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是传闻那般 杀上妖族地宫 凭借强大实力 心肝折服 还是另一传闻 二人早已相识已久 苦于人妖之恋不得公布于世 值得借以人妖联姻 结束纷争之名在一起 无论哪个 都是值得流芳千古的美谈 苏月里 苏月里哑然 她最不想提起的 就是这件事了 她能有如今处境 就是因为下长明乃一件逼婚 每每回想起来 都恨得牙痒痒 望着周安宁 那期盼好奇的目光 苏月里冷冷说道 本帝可没有被她折服 只是不得已 暂且尾身在她身侧而已 并非本帝心愿 周安宁听后若有所思 继续问道 那 苏姐姐 你喜欢下叔叔吗 哈呀 哦 苏月里瞪大美眸 看向周安宁 运生反驳道 本帝才不喜欢那可恶的家伙 你从哪一点看出 本帝喜欢她了 倒不如说 本帝恨不得亲手杀了她 周安宁呆呆望着苏月里 略显慌张激动辩解的样子 没想到苏月里 竟是这么讨厌下长明 可根据她平常观察 感觉二人感情 十分亲密恩爱才是 总是会在一起打情骂俏的 站在一起 也如同一对神仙眷侣 看得羡煞旁人 苏姐姐与夏叔叔 经常待在一起 形影不离 安宁还以为苏姐姐 是很喜欢夏叔叔的 苏月里冷哼一声 解释道 那只不过那无耻的家伙 非要贴过来的罢了 那 苏姐姐真的不喜欢夏叔叔 不喜欢 苏月里毫不犹豫回答道 迟疑半秒钟都是 对她身为妖族女帝的亵渎 周安宁听闻 眼眸异一声灰 小脸反而俘虏笑容 指着自己说道 那安宁可不可以 不可以 周安宁话还没说完 苏月里便突然冷声打断了她 周安宁一下子呆愣住 苏月里自己也是 一脸惊恶 意识到自己失态后 赶忙恢复神态 疑惑问道 你 喜欢那家伙 被苏月里这么一问 周安宁顿时小脸同红 捏着手心 一切不言而喻 夏长明实力强大 相处之间 却没有一点隔阂 还总是会护着她 轻心尽力教导她修行 待人十分温柔体贴 那傲然世间的身姿 早已深深印在了周安宁的脑海中 就连她此刻身上 这令无数修行者艳羡的 仙缘传承 夏长明也毫不力 将这份仙缘送予了她 关键是长得也很帅 苏月里哪还看不出 周安宁那点小心思 冷声说道 不行 你不能喜欢她 此刻 她必须将周安宁这想法 扼杀在摇篮中 为何 难道苏姐姐 其实是喜欢夏叔叔的 周安宁不解问道 苏月里冷着脸 秀眉直条 解释道 本帝才不喜欢她 这么说 只是为了你好 为了安宁 周安宁更加疑惑道 没错 你并不了解那家伙 他远没有你表面上 看起来那般好 苏月里神情严肃地劝道 周安宁心中既好奇又紧张 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夏长明 难道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只见苏月里满怀怨念地 继续说道 那家伙晚上睡姿不仅很差 手脚还不老实 明明床铺这般大 却非要挤过来 本帝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有时候 还非常的霸道蛮横 毫不讲脸 本帝劝你 最好还是离他远点 霸 霸道蛮横 例 例如呢 周安宁好奇追问道 他 他竟然不允许本帝吃糖 他明明知道 本帝喜欢吃甜食 却说什么吃多了 对牙齿不好 苏月里翘脸寒霜说道 仿佛夏长明 对他做了什么 不可饶恕的事情一般 周安宁 周安宁呆住了 努力回想了好几遍 苏月里说的话 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不是挺好的吗 多么为人着想啊 周安宁当即回道 这些安宁都没关系 就 就算夏叔叔晚上动 动手动脚 安宁也能忍耐 说到后面 周安宁声音 如文声般大小 小脸愈发同红 苏月里气得翘脸抽搐 他苦口婆心 劝说了这么久 这小鬼 怎么就是不听呢 要不还是把这小鬼埋了吧 不知为何 苏月里望向周安宁的眼眸中 再次暗中 生起了一丝丝杀意 正当苏月里犹豫着 要不要动手时 不远处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响 声音传来的方向 正是他心中 似有牵引的方向 有人找他一步 进入了那处 无妖族有关的仙种中 苏月里当即站起身 尾巴卷起周安宁 飞身朝着声音方向赶去 顾不得等夏长明回来了 他只能带着周安宁 进入那妖族遗址中了 稍晚一步 妖族遗留在此的仙缘 很可能就会被其他人 截足先登 第九十四章 魔神孙灵 刷 两道神红从天际划过 身陨残魂的蔡比 拼命地奔逃 身后的夏长明 直见紧追不舍 眼前夏长明 离他愈发接近 生死存亡之客 蔡比惊慌愤怒地 朝着四周呐喊道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快出来帮本座 随着蔡比的呐喊声 一道漆黑的身影 猛然从林间窜出 席向夏长明 夏长明当即稳住身形 神色一宁 帝仙剑一剑掌过 轻 帝仙剑 与一柄漆黑的长剑相交锋 发出轻鸣声响 长剑通体漆黑诡异 散发着浑浊不详 犹如活物般的浑浊的灵力 当帝仙剑与之交锋时 剑身上附着的灵力 顿时开始被黑色灵力污浊侵蚀 灵力消耗速度 极为迅速 滚 夏长明眉头一皱 当即爆发剑气 将那道黑影 强行震开 解解解 黑影发出阵阵甚人笑声 身形退到了菜笔的身旁 不愧是那位剑仙的弟子 灵力的味道 真是美妙 但黑影身上 浑浊乌灵渐渐退去 一张熟悉的面孔 展现在了夏长明眼前 赫然是只见过两次面 上次还从他手中逃走的 王家王管事 王云 原来你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我是该叫你王管事呢 还是称呼你为魔族 夏长明将帝仙剑剑锋指向王云 冷冷说道 王云阴森一笑 极为礼貌地隆重介绍道 无乃是魔族七大魔将之一 冠以暴食之名的孙灵 有幸见过无双剑仙的徒弟 孙灵 夏长明轻声念叨 他对魔族不甚了解 他的师尊 也很少向他介绍过魔族 只知道 魔族是千年前 先魔妖三族之战的始作俑者 自混沌深渊之中诞生 本性纯恶 抑郁挑起世间纷争 将罪恶与混沌的种子 剥洒世间大地 把人间化作炼狱深渊 在千年前战败后 从此消逆于世间 不曾再出现过魔族的身影 如今看来 其实魔族并未退出九州十地 而是早就隐匿在世间各个角落 伺机而动 就是你怂恿的蔡家与王家 又对夏若斌 与周泰安种下的乌灵之毒 企图在天都掀起纷争战乱的 夏长明眯起双眼 对孙灵质问道 孙灵也不隐瞒 十分爽快地回道 蔡家与本魔神 只是合作关系 谈何怂恿 王家则是自己利欲熏心 异欲攀上权力巅峰 主动与那周止歌合作的 跟本魔神也没有半点关系 至于那周止歌 本魔神只是稍稍提了一下心 他自己就迫不及待地 杀害了自己两个弟弟 如今又已起兵造反 可真是好笑 倒是你说的那两人 他们身上的乌灵 的确是本魔神种下的 本魔神致始至终 都只是在旁协助而已 一切都是你们人族作茧自负 说完 孙灵细血地望向了夏长明 神色十分得意 在孙灵身旁 蔡比则是十分不满地 朝孙灵怒斥道 你让本座对付夏长明 如今害得本座落得如此下场 你到现在才出手 到底什么意思 说好的蔡家 协助你们魔族 你们替我夺得天舟 助我踏入神通的 孙灵一脸不耐烦地看向蔡比 缓缓说道 本魔神界招魂番 供你炼制利魂 是让你对付夏长明 你偏偏寄予九尾神魂 对那妖族女帝出手 落得如今下场 怨不得谁 你 好 算本座认灾 如今本座按你的要求 已经把夏长明引来 你我一同出手 将他情杀至此 蔡比勃然大目 想要赤薄孙灵 但想到 如今他现在的处境 还需要魔族的帮助 只得咽下这口气 当务之急 是先解决掉心头大患 夏长明 现在蔡比失去肉身 急需一个能容纳他神魂的完美肉身 而夏长明 就是一个绝佳选择 年纪如此年轻 就已是天尊敬 境界甚至在他之上 说明 极富天赋先资 此等肉身千年难得一遇 若是能够占据此身 还能继承夏长明领海中 习得的剑诀 和灵力密法的传承 届时 那妖族女帝 也会成为他的胯下之物 玩弄之后 炼化其神魂 一想到此 蔡比望向夏长明的眼眸中 充满了无尽的贪婪和渴望 他迫不及待地 想要夏长明的肉身 夏长明望着蔡比 那令人 深寒厌恶的目光后 也是眉头紧皱 郑玉提剑一剑劈了他 却有人掀他一步动手了 孙灵冷不及防地 忽然一手抓住了蔡比的面门 将手指 嵌入了蔡比的神魂中 啊 神魂受伤 胜过肉身百倍 蔡比顿时痛得直呼大叫 平时炼化无数力魂 最喜欢听力魂惨叫的他 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会轮到他自己 你 你干嘛 魔族小儿 你竟然对本座出手 蔡比朝着孙灵目吼道 孙灵冷漠地注视着他 淡淡道 你已经没用了呀 本魔神忍了好久 正好饿了 只剩一缕神魂的你 还是给本魔神填一填肚子吧 说完 孙灵张开满嘴撩牙 几口将蔡比的神魂 撕碎吞下 最后还一由未尽地舔了舔嘴巴 蔡比的神魂 只在第一声惨叫中 头颅被啃食后 便再无了声息 刚刚还是盟友的二人 瞬间就将另一人 硬生生孙食 蔡家与你不是合作关系吗 你就这么吃掉他 不准备和他联手 对付我之后再动手 夏长明冷眼问道 孙灵摆了摆手 笑道 本魔神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天都夜火已成 蔡家无用了 代州只割夺得皇位 天州王朝 将引动九州十地之战乱 至于对付你 本魔神一人足矣 孙灵神色极为自信 下一秒 夏长明已然闪身身前 一道荧光闪落 孙灵身体一分为二 你很自信吗 夏长明冷冷说道 身体被斩为两半的孙灵 化作了一缕黑雾消散 只留下了一句话 待本魔神先解决了那妖族女帝 再慢慢陪你玩 夏长明望着孙灵消散的身影 这才明白这王云 只是孙灵的一缕分神罢了 为的就是故意将他 从苏月里身旁引开的 苏月里有危险 夏长明急忙飞身 朝着原来方向赶回去 第九十五章 妖刀侵蚀 夏家灵坠 另一边 苏月里在听到异想后 急忙带着周安宁 来到了一处墓穴中 墓穴有黑极深 内部尤为宽阔 苏月里一灰一袖 数十团虎伙 漂浮于墓穴墙壁上方 紫色明亮的虎伙 一下子就照亮了整个墓穴 墓穴盘住灵力 通道两侧 磕绘着满满一整面墙壁的石绘 说是墓穴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埋藏地底的宫殿一般 石绘上雕刻着上古时期传闻的 各大妖族 大能齐聚 另一面 则是灵力九霄之上的人族 双方正处于剑拔弩张之势 而在石绘的另一个角落 一团漆黑迷雾 睁着一只眼睛 注视着一切 从黑雾中伸出的两只手臂 笼罩着人族与妖族 这黑雾是什么 难道代表着魔族 苏月里站在石绘前仔细观摩 人族与妖族都极好辨认 那团黑雾 就只剩下了魔族的可能 苏月里对魔族的了解很少 只知道上古时期 有魔族存在过 但从未见过 不对 他似乎曾经在哪里见过 看着眼前时 会上刻会诡异的魔族 苏月里这才回想起了 早已遗忘的记忆 在他刚刚登上 妖族女帝之位时 有那么一团神出鬼没的黑雾 出现在他寝宫中 对他说过 要协助他灭掉人族 他记得当时 他好像很厌恶这种不寝自来 就跑进他寝宫 打扰他的人 所以二话不说 就直接把那团黑雾给拍散了 这么说 当时找他的是魔族 苏姐姐 这里有扇门 周安宁的声音 打断了苏月里的思绪 苏月里回过神 朝着周安宁的方向走去 只见一扇宏伟耸立的 巨门挡在面前 巨门上绘制着密密麻麻的妖纹 组成了一道难以撼动的阵法 若是不懂妖纹的人 轻易触碰这道门 很可能会遭受禁忌反制 好在周安宁没有轻举妄动 你暂且退后一点 苏月里对周安宁说道 待周安宁乖巧地推到身后 苏月里才将手放到了门上 门上的所有妖纹 顿时亮起 浮现出 苏月里精巧地运用灵力 磨动每一个妖纹 让这些妖纹重新排列组合 成为了一句 妖族自古流传的誓言 妖神护佑 妖族勇士昌盛 苏月里口中轻念道 指尖从手掌划过一道 随后将手掌按在了巨门之上 妖族之血连同灵力 一同渗入门中 门把手上的两个妖兽 头颅眼睛亮起 巨门开始缓缓磨动 这处妖族墓穴 没有任何机关阻碍 但却只有妖族之人才能打开 即便通小妖纹 还需要纯正的妖族之血 以及大量灵力注入 缺一不可 在巨门打开后 苏月里能感受到 心神那呼唤之声 愈发清晰了 奇怪的是 自从进入墓穴 苏月里并未有看到 任何其他人的身影 当她带着周安宁赶到时 只是墓穴的入口 不知被何人破坏 却并未看到其他人 难道是有人自知 无法打开这道门 主动放弃 选择离开了 苏月里猜测到 毕竟以她天尊敬的实力 都感知不到的人 至少与她同敬 也就夏长明 与那蔡比二人而已 他们二人都已离开 那就不可能再有其他人了 没有再多犹豫 苏月里迈步走进其中 一尊人形妖骸 稳坐在铁王座之上 头骨声有尖锐双脚 身披残破战甲 头颅高昂 身姿挺立 仿佛俯看着 进入墓穴之人 妖鬼 苏月里一眼就认出了 坐在王座之上的妖族真身 乃是上古时期 激进灭绝的妖鬼一族 虽然同为妖族 但他们极为大不同 寻常妖族死亡后 灵力无法再维持人身 一般都会化为原形死去 而妖鬼一族 天生便是人形 死后亦不会有任何变化 可以说 除了头顶双脚 和一嘴尖牙外 妖鬼几乎与人族 没有任何差异 没想到这秘境之中 竟还有陨落的妖鬼一族 看起战甲装饰 生前曾经还是一位妖鬼之王 在这妖鬼之王的身前 一柄长约莫六尺的长刀 插在王座正前方 冗长的刀身 散发着森森幽光 刀身刻绘妖纹 一面刻着风魔 一面刻着朱仙 苏月里不自觉中 便走到了这柄长刀前 近距离感受着 这柄妖刀的凌冽气势 以及对他的呼唤 把他呼唤过来的 并不是那尊妖骸 而是这柄妖刀 这柄妖刀 绝对是柄爵士仙气 苏月里眼眸欣喜流露 他此时最需要的 便是一柄衬手的仙气 若是有这柄妖刀在手 菜笔绝不会是他的对手 就算面对那家伙 他也有自信 能与之一战 向他报仇了 苏月里迫不及待地 伸手握住刀柄 顷刻间 刀身涌出磅礴的沙发之意 汹涌的戾气 顺着刀身 不断涌入苏月里的体内 周安宁与狼牙 突然感受到 这股恐怖寒意 背脊瞬间一凉 赶忙朝着苏月里跑去 苏姐姐 不要过来 苏月里回过头 朝着周安宁怒吼道 周安宁见到此时的苏月里 吓得脚步凝制 只见苏月里浑身力气缠身 紫色眼瞳被星红之色覆盖 嘴中獠牙显露 脸颊腰纹浮现 这柄妖刀 不知斩杀过多少仙魔 刀身蕴藏的杀戮力气 竟如此的强盛 苏月里心神大受侵蚀 脑海中闪过一段段 被斩杀于刀下的仙尊魔神 那惊骇悲鸣之声 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沉寂千年许久的妖刀 预养的力气杀意似有了意识 竟是想要吞噬她的心神 区区妖刀 别给本地得寸进尺了 苏月里固守心神 死死抵抗着 妖刀力气侵蚀 腰身愈发展现 久违不安的四处灰白 头顶双耳露出 就连脸上 渐渐被洁白的狐毛所覆盖 可恶 要抵御不住了 苏月里死死咬着银牙 腰刀上的力气 着实超乎了她的预料 心神难守 就在这危急关头 挂在苏月里脖子上的吊坠 忽然灵光乍现 蔚蓝的灵光 将苏月里包裹其中 心神顿感一股清凉舒适之意 这 这是第一次回到夏家时 楚清婉 为她亲自带上的夏家吊坠 夏家威尔 习代代相传的灵坠 这灵坠 竟然能抵御得了 仙气心神的侵蚀 逐渐消去 连同手中妖刀 一并进化 这条灵坠并不是神器 而也是一剑仙气 第九十六章 魏夫来晚了 苏月里不可思议地 扶起胸前的夏家灵坠 这净是件事上难得 能够抵御精神侵蚀 固守心神的仙气 楚清婉与那家伙 难道都不知道吗 就这么将这条灵坠赠予了她 苏月里心中尤为复杂 要不是这条灵坠 她恐怕 今日就要被妖刀侵蚀 成为一具指之杀戮的刀魁了 而这条灵坠是 她以夏家儿席的身份获得的 天灵坠 没想到妖族女帝身上 还有这等护神仙气 一道陌生的声音 忽然从昏黑的大殿中响起 是谁 苏月里警惕地撇过头 一道隐藏在黑暗中的黑雾 突然窜起 速度尤为惊人 直指苏月里 苏月里秀眉一宁 当即一掌拍出 两掌相撞 掀起巨大的灵力波动 苏月里身形倒退束部 苏月里不禁花容失色 翘脸凝重 仅仅一掌交手 她便能感知到 此人的境界在她之上 天尊敬巅峰 秘境之中 何时多出来这么一位强者 当苏月里还处于震惊中时 恍惚间才发觉 身上灵力正在急速流失 定睛一看 一股浑浊不祥的黑色灵力 开始一点点地渗入她的手掌 侵入她的身体 苏月里迅速压制巫灵 伸手欲要拔出妖刀 斩向对方 却是慢了一步 孙灵闪身上前 一掌击中苏月里的腹部 将她从电台上击落 苏月里利用尾巴撑住身体 才没让自己躺在地上 手掌握住腹部 口中吐出了一口鲜血 翘脸煞时间苍白了许多 苏姐姐 周安宁与狼牙 急忙赶到苏月里的身旁扶住她 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太突然了 周安宁与狼牙根本都没反应 苏姐姐 你没事吧 周安宁担忧地问道 苏月里缓缓摇了摇头 目光冰寒地望着那道 全身包裹黑雾的身影 冷声道 阁下是魔族之人 孙灵散去包裹全身的黑雾 露出了自己本来的真面目 一个面容邪剧 漆黑双瞳 炯炯有神的短发男子 这才是孙灵本来的真面目 之前王云王管家的身份 只不过是他急性的角色扮演 潜伏于人间的身份罢了 孙灵贪婪地舔尸了一下嘴角 目光灼灼地对苏月里说道 不错 本魔神正是魔族七大魔神之一的孙灵 妖族女帝的灵力 味道也不差呀 本魔神好久未品尝过 这么美味的灵力了 都有点兴奋了 说着 孙灵不禁抱住自己的双臂 神情一脸陶醉兴奋 苏月里深深皱紧了眉头 问道 破坏墓穴入口 吸引本地进来的人 就是你吧 孙灵也很干脆承认道 没错 就是本魔神 多谢你替本魔神 打开这道大门 否则本魔神 还真没办法进来呢 吸引苏月里 进入妖族墓穴 打开封印的大门 这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 早在进入秘境后 她也同样隐约感受到 一股针对魔族的潜在威胁 于是便幻化出了两道分身 一道继续伪装成亡云观察局势 另一道 则是一路暗中尾随苏月里 来到这妖族墓穴 找到这柄妖道 封魔诸仙刀 孙灵拔起插在电台上的妖刀 收起了玩味的神色 脸色凝重了些许 这柄妖刀乃是无数妖尊血骨铸造而成 本就极具凶器 刀身之上 更是不知引下了多少仙魔之血 戾气横行 曾经不知道 让多少仙魔望而生畏 她这风魔诸仙之名 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没想到这柄妖刀 也深藏于此 孙灵打量着手中妖刀 心中不禁有些可惜 她本想着 让苏月里取得这柄妖刀 让妖刀戾气 轻视她的心神 借由苏月里之手 除掉下长眠的 那样的话 她也能看到有趣的一幕了 奈何苏月里身上 佩戴了天灵坠 不仅没被妖刀侵蚀 反而 还净化了妖刀 没有办法 她才只好出手夺下妖刀 苏月里望着孙灵 心中思索着 如何安全脱身了 虽然很不愿意 就此将妖刀拱手让人 但眼前她的确不敌 为了打开大门 本就消耗了大量灵力 又被偷袭一掌 面对天尊镜巅峰 又有妖刀在手的孙灵 她毫无胜算 若是只有她一人的话 她是有足够把握逃脱的 可是如今 周安宁跟在她的身旁 她没有把握 护着周安宁一起逃走 多怪那个可恶的家伙 非要把这么麻烦的事情 丢给她 自己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还不回来 苏月里心中 忍不住对某人埋怨的 突然间 孙灵神色一变 自言自语道 这么快过来了 得抓紧时间了 说吧 毫不迟疑 挥一动妖刀 一刀斩下 刀光瞬间将整座墓穴 竖屁一半 恐怖的剑气 迅捷如风 苏月里尾巴缠住周安宁 迅速闪身躲开 狼牙死死抓着周安宁的肩膀 被苏月里一并带飞 方才躲过了这惊悚的一击 回头望去时 地面上只留下一刀 争獰勾壳 沿途一切化为鸡粉 就连苏月里健壮 都不经心有余悸 这一击威力 已经不亚于下长明施展的 青天一剑了 你们先走 本地会设法挡住他片刻 苏月里郑重地对周安宁说道 苏姐姐 周安宁轻声不舍叫道 他很想留下来帮忙 但他知道自己什么忙也帮不上 留下来 只会成为累赘 尽管万般不甘 周安宁犹豫片刻 还是选择了远离此地 不必告别 因为你们谁也走不了 孙林身形一闪 化作神红 朝着周安宁身后追赶而去 妖刀寒芒显露 一刀斩下 危机时刻 苏月里急速挡在周安宁身前 双掌力照 硬生生接下妖刀剑气 奈何妖刀剑气 威力灵力 苏月里双手难以支撑 剑气顺势砍没入肩膀 鲜血染红了胸前 半边衣衫 给本地滚开 苏月里翘脸一寒 怒喝着 甩出身后九尾 将孙林击飞逼退 不愧是妖族女帝 中了本魔神一掌 灵力所剩无几之下 还能有如此气势 孙林缓缓站起身 神色细血地望着苏月里说道 苏月里冷眼凝视 没有说话 此刻的她 已经很是疲惫了 手掌和腹部的乌灵 时刻侵蚀着她的身体 吞噬着她 好不容易恢复的灵力 这吞噬灵力的能力 仿佛天生就对所有人克制 孙林看得出 苏月里只不过是 强撑着身体罢了 咧嘴一笑 手中妖刀蓄势待发 身形闪动 瞬息来到了苏月里身前 苏月里大惊 反应过来时 妖刀已经迎面斩下 她就要这么死在这里了吗 她干嘛听那家伙的话 去保护周安宁吗 一个人类的死活 又与她何关呢 苏月里心有不甘 妖族大业还未完成 她也还没向那家伙复仇呢 早知道还不如死在那家伙手里 苏月里心中忽然想着 恍惚间 一个她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挡在了她身前 那只手臂 娴熟地揽住了她的腰间 将她拥进了怀中 心中莫名感到安心 娘子 抱歉 卫夫来晚了 第九十七章 狂妄的资本 夏长明一手搂着苏月里的纤细柳妖 一手手执地仙剑挡下妖刀 目光凝视着苏月里脸颊 并未看向孙灵一眼 来得比本魔神预想的 还要快不少 孙灵望着夏长明 略感意外说道 但凡夏长明再晚来一秒钟 她就可以先将妖族女帝解决了 不过也没差就是了 夏长明冷眼挟视孙灵 剑身一阵 震退了孙灵 随后 从灵界中取出一枚丹药 栽到了苏月里嘴边 苏月里倾起红唇 将丹药含入了唇红之中 略带幽怨的小眼神望着夏长明 要不是她 她也不会这么狼狈 还被她看到了 自己狼狈的一面 夏长明对苏月里的小表情 感到既好笑又愧疚 拉起她泛泛发黑的手掌 替她除去了手上侵蚀的乌龄 要是她早点赶回来 苏月里也不会受伤了 肩膀上那触目惊心的伤痕 胸前那抹艳红的血迹 都让夏长明感到心痛和愤怒 她都不舍得这么打过她 娘子你先下去疗伤 剩下的交给维夫 替苏月里将手上乌龄除尽后 夏长明柔声对她说道 苏月里娇哼一声 不服气地说道 本地只是一时大意被偷袭了 才说的 否则凭本地一人就足矣 嗯 娘子的实力 为夫最为清楚了 夏长明笑盈盈说道 满脸宠溺的样子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夏长明基本已经摸透苏月里了 她娘子啊 全身都是软的 只有这张嘴最硬了 顺着她说 准没错 看着夏长明 这莫名迁就她 一脸宠溺的样子 苏月里莫名就火大 这副欠揍的模样 不管看几次 都很让她不爽 乖 下去疗伤 夏长明俯着苏月里的头 轻声说道 话语虽然轻柔 却夹杂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哼 本地说过了 别把本地当做那些无知的小姑娘 苏月里脑袋一瞥 避开了夏长明的手掌 不让夏长明看到 她此刻的神态 但还是乖巧地下去了 此时的她 灵力还未恢复 又身负伤势 的确没有再与孙灵一战之力了 轻足落地 一直躲在不远处 为真走远的周安宁 便赶忙来到了苏月里身边 施展凤年心火 为她治愈伤口 苏姐姐 夏叔叔来了 可以放心了 见到夏长明到来 周安宁顿时松了口气 狼牙也跳到周安宁肩膀上 愤愤附和道 没错 只要有老大在 这家伙死定了 本大爷坟都给她挖好了 刚刚孙灵那一刀 都差点吓死她了 苏月里轻轻汗手 周转灵力 清除腹部残留的乌灵 虽然很不愿承认 但夏长明 揽住她腰间的那一刻 她心中的确安心了不少 天际之上 在目送苏月里下去后 夏长明目光转向了孙灵 眼眸冰寒刺骨 无形的剑意篡胜 魔族是吧 我记住了 伤了我娘子的罪 就让你们全族来偿还吧 夏长明将帝先剑剑锋 指向孙灵 冷冷说道 孙灵文言一愣 随即捧腹大笑道 本魔神还是第一次 听到有人敢这般 对魔族说这话的 即便是千年上古时期 也未有哪位敢这般口出狂言 笑着笑着 孙灵目光一寒 细细地望着夏长明 若是换作你的师尊 本魔神还会忌惮七分 你妈 太过年轻了 莫怪本魔神没提醒你 狂妄可是需要资本的 资本吗 夏长明轻轻一笑 身形瞬间消失 一剑迎面朝孙灵斩下 孙灵反应迅速 腰刀挥斩反击 一剑一刀相互碰撞 二者皆为仙气中的绝品 似有相惜相应 战意凛然 彼此发出颤颤剑鸣 两道神红在天际来回交错 刀光剑影纵横四翼 天倾地动 整片天空 仿佛要被这刀剑气势所撕裂 秘境中 万寿奔腾 天地动荡 仍在秘境各处的修行者 见此情形 纷纷朝着秘境外逃去 生怕被卷入这恐怖威压中 不愧是那位大人的徒弟 如此年轻 便有这般修为剑意 孙灵游刃有余地 又挡下夏长明一剑后 凑近夏长明脸庞夸赞道 但是脸色变得很快 转眼间又目露凶光杀意 若是继续放任你成长下去 将来成为第二个剑仙 恐会是我魔族大患 本魔神今日必杀你 那就试试吧 夏长明高举地先剑 青天一剑 顺势斩落 来得正好 孙灵不躲不闪 狂笑地挥舞妖刀 接下青天一剑 巨剑斩落 与妖刀向处 孙灵手臂黑雾钻出 渐渐将妖刀和自身包裹 黑雾攀附在妖刀上 竟不可思议地 开始将青天巨剑上的灵力 一点点损食 止余下的剑气 再也对孙灵造不成任何威胁 片刻间 青天巨剑便被黑雾吞噬殆尽 孙灵细细品味了一番 神情愈发兴奋 二剑尊灵力绝妙 本魔神很喜欢 夏长明略感震惊 孙灵身上的诡异黑雾 就如同她的嘴巴一样 竟可以肆意吞噬灵力 只要一与黑雾接触 灵力就会急速流失 看来你已经看出 与本魔神的差距了 你无法触碰本魔神 注定会落败 孙灵指着夏长明嘲笑道 打一开始 他就有充足的自信 击杀夏长明与苏月里二人 即便是他们二人联手 也不可能会是他的对手 你知道吗 这秘境来的可真是时候 本来本魔神正烦恼 怎么除掉你呢 一旦本魔神在秘境外动手 你的师尊 很可能就会感知到 本魔神的存在 所以我才一直等到了现在 顺带看了一处 人族相残的好戏 或许是自知稳操胜券 孙灵心情极为愉悦 收起妖刀 砍卡尔谈 菜比只不过是他的棋子 用来试探夏长明 真正实力的棋子罢了 只要杀掉夏长明与苏月里 再将秘境其他人全部解决 静等天都夜火 烧至九州十地 世间将再度陷入战乱 废话争夺 你的巫灵确实厉害 但只要不与你接触 就可以了对吧 夏长明不屑一笑 在孙灵疑惑的注视中 收起地仙剑 仙姿灵力上空 双手相合结印 神石外放 眼眸灵光闪动 神通 一方剑 第九十八章神通 一方剑 随着夏长明口念神通 一股微妙的灵力 顿时以他为中心荡漾开来 灵域展开 神石世界覆盖方圆数十里 这 这是神通法则的气息 怎么可能 孙灵神色震惊 难以置信地望向夏长明 难道他已经领悟了神通法则 踏入了神通镜 不对 神通法则气息薄弱 远不止如此 这是以半部神通镜 强行催动神通 他竟然真的做到了 此刻 孙灵终于是感受到了危机 夏长明傲立天间 神色藐视 手指指向孙灵 轻轻向下挥动 口中冷冷吐颜道 天雷 落 轰 轰 轰 受到紫色天雷 毫无征兆从天而降 天威震荡 仿佛是要泯灭一切 孙灵赶忙举起妖刀 挡下树道天雷 奈何天雷滚滚 接连树道披下 将他硬生生击落于地面 反复轰炸 待天雷示威稍弱 孙灵才衣衫蓝绿的 从深坑中爬出 全身已是各处焦黑 身上隐约子殿窜藤 这些天雷 乃是天地神威 以灵力催动 但并不是灵力所化 所以他并不能吞噬化为己用 否则也不会如此狼狈了 孙灵怨恨地盯着 天际之上的夏长明 很久没人 能够让他如此吃别了 夏长明冷漠相识 双掌青抬 再次念叨 山岳 请 孙灵脚下地面陡然开裂 地面分割两部分 升腾而起 如同两座巨大的山岳 将他夹在中间 不好 孙灵见大事不妙 赶忙飞身逃离山岳夹击之事 然而 夏长明岂会如他所愿 双臂抬 山岳猛然抬起 连绵不绝 将孙灵困在了其中 任由孙灵怎么飞 也飞不出 和 夏长明双掌相合 山岳瞬间重重地相碰撞在一起 和二为一 一时间 秘境内地动山摇 苏月李远在一旁 看得美眸待宁 似有不敢置信 夏长明 原来一直都是半步神通境 如今甚至都可以施展神通法则 二人之间的差距 让苏月李心中倍感无力 没多话 巨大的山岳开始战脸 树道剑光 展开了整座山岳 夏长明知道 光凭这两下 是解决不了孙灵的 在他展开山岳的那一刻 再次口念法诀 巨峰 咻 三道晴天巨峰 无风而起 席卷天地 孙灵树木顷刻间 皆被连根拔起 被孙灵斩破的山岳 也被一柄卷入其中 细细分割成了无数碎石 形成了一道天然的碎石巨峰杀阵 碎石与锋刃 不时从孙灵身上划过 留下道道伤痕 孙灵面色凝重 心中产生了一丝忌惮 言出法随 天地之威 肆意施展 何等可怕的神通法则 他不是那位剑仙的徒弟吗 怎么会领悟 如此未能的天地法则 孙灵想不通 一个使剑的 怎么突然挽起了仙法 不管怎样 无法与夏长明接触的话 他是绝不可敌 撤 孙灵当即奋力挥斩妖刀 从飓风的包围中 劈开了一道口子 朝着飓风外闪去 然而 被他劈开的裂缝 瞬间再次被飓风合拢 整个人陷入了飓风的席卷中 无数细小碎石 贯穿了他的身体 有的更是没入了他的体内 即便他不停地挥斩妖刀 劈开一道道裂缝 飓风都能迅速再次合灭 就连护身的黑雾 也被碎石击穿的千疮百孔 身体如同筛子一般 全身上下 没有一处是完成的 假奥 夏长明静静地注视着 飓风中挣扎的孙灵 冷冷念叨 三股飓聚其一 飓风中无数锋刃凝聚 一边拉扯着孙灵的身体 一边斩向他身躯 若不是挡在身前的腰刀 过于坚韧 他恐怕早就在 飓风的锋刃中 细细切成片了 孙灵争鸣嘶吼 放弃一切抵御 施展全身之力 高举腰刀 一刀斩破了飓风 不再犹豫 划破长空 果断朝着夏长明 神通领域之外逃去 只要逃出了 神通领域的范围之内 夏长明就再也拦不住他了 当然 前提是 他得能逃得出去 夏长明目光一凝 手掌一握 空中散落的碎石 再次凝聚在一起 汇聚成了一颗巨大的雨石 坠 一声令下 陨石如同遮天蔽玉般地 从天际坠落而下 孙灵眼见逃不出雨石范围 只得转身 再次将腰刀劈砍在雨石上 陨石压着孙灵 不断朝下坠落 速度越落越快 表面上更是突然生腾起 炽热的火焰 早已在飓风中 差点被绞碎的孙灵 无力再抵御雨石坠落 身体被火焰所包裹 随着吏叫声 重重地砸落地面 哼 雨石落地那刻 仿佛整个秘境中 都可以感受到大地的震动 夏长明缓缓挪开雨石 走到了还未死透的孙灵身前 冷谋俯视着他 孙灵面带嘲弄笑意说道 是本魔神大意了 没想到半步神通镜 也能施展出神通法则 本魔神小看你了 不过很遗憾 你就算这次击败了本魔神 天都内早已是身陷夜火 你最看重的夏家 也会被蔡家摧毁殆尽 而本魔神 只不过是 失去一具魔神化身罢了 日后我们还会再见的 孙灵肆意放声嘲笑 夏长明也懒得跟他再废话 第先剑一剑斩落 将他这具魔神化身斩灭 剑气延绵 斩裂地面树里 这是替他娘子还的一剑 饱含了对孙灵的愤怒 孙灵的魔神化身 瞬间被剑气吞噬 泯灭天地 做完这一切 夏长明脸色上 才露出些许疲态 以他半步神通境的境界 强行施展神通法则 又催动了这么多仙法神威 若不是长灵觉 源源不断的灵力供养 他还真不一定留得下孙灵 孙灵一死 风魔朱仙刀 再次成为了无主之物 夏长明缓缓捡起地上的妖刀 放入手中仔细打量 妖刀刀身冗长 遍布妖纹 看起来极为妖艳华丽 寻常仙气与地仙剑相互触碰 都可能会出现裂纹 而这柄妖刀却光亮如星 毫发无伤 的确是能够与地仙剑齐名的绝世仙气 难怪孙灵会想要夺下这柄妖刀 正当夏长明观摩妖刀时 一道靓丽的身影已经赶了过来 战斗结束 苏月里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 见到妖刀又落入了夏长明手中 真没清错 妖刀落入了夏长明手中 多半是与他无缘了 夏长明见苏月里眼眸盯着他手中的妖刀 一下就明白了他的心思 挥了挥手中妖刀笑道 娘子 想要 苏月里娇哼一声 说道 就算本地要 你也不可能会得本地吧 夏长明笑着朝苏月里招了招手 苏月里皱着绣眉 缓缓走到夏长明面前 伤势恢复后的他 再次恢复了平日那冷艳的模样 夏长明将手中妖刀递给苏月里 凑近他耳畔轻声道 只要是娘子要 卫夫就给你 第九十九章 魏夫累了 让魏夫靠一下 夏长明露出一脸期待的笑容 等待着苏月里主动朝他开口 苏月里攥紧绣拳 恨不得一拳 赏给眼前这个可恶的家伙 很想开口拒绝掉他 但却又真的舍不得妖刀 他也不是很相信他开口 夏长明就真的会把这柄绝世妖刀送给他 眼见苏月里迟迟不开口 夏长明一脸遗憾说道 看来娘子不喜欢这把刀 那魏夫只好找个地方 把他丢了 说着 夏长明就准备将妖刀收起来 苏月里下意识不禁说道 等一下 夏长明露出微笑望向苏月里 问道 怎么了娘子 你不是不要吗 本地何时说过不要了 苏月里翘脸略略窘迫说道 眼眸飘忽 不与夏长明对视 那娘子是还是不要 夏长明继续笑问道 一步步引导着苏月里 苏月里轻敏一下红唇 神色纠结片刻 终是声音细微地吐出一字 要 嗯 娘子你的声音太小了 魏夫听不到 你说什么 夏长明笑道 看着苏月里那扭捏窘迫 又不好意思的样子 他实在是忍不住 想要多调戏一番 毕竟这种机会可不常有 苏月里翘脸泛红 紧紧咬着银牙 怒怒瞪着夏长明 他才不会相信 夏长明没有听到她的话 摆明了 就是要戏耍她 根本没打算把腰刀给她 一气之下 苏月里干脆直接转身离开了 夏长明轻轻一笑 一步踏出 贴近了苏月里身后 手臂很顺其自然地 搂住了她的腰间 苏月里秀眉一宁 刚要准备发作 那妖艳华丽的腰刀 便递到了她身前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月里撇过头 朝夏长明疑惑问道 诺 送你了 魏夫把你送我的匕首弄坏了 这个就当做赔偿了 夏长明将头架在 苏月里的肩膀上 轻笑道 苏月里没有立即接过腰刀 而是神色严肃地说道 你就不怕 本地拿了腰刀 对你不利 夏长明沉吟片刻 随即贴在苏月里耳畔 翘声说道 魏夫说过了 娘子尽管来便是 魏夫期待你的下次夜席 苏月里沉着脸 钻井秀全 她此刻只想把 这个不要脸的家伙丢出去 哼 你可不要后悔 既然夏长明敢送 那她又有何不敢接呢 苏月里缓缓握住腰刀 感受着刀身不凡的 剑意和颤鸣 眼眸不禁流光一彩 爱不是手 连身后的虎尾 都在左右摇摆 看得出孩子很喜欢 夏长明露出一抹逆笑 苏月里恰好注意到了 夏长明脸上的笑容 非常嫌弃地驱赶道 你要靠着 本帝什么时候 刚刚一直都被夭刀 吸引了注意力 都没发现 他正靠在他的肩头 二人举止 看起来十分亲密 夏长明丝毫没有打算起来 非常平常地说道 魏夫有点累了 需要借一下娘子的肩膀 靠一下 苏月里见下长明 闭上双眼 神色略显疲惫 盗嘴的话 愣是没有说出来 任由他靠在自己身上 这家伙就这么睡着了 他真的不怕本帝 趁机对他不利吗 苏月里静静地注视着 夏长明的睡颜 思绪万千 此时的夏长明 仿佛陷入了沉睡 身上灵力也非常薄弱 毫无防备 而他刚刚恢复了 些许灵力和伤势 手中又获得了妖刀 此刻若是对夏长明出手 胜算概率很大 简直是绝佳机会 苏月里握紧妖刀 纠结着到底要不要动手 心中不知为何 犹豫不定 万一这家伙又是在装睡呢 先前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可这次看起来 非常像真的睡着了 若是错过 再难有机会 他不知自己在犹豫什么 苏月里思绪反反复复 仿佛两种不同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轻语 让他难以心境 做不出决定 最终还是化作一声轻叹 将妖刀收进了虎尾中 冷谋邪士夏长明 罢了罢了 这次暂且放过这家伙 毕竟刚刚他出手就吓了他 苏月里不知道的是 在他收起妖刀那一刻 趴在他肩膀上的夏长明 嘴角微微扬起 难以察觉的弧度 苏月里也不动 二人就那么保持着 站立的身姿 依靠在一起 场面十分温馨轻腻 稍晚寻过来的 周安宁剥开草丛 入眼便看到了 夏长明搂着苏月里 一脸惬意睡颜地 依靠在他身上 这如同神仙眷侣般的一幕 令周安宁瞪大了双眼的同时 脸颊不禁升起一阵粉红 安宁不是故意 安宁这就走 周安宁捂着羞红的小脸 非常识相地转身离开 找到老大他们了 为啥又要走啊 狼牙趴在周安宁的肩膀上 不解问道 正要跳下来 奔向夏长明 却被周安宁 一手在半空中抓住 拽了回去 小鬼头 你拽本大爷干嘛 老大他们在那边啊 狼牙在周安宁手中 不满扭动着 苏月里疑惑地看着周安宁 为何又突然离开了 转头看着 依靠在他身上的夏长明 顿时知道 他一定是误会什么了 他只是勉为其难 借夏长明 暂时靠一下而已 不知为何 被他人看到 苏月里心中 闪过一丝慌张 连忙走开 失去支撑的夏长明 只好悠悠醒了过来 安宁啊 你来早了 夏长明心中不由惋惜到 难得的温馨时刻 就这么结束了 恰好此时 秘境之中 开始当起了阵阵波动 经历过多次天尊之战 又承受神通万法的洗礼 秘境已经变得极为不稳定 空气中灵力稀薄 灵力乱流涌动 天倾地邪 再过不久 这处秘境裂缝 就会缝合消失了 若是不能在 秘境裂缝合上之前出去 那便会永远留在 这座仙种之中 直至作画其中 化为心得天地之灵的养料 不停地有身影 从天边划过 飞向秘境裂缝的出口 娘子 安宁 走吧 该回去了 夏长明与苏月里 飞升而起 化作神红飞逝 周安宁紧跟在后 离开这么多天 天都到底怎样了呢 第一百章别闹了 差不多得了 天都 夜火焚成 狼烟四起 狂暴的风雨声中 夹杂着金戈铁马的 厮杀声与哀嚎声 血水染红了片片青砖 此刻的天都 早已没有了 往日祥和繁荣的景象 铁蹄与刀剑交锋声 遍布整座天都 百姓只能心惊胆战地 蜷缩在房间内 瑟瑟发抖 作为天都著名地标之一的 最先楼 如今已是在燃起的 熊熊大火中 化为了灰烬 大人 谢家顽抗者 皆已斩杀 如今负责掌管 谢家的谢云 已经带领着残余 谢家之人 逃到了夏家宗帝 是否追击 一名手下 朝王猛拱手问道 王猛明示着 渐渐在烈火中 坍塌的最先楼 淡淡道 不必了 最先楼焚毁 谢家基本死伤殆尽 谢家已经完了 即便逃到夏家宗帝 那边也有蔡英 带领的蔡家 在进攻夏家 逃不掉的 在返回天都后 王猛立即就召集了 王家所有剩余的弟子 大举进攻了 谢家领地与最先楼 谢家虽有准备 但奈何实力低弱 境界悬殊 在谢云的带领下 进行了一番殊死抵抗后 终是不敌王猛 只能带领残存的人 逃向了夏家 如今谢家领地被毁 最先楼被焚烧 谢家弟子死伤大半 基本宣告谢家完了 王猛自然是懒得 再耗费气力和时间 夏家那边有蔡英在 想来夏家应该也差不多晚了 剩下的只需要协助周子哥 夺下皇宫 便可宣告新帝登基 天都从此便只有两大世家作用 想到这里 王猛咧嘴一笑 目光望向巍峨堂皇的皇宫 举刀直指皇宫登天殿 立声道 皇宫禁卫军统领岳卓天 率领禁卫军 意欲谋反 我王家身为四大世家之一 历代身受天州厚恩 绝不会放任奸贼得逞 诸位随我进攻秦王 诛杀叛将岳卓天 杀杀杀 王猛身后 一众王家弟子和兵族 兴奋高举兵刃 其声高鹤道 大队人马朝着皇宫杀去 另一边 夏家宗殿给我杀进去 凡是夏家之人 不论男女老少 一个不留 蔡英率领着大批人马 伶俐在夏家宗殿上空 挥手发号施令 令众多弟子 骑其攻向夏家宗殿 然而无论如何反复进攻 挡在面前的夏家护宗 大阵纹丝不动 安稳如山 连续进攻了数日了 别说杀进夏家了 连一步都没踏进去过 这夏家护宗法阵 就像坚不可摧的壁垒一般 灵力源源不绝 怎么消耗 也没有出现半点裂痕 仿佛有着无穷的灵力 在他们进攻的同时 不断修复着大阵屏障 最开始 夏家所有人 还会严阵以待地 聚集在他们面前 如今早已散开 在宗帝玩耍打闹 喝茶下棋 完全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蔡英简直气得半死 蔡英实在忍无可忍地 一把拽起了身旁的夏浩渊 愤怒吼叫道 你不是说 派了夏军 提前回到夏家 理应外合 将那夏家护宗大阵关闭吗 如今这夏家护宗大阵 不仅还在 也一点不像你所说的那般脆弱 你莫不是在耍我 夏浩渊 也是茫然不知所措 前几日 让夏军与那名暗卫 先回到夏家后 就失去了与夏军的联络 夏家护宗大阵也未关闭 夏家仿佛早就料到了 他们回来一般 做好了一切准备 面对蔡英的质问 夏浩渊不敢丝毫反驳 也不知如何反驳 只能劝道 蔡家主息怒 夏家护宗大阵老夫 最为了解 虽是坚固 但极为消耗灵力 以夏家灵石库 撑不了多久了 老夫相信 很快就可攻破 放屁 你昨日也是这么说的 瞪大你的狗眼看看 夏家护宗大阵 哪有一点消散的痕迹 蔡英指着夏家护宗屏障 冲着夏浩渊 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臭骂 夏浩渊 被骂得无力反驳 心中也很是疑惑 明明夏家 没有多少灵石库存 这护宗大阵 为何能维持这么久 就连宗地内的灵力 似乎也充裕了不少 此刻夏长林 打着哈欠 伸着懒腰 走出了房门 见到大阵外的蔡英众人 不由嬉皮笑脸问候道 蔡家主 还在呢 这么舍不得走 看着夏长林 有耻无恐 嬉皮笑脸的得意模样 蔡英气得差点 将后槽牙都咬碎 夏长林 你别得意 待我攻破了这大阵 定将夏家斩尽杀绝 好了好了 别闹了 差不多就得了 夏长林 很是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自顾自地娇起了花 蔡英 夏浩渊 蔡英等人满脸黑线 夏家之人 难道都是 只会归缩在家中的废物吗 曾经的夏家 不是很神奇 号称四大是家之首吗 可敢出来应战 蔡英放声 冲着夏家宗地内叫嚣道 试图激怒夏家 可不论蔡英 怎么辱骂挑衅 夏家中都无一人理会 早在之前 夏长林便对夏家 所有人下了死命令 在夏长林回来之前 不许任何人出到大阵之外 有两个幼小至难的孩童 走到夏长林的身旁 好奇地指着蔡英 奶生奶气问道 夏伯伯 那个人是谁啊 夏长林蹲下身子 摸着两个幼童的小脑袋 笑着说道 那是个很坏的坏人哦 记住一定不能出去 也不要和他说话 不然他会张大嘴巴 将你们一口一个吞下吃掉 夏长林讲得会声会色 还假装大会狼的模样 张牙舞爪地吓唬两孩童 两小孩子吓得面色都变了 乖巧地点了点头 妈妈说过 不能跟坏婴玩 我们不跟他玩 对 不跟他玩 说着 两孩童还扭过头 朝着对空中的蔡英做鬼脸 吐舌头 蔡英气得额头青筋抱起 心中快气炸了 竟然拿他做红小孩的教材 岂有此理 夏长林欣慰地摸了摸 孩童的小脑袋 这两可比夏长林小时候好哄多了 小时候 他给夏长林讲故事 吓唬他的时候 夏长林都是一脸看白痴的眼神盯着他 现在想想 那孩子真的是打小就与众不同 在夏家踪地不远外的一座山峰上 玲玲矗立山崖边缘 瞩目眺望着夏家局势 身后是玲星 以及陈恋雄 率领着一众白衣白面的天地宝阁弟子 少主 夏家早有防备 看来不需要我们出手帮他们了 陈恋雄望着夏家坚不可摧的护踪大镇说道 玲玲却不以为然 缓缓摇了摇头说道 马上就该我们出手了 第101章 天地宝阁出手 天际之上 蔡英咬牙切齿 神色一定 从怀中取出了一张漆黑的灵符 这张灵符中 蕴含了蔡家老祖蔡比的权力一击 实力极为庞大 破开这大阵结界是绝无问题的 但以他天人静的实力 要想催动这张灵符 不仅需要耗尽 他的一身灵力 还要消耗神魂 注意施展 非常伤及倒机 如果可以的话 他是绝不打算使用这张灵符的 奈何如今时间拖延已久 带老祖回来 若是没破了夏家 一定会责罚他 最主要的是 他再也无法忍受夏家的嘲讽 罗刹鬼指 蔡英制出灵符 双手掐绝 一身灵力流入灵符当中 灵符悬浮上空 随着灵力注入 散发漆黑的盈盈光芒 一只猙獰巨大的鬼指 从灵符中探出 鬼指封锐的指甲 抵住夏家护宗大阵 尖端一点点地 没入其中 护宗大阵被插破了 夏长林面色逐渐凝重 蔡家果然还是留了后手 护宗大阵一旦被破开 难免一场殊死一战 夏家之内恐惠生灵涂炭 夏若光 以及其他各位长老 也感受到了鬼指非凡的威力 纷纷飞身赶来了夏家宗地前 严阵以待 若光长老 麻烦你带领家族中 老若妇孺 躲到陵园之地去 夏长林对夏若光嘱咐道 护宗大阵将破 放心 老夫早已安排妥当 想灭我夏家 可没那么容易 活了这么久 夏若光并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 此时的他目露寒光 已然做好了 为夏家捐躯的准备 临死前 也定会从蔡家身上 啃一层皮下来 夏长林暂许地点了点头 只可惜 这护宗大阵 还是没能撑到夏长明回来 怕辣 鬼指捅破了护宗屏障 整个护宗大阵 顷刻间崩碎 化为了片片飘落的鳞片 宛如破碎的玻璃残渣一般 护宗大阵已碎 今日就是你夏家灭亡之日 所有人听令 杀 一个不留 护宗大阵一破 蔡英猖狂得意大笑 随即挥手命身后手下 蜂拥杀入夏家内 连续多日进攻无果 早就让蔡家一众人满心怨恨 各个迫不及待地冲杀上前 夏长林 以及其他众长老 带领着夏家弟子毫不退缩 各个神情肃母 是要与蔡家一决生死 在蔡家前锋数人 即将与夏家相互厮杀时 一道清冷的声音 自天际响起 九佑 宁沙 呼 一道寒冰刺骨的冰墙 陡然凭空凝结 将蔡家数十人 直接冰冻在冰墙之内 是谁 蔡英大惊 连忙看向四周 玲玲带着灵星 陈炼熊 以及一众身着白衣 面带洁白面具的 天地宝格弟子 缓缓挡在蔡英面前 天地宝格的人 这下蔡英更加大惊失色了 天地宝格不是主张 绝不掺和任何事情 协助任何势力的吗 就连天都 早已是熊熊烈火 尸横遍言 也不见天地宝格出手 为何会偏偏出现在此 宝下家 蔡英想不明白 天地宝格的势力 遍布九州十地 势力通天 与其交好宗门无数 急剧威望 他也不愿招惹天地宝格 只能客气地拱手问道 敢问阁下 可是天地宝格的灵少主 正是 灵灵回到 身体再无酒悠寒气侵蚀的他 气质清冷淡然 浑身还透露着一股寒寒凌微 双手负于身后 手中握着折扇 配上一身轻易白衫 颇有冷面公子之风 蔡英不敢得罪 接着问道 天地宝格向来不协助 不偏向任何一方 灵少主这是何意 我欠了夏家主一个恩情 答应他在夏家有难时 出手协助 你可以带着你的人滚了 灵灵毫不客气 冷冷说道 指尖清点身侧冰墙 冰墙瞬间破碎 连同那些被封印在其中的 蔡家弟子一同化为兵械 好八道 夏家一众人在下面 看得目瞪口呆 一脸难以置信 天地宝格竟然会不惜得罪蔡家 替夏家出手 就连夏若光 也是不解震惊地 看向了夏长林 夏长林只是尴尬一笑 他虽然知道 夏长明好像是恰好出手 救了天地宝格的少主 但完全没想过 天地宝格会为了保护 夏家自坏规矩 这可是天地宝格 从未有过的先例 这么一想 突然感觉被有面子 蔡英也没想到 堂堂天地宝格会这么名言说出了 要护着夏家 更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训斥他们滚 好不容易才破开了夏家护宗大阵 岂能就这么灰溜溜地离开 林少主 我不知道您欠下了夏长明什么恩情 但如今 夏长明已进入秘境 我家老祖 一在秘境当中 他绝无再活着 从秘境中走出的可能 还望林少主 看在我家老祖的面子上 不要插手此事 蔡英半威胁半恭敬地说道 意思再清楚不过 蔡家老祖 会在秘境中 杀掉夏长明 很快 蔡家老祖便会从秘境中回来 区区蔡家 是在威胁我 林林双眼威眉 不屑说道 许久没有人敢 这般威胁过天地宝格了 上一个连坟头草都三丈高了 不敢 只是希望天地宝格 能够好好重新考虑一下 蔡家义可是天地宝格的朋友 仗着自家老祖在 蔡英不甘示弱地说道 就凭蔡家 也配 林林也不客气 冷谋一宁 手中折扇挥出 一道冰锥爆起 穿透了蔡家树人 你 真当我蔡家 怕你天地宝格不成 这里是东周天周 还不是你天地宝格的试炼 蔡英暴怒 指着林林怒斥道 随手就又杀掉了蔡家树人 完全就是 没把他蔡家放在眼里 林林也不废话 被身旁二人呼唤道 林心 陈主事 让蔡家消失吧 林心与陈恋雄 立马飞升月起 带领天地宝格弟子 杀向蔡家 林心跃入蔡家阵地 眼眸一寒 一见荧光长过 伤一片 敢对他的少主不敬 都该死 陈恋雄手握汗地锤 一锤砸下 无人可当 就连那些看似平庸 脸带白面具的 天地宝格弟子 也近乎都是 天人静的实力 这些乃都是 林林的护卫 天地宝格的精锐 杀入蔡家阵地势 如破竹 林心与陈恋雄 更是两位天人静巅峰 一瞬间 蔡家便死伤惨重 下家众弟子听令 蔡家意欲灭我下家 残害我族人 绝不容放过 杀 夏长林也趁机举荐 号令下家众人蜂拥而至 杀向了蔡家 第102章归来 秒杀 西南山峰 秘境裂缝 数十道身影 从裂缝口中飞出后 秘境裂缝 便悄然密合 消失在了众人眼前 来时那浩浩荡荡的 数千人队伍 如今只剩下了 林散数十人 得以幸存逃出 其中一大部分 还都是下家之人 谢家只剩于不到十人 王家与蔡家 更是一人 都未曾见到 诸多宗门小派 也都随之消失于秘境中 今日过后 天都局势 必然会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好耶 本大爷终于是 从那破地方出来了 这片天地 将来定要因本大爷而颤抖 一出秘境外 狼牙就趴在周安宁的肩膀上 不停地东张西望 神情显得很是兴奋 周安宁脸上也是 流露出欣喜的笑容 在秘境的数日经历 足以令他此生难忘 不仅在里面磨练修行 提升了境界 还偶然获得了先缘传承 如今的他 终于有实力守护天州了 周安宁心中如此期盼着 当他目光望向天都时 脸色瞬间聚变 神色惶恐 本该是祥和繁荣的天都 此时却是火光冲天 一片火海 夏兄 女帝大人 多谢出手相助 天都恐有聚变 我必须立马回谢家一趟 谢夜也看到了天都夜火 心中不由咯噔一下 急忙向夏长明拱手告别后 带着谢花灵 和残存的谢家弟子 赶回谢家 他离开时 虽有让谢云做好应对 但他心中非常清楚 如今的谢家 根本挡不住 蔡家与王家任何一方 尤其是在秘境中 还未有看到 蔡英与王某二人的身影 不用想也知道 他们一定是趁他们 在秘境中的时候 同时动手了 顾不得休息调整 他们必须赶回谢家 夏长明目送谢夜等人离开后 身旁的周安宁 也心急如焚地向他告别道 夏叔叔 多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安宁必须回皇宫找爷爷了 周安宁意志非常坚定地说道 无论如何 他都要赶快回皇宫 守护他爷爷周泰安 夺回属于他的东西 这是关天周家事 他要亲自解决 所以 周安宁并未向夏长明 请求帮助 夏长明轻轻点了点头 说道 去吧 做你该做的事情 说完 夏长明又将目光 转向周安宁肩膀上的狼牙 狼牙 保护好安宁 放心吧老大 有本大爷在 没人能伤到这小鬼 狼牙自信地拍了拍胸脯说道 周安宁勉强微微一笑 躬身行了一礼后 带着狼牙化作神红 直飞皇宫而去 夏长明也回头望向了夏家宗帝方向 对身旁的苏月里说道 我们也走吧娘子 回家 是时候让蔡家从天都消失了 如今蔡家老祖蔡比已死 隐藏在幕后的魔神孙灵化身 也已生灭 不必再对蔡家留守了 夏长明化作神红飞逝 苏月里二话没说 紧跟在夏长明身旁 夏家宗殿 绚丽缤纷的灵力和身影 在天空中飞驰 厮杀声 哀嚎声不断 望着蔡家众人 一个个自天际坠落 被杀得溃不成军 蔡英脸色阴沉至极 难看到了几点 本以为会是一场 毫无悬念的屠杀 却因天地宝阁中屠插手 反倒是自己成为了 被屠杀的一方 灵星 陈恋雄 再加上 灵灵便是三位天人境巅峰作阵 夏家五大长老齐聚 竟是一个不辣 而蔡家这边 除了他一人天人境巅峰 根本无力抵挡 在这般下去 蔡家会全折损于此 蔡英咬牙切齿 犹豫着 是否该先撤离 在灵星与陈恋雄二人的合力下 一名蔡家长老 被一箭穿心 一锤砸落地面 命运当场 剩下的另一名蔡家长老 更是连声音都没有发出 便被无数冰锥贯穿 冰封为一座璀璨冰雕 接连损失两位蔡家长老 蔡英终于是按捺不住了 不再犹豫 当即飞身逃离 老匹夫 哪里走 夏长林迅速追上 一箭斩落 蔡英回身 仓皇举剑挡下 咬牙切齿道 夏长林 你别得意太早 等我老祖在秘境中 灭掉夏长明归来 定要让你们夏家 以及天地宝格好看 蔡英脸上浮出一抹阴狠说道 只要等到老祖回来 灭掉夏家和天地宝格 众人也就谈指尖的事情 最终的胜利 依旧属于他蔡家 到时候 他一定要让夏家所有人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然而蔡英阴狠的笑容 随着一道声音响起 而凝固在了脸旁 哦 是吗 蔡家主就这么坚信 出来的 会是你家老祖 伴随着声音 一道俊逸的身影 踏空而来 厮杀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不禁侧目凝望 这道熟悉的身影 夏长明 家主 夏家众人见到夏长明出现 各个脸上笑容展露 相反 蔡英与一众蔡家弟子 面色煞白 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 仿佛见到了鬼一般 怎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从秘境中活着出来 蔡英颤颤巍巍的 对夏长明质问道 他实在不敢相信 眼前出现之人 会是夏长明 与苏月里二人 他老祖蔡比 与那魔神将二人 可是双天尊啊 夏长明冷冷 注视着蔡英 也不多废话 神识领域直接展开 蔡家 消失吧 蔡英感受到一股莫名寒意 从夏长明周身扩散开来 直觉告诉他 死亡的危机降临 啪 一道清脆的响指声响起 天空中 骤然一道紫色天雷降临 蔡英目露惊骇 拼死施展 混沌抵挡 整个人 依旧被淹没在了天雷之中 化为了灰烬 仅仅是一瞬间 蔡家家主蔡英 便以身魂俱灭 引动天雷 蔡家其余人 从震惊回过神 纷纷惊慌地 朝着四周逃窜 夏家众弟子听令 夏长明傲力当空 高呼道 在 一众夏家弟子 拱手肃然 静静地等候着 夏长明发号实令 包括了矗立在夏长明身后 从秘境中 经历过杀伐磨练的 夏若宾众人 凡是蔡家 以及进犯我夏家者 一律杀之 是 夏家众人高昂的声音 响彻整个夏家上空 随即一个个飞身 朝着四处逃窜的 蔡家众人 追杀而去 夏浩渊 再见到夏长明 以一击天雷 就灭杀了蔡英后 便立马隐匿身形 悄悄地远顿而去 而夏长明早就发现了他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想走 第103章 蔡家覆灭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夏浩渊慌忙从人群中逃窜 神色惊具 口中不断重复念叨 计划中 本该是他连同蔡家灭掉夏家 获得遗魂秘法转身 成为夏家新主 坐拥齐成才是 为何夏长明 没有死在秘境 为何万无一失的计划会失败 夏浩渊想不明白 他也不愿再想 一心只想赶快逃离这里 然而 一到他最不想见到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他身前 你要去哪 夏浩渊说道 夏浩渊转过身 只见苏月里不知何时 悄然出现在了他身后 夏家其余众人 也纷纷赶来 蔡家已然覆灭 身后又是苏月里 夏浩渊深知大势已去 无力回天 躬身求饶道 夏长明 不 夏家主 可否看在老夫为夏家 辛勤多年的份上 放老夫一马 夏长明没有回答夏浩渊 而是望向了夏家众人 冷声询问道 诸位 凡是背叛夏家 对亲族出手者 应当何罪 夏若光作为夏家 最具威望的长老 站出对脸 拱手回道 禀家主 按照夏家祖训 凡是叛逆者 当斩不赦 凡是对亲族出手者 天地不容 斩其身 灭其魂 不论族内地位未接 不问曾经的丰功伪计 你可听好了 夏浩渊 你身为曾经夏家大长老 不会连夏家祖训都忘记了吧 夏长明目光 转向夏浩渊质问道 夏浩渊低垂着头颅 目光聚颤 浑身站立 一股虚脱无力感 席卷全身 但他还不想就这么放弃 夏长明 夏浩渊一声爆喝 手掌握住腰间佩剑 约要进行最后的殊死一搏 佩剑还未出鞘 一道荧光 便已从他脖梗划过 夏长明不急不慢地 将帝仙剑收回鞘中 只能说 他想太多了 夏浩渊瞪大双眼 在夏家众人的注视下 身体无力地从空中坠落 娘子 夏长明望向苏月里叫道 苏月里嗅眉青醋 对着下坠的夏浩渊尸体 轻吐烟气 夏浩渊的尸体 顿时燃起熊熊碧绿幽火 身魂发出惨烈的哀嚎声 扭曲的身魂 一点点被幽火吞噬殆尽 直至烧成灰烬 夏长明本可直接引动天雷 将夏浩渊批的身魂拒灭的 但他选择了让苏月里 利用幽火灼烧 让他承受神魂灼烧之痛 天雷劈死他 可就太便宜他了 蔡英与夏浩渊已死 剩余的蔡家众人 也尽数被斩杀 夏家宗帝终于是恢复了宁静 夏长明带领着夏家众人 纷纷围了上来 向夏长明说了 这几日天都内发生的一切事情 天都内局势大乱 大皇子周指哥 已然起兵造反 皇宫情势尚且不明 夏家内抓捕了夏军 与那名夏浩渊的暗卫 谢家谢云等人身负重伤 暂避夏家之中 你而夏军与那投靠夏浩渊的暗卫 已被关押了起来 要如何处置他们 夏长明问道 之所以留到现在 便是等夏长明决定 按照夏家祖训 一并处置吧 夏长明淡淡道 对于背叛者 他向来不会心怀慈悲 夏长明点了点头 又继续说道 谢家遭受王家突袭 伤亡惨重 谢云带领着剩余的族人 暂且逃避到了夏家内 我将他们收留在后山中 谢家还剩多少人 夏长明问道 夏长甚至连思索的时间都不用 直接说道 不足百人 谢家再怎么说 也是天州王朝四大世家之一 族中弟子数以万计 如今却只剩下了不足百人 待天都之变结束 谢家也再难重回 西越巅峰了 麻烦父亲托人照看好谢家的人 顺便派人去通知谢业 告诉他 谢家的人在此 好 夏长明应下 赶忙飞去安排 夏长明又看向一旁的夏若光 说道 若光长老 麻烦你带领族中子弟 将宗帝内收拾一下 修复一下护宗大镇 谨遵家主之名 夏若光恭敬拱手说道 夏长明不仅预料到了 蔡家阴谋与夏浩渊反叛 令他们提早做好了 护宗大镇的防备 还带领着夏家大部分弟子 从秘境中安然归来 甚至令从不偏袒 任何一方的天地宝格 为夏家出手 以家家主之威力展叛徒 强势归来 如今他对夏长明 已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对家主之言无任何意义 若兵 夏明 你们也一同协助若光长老 恢复夏家 夏长明又对夏若兵 与夏明二人说道 是 夏若兵与夏明二人拱手硬道 加入了恢复夏家的工作当中 尤其是夏若兵 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夏家众人 分部安排工作 苏月里站在夏长明的身侧 眼眸偷偷瞟向了夏长明 这家伙倒是越来越有家主的风范了 使唤起他 好像也越来越随意了 此时 夏长明正俯瞰着夏家宗地内 忙碌恢复的景象 丝毫没有注意到 苏月里的小心子 玲玲也带着天地宝格众人 缓缓来到了夏长明身前 见过夏家主 玲玲非常客气地朝夏长明问候道 客气到夏长明都觉得十分违和 虽说他是出手救了玲玲 但也不至于让天地宝格的少主 对他这么客气吧 虽然心有疑虑 但毕竟天地宝格的确是信守承若 出手助了夏家 夏长明还是感激道 多谢天地宝格出手相助 马脸 在下欠下家主一命 答应过会出手助夏家 那必然会做到 天地宝格世代经商 最为注重承若 一诺千金 言出必行 玲玲笑谈道 这般信守承诺 讲究原则 倒是让夏长明心中 对天地宝格多敬佩了几分 天地宝格势力 遍布九州十地 势力可谓雄厚 绝不是小小菜家所能比拟 但却并未有占据一方 称霸天地的打算 一心行伤 听说他们甚至一直在找机会 将市场扩充到妖族界内呢 如果有机会 倒是值得深交一下 夏家试了 但天都夜火还在熊熊燃烧 夏长明目光望向远处 火光冲天的皇宫 剩下的 就是平息皇宫叛乱了 凌凌顺着夏长明的目光 也望向了皇宫 看似随意问道 夏家主 可需要我天地宝格出手协助 夏长明深深地看了眼凌凌 明明天地宝格 并未要出手援助天州的意思 却因为他到来后 似有出手打算 凌少主出手协助夏家 是出于恩情 应当是没必要为天州出手吧 夏长明非常相信 他只要说一声 天地宝格 真的会出手平反 天都叛乱 凌凌一时哑然 但很快恢复镇定 笑着解释道 在下出手自然也是为了偿还恩情 天州王朝若是一主 对夏家也是个麻烦不是吗 哼哼 并不会 凌少主可要与我 一同去见证新地登基 夏长明胸有成竹的笑问道 凌凌心中一领 目录差矣 难道说 第104章天都之乱 天都城外 沙 黑压压的大军 如同乌云一般 冲向了天都城墙 士兵手握长脊冲锋 沙声震天 云梯拔地而起 直挂墙头 攀岩上 威额高耸的城墙上 落石滚木不断 箭矢倾泻如雨 火石犹如天降陨石 风火连天 一时间战鼓轰鸣 厮杀声响彻天地 在接到周泰安发出的秦王令后 天都附近的五郡石将帅 甚至更远处都纷纷率兵响应秦王 然而 天都城防军 早已权势周指哥亲信掌控 自然是不会放任援兵进城 双方就此展开了惨烈的攻防厮杀 大殿下周指哥联谋蔡家王家 残害手足 异欲谋反 以示逆贼 老夫奉旨进攻秦王 凡是抵抗者 皆视为叛等 一律斩杀 诸将听令 攻破此城 护驾秦王 一位稳坐在烈火居上 满脸白须并发的年迈老者 冲着身后部下 大声怒喝道 年纪虽已年迈 但气色沉稳 身材雄壮威武 披着悬甲 雄厚气势 远胜那些年轻武将 此人乃是越战天 天州军部大统帅 曾与周泰安 多次抵御妖族 是周泰安 最为信任的部下之一 也是皇宫 近卫军 统领岳卓天的父亲 一收到周泰安 进攻秦王的秘址 他马不停蹄地 就率领着数万大军 杀向了天都 其他各郡 各都也纷纷赶到 汇聚成了一支 数十万大军 再过不久 就可以攻破城门 歼灭叛军 只是在那之前 皇宫万不可文献 一旦周止歌 士父夺权成功 登基新帝 又有蔡王两家协助 天州境内 其他守将 难免会服从 听从号令 届时成为反贼的 反而会是他们 天都皇宫内 烈火焚成 尸横遍野 鲜血随着雨水 顺着台阶冲刷而下 一排排悬甲 进卫军 手持刀盾 挡在通往皇宫大殿的台阶上 各个神情肃杀 目光尖锐 月卓天手握 霸王长枪 立于重镜卫军前 气势凛然大吼道 陛下有令 凡是携带兵器 擅闯皇宫者 一律杀无赦 杀杀杀 身后一众镜卫军 跟着怒吼道 高昂奇想的怒吼声 传遍整个皇宫 配上镜卫军身上流淌的鲜血 足以令身前叛军 畏惧战烈 周止歌面色阴沉地望着月卓天 连续数日的进攻 愣是被月卓天率领的镜卫军 死死挡在这通往登天殿的台阶下 无论他如何威逼利诱 月卓天竟是一点 归顺于他的想法 也没有 甚至几度差点将他格杀当场 殿下 城门那边告急 月占天率领的大军 很快就要破城了 一名士兵神色慌张地 跑到周止歌身旁 福尔翘声说道 这个死老头子 原来也是早有准备 他根本就是想要 借机除掉本王 周止歌文言 脸色更加难看了几分 再继续这样拖下去 城门告破之时 他的一切努力 很可能就功亏一篑了 蔡家与王家为何还不来 周止歌心中焦急道 月卓天望向风火连天的城门 听着喧天杀声 逐渐看到了希望 而就在这时 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王猛率领着王家弟子 从天而降杀入其中 大殿下 王家前来助你 王猛一记横斩 数名禁卫军 连几代甲斩断 应声倒地 周止歌见王猛到来 面色狂喜 立即招呼其余人 一拥而上 王家主来得正好 快替本王秦杀月卓天 有了天人禁巅峰的王猛 以及众多王家精锐弟子的加入 战局一下就发生了逆转 禁卫军瞬间死伤惨重 王猛没有进入秘境 而是率领王家 先去灭掉了谢家后 再来皇宫 看来是早有预谋 月卓天大感不妙 但依旧手持长枪 死死挡在台阶上 不让任何一人同行 大有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之事 周止歌见短时间内 拿不下月卓天 转而率领数名部下 趁乱掠过月卓天 连忙将阻挡他身前的 庶民叛将斩杀 正欲追赶周止歌时 王猛便已从背后大刀斩落 早闻月统领实力着群 正好让我领教一下 察觉危机 月卓天转身将长枪横荡身后 硬生生地接下了王猛一刀 月卓天与王猛同为天人境巅峰 但奈何数日不间断御敌 灵力和体力早已不及王猛 王猛大刀一点点地落下 刀刃寒芒 迎面清晰可见 离月卓天 脸庞愈发接近 握长枪拼命支撑 心中犹在担心 已经闯入登天殿内的周止歌 月统领还有心思关乎其他人 见月卓天目光不时瞟向登天殿 王猛戏谑笑道 月卓天抬枪怒斥道 陛下带蔡家王家不薄 遵予四大士家特权领地 而等尽不知恩情 行大逆不道的谋逆之举 哼 顺者昌 逆者亡 蔡家老祖献士 天舟也将落入大殿下手中 王家只不过选择了顺应大士 王猛吏色怒视 手中大刀又多用了几分力 刀刃离月卓天 脸庞愈发逼近 眼看即将除掉月卓天 一声娇喝声忽然从上空响起 诸少 众人不禁疑惑 下意识都停下了手中兵刃 抬头望向了来人 周安宁首握凤 炎火与剑 仙姿盎然 凌空而立 面色愈怒地望着下方众人 他简直不敢相信 眼前发生的一切 只是离开了天都数日 大军攻城 天都街道内便横尸遍野 血迹斑斑 染红了青砖碧瓦 所望之处 皆是夜火狼烟 心急如焚的他直奔皇宫 沿途见到皇宫中 也是死伤一片的惨烈景象 剑下方仍在互相厮杀 周安宁不由怒声喝止 月卓天见到周安宁 面色大喜 流露出歇血安心 但很快就着急大喊道 小殿下 这里危险 您快快离开 王猛震惊地望着突如其来的周安宁 瞳孔犹如地震般颤抖 满脸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 你竟然从秘境中活着出来了 王猛指着周安宁 颤巍巍问道 周安宁出现在此 那便说明 秘境中的计划失败了 蔡家老祖 到底在搞什么鬼 不是说好了 万无一失吗 周安宁冷谋 凝视着王猛 仙剑直指其身 寒声宣布道 王家谋逆 其行大逆不到 当猪 哼 就凭你这乳秀未干的小鬼 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虽然不明白 王猛一身灵力暴起 身形暴涨 撑破了衣衫 转眼间 化为一只棕毛虎人 体型壮硕 尖嘴獠牙 极具压迫感 周安宁毫无畏惧 力声道 小黑狗 第105章他 由我来杀 皇宫大殿内 周太安静静地 依靠在王座之上 闭目养息 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皇宫中奴仆妃子 以及许多大臣 该逃得早就都逃了 唯独刘温 仍旧矗立在他身旁 刘相 你还不打算走吗 周太安闭着眼问道 刘温微微一笑 只是道 老陈上了年纪了 跑不动了 就在这陪陛下了 况且 陛下不在了 老陈狗活下去 又有何意 周太安睁开垂老的双眼 望向刘温 欣然一笑 到这最后一刻 还有老友相伴 倒也不算太差 只是相比 陪同他这本就将死之人 一起送死 伪师不知当 刘相 你觉得 朕的皇孙安宁如何 周太安随意问道 刘温不假思索 回道 小殿下自幼天资聪慧 冰雪聪明 又勤学刻苦 甚至胜过三殿下 周太安闻言 心卫得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什么 联想之前 周太安交付给 月卓天的锦盒 刘温一下就察觉到了 周太安的潜在意思 略敢诧异地问道 陛下 难道是打算 立小殿下为储君 有何不可 老陈若是没记错 小殿下乃是女子之身 天州历代 从未有过女子登基称帝 刘温说道 周太安不以为然 神情淡若地说道 那又如何 历代先王没有 那朕便开了这仙河 如今妖族帝王 不也是女子 朕相信 安宁他能够继任朕的位置 重现天州繁华盛世 起初 周太安就已经犹豫着 是否将周安宁立为储君 是否该强迫 他做上这星系 整个天州的王位 在见到妖族女帝苏月里后 周太安也终于是下定了决心 妖族女帝 尚可在混乱的妖族之地脱颖而出 一统妖族万众 他坚信 周安宁将来 一定也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女帝 统治天州 刘温点了点头 他心中 其实也是非常赞同周太安的决定的 如今周明安已死 周指哥公然谋反 意欲夺位 野心勃勃 手段残忍 无论如何 都不能将天州未来交与他手的 那剩下的 只有年纪上小的周安宁 能够担任大任 继承地位了 周太安语重心长 带着托付之意 对刘温说道 刘相 朕以秘旨宣你为国父 协助安宁治理天州 安宁上小 将来他若是有何违背天子行径 还望 你能及时纠正他 将他培养成一位出色的帝王 老臣 明白了 还请陛下放心 老臣绝不会令陛下失望 刘温贵夫在周太安身旁叩首 老泪横流地说道 在这一刻 周太安已然是准备欣然赴死了 如此甚好 趁他逆子还未进来 刘相还是快点离开吧 一道猖狂声音传入殿内 你们谁也走不了 周指哥手握力气 带领庶民部下闯入大殿 刘温见状 指着周指哥怒斥道 是父夺位 天理不容 你根本不配成为天州君王 周指哥冷冷一笑 说道 本王配不配 可不是你刘相说了算 来人 保护好刘相国 刘相国将来 可还是要为本王出谋划策的 庶民部下 冲上大殿前 将刀架在了刘温伯格 强行拉到了一旁 刘温仍旧破口大骂道 逆贼 老夫就算是死 也绝不会为你笑领 周指哥冷冷 瞥了眼刘温 不再理会 静止走到了 坐在龙椅上的周太安 举刀对准了他眉心 老不死的 我能有今日之举 都要怪罪于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将皇位让给周太平 所以我派人杀了他 我本以为你之后 会将皇位让与我 结果你却又想 立那周安宁为储君 我明白了 只要有其他人在 你就永远不会立我为帝王 那我只好把他们全杀了 事到如今 你已经没有其他人选了 现在立刻交出传国玉玺 下纸禅位于我 看在昔日父子情义的份上 我可保你安享晚年 周太安面色平静如常 望着周指哥的眼眸中 却难言悲哀之色 天州历代明君贤王 亦从未出现过 手足相残之势 朕怎么就生出了 你这么一个孽楚 你所要的 朕不会给你 也不能给你 因为你不配成为天州的君王 周太安铿锵有力地震声道 这番话的一字一句 都无疑刺激着周指哥的神经 好 这可是 你自己找死的 一怒之下 周指哥一刀 没入了周太安的胸膛 长刀透过周指哥的身躯 刺穿了身后的龙椅 周太安欣然地合上了双眼 他相信 夏长明会护好周安宁 周安宁一定会安然归来 结束这场天都动乱 陛下 刘温悲痛地呼喊道 周指哥却不以为然 长刀从周太安体内拔出 心中反而有种忠于得手的快意 周太安一死 天州便是他的天下 正当周指哥沉浸在喜悦中 准备向世人宣告 他为天州新帝时 一道轻声 打破了他的幻想 爷爷 周安宁冲进大殿内 入眼便见到了 刀上沾满鲜血 矗立在周太安身前的周指哥 周太安已然闭合双眼 再无声谢